爹 您为什么想不开啊 耳边哭声一片 脖子被绳索泪的生疼 舌头向外吐出去老长 叶琛猛地睁开眼睛 眼前是两个吓得魂飞魄散的年轻人 看起来十八九岁 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章法 我是不是可以抢救一下 剧烈的挣扎之中 一些乱七八糟的记忆灌入脑海 我丢 我一个垃圾回收站的站长 好不容易把自己包装成资源再回收公司 骗了布雷斯的大米公司 五亿美金的战略投资 刚想买布雅迪 买大别墅 享受一下人生 谁曾想 庆功宴喝大了 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古代老光棍身上 就算是没骗到大米公司的战略投资之前 靠着垃圾回收站 他也是人生小赢家 奔驰家小高层 外加遍布全城的四五处金庄公寓 雇佣着长相甜美的大学生 白天跟自己谈论人生 晚上做直播正榜一大哥的钱 小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舒服 可可可 老天爷开什么玩笑 怎么把自己送到这个鬼地方 开局上吊 然后眼前的儿子 儿媳明显脑子不好使 你他娘的 把我抱下来啊 相公 爹好像还活着 挺着大肚子的儿媳开口道 啊 叶大壮猛然上前 抱住了叶琛的双腿 叶琛终于喘到了新世界的第一口气 感觉四肢百骸正在逐渐麻木 眼睛一番 无力地昏死了过去 爹 您醒醒 叶大壮将叶琛放在床上 抱着他的头 继续嚎啕大哭 朴素且寒酸的农家小院外站 满了看热闹的香铃 叶老年上镇上打工 遇到劫匪了 为了两个窝窝头 竟然跟人家打了起来 白忙活了一天 啥都没得到 心里窝火的厉害 这回家就上吊了 他那魂家的娘家 也不是东西 欺负叶老年老实 把老叶家给拖累成啥样了 要不说叶老年痴情呢 当初也是村里的好把势 自从媳妇没了 没人又不是没帮他说过气 叶琛其实早就缓过劲来了 实在是外面一口一个叶老年 让他羞耻到不敢睁眼 他在现代都市 也算是纵于花丛的达人 跟他暧昧不清的妙龄女子 起码三十几个 他若是折腾起来 一个月都不带重样的 结果却穿越到了一个 为了两个窝窝头上吊的 老光棍身上 这也就罢了 偏偏原主人平时 还是个无能的存在 老实巴交 任人欺凌 连魂家的娘家都欺负自己 叶老年认定了前妻 在前妻失踪之后 一直幻想 魂家能够回来 既不续闲 也不好好经营家业 惹得老父亲非常不快 分家时刻意地少分了他许多 这也就算了 赵老年还将拿着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条件 去补贴魂家的娘家 以补偿他心中的愧疚 到如今 已经到了为了两个窝窝头 跟人家劫匪拼命的地步 甚至还一时想不开 上吊自杀 成了村子的天大笑话 嗯 叶琛长出了一口气 悠悠地睁开了眸子 爹 儿子不笑 让您受委屈了 叶大壮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 叶琛长出了一口气 自己这长子 太随自己了 孝顺 愚蠢 老实芭蕉 他瞥了眼门外 说道 让乡亲们散了吧 把门关上 这种射死现场 他一分钟就不想再经历了 儿媳赵晶晶挺着肚子 去外面跟乡亲们一通告饶 这才疏散了人群 叶琛听得清清楚楚 门外的无赖子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哎 倒嘴的袭面飞走了 叶琛有气无力地扫射着屋子 四处透风的茅草房 摇摇欲坠 还透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比自己垃圾回收站的集装箱都差劲 儿子和儿媳的骨架很大 典型的北方人的体型 但是却因为吃不上饭的缘故 看起来非常销售 身上穿着破草鞋 露着脚趾 比电视剧里面的刘明 还惨的模样 咕噜 叶琛知道 这是折腾了一顿 呃极了 这是一种非常痛苦 却根本说不出的滋味 因为饥饿之中 根本没有力气说话 赵晶晶很懂事 连忙说道 爹 我早上刮了些树皮 我给您煮粥喝 叶大壮在一旁补充道 拿筛子 筛些观音土 细一些 好下咽 还扛饿 在赵晶晶心里 公公是个好人 总是藏一些吃食 补贴他跟大壮 就是为人太老实了 被人欺负 叶老年的父母 也真的够狠心的 分家就给了叶老年 一处三间房的草棚子 最后一间小一点的是 厨房加餐房 赵晶晶开始忙碌了 先挑了些细嫩的树皮 放在锅里煮 叶大壮也给叶琛 倒了一碗水之后 帮衬着媳妇筛观音土 叶琛看得目瞪口呆 叶琛急尽了力气 说了一句 倒掉 都不许吃这个 哎 叶大壮不敢抗拒 端着碗就要让外扔 一旁的赵晶晶 吞咽着口水 看着自己男人 将他辛苦准备的饭食 扔掉的时候 眼泪都流出来了 摆在叶琛面前 叶琛皱着眉 摇了摇头 叶大壮端起碗来 咕嘟咕嘟地喝了两口 对叶琛说道 爹 热乎得嘞 叶琛很绝望 先不说上一世 整天龙虾暴鱼 起码不至于吃土吧 爹 那是好东西 救命呢 赵晶晶终于忍不住哀求道 叶琛打量了这儿洗一眼 底子不错 就是饿脱了相了 过了半想 叶琛才缓出来些力气 观音土有毒 不能吃 他勉励起身 扶着墙 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赵晶晶惊慌失措 却不敢上前搀扶 大壮 爹这是怎么了 听爹的 叶大壮将泥汤倒掉 一脸的惋惜之色 却不敢多说什么 眼睛一直盯着父亲 三个弟弟见状 趴在地上想要舔 却被叶大壮恶狠狠地给蹬开 叶琛仿佛艰难地走了一个世纪 总算是走到了家门口 叶大壮数次想要搀扶 都被叶琛拒绝 他抬头眺望 古香古色的村子 落魄且贫穷 村子依山傍水而建 只是恰逢这几年旱灾 滴水不降 不仅仅郊外枯黄一片 便是河流都干涸了 露出了干裂的河床 不少孩童正站在上面玩耍 残存的记忆告诉叶琛 自从新皇登基 举国上下连年大旱 整个北方无数的村庄都开始荒废 清河湾因为靠水 还能勉力支撑 但到了今年 也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若是老天爷近半个月内 再不降雨 恐怕这个村子也要荒废 叶琛无比绝望 猛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很疼 这不是梦 忍不住想要咆哮 骂两句老天爷的不公 可是画到了嗓子眼 却没有力气 许久之后 叶琛总算是平复了心情 上一世 他能靠收废品 一跃成为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还能拉来布雷斯大米公司的投资 这一世 即便是天湖开局 也起码能混一口饱饭吧 他默默地收拢情绪 开始盘算自己手头的资源 叶琛无奈地摇摇头 正准备离开时 而盼想起了熟悉的小爱的声音 主人 发现上好的鱼木 请问是否回收 叶琛当下呆住了 正在他疑惑不解时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3D虚拟场景 而这虚拟场景里 他的全自动智能资源回收站 依然在机器人的运作下 高效运转着 在他的办公室里 电脑桌面上浮现出一行数据 上加鱼木 一方150文 需加工后提取售卖 叶琛退回县时 顺手录去木枝 而便再次想起提示音 叶 次等鱼木0.3方 价值20文 是否提取售卖 是 花音落下 在叶琛的视线里 他手中的鱼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脑海之中的资源回收中心的物资车上 多了一根惨兮兮的鱼木 而他手里也多了20枚铜币 叶琛低头看了一眼 铜币上书天元通宝 叶琛一脸的震撼 这时 脑海之中的提示音告诉他 他竟然可以继续使用 大米公司供应商内部购物官网 大米公司的内购商城 主打性价比 叶琛前一世 偶尔在上面买些米面粮油 以及生活物品 此时此刻 在脑海的虚拟投影的电脑屏幕上 这些页面依然可以使用 只是商品的价格单位 使用的都是铜币 用手中的铜币买了一袋面包 也买了一瓶牛奶 一下子 叶琛明白了 虽然他穿越了 但是他的物资回收站 依然可以使用 而且顺带着 加入大米公司的福利 也跟着自己过来了 甚至于物资回收中心的一些物资 他也可以兑换过来使用 在他愣神的功夫 手中的铜币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面包和牛奶 最近大米商城打折 还送了他一个茶叶蛋 叶琛真的是恶极了 三下五除二 便将食物躲一一空 肚子里有了食物 身上也多了些力气 他决定多去搞一点鱼木 家里这条件太差了 稍有不慎 便是一家子凉凉 鱼树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树木 毅然顽强地活着 散落在村外到处都是 叶琛用剩余的铜钱 兑换了一柄之前回收的废旧斧头 坐在石头上磨了半天 将就着在村外砍伐 稍微细一些的榆树 就在这时候 一道鄙夷的声音地传到耳边 叶老年 你发什么事兴风 砍伐村中工产做什么 不远处 赵大广提着裤子走了过来 哟 老赵 你也出来找神了 赵大广紧着腰带 一脸嫌弃 两个人是发小 一起光着屁股长大 但小时候 叶家还稍算富裕 叶琛独了私塾 赵大广嫉妒叶琛 二人的友谊 就这么破裂了 平日里在村里 没少捏造丑事 欺负叶老年 今日见叶琛竟然在砍村里的树 立刻便宣扬起来 大家快来看啊 叶老年竟然在偷伐村里的树 这一声吆喝 不少提着篮子挖野菜的村林 都看了过来 大家一见赵大广 又欺负叶老年 便笑嘻嘻地凑了过来 左个儿 叶老年壮着胆子去镇上打工 遇到劫匪 让人家把窝窝头抢走 岂不过想要上吊自杀 可让村里的人笑了很久 这会儿 见叶老年竟然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竟然在砍村里的工产 又纷纷议论起来 哟 叶老年 你不会不知道 这树是村里的工产吧 叶老年 你太混蛋了 大家本来还指着八树皮煮粥喝 你把树砍了 大家吃什么 我看他这是自己活不下去了 也不想让大家好好活 叶琛的脸 瞬间沉了下来 他还真的不知道 这榆树是村里的工产 以为这是古代 没有人管 随便砍了 但是他毕竟是现代人 脑瓜子一转 系上心头 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慢慢地站直了身体 不得不说 这副身体太虚弱了 刚才的运动 消耗尽了他大半的体力 浑身都是汗水 本来就包浆的衣服 散发着一股恶臭 他用脚踢了踢脚下的榆木 声音冷淡道 工产怎么了 谁家没用过工产 不用工产 你们的院子 你们的房梁是怎么来的 众人顿时愣住了 谁都没有想到 往日里寡言少语 老实巴交的叶老年 竟然敢公然跟他们反抗 是啊 榆树虽然是工产 但是谁家有个事 修个房子啥的 也都是直接砍的 这玩意又不犯法 赵大广讽刺道 你就是得了失心疯 大家砍伐工产于墓 那是为了修房子 你干什么用 你连饭都吃不上了 你难道也要修房子不成 叶琛嘴巴一脸 悠悠道 这不是家里没有余粮 当初读过书 学过一些手艺 准备做点小物件 卖到城里去 给孩子们换点口粮 各位都是乡亲 若是看不惯我砍伐工产 不如将家里的余粮借我一些 我叶琛好歹读过书 知道廉耻 不会不还的 叶琛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再加上他演技爆表 表情诚挚 真的很可怜的样子 众人都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一向是宁可饿死 也不跟大家张口的叶老年 竟然开口跟他们借粮食 你砍伐工产 关我屁事 顶多村长骂两句吧 你跟我借粮食 那就是要我命 围观的乡亲 立刻互相交谈着散了 赵大广呸了一声 想找他借粮食 他都不知道 自己晚上吃什么 不过到底怕被叶琛缠上 又紧了紧腰带 踢着篮子打野菜去 叶琛见人群散去 没有人在关注自己 这才费尽力气 将之前加工好的木料搬起来 挪到自家地头上 这副身体很虚弱 没多久 他又出了一身汗 熏得他头晕眼花 赶忙将这些榆木卖了 换了六十文钱 又换了一小袋白面 缠在腰间藏好 剩下十文钱 则藏在口袋里 这是关键时刻的救命钱 可不敢再买牛奶啥的了 叶琛在村口休息了一阵 这才晃晃悠悠地往回走 尚未走到家门口 他就听到家里 传来了热闹的说话声 大嫂 你这地龙壁虎汤真好喝 一会儿给咱爹一大碗 告诉他 儿子们长大了 会找粮食吃了 对 以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地找吃的 让爹省省心 叶琛走进院子 看到院子里的石桌旁 坐着自己的几个儿子 老大 叶大壮 今年才十八 去年 自己把文房四宝 和一些藏书卖了 给他娶的媳妇 是家里的顶梁柱 老二 叶二壮 今年十六岁 随他妈 为人比较机灵 老三 叶三壮 今年十三岁 性格随叶老年多一些 人很壮实 老四 叶小壮 今年才九岁 因为缺乏母亲的照顾 叶老年自身的条件 也急转直下 小家伙有些营养不良 现在正端着二壮 刚才喝了的汤碗 努力地舔试着 叶琛也没有想到 人真的能够 被环境逼成这样 壁虎和蚯蚓 都能做饭吃 而且看孩子们的模样 还挺满足的 他真切地认识到 这个家真的是太贫穷了 不然叶老年这个书呆子 也不至于自降身份 去镇上打工 看到叶琛归来 老大赶忙过来搀扶 而媳妇去盛汤 叶二壮搬过凳子 爹 您快坐下 家里有我们呢 您也歇一歇 叶三壮拿着袖子 给叶琛擦拭额头的汗水 老实巴交的 不知道说啥 叶小壮 见活都让哥哥们抢了 拿着袖子 努力擦拭着叶琛身上的灰尘 嘴里说着 爹 我今天发现了帝龙 又抓了壁虎 大嫂说 这都是宝贝呢 叶琛皱了皱眉 这些孩子 如果在现代 都是还处于校园里 都开始想办法解决家里的生计了 爹 吃点吧 这是小壮的功劳 他们兄弟四个是懂事的 家里的日子 肯定越过越好的 而席见老爹面上不开情 便主动劝道 叶琛没说话 反而转身往屋里走去 隔几个担心 老爹又想不开 赶忙往屋里追 叶琛示意一耳袭 关上门 便开始从腰间解下粮食 这是 叶小壮瞪大眼睛 张嘴就喊 却被叶二壮 眼疾手快捂住了嘴 这两年 各村日子月过月 几乎每月 都有人饿死 就没听说过 谁家有白面的 就算是丰收年间 大家也舍不得吃白面 而是把粮食换成杂粮 再配上树皮 草根 将就着活着 所以说 当大家看到白面的时候 不仅所有人眼睛瞪得大大的 便是嘴里 也止不住的分泌唾液 夕阳西下 目风透过门窗 和缓地吹拂着屋内的每一个人 叶大壮看着眼前的白面 与叶道 若是娘亲在 他这话一出 在场的几人都眼红了 叶家是过过一阵子好日子的 白面这东西 并不是没吃过 只是这份美好的记忆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好遥远 叶小壮年纪虽然还小 但是娘亲却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记忆 一下子忍不住抽气起来 叶辰也没有想到 只是一份白面 就能让孩子们 勾起他们对母亲的回忆 小壮不哭 叶辰叹了口气 将孩子抱在怀里 你们的娘会回来的 他还写信给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呢 他笑着说道 表情很认真 几个孩子一起抬头 看向叶辰 一脸的惊疑 他们听外界说 娘亲已经死了 结果 今日在父亲嘴里 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爹 真的吗 叶大壮哽咽着说道 比真金还真 若不是收到了你娘的信 我如何鼓起勇气 去镇上打工 又如何给你们 想办法带回白面 叶辰眼里含着泪 像极了感情真挚的老父亲 对几个孩子说道 以后都给我养得壮壮的 别让你们娘亲 笑话我没能耐 叶辰又瞅了一眼赵晶晶 晶晶 拿面去做些疙瘩汤 大家饿了太久了 先冲击就好 赵晶晶双手紧张地抓着袖子 爹 我第一次见白面 叶辰反应了过来 赵家很穷 平常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逢年过年能吃窝窝头就不错了 如何吃过白面 而叶辰也落魄很久了 他没碰过白面很正常 在叶辰老家 有那么一句老话 叫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在他们本应该胡吃海塞长身体的年纪 叶辰觉得叶老年这个父亲做得很失职 也难怪叶老年会因为两个窝窝头就气不过 想要上吊自杀 在他看来 那两个窝窝头 已经是难得可贵的改善伙食的家品了 如今他既然已经成了这几个孩子的父亲 那么就有义务 替叶老年照顾好这几个孩子 但自己出来乍到 若是表现得过快 很容易被人看出端倪 所以他刻意拿出了一家之主的威严 怎么连一个疙瘩汤都不会做 见叶老年忽然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赵晶晶吓得都浑身一礼 叶辰板着脸说道 拿些面放在碗里 加入水少许 用筷子搅拌成糊状 热锅烧一点猪油 随便炒一点青菜 加水煮沸 加入面絮 快速搅拌成疙瘩 最后放点盐 酱油 见叶老年一副威严的模样 赵晶晶不敢多说 赶忙用碗取了小半碗白面 叶大壮将家里珍藏的一点 准备留带过年用的猪油拿出来 小心翼翼地用勺子 咬了一丢丢 叶辰皱着眉头 小半碗面 溜溜缝都不够 但是他却不敢 让大家吃太饱 以防止撑坏了 他只好趁着众人不注意 悄无声息地 兑换了两个柴鸡蛋 递给了叶二状 拿给你嫂子 让他一并放进去 叶二状不敢犹豫 捧着鸡蛋 就往造房去 口中还激动地说道 大嫂 爹给了鸡蛋 赵晶晶吓得脸色发青 这又是鸡蛋 又是白面的 如果换成杂米 配着草根 树皮 够一家人吃小半个月的 爹这是怎么了 他们这种凡夫俗子 怎么能吃这种好东西 趁着别人不注意 对叶大壮说道 大壮 我听说皇帝 也不经常喝疙瘩汤的 咱爹这是怎么了 叶大壮咽了一口唾沫 我觉得爹是受刺激了 爹向来最听娘的话了 赵晶晶心疼道 那也不该这么浪费啊 叶二状眯着眼睛说道 大哥 大嫂 我记得小时候听娘说过 有个穷书生穷的吃不起饭 就全家吃了顿白面 里面插了耗子药 咱爹是不是 叶大壮一巴掌 拍在叶老二后脑勺上 混账东西 说什么呢 爹怎么会害我们 叶二状皱着眉头又道 难道是吃饱了 喝足了 要带我们去跟土匪拼命 一旁偷听的叶老三 气鼓鼓道 让爹受委屈了 吃饱了 咱们就去打架 当年娘还传授给我过阿威十八事呢 叶小壮窝在叶琛怀里不肯起来 爹 我一会儿能多喝点汤吗 叶琛点点头 摸了摸孩子发酷的头发 没说话 灶堂里的干柴 熊熊燃烧着 猪油往铁锅里一趟 夹杂着铲子搅动的野菜 不一会儿 屋里便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不一会儿 疙瘩汤便做好了 屋里热气腾腾的 叶琛让赵晶晶 将疙瘩汤成了六大碗 上面漂浮着鸡蛋碎和葱花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 站在桌子边上 一动不敢动 家里有规矩的 跌不上桌 大家只能看着 叶琛皱了皱眉 想起自己小时候 在老家似乎也有类似的规矩 便大大方方坐在主位 摆摆手道 开吃吧 叶小壮赶忙溜到凳子上 端起碗 就往嘴里倒 结果汤太烫了 瞬间舌头烫出一个白泡 小家伙闭着嘴巴 舍不得吐出来 他怕挨揍 一直等到喉咙里的汤 渐渐被喉咙适应 这才咽了下去 小家伙的眼角 瞬间热泪流淌 这是娘亲的味道 另外几个也端着碗 开始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叶琛看着孩子们 吃得热火朝天 大儿媳还傻乎乎地 坐在灶台那边 皱着眉头道 愣着干什么 过来吃饭 赵晶晶被公公吓了一跳 整个村子里就没听说 谁家媳妇 可以上桌吃饭的 在这个家里 公公是天 相公和几个小叔子 是地 自己是空气 来叶家前 娘亲叮嘱过 千万别太没出息 让人家赶回来 而且 这可是疙瘩汤啊 这是皇帝过节时候 都未必舍得吃的东西 他一个附到人家 有资格吃这个 难道是公公担心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叶琛瞪了一眼叶大壮 叶大壮浑身一哆嗦 顺着叶琛的眼神 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赶忙去将媳妇拉倒桌前 见赵晶晶浑身不适地坐在桌前 叶琛才不管不顾地吃起来 他是忍不住了 别看媳妇没见过白面 但是这手艺真不错 而且纯天然的饭菜 闻着就香 疙瘩汤有一大锅呢 谁喝完了 就去锅里城 汤汤水水地管够 一家子喝了个肚子溜圆 都是一脸享受的表情 叶琛也是喝得脑子晕晕沉沉的 有了饱困的感觉 这才放下筷子 他这筷子一放下 全家立刻也都停了 叶琛皱着眉头说道 晶晶 你怎么只喝汤 不放面疙瘩 赵晶晶小心翼翼地道 爹 我刚才喝了不少地龙汤 不怎么饿了 叶琛心疼地看着他 多少有些觉得 这古代的小闺女 多少都有些自虐情节 眼珠一转 叶琛道 饿坏了肚子里的孩子 我拿你是问 赵晶晶立马吓得不行 爹 我吃 我吃 肚子里的孩子 是他的命 他可不敢耽搁了分毫 叶琛吃饱了 喝足了 懒洋洋地坐在凳子上 感觉总算是恢复了半条命 吃饱喝足 家里的孩子们 都觉得浑身是净 叶三壮开口道 爹 咱们是不是该出门了 叶琛皱着眉头 出门做什么 智取黑风寨 叶二壮眯着眼睛 一脸回忆道 老爹爹大摆个大兵 叶二壮智取黑风寨 没错 叶大壮也站起身来 爹是读书人 怎么能受这鸟气 跟他们干了 叶三壮也说道 爹 您别怕 您站后面 我们搁三个 一个能打十个 叶琛到时 想会会没有下线的黑风寨 可肯定不是当下 他淡淡地说了句 都老老实实地坐下 几个儿子互相瞅了瞅 很明显 爹根本就没想过 跟土匪拼命 想象也是 爹虽然是读书人 好面子 但平日里老是芭蕉的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 等这些白面吃完了 估计大家 还要过回原来的苦日子呢 甚至一旦风声走漏 这白面都保不住 叶二壮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看了看白面 拉了拉老三的袖子 哥俩眼神交汇 无声盛有声 夜色渐渐深了 赵晶晶在刷锅洗碗 大壮在麦里的鞭草筐 二壮则给两个弟弟 讲牛郎和白娘子的故事 听得夜称直皱眉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有自己的娘子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之前的夜老年 一直沉浸在书本中的世界 对于娘子的认知 竟然还不如孩子们多 还有白娘子 真的会请求牛郎成全他 跟一头牛精在一起吗 他刚要问问夜二壮 这故事是不是他记魂了 他娘不是这么说的 窗外却传来了训斥的声音 夜称 枉费老子花钱供你读书 拿不到公民也就算了 还动不动就寻死 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都不知道吗 因为两个窝窝头 就上吊自杀 你死了倒是解脱了 家里的孩子怎么办 你个混账东西 好了 你少说两句 又一个老妇人的声音传来 你别拦我 今日不打死这个废物 我夜五四难解心头之气 夜称推门望去 门外是自己的老爹夜五四 和自己的母亲夜王氏 老爹因为自己科举屡屡不地 以及儿媳的事情 和夜称闹得非常不愉快 分家之后 几乎没有来往 倒是老娘偷偷来看过自己几次 还顺道送过几次粮食 不过都被倔强的 夜老年给拒绝了 他倒是有些庆幸 分家分出来单过了 不然当惯了大爷的夜称 让他在封建家庭里 小心翼翼的侍奉人 他还不得疯了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被当爹的 站在门口训斥 夜称的脸上 也很挂火 他是那种 老爷子见到夜称大不留心往外走 愣了愣 从来都是夜称 被他训斥得不敢出门 今天是咋了 他莫非真的敢顶撞自己 倒是老太太心思灵活 怕这爷俩三言两语 起了冲突 拽了拽夜五四的袖子 示意他闭嘴 然后瞅了眼正在忙碌的赵晶晶 笑着说道 孙媳妇 你爹忙了一天 就别让他活动了 你过来 赵晶晶老实巴交地放下手里的活 赶忙一路小跑来 哼 慈母多半拜孙 老头一甩袖子 大不留心而去 这是娘从嘴里剩下来的粮食 你们几个孩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可不敢饿着 老太太手里拿着个袋子递了过来 你爹是个心善的 他就是一时心急 你也多劝劝 老太太心疼地看了一眼夜称 意不意去地离去 夜称如何不明白老太太的意思 但是张了好几次嘴 硬是说不出来 爹召晶晶 战战兢兢地喊了一声 将袋子放在夜称面前 自己这公共 素来是对外老实巴交 对内却异常严苛 平日里不经他允许 若是说了老太太那边的东西 定然是要大发脾气的 搞不好 他跟大壮要在房间里跪一宿的 老太太离开夜称家的茅草屋 走了不远 一直抹眼泪 黑影里 夜五四的身子一闪 走出出来 搀扶住了夜王室 老太太哭着说道 怎么都是你夜五四的种 你怎么就不知道疼 那么好的儿媳都留不住 我夜五四没他这个废物儿子 走 回家 老头拉着老太太往家走去 只是趁着老太太抹眼泪 不注意的时候 老头一脸心疼地看了眼儿子的方向 旋即又恢复了气冲冲的模样 夜称本来不想要老太太的补贴的 可他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 而且他平白无故地变出来 粮食养家糊口 也容易被怀疑 夜称拿起袋子看了看 竟然是一袋子杂米 时间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赵晶晶连忙去铺床 说道 爹 您先喝点热水 我收拾收拾床 收拾收拾床 夜称的嘴角直抽抽 这会儿 夜称不得不怀疑 这要是穿越到了王侯将相家里 那得多舒坦 这会儿 夜老二又开始他娘小时候 给他讲的故事了 这一回 给两个弟弟讲 孙悟空大战原始天尊 就连夜称都听得津津有味 其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 只见孙悟空脚踏七彩祥云 手持金箍棒 说道 哪怕背负五指山 须一手托花果山 我齐天大圣依然无敌时间 大圣不可辱 白骨精救我 时间很快 一家人终于要睡觉了 夜称又惊呆了 三间茅草屋 两间卧室 大壮和儿席住一间 三个臭小子 竟然跟自己睡一屋 父子四人要住一张床 最恐怖的是 夜称还在琢磨 这大圣不可辱 和白骨精救我 是那不小说的剧情的时候 屋子里的娃儿们 已经开始磨牙 放屁 打呼噜了 夜称欲哭无泪 上一世 咱不是没跟那么多人 睡过一个屋 但除了自己 都是异性啊 赶紧搞钱 当官啥的 咱不要奢求 起码要一个大宅子 然后有属于自己的家主 专属房间吧 这一夜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时而琢磨 他为何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时而琢磨 他这前身的夫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一直到旭日出生 天空逐渐放亮 大洲的子民 都是很辛劳的 即便是年年刚悍 但是依然没有 让他们变得懒惰 他们趁着太阳 还不算毒的时候 去田地里浇水 除草 夜称一宿没睡好 他已经很久没睡过硬板床了 更要命的是 褥子 还好这是夏季 要等到冬天 那才是真的要命 现在根本就没有棉花 这个概念 古人一直是当棉花 为观赏性花朵 一直到了封建王朝后期 才作为农作物 大规模推广的 夜称觉得 自己的日子 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不仅仅要填饱 一家人的肚子 还要在寒冬抵达之前 搞一些郁寒的被褥和衣物 他起身伸了个懒腰 几个孩子都已经起床了 老大天还没亮 清除杂草 拿着水瓢给菜园子浇水 老二 老三抱着竹筐去挖野菜 抓蚯蚓 虽然生活困苦 但是这一家子孩子 都是懂事 真不知道 园主如何舍得他们 选择自杀 别折腾了 夜称说了一句 将昨日的老太太 送来的米拿了出来 一看就是便宜的 不能再便宜的杂米 干瘤干瘤的 但不得不说 是老人的一番心意 穷的时候 吃这个也是享受 但是如今有自己 有物资回收空间和商城 何必受这委屈 夜称用手轻轻一按 虽然五百光闪烁 但是袋子里的杂米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 这八斤的五长大米 昨天剩下的铜钱 也被他一扫而空 大清早做面食 肯定不如主舟便利 也不如主舟抗饿 疙瘩汤 好喝 但是对于夜称 和家里的半大小子来说 也就是两泡尿的事情 夜称拎着大米走了出去 先把米煮了 吃完饭再干活吧 赵晶晶认识夜称 手中的米袋 那是老太太昨晚留下的 只是让她无比震惊的是 米袋里是白晶晶光滑如玉的大米 到底是土匪抢了公公 还是公公家抢了土匪啊 老太太的一番心意 别浪费了 夜称淡淡地说道 改善伙食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先从最基础的做起 尤其是这一家子 饿得太久了 胃口需要慢慢调理才是 赵晶晶看着袋子里的 宝贝式的大米 整个人都有些呆呆傻傻的 昨晚吃白面 她就感觉跟皇帝一般了 今日竟然又吃珍珠一样的大米 现如今她觉得 皇帝都未必敢跟公公一样走 她没多问什么 拎着米袋 就去造访煮粥 不一会热 大米的香味就散发出来 一群外出干活的娃儿们 挤在灶台外面 垫着脚网里看 夜二壮的眉毛微微促起 心里琢磨着 爹是不是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这每天那么大手大脚 家里还能支撑几天 算了 老娘说得好 该吃吃 该喝 有事别往心里搁 能玩玩 能乐乐 舒服一刻是一刻 反正就算是饿死 也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夜琛自然不会跟他们一样没出息 嗓子里哼着小曲 慢悠悠地朝着毛侧走去 有些个人生理问题 是要清晨解决一下的 这真的是个极其恐怖的地方 勒紧裤腰带成了她的日常 导致她想解开腰带的时候 花了不小的力气 脑海中 一道闪电划过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这才很不熟练地蹲在毛坑旁 用双手堵住鼻孔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时候的儿歌 脚踏黄河两岸 手拿机枪炮弹 前面激光扫射 后面炮火连天 嗯 颇具同趣意味的夜琛 忽然皱了皱眉 嗯 机枪炮弹呢 目光轻循了半天 终于在不起眼的角落 发现了一排表面凹凸不平的土克拉 土快 苍天啊 咬牙 闭眼 拿起了土克拉 多么痛的领悟 苍天啊 原汁原味地与大自然接触 回到院子 赵晶晶有些拘谨地站在桌边 见他沉着脸走回来 赵晶晶心里一沉 赶忙懦懦地说道 爹 粥做好了 趁热喝吧 夜琛还沉浸在被土克拉打击的世界之中 抬头看见儿媳怯懦怒的模样 开始头疼 心道 儿媳啊 儿媳 哪有刚饿完 就头胃的 爹 快吃饭吧 夜小壮围着桌子打转 鼻涕和口水混合在了一起 夜琛伸手想给孩子擦了擦 旋即想起了 刚才土克拉一不小心碎裂的场景 算了 谁家孩子还不是一把屎 一把妙味大的 给孩子擦了擦 夜小壮还一脸享受 然后又带着洗漱了一下 锅里热腾腾的粥已经出锅 一家人又是吃饱喝足 满足地坐在椅子上 望着窗外的云 天空是湛蓝的 这是夜琛后世几乎没看过的颜色 孩子们心思则没有那么复杂 琢磨着光喝还差点劲 如果再来上点肉就好了 吃饱了 喝足了 一人一顶草帽 出去干活吧 夜琛发话道 大壮 老天爷不养贤汉 你去地里收拾庄稼 二壮你去挑水 你大嫂怀有身孕 这种活以后你干 老三 你背着个框 去官道上十份 我看官家的马车来来往往的 总是会落下车牛粪 马粪 这些都是宝贝 夜小壮立刻抬手 爹 我呢 我呢 你跟你大嫂在家里收拾院子 夜琛道 赵晶晶有些错愕 换做往常 她肯定是要下地的 谁曾想 今日公公既然分配了最轻松的活给自己 还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助手 她赶忙道 爹 收拾院子的活我自己就能干 收拾完我还能去地里帮大壮干活 赵晶晶心里很清楚 做人家儿媳 就得有做儿媳的觉悟 虽然没有婆婆了 也不能公公挑了离去 夜小壮也哭着闹着 非要跟着夜琛一起 夜琛无奈 只能道 好吧 小壮跟着我 晶晶你收拾院子吧 不必下田了 在家准备好饭菜即可 赵晶晶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公公不容置疑的神色 只能老老实实地点头 这会儿 太阳已经高了不少 再懒得懒汉 也开始行动了 夜琛看到许多庄家汉 在低头挥舞着锄头 即便是土地军裂 也不敢有丝毫的停歇 不远处的土地庙 上面摆满了贡品 不时有人过去给磕两个 夜琛觉得 眼下这情况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下雨的 也不知道是小兵和妻 还是鄂尔尼诺 反正这归大自然管 他们给土地公公磕 还不如多想想办法 夜小壮吃饱了 人有劲儿了 手里拿着一根金条 口中喊着 安乃长山赵子龙 行道容受死 这都是啥跟啥 行道容又是谁 这里触及到了夜琛的知识盲点 一脸无奈地看着路边 遭了秧的野草 这要是吃上肉 估计十里之外 都没有幸免于难的 爹 发现废旧的同个 爹 发现生锈的枪头 按照夜老年的记忆来看 这国家才太平了几十年 当初他爷爷被 北方蛮族入侵 这清河村也是战场呢 所以村边 不仅偶尔能看见白骨 废弃的武器 也偶尔能看见 这些东西 按照时下的生产条件 几乎没有任何 在回收利用的价值 所以 村民也不会去捡这些东西 倒是孩子们 偶尔会捡一些回去 当成武器打仗 不时有孩子王戴个破头盔 做个木头板 就敢自封票机大将军 别人不在乎 但是这些东西 对于夜琛来说 却是宝物 爹 发现残破的马蹄铁 爹 发现生锈的铁胎弓 夜琛注意了一下 脑海之中的虚拟场景 瞬间锁定了这些物品的位置 他拿起一个木棍 在杂草丛中扒拉了两下 就见杂草之下 有一张锈迹斑斑的铁胎弓 他拿起铁胎弓 用锈子擦了擦上面的泥土 提示音再次响起 爹 废铁五文一经 合计价值六十文 是否提取售卖 是 爹 废铜十二文一经 合计六十文 是否提取售卖 是 夜琛瞬间感觉 自己的腰间的钱袋子 沉甸甸的 虽然作为再生资源回收 买不上价 但是对于夜琛来说 却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村口的战场 不知道还有多少宝贝呢 自己转上几天 估计大瓦房就不算遥远了 爹 您看我油梦波 这个时候 夜小壮不知道从哪儿 找来一杆残破的护背棋 跑起来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夜琛喜欢孩子这活泼的模样 小壮长大了 肯定能做大将军 夜小壮眼睛瞪得圆圆的 这好像是爹第一次认可自己 当初都是说长大了 必须读书的 那小壮将军 你现在的任务 是用你手中的长枪 击败那棵大树 不许偷懒 明白吗 夜琛摸了摸他的脑袋 怕他四处乱跑 再让野狗叼去 遵命 父皇 小家伙像模像样单膝跪地 然后对夜琛一抱拳 然后对着身后虚空一招手 兄弟们 跟我杀 一时间 便仿佛坐拥千军万马一样 杀向了不远处的老树 请客间 这颗夜琛叫不上名字的老树 便遭了殃 叶子散落了一地 颇有被打得丢兵弃甲的态势 夜琛又转了转 又发现了一处宝藏 叮 发现一箱生锈的弓箭 这可是宝贝 一箱子弓箭 估计能卖不少钱吧 叮 合计废铁五文一经 合计价值六十文 是否提取售卖 嗨 合计着这弓箭 提取售卖 叮 发现了残破的青铜锁字甲 叮 废铜十二文一经 合计三百文 是否提取售卖 是 哗啦啦 夜琛忽然感觉自己的腰板硬了 这转眼间的功夫 就有将近五百文入账 五百文 足够他们一大家子人吃一个多月 甚至还能补贴老爷子那边 来将何人 可敢留下姓名 夜小庄大喝一声 旋即就哇哇哭了起来 不讲武德 抢我战力片 夜琛眉头一皱 赶忙往回跑 就见一群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的孩子 手里提着野兔 一脸不屑地看着夜小庄 夜小庄间跌回来了 立刻有了精神 爹 我在揍这棵老树 老树求饶 送我一只兔子 结果他们非要抢 小王八蛋 别胡说 是我们追了一路 兔子才撞到树上的 对啊 你没看我们的狗 都快累死了吗 几个大孩子提着兔子 就要走 站住 如果是纯粹的老猎人 追死兔子他信 一群毛孩子 瘦得跟排骨条似的 怎么可能有这本事 顶多说是惊吓之中 兔子慌不择路 撞死了 但不论什么缘由 他们都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即便这群孩子是对的 夜称也不会让着他们 这群半大小子 一看是夜称 一个个昂着头 先前老实巴交的夜称 已经到了连一群孩子 都敢欺负他的地步 当然 对面是一群孩子 夜称不可能动手 当然表情不免严肃 你们骂谁小王八蛋呢 领头的是村里的 恶霸牛大海的儿子 叫牛蛋 今年十四岁 带着一群熊孩子 整天惹是生非 不过这具身体的主人 已经不再是夜老年 那种老实巴交的 而是换了夜称 这个纵横商场的大佬 严肃起来 那表情何其吓人 这群孩子下意识地 都后退了两步 但一琢磨 眼前这可是人人可泣的夜老年啊 便壮着胆子 不肯认怂 这是我们追的兔子 牛蛋壮着胆子 说道 他只是捡了个现成 应该把兔子给我们 凭什么给你们 夜小壮大哭 夜称会跟他们讲道理吗 很明显不会的 今天也就是自己在这 若是自己不在 小壮八成得被这群 坏小子踹一顿 这种事 在他小时候 他可见的太多了 今日得让他们长长记性 让他们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夜称冷笑一声 直接上前迈进一步 颇具压迫感到 兔子归谁的事情暂且不论 咱们先去见村长 把你们伤我孩子的事情 跟村长说一说 他脱了小家伙的上衣 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划痕 小家伙也 到了村外的荒野上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到处乱窜 这些划痕都是草叶子 吉利 金条啥的得划的 夜称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才让他对着这棵大树 发泄精力 谁曾想 小家伙还有意外收获 竟然来了个守株待兔 夜称冷冷道 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 竟然放狗撕咬我家小壮 这衣服得买新的 这身上的伤 也得给小壮治好 不然这事没完 爹 夜小壮也被夜称的表情 吓得不轻 但却依然想要说两句什么 却被夜称的眼神制止了 至于牛蛋等人 则一脸震惊 咋回是啊 他们只是推了一下夜称 他怎么浑身上下 到处都是伤痕呢 这要是去看大夫 得花多少钱啊 还有 他们什么时候放狗咬夜小壮了 不都是说 夜老年老实巴交 好欺负吗 怎么这一张嘴 满嘴谎话呢 关键是 都知道他是实在人 他如果去村长那里告状 他们肯定得说 牛蛋身后的小弟低声说道 大哥 这夜老年为了两个窝窝头 都敢跟土匪拼命 这要是闹到村长哪里去 咱们未必能占到便宜啊 夜称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看得牛蛋浑身发毛 直接将兔子扔了过来 我们只是路过 小壮的伤跟我们无关 夜大叔误会了 说完牵着狗 领着一大帮坏小子 呼啦啦地逃了 爹 您真厉害 夜小壮怀里抱着兔子 小脸上写着崇拜之色 夜称一脸羞难 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欺负一群半大小子 叫啥厉害 夜称现在有钱了 也大放了 大手一挥 在商城里兑换了一瓶点赋和酒精 开口道 过来 让老子给你擦擦 夜小壮老老实实站在夜称近前 任凭夜称拿着药物往身上抹 刚一开始觉得冰冰凉凉的 一会儿就觉得浑身上下 有如刀割一样 爹 疼啊 夜小壮疼得呲牙咧嘴 夜称一巴掌拍在这小家伙屁股上 现在知道疼了 以后看到这么多人 该怎么办 夜小壮瞪大了眼睛 当然是跟爹一样 一个人对付他们一帮人 多威风 威风个屁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赶紧跑 叫上你大哥 二哥 三哥 还有你爹 咱们一家子的男人一起上 这才叫爷们 爹 不是一个打一群才叫爷们吗 夜小壮一脸不解道 那叫啥 夜称并未多走解释 而是小心翼翼地 给他的伤口涂抹药品 小家伙虽然不明白 老父亲这个以多打少的道理 但是不妨碍他记在心上 他老老实实地任凭夜称给他擦药 恍惚间觉得 以前严肃古板的老爹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外刚内容的好爹爹 他从前最羡慕那些有母亲的孩子 因为他们家的爹爹 虽然凶巴巴的 但是娘亲总是很温柔的 现在他也很幸福了 因为老爹有的时候凶巴巴 有的时候又很温柔 一个顶两个 只是不知道 娘亲什么时候回来 有娘亲帮着爹爹 爹爹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夜称不知道 这么小的孩子 已经有相当复杂的心思了 他没有带过孩子 只是凭借着本能 觉得不能让孩子受委屈 走了 回家让你扫扫做红烧兔肉给你吃 夜小壮连忙摇头 抱着兔子恋恋不舍地看着古树 夜称看着小家伙 一脸奇怪的表情 疑惑道 你是觉得兔子很可爱 不能吃吗 小家伙摇头道 那么可爱的兔子失踪了 他们家人一定很着急 然后呢 然后 咱们在这等着他家里人来找他 咱们把他们一家子全都抓住 一家人死 也要整整齐齐 咱们家也能饱餐一顿啊 啊 夜称一脸震惊 他甚至怀疑 这是不是自己在意时空的中 灭门抄家 连看门狗都得踹两脚的精神 跟自己好像啊 想啥好事呢 兔子又不傻 你见过谁家兔子 排队撞死在一棵树上 左个儿 听二哥说的 娘亲教过的 即便是不同的人 也会掉进同一个坑里 爹 人应该比兔子聪明吧 为啥人可以掉进一个坑里 兔子就不会撞死在一棵树上呢 夜称现在真的很想见见自己那位素未谋面 却给自己生了四个娃的女人了 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死是活 只是 他当下也不知道该如何给夜小壮解释 这人聪明归聪明 但是愚蠢的时候 是真的很愚蠢的 甚至还不如撞死在树上的兔子呢 当下说道 走了 今天不会有兔子撞死在这里了 哦 小家伙任凭夜称拉着他的手往回走 但是嘟闹着小嘴 明显是不服气的 夜称将兔子拎起来 这荒年兔子也跟着遭罪 浑身上下没有脊梁肉 都脱向了 丁 发现野生兔皮 价值二十文一张 请问是否加工后提取 夜称一愣 这还有意外之喜 正好这兔子没有多少肉 不如直接扒了皮 换成现代社会的兔子肉 反正有小壮作证 没有人会怀疑 爹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赵晶晶虽然一个人在家 却不肯闲着 头上包着布皮儿 正蹲在菜园子里 认真地清理杂草 见夜称带着浑身 都是血印子的夜小壮回来 赶忙要帮忙清洗伤口 夜称笑着白白手道 伤口我都清理过了 这是小家伙的战利品 今天咱们能吃上肉 赵晶晶拿着夜称递过来的兔肉 在手里颠了颠 心中满是疑虑 小壮抓的 这哪里是兔子 这分明是一头小猪呀 估计又是爹爹神奇的手段 他昨晚听大壮说了 婆婆是个厉害的人 总是能想办法 搞到肉食和钱 估计爹的这些宝贝 都是娘亲写信 告诉爹怎么弄得 爹怕被人怀疑 这才假说是小壮抓的 小壮一个娃娃 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 赵晶晶觉得自己看破了一切 心中不由的 有了几分自豪感 自己家婆婆 是个有本事的 公公也能让家里 吃上白面和肉 虽然他是富道人家 不一定能吃到肉 但是公公外冷心热 估计能给自己一口汤喝 能喝点肉汤 他就很满足了呢 于是乎 踢着兔肉的赵晶晶 感觉自己的步伐 都轻盈了几分 爹 俺回来了 叶三壮的声音 显得很是疲惫 但那骨子兴奋劲 却是不言而喻的 叶琛迎了出去 就见满头大汉的三壮 推着一辆养脚车 疲惫地扶着大门的柱子 养脚车上 放着两个黑漆漆的便筒 散发着浓烈的恶臭 叶琛随手 帮他擦拭着额头的汗字 怎么回事 三壮憨悍地笑道 俺遇到一群好心的兵爷 他们正愁兵营里的汗策 没人清理 俺不嫌脏 就交给俺了 不仅把养脚车借给俺 还给了三文钱的辛苦费 说着 将铜钱交给叶琛手心理 得意道 爹 俺也能挣钱了 说着 三壮想起什么 从心窝里掏出了半个锅盔 用厚厚的礼仪包着 小心翼翼地摊开 爹 你吃 香着礼 叶琛上辈子 什么澳洲龙虾 神户牛肉 不知道吃了多少 但此时 眼前那脏兮兮的三壮手里 用破旧的礼仪包裹的半个锅盔 竟然仿佛在发光 叶琛不知道 自己竟然这般没有出息 眼眶红了 他一把将三壮抱在怀里 好孩子 辛苦你了 爹 你怎么哭了 三壮着急看着叶琛眼眶里的泪珠 急得小脸都凝在了一起 是不是小壮又气你了 我替你揍他 小壮正捂着鼻子 偷偷掀开变筒的盖子 想要探寻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宝物 听三哥这么一说 顿时气地掐着腰说道 三哥 冤枉人 今天小壮也立功了呢 小壮抓了一只兔子 肥得很呢 叶琛也不知道 为何自己一个大男人 泪线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发达 将锅盔接到手里 另外一只手 摸着三壮的脑袋 笑着说道 是三壮长大了 爹为你开心 激动得不行 不过 爹得提醒你一嘴 最近这几年连年干旱 草原的日子也不好过 北京突厥与大洲摩擦不断 保不起哪天 这群青州大兵 就要上战场了 你别让人家给拐跑了 爹 好男儿 不就该置在四方 纵横僵场吗 小家伙估计没少听 那群大头兵吹牛逼 一副憨傻的模样 叶琛一巴掌拍在脑袋上 混账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上了战场上 有几个脑袋够人家看 真的到了要上战场的地步 那也是爹兴趣 说着 叶琛转头 看了一眼扛着锄头 见叶琛训斥三壮 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大壮 说道 老大 以后下地带着三壮 他再敢往军营跑 给老子往死里揍 这个时候 老二也回来了 见三壮明明立了功 反而被爹训斥 眼珠子都红了 在一旁拉着三壮 小声安慰起来 毕竟还是孩子 心里的愁苦 不消一会儿 就被锅躁的肉味给吸引了 兄弟四人再次恢复了 整整齐齐看大嫂做饭 小壮不时喊两句 大嫂 好了没 赵晶晶总是能笑着说道 快了 快了 一家人沉浸在 即将吃上肉的喜悦氛围之中 叶琛则懒洋扬地靠在门柱上 抬头望着天空的云 脑海乱糟糟地 思索着天下的局势 大洲乃是女帝持国 这在封建社会 总归有些匪夷所思 别说国内动荡不堪 肆意不服者 亦是甚多 如今这连年干旱 草上的牧草 肯定也不咋地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大规模的战事爆发 幽州残破不堪 怕是根本支撑不住 到时候保不齐 青州就会成为战场 自己家里已经这般穷了 若是青州再变成战场 自己这小家庭 又该何去何从呢 凡事 遇则利 不遇则废 自己总归要早做打算 叶琛正胡思乱想 赵晶晶端着碗兔肉 走了过来 诺诺说道 爹 祖父祖母那边 也许久未开婚了 是不是送一些过去 小壮 叶琛被拉回神来 他是知恩图报的人 昨天老太太 还送了粮食过来 今日他吃肉了 怎么能忘 对着锅噪猛烈吸着鼻子的小壮 赶忙冲了过来 爹 小壮才不跟三个一样不乖呢 您下命令吧 叶琛用今日兑换的手帕 擦了擦小家伙的口水 又沾了些清水 擦了擦他的花脸 这家里没个女人 孩子就脏兮兮的 真的要命 端着这碗兔肉 给祖父 祖母那边送去 叶琛先挑了一块最肥的 塞进小家伙嘴里 又用手指虚空点了点 兔肉入口 那美味油腻的感觉 直击味蕾 小壮感觉自己 都要飘了起来 眼珠子不断地往碗里瞟去 感觉自己的活都要勾走了 耳边父亲的话 却让他的心思 立刻老实了下来 爹已经数过了 回头肯定跟祖母 对一边肉块的数量 少一块肉围你是问 小家伙立刻严肃抱拳道 遵命 说着单手迟晚 手里还拿着一根打狗棍 冲了过去 嘴里大声喊道 驾 驾 驾 这是爹爹让自己给祖父 祖母押韵的粮草 可不能有任何疏忽 叶家老宅子 在村子正中心 祖上也曾经阔气过 祖宅算不上豪气 但是面积不小 一共有五间房 房门口还种了几棵枣树 房子周围是密密麻麻的篱笆 篱笆院里种满了青菜 叶小壮推开篱笆门 踹了一脚拱过来的大黄 大喝一声 祖母 这大白天的 又是灾年 农家自然辛苦 家里只有叶老太太 和叶老三家的媳妇 收成不好 叶老太太正在晒枣子 最近收成不好 老太太便领这儿席 去大山里摘一些山枣 晒干了 墨成粉搬在米粥里喝 免得这一大家子喝西北风 小壮 你咋来了 叶小壮开口道 爹让我给您端来一碗兔肉 一听这话 老三家的媳妇 眼睛都亮了 这可真的奇了怪了 叶老年自从分出去单过 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隔三差五地带着粮食去补贴 金盖 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竟然主动送肉过来 这是不是起了什么歹毒的心思 比如过不下去了 想要重新病户 这天下 怎么能有这等好事 老三家看向叶小壮的眼神 立刻警惕了起来 老太太的脸色 也瞬间垮了下来 你爹是疯了吗 打了兔子 不换成粮食 怎么自己吃了 咱们小老百姓吃肉 不是浪费吗 你瞅瞅这么好的东西 吃紧咱们肚子里去 不就是一堆份吗 爷老太太嘴上骂着 手却没闲着 麻利地拿出一个小筐子 挑了好几把饱满的大枣装了进去 老太太觉得很不够 又用手使劲按了按 将筐子装得冒尖 老三家媳妇心在低险 凭什么呀 就因为她小啊 婆婆怎么能那么偏心 这么多枣子 她要是敢偷吃一颗 棍子都能抽上自己 结果老年家 就用一碗破兔肉 给换走了那么多 关键是兔肉 自己一个富道 人家根本吃不到啊 想到这里 老三家媳妇一肚子委屈 连带着都怨起了自己的男人 长得那么壮实 连个男娃都让自己怀不上 不然自己在这里地位 总算是得有一些 叶小壮见老太太 老太太给了一小筐子红枣 连忙在怀里摸索起来 终于摸出了一大把的琵琶地了过去 阿奶 这也是小壮的一番心意 老太太认识这玩意 长在土里 甜丝丝的 吃起来可以撑鸡 给奶奶这个做什么 叶小壮的嗓音清澈 爹说 男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奶奶给我加东西 要回里的 这是小壮跟爹爹下地干活 从地里挖的 爹爹教的本事呢 老太太顿顿时觉得 自己可能听错了 早些年叶称 这孩子读书读傻了 根本不知道孩子的教育 如今这小壮 比之前干净了不少不说 还懂得做人的道理了 这让老太太 如何不吃惊 小壮怀里抱着筐子 阿奶 我先走了 叶小壮现在脑海里 都是美味的兔肉 却被老太太叫住了 叶称是个 不会过日子的光棍汉 有肉也不知道卖掉 反而自己吃了 这一把地皮啪果 保不起哪天还能他们撑鸡 他自然是不会收的 叶小壮却倔了起来 爹说的 到底是天下最大的道理 我叶小壮是男子汉 不能收回去 老太太知道 叶称的脾气 估计刚才那些话是他教的 孩子如果不留下点什么 估计回去要挨揍 都什么条件了 还硬撑着 赶忙在院子里 穴摸了片刻 摘了两根黄瓜 塞进叶小壮家袋里 行了 这是祖母单独赏你的 长辈刺 不可辞 赶紧回去吧 叶小壮看着眼前 绿油油的黄瓜 眼珠子都直了 以前家里的日子好的时候 他也吃过呢 脆脆的 甜甜的 洗地的抱着一大堆东西回去 叶称看着他怀里的一大堆东西 赶忙让老三接过来 你祖母给的 阿奶说赏赐的 叶小壮笑嘻嘻地 从怀里掏出大黄瓜 爹 胡瓜 这是祖母专门赏赐给我的 这时代 黄瓜并不多见 村里人也舍不得吃 都是熟了之后 挑到城里换贵人的铜吧 爹 奶奶给的东西 小壮不能独吞 小壮壮的胆子 但是能不能给我一个大孩子份 我想娘亲了 她真不是贪吃 我就记得 叶称点头 咱们家孩子不分大小 都是爹的好儿子 庭院的石桌上 满满当当的一大盆兔肉 弥漫着诱人的香气 兔肉旁边 还放着儿媳做的凉拌黄瓜 凉拌婆婆丁 一个裹了面粉的萝卜丸子 此外 美人手头上还有一大碗米饭 锅里还热着疙瘩汤 儿媳的手艺不吃盖的 人家都说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自己家这儿媳 即便是家里没有米 都能搞个地龙汤 壁虎汤啥的 更不要说 如今材料稍微丰富了一些 竟然一口气 整了个四菜一汤出来 叶称本来还下意识地 想讲几句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大家一起努力 共复美好的生活之类的屁话 毕竟先前当老板的时候 每次团建总是要逼逼两句的 只是话到了嘴边 叶称才意识到 自己已经不是功成名就的大老板 而是这群孩子的光棍老父亲了 看着一群孩子 嘴里不断分泌着口水 眼珠子差点掉进肉盆里 叶称觉得这个时候 说啥都是屁话 赵晶晶用手拽了拽叶大壮的衣角 小声说道 大壮 这么奢侈 真的好吗 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似的 可不跟做梦似的吗 头两天 叶家还断粮了 自家公共喂了两个窝窝头 差点想不开 就上吊自杀了 可这两天呢 又是白面 又是大米的 这都是自己想都没想过的日子 粮食本就不多 敞开了燥米活面 万一哪天搞不来粮食 岂不是又回归了一家人 整整齐齐躺板板挨饿的日子 叶大壮一脸的迷之信任 爹这么安排 肯定有爹的道理 你老老实实地干活就好了 开动吧 叶称一挥手 顿时全家上下 便是一通风卷残云 或许文雅一点的 只有一个赵晶晶了 即便是文雅 也如同小兔子一样 疯狂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别看嘴上跟大壮说着 要省着过日子的话 但是嘴巴非常诚实 尤其是小壮 一会儿夹起一大块油腻的兔肉 吃得连骨头扎不胜 一会儿夹起一块翠绿翠绿的黄瓜 咯吱咯吱地嚼着 小嘴跟转动的风火轮一样 一颗都不得停歇 兔肉上的油子 都顺着筷子 流到了小家伙的衣精去了 小家伙也注意不到 叶称觉得 刚吃炖好的 孩子们自有点好 等到将来这些东西 肯定是要管教的 如今自己媳妇生死未卜 自己便只能又当爹又当妈 当然 叶称自己的形象 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 他已经尽量保持得文雅一点 但是喉咙 似乎根本不受控制 总是大口大口地吞咽 好几次差点噎着 一口气干到了两大碗米饭 整个人再也不是那种 因为饥饿软绵无力的样子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那种吃饱饭 大脑晕晕沉沉 想要困窍的感觉 一群孩子围着自己放不开 叶称吃得七八分饱 便放下碗筷 看着小家伙们 恋恋不舍地看着饭桌 叶称笑着白手道 今天爹给你们开个特例 不用管我 你们继续吃 一群小家伙的表情 瞬间热烈了起来 叶称回到卧房 靠在墙上 用袖子扇着风 这天气太热了 吃了顿饭都浑身是寒 脑子里想着 关乎未来的事情 资源回收空间是个好东西 但是也要合理利用 总是莫名其妙地 变出来东西 肯定不合适 既然这里有残破的武器 铠甲 就证明 当初这里是战场的 在总结今日三状说的话 朝廷已经召集府兵开始训练 这意味着 战争其实已经不远了 到时候当地的安全 肯定是个问题 按理说 一家人迁到南方 才是最安全的 但是就他们家这经济条件 估计连当地都走不出 就能活生生地饿死 而且 怎么说服父亲 母亲也是个问题 总不能自己逃了 爹妈不要了吧 所以 与其现在就逃走 还不如先挣下些家业 看看形势再说 恍恍呼呼之间 夜趁睡了过去 正在梦里 开着比基尼排的豪车呢 迷迷糊糊间 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 夜小壮急匆匆地跑进来 拽着夜趁的袖子说道 爹 咱们村的大牛哥说 看见二哥和三哥 给军营送完仰脚车 气冲冲地去温家村了 温家村 夜趁猛地晃了晃脑袋 温家村 就是原生夜老年夫人的娘家村子 离这清河村不算远 来回也就一个多时辰的距离 这两个小子 真的是吃饱了窗的 没事去温家村做什么 夜趁猛然起身 对外喊了一声 大壮 收拾收拾 跟我去温家村 老二和老三 一直嘀嘀咕咕的 夜趁早就觉得没好事 但是刚穿越过来 夜趁自己也在熟悉环境 就没过分注意 温家庄的人都姓温 人家一个村子 基本上都是同族 用一个词 他们两个臭小子过去撒野 如何有好果子吃 夜趁将正在边框的大壮叫着 父子二人顶着中午的日头 就往温家庄赶 在原主的记忆里 镇上和温家庄都不算远 经常十一路赶过去 可是夜趁却觉得非常远 走了没一会儿 就开始浑身冒汗 都说难传北马 但是那是有钱人 他们穷人 只能靠这一双腿 太累了 等他有钱了 一定要买豪华的马车 想到这里 夜趁就忍不住苦笑 果然 不论是封建社会 还是现代社会 大家的欲望都是一致的 车子和房子 走到心脏 都扑通扑通跳了 才看见不远处的村落 温家庄外有一片林子 夜趁就是在这里 被人家劫到的 当时他还跑到了温家村村口 大喊救命 结果这群人明明认出来自己 却没有人上来搭救 硬生生地看着自己 被劫持不说 还指指点点 说嘲笑自己是废物 夜趁轻车熟路地 走到了温家的门口 尚未进去呢 就看到了让夜趁 无论如何 都无法接受的一幕 二状和三状 被人家用绳索绑着 一群温家村的坏小子 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 二状 三状 夜大状见此 愤怒地步行 抡起了王八犬 便对着使坏的这帮坏小子 一顿乱锤 将人群驱散 小哥俩见到大哥 以为是来救自己的 结果一抬头 看到老爹黑着脸走了过来 顿时吓得小脸煞白 上一次老爹这种表情 还是得知了娘亲出事 最后他们哭闹不止 被老爹用绳子捆起来 哥俩并排被挂在房梁上抽了一天 而且 爹爹一直对母亲的事情 心怀愧疚 是绝对不允许他们过来闹事的 可是他们实在是太气了 因为他们还车的时候 听军营的士兵 在讨论剿匪的事情 两个小家伙刚一开始 还听得有滋有味 结果听了一半 才知道事情的起因 竟然是校尾知道了一个书生 在当地被土匪截到 所以才下定决心 清扫匪患 然后两个小家伙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父亲被截到的地方 就是温家庄 顿时不开心了 当他们得知了完整的经过 更是气得不行 想到爹爹逢年过节从不懈怠 即使娘亲不在 也登门拜访送礼 他们家庄家弟友活了 自己家的活不干 宁可庄家慌掉 也要过去帮忙 结果呢 他们看着爹爹挨揍不说 还嘲笑爹爹 而且 其中笑话得最过分的 就是外公他们一家子 说这个废物女婿不要也罢 丢尽了他们温家的人 哥俩一和见 现在去找土匪麻烦 肯定是自寻死路 但是去温家村大闹一场 觉得爹爹白白做好人的路子 还是可以的 不过眼下 路确实绝了 但是爹爹似乎更生气了 叶二状和叶三状被揍得鼻青脸肿 躲在叶大状身后 生怕跌跌一巴掌扇过来 姓叶的 枉费你也是读书人 怎么教出这么两个小畜生来 叶尘的岳父温老汉 怒不可遏地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指着叶尘便骂 这两个小畜生 竟然跑到村里 把我们家和苗给割了 这可是我们一家人的依仗啊 两个小畜生竟然给祸害了 祸害庄稼 确实是农户的大忌 叶尘瞪了一眼这两个坏小子 这两个坏小子 搭拉着头 也不敢看他 也就是说 人家说的都是真的 老岳父理直气壮地指着叶尘骂道 必须赔钱 本来想着等粮食下来 换些银两 公家中 孩子读书 现在都让你们家毁了 最起码无两银子 你们叶家都是废物 不是读书的料 不代表我们温家不是 听到这话 叶尘瞬间笑了 自己夫人这娘家 有点意思啊 前面还看着原主 被一群土匪殴打自己不管不顾 今日竟然还将自己的儿子捆起来 任人殴打 这是真的完全不讲自己放在眼里 不放在眼里也就罢了 还狮子大开口 要无两银子 真的是狮子大开口啊 既然你个老东西先不要脸 就休怪我叶尘无情 大壮 保护好弟弟们 叶尘冷然地说着 手已经不自觉地撸起了袖子 脑海之中 已经开始检索 可能用得到的工具 温老汉见状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但一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 可是人见人气的叶老年 立刻怒喝道 混账 叶尘 你要为了这两个小畜生 无逆老夫吗 叶大壮间外祖父 一口一个小畜生 气得额头青筋抱起 忍不住也撸起袖子 站在了父亲身后 此时此刻 在二壮和三壮的眼神里 父亲和兄长宽厚的肩膀 就仿佛一座高不可盼的大山 叶尘一记冷眼过去 无逆 你也配 你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你自己 可有一分长辈的样子 这两个孩子 也有你的血脉 大半辈子都活到狗肚子去了 反了天了 见叶尘竟然变得 如此的出言不逊 完全不将自己放在眼里 温老汉气得有些站不稳 指着叶尘说道 本以为 你读过书 是个明事里的 两个孽畜犯下大错 老汉管教一番 让他们吃点苦头 将来怎么也能重新做人 谁曾想 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 竟然还忤逆老夫 要老夫看 这两个孩子 今日这般模样 就是你这个更坏了 上梁不正 下梁歪 温伯父跟他们废话作甚 这等烟杂货 直接打出去便是 一道嚣张的声音刚刚落下 人群之中 走出一个魁梧的大汉 周围看热闹的香铃 忍不住嬉笑起来 大汉换作温猛 是温家村出了名的无赖 谁要是招惹了他 准没有好果子吃 平日叶琛来温家庄 见到此人 都是躲着走的 温猛身穿短鹤 浑身充斥着鼓起的肌肉 胳膊看起来 比叶琛的大腿都粗 因为经常打架的缘故 脸颊右侧 还有一道狭长的刀疤 让人看一眼 就望而生畏 叶琛身后几个小家伙 脸色都白了 他们是听过温猛的名号的 温猛作为附近村镇 十里八乡有名的恶把 脾气暴裂 曾经因为在县里斗殴 打伤过屠户而被判刑 是村里的乡邻们 集体凑钱 才将人赎了回来 这两年 附近不太平 温家庄也遭过土匪 温猛却一个人 能追着四五个土匪砍杀 闯下了温神的绰号 他猛地一拳砸过来 带着呼啸的风 砸向叶琛的肚皮 这一拳要是砸中了 叶琛少说 也要去半条命 周围看热闹的温家庄人 见识纷纷让开 他被剑一身血 爹 快躲呀 叶琛这时 竟然还有心情 跟大壮说了一声 儿子放心 今月爹爹给你开开眼 早些年创业 总是被社会人士光顾 叶琛也是拎着钢管 混出来的 刀横行全程 不知道多少次 在酒吧拯救了醉酒的少女 即便是穿越了 伸手不如从前 但他如何能怕了一个地痞恶霸 他一抬手 就用拳头精准地戳中了 温猛手臂上的麻巾 逼得温猛后退了好几步 当然 叶琛自己也疼得钻心 但为人负者 岂能在孩子面前露了歉 温猛的表情也瞬间变了 他这拳头 一拳下去 连木门都能砸穿 竟然被一个 弱不经风的农户给拆招了 他站住身形 感觉手臂依然发麻 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而对方则云淡风轻 似乎没受到任何伤害的样子 不由得暗暗心惊 有点本事 难怪赶来我们温家庄闹事 温猛上下打量了一番叶琛 然后从腰间解下了一把牛耳尖刀 鸣笑道 我最喜欢有本事的人了 来 叶老念 今日不废了你 我不姓温 说完之后 他手持牛耳尖刀 对准叶琛的脖梗刺了过去 叶琛眉头紧簇 无冤无仇地下死手 这一刀若是刺中自己 自己必死无疑 既然你这般气我如我 就别怪我不手下留情了 叶琛袖子一抖 瞬间在资源回收站 兑换了一根钢管 和一袋石灰粉 石灰粉瞬间洒出 迷了温猛的眼 接着身子一闪 伴了温猛一脚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之中 温猛的身体 如同失控的火车 轰然往前奔驰了四五米 然后摔倒在众人面前 吓得温家庄的百姓连连躲闪 口中不住地尖叫 温猛 你没事吧 温老汉脸色微变 这句话说得叶琛更是心寒 他的便宜老岳父 此时关心的不是他 而是一个外人 于是乎 温猛倒了大霉了 叶琛走过去 轮起手中的钢管 对准温猛的后背 便砸了过去 碰 碰 碰 温猛尚未起身 便感觉自己的后背 仿佛被巨石砸了一样 五脏六腑同时剧痛 扑斥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一起上 赶紧救下温猛 温老汉脸上的肌肉抽搐 心中怒急 只觉得自己的尊严 受到了莫大的挑衅 想要不顾一切的报复回去 嘴上说救下温猛 实际上是让族中的年轻后背 趁机教训叶琛 温老汉身后的五个年轻后背 互相看了一眼 点点头 拿着锄头 粪插 木棍 一起扑了过来 再能打 你能一个打我们五个不成 尤其是其中一人 更是提着木棍 对准了正要帮忙的叶大壮 找死 叶琛冷哼了一声 猛地窜了过去 此时此刻 他真的非常感谢 陈祥和老师傅 悉心传授的无限制格斗 对面虽然人多 而且叶琛的体力 并不占据绝对优势 但是在叶琛的钢管面前 根本就没有人能撑住一个回合 甚至 他们连叶琛的衣角都碰不到 几个呼吸之间 地上就躺满了身影的人 他们抱着手或脚 在那里大声惨嚎 叶琛恨他们 竟然要对自己的孩子下手 几乎对每个人出手的力道很大 甚至专门对他们的关节动手 估计有些人是要真的骨折了 第二个人 竟然能 三壮们同时瞪大了眼睛 一副崇拜的模样 这个他们认为软弱无能 对外唯唯诺诺 对那永远只给儿子坏脾气的父亲 竟然是个传说中的高手 一个人 一根铁棍子 竟然打得温家庄抬不起头来 这简直就是娘亲故事里的剧情 温老汉 也觉得热了狗了 想到自己往日里 跟驱使奴仆一样 使唤着叶琛 便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叶琛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神情中 一步步重新走到温老汉面前道 岳父大人 小旭一时没忍住 替您教训教训这些晚辈 好让他们重新做人 想必您不会怪我吧 全场死记 温老汉一双眼错愕地看着叶琛 脸上一会儿青 一会儿白 他真没想到 他们村里的年轻后生 那么多人 包括温猛在内 竟然打不过叶老年一个人 这小子 不光是身手恐怖 而且为人也够变态啊 这样的能耐 即便是到军中 也是翘楚了吧 竟然能忍受着 自己先前的百般欺凌 但温老汉是见过世面的 此时他咽了咽口水 不动声色道 贤婿 你确实有本事 但是再能打 你能打得过我们一村人吗 不如放下手里的武器 咱们爷俩好好谈谈 叶琛扔下了手中的钢管 拍了拍手上的石灰粉 打打杀杀最没意思了 不用打听 我想诸位也知道 我叶琛不仅是咱们这一片 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郡后生 也是最讲道理的读书人 既然岳父想讲道理 那咱们爷俩就来论论理 此时的叶琛 如何有昔日里 半分那种窝囊的模样 简直将嚣张霸道 演绎到了极致 是才 他将穿越至今的委屈 一股脑地宣泄到了那些 敢跟他动手的人身上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出现了剧烈的变化 以至于现如今 他扔掉了手中的钢管 只是歪着头 晃了晃身子 嘴角咧嘴一笑 空气都能冷下来 十几度一般 整个站在他面前的温家村人 不约而同的一起后退 叶琛指着那群适才 对二状和三状动手的 大孩子们说道 这便是你说的 替我教育孩子吗 瞅瞅他们那魂不灵的废物模样 简直让人恶心 我叶琛的儿子 这天底下 只有我自己可以管教 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更轮不到一群 毛都没掌权的孩子 温老汉的眉头越皱越深 他觉得 今日的叶琛 与往日完全不一样 太不对劲 让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温家的二房媳妇 壮着胆子说道 叶琛 咱们乡里的老话说得好 一个女婿半个 当初爹也是帮了你不少的 你这般说话 不怕伤了两家的情分吗 不怕伤了爹的心吗 叶琛瞥了一眼二房媳妇 森然的冷意害的二房媳妇 手中的狸猫 直接扔到了地上 现在想起 我是你们温家的女婿了 我被土匪碾得跟狗一样跑的时候 你们温家人看热闹 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 怎么不当我是你们温家的女婿呢 农人毁了何苗 确实是大错 揍死他们俩 我叶琛都不敢说个不字 那起码也是长辈动手吧 捆了扔在道边 任人凌辱怎么回事 我叶琛也读过圣贤书 但我想翻遍诗书八千页 也寻不到这般的丈人 你们家的何苗 就那么金贵吗 金贵的比我家孩子的尊严 更值钱吗 温老汉板着脸 你也知道 农人毁苗是大过 今年是大灾之年 保不齐他们毁的那片苗 就能救我温家的性命 叶琛 今日老夫没有心情与你胡搅蛮缠 你若是真心想了事 岳帐也不为难你 留下文英无两 便算了事 好好好 这是岳帐的救命粮 我这两个小崽子 真的是犯下了滔天的罪名 就当此时 我叶家欠了温家文英无两 叶琛的眼神似有光 藐视着在场温家的每一个人 但你们温家 欠我叶家的钱怎么算 陈年旧账暂且不提 去岁温华读书钱不够 借我的文英三十两 你们温家准备什么时候还 一听到这话 温家的掌房媳妇立刻不干了 这三十两银子 是你支持晚辈读书的 你何时说过要还了 叶琛笑了 温华可是写过欠条的 这官司打到有私去 某叶琛都不怕 说着 叶琛拿出来欠条一张 迎风招展 我想欠债不还的读书人 即便是有功名 前途怕是也要止步于此了吧 温华 也只有一步之遥 叶琛的前身 自知自己读书无望 便将一腔希望 寄托于温华身上 甚至于不顾家里的拮据 将娘子辛苦积攒下来 给几个儿子取妻的钱 从地窖里挖出来 都拿出来补贴温华 温华不似温家人这般无情 只知道利用叶琛 特意给叶琛写了一张欠条 叶老年不当一回事 扔在一边 却被叶琛发现 一直藏在怀里 如今却成为铁打的证据 名声对于读书人 太重要了 温家是绝对不允许 温华的名声被毁掉的 叶琛 你疯了吗 大方媳妇一脸不可置信道 温华这孩子 可是你跟云恒 一字一句培养起来的 你舍得毁了他 叶琛冷笑道 你也知道 温华是我跟云恒 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 那你们 是怎么对待 我这个恩人的呢 今日我只问一句 欠我叶家的钱 何时还 气煞我也 叶琛你要 生得气死我吗 温老汉集中生智 口吐白沫 就要装晕 温家一群人赶忙冲过去 将温老汉抱在怀里 口中不断关切 至于道德绑架叶琛的话 那是连绵不绝 羞愧的叶大壮 都上前去拉叶琛的袖子 叶琛冷眼看着人群 打也打不过 讲理也讲不通 必要靠装病 拿道义来压我吗 早干嘛去了 云恒遇难 你们温家人的道义去哪了 我叶琛遇险 你们温家的道义 又去哪了 今日虐待我子 你们温家的道义 又去哪里了 爸爸爸 今日摆明是我叶琛倒霉 遇到你温家 蛮不讲理的一家人 只能一纸撞书 告语县衙之上 请献尊公断了 他转身往外走 步履流星 一群温家的轻壮 忍着疼痛 刚刚起身 见叶琛转世而至 一个个又老老实实地 躺了回去 温老汉被气得气喘吁吁 心中也是埋怨家人 怎么就得罪了这个温神 你们当初不救他也就罢了 还站在村头嘲笑他做什么 他一个读书人 也是要面子的 好端端的 真的有人为了两个窝窝头上掉自杀吗 他是颜面丧尽 不想狗活了而已 掌房媳妇见到道德 也绑架不了叶琛 是真的没有办法 这才走出来 温华是他的命根子 他怎么可能任凭叶琛这个废物 毁了他的名声 他咬牙道 温华他辜负 你先等等 万事好商量 他转身看向温老汉 低声道 爹 事已至此 不得不低头了 白纸黑字 谁都抵不了的 不若先硬承下来 让他得意几日 但有朝一日 华尔金榜提名 做了大官 我不信他真的敢登门讨要银两 等到温华做了高官 他第一个就要领着奴仆 砸了叶琛的破茅草屋 温老汉缓缓点点头 复杂地看着叶琛道 这笔钱 我们温家认了 但得等到温华做了官 不然你便告到官府去吧 大不了于死网破 你叶琛忤逆越账 就算不违反大周律 现尊也定然恶你 叶琛的嘴角泛起笑意 他有手有脚 何至于讨一个 借给晚辈读书的银子 今日的目的 便是要温家低头 给两个孩子出气 青州人说出来的话 那是一个唾沫 一个坑的 岳杖不会说话 不算话吧 自然不会 好 叶琛说完 便要领着三壮们离开 但是眼神却扫到了 适才欺负二壮和三壮的孩子们身上 他拉着两个孩子走了过去 他身上的气势射人 和之前老实芭蕉的叶琛 完全不一样 整个村子的男人 都不敢上前 他指着眼前的一群大孩子说道 谁刚才打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打回去 温家村的人怒了 叶琛 你得寸进尺 别给脸不要脸 我就在这 觉得我过分的 请可以过来试试手 我叶琛奉陪 叶琛一脸无所谓地回应他们之后 瞪了眼两个臭小子 怎么 爹的话跟放屁一样吗 还不动手 叶二壮和叶三壮又怕又喜 上前对着刚才打他们的大孩子 便是一顿乱踹 叶琛来时 还要五扬威的一帮坏小子 只能任凭二壮和三壮 肆意失为 不敢还手 不消片刻 便被两个小家伙 打得鼻青脸肿 看到这一幕 温家庄的人都要气炸了 尤其是温老汉 本想羞辱叶琛一番 借机再讨要一番好处 结果前面要到 还道歉了人家银子 最关键的是 让人家一个人 没完没了地羞辱 叶琛 做事不要太绝 温老汉怒道 你跟你们村里人 关系那么差 又得罪 我们温家村 以后被人欺负 别怪我们温家看笑话 一个村的男人 敢站出来的就五六个 耸成这样的亲戚 不要也罢 叶琛毫不在乎道 温老汉怒急 一口气没上来 这一次 是真的晕了过去 日落西山红霞飞 孤雾独隐月天追 叶琛扛扛着钢管 走在前面 欣赏着眼前的景色 三壮们犹如小狗 紧随父亲的小步 既开心又怯懦 清河村在灿灿的云霞里 真的很美 不时有清凉的晚风 拂面而过 带来些许良意 一直不开眼的野鸡 在芦苇丛中路过 被叶琛抬手一弹弓带走 吓得几个娃 全都脖子一抽 今日老爹展现出残暴的一面 着实让他们割几个 印象深刻的不行 总算是回来家门 不顾邻居们的指指点点 叶琛推开了房门 赵晶晶手里拿着根棍子 正视死如归的准备 带着小壮出门 见叶琛平安归来 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先给叶琛问了安 然后紧张兮兮地看向大牛 也不避公公 上下摸索了一个遍 见大牛无恙之后 这才上前安抚了两个 如同受惊了小绵羊羊羊的弟弟 叶琛将手里 提着的野鸡递了过去 做个叫花鸡 看着正在跟着兄长辉旋的小壮 一把给提了起来 小家伙立刻缠在叶琛身上 爹 我先趴下 你先打我屁股出出气 叶琛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 看着董事的叶小壮 顷刻间心里的烦闷少了不少 爹 赵晶晶为难道 叶琛抬头疑惑地看了眼赵晶晶 而喜赶忙道 爹 叫花鸡是什么 叶琛这才意识到 叫花鸡这道菜 历史并不算悠久 便解释说道 去掉内脏 带毛涂上黄泥 柴草 把涂好的鸡至火中微口 带泥干鸡熟 包去泥壳 鸡毛也随泥脱去 便是叫花鸡 赵晶晶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迷之自信 就开始准备收拾 壮和三壮赶忙跑去给大嫂帮忙 嘴里不断给大嫂描述 老爹今日的大展神威 叶琛默不作声回到房间 跟温猛的那一拳的交锋 他觉得自己已经鼓裂 估计要养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身上也酸痛得厉害 一个书生出身的农夫 能折腾出那么大的场面 全都靠一股精气神撑着 如今回了家 这股精气神泻了 整个人也就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四仰八叉 丝毫不在乎形象 叶大壮推开房门 端着一碗水 放在桌子上 爹 您没事吧 孩儿给您啊 大壮开口说道 叶琛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打搅自己休息 却听见地面砰的一声 叶琛艰难扭头望去 却见叶大壮双膝跪地 一脸哀求之一道 爹 二壮和三壮 今日犯了大错 是我这个兄长没教育好 您要罚就罚我吧 叶琛起身 将叶大壮拉了起来 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 卫父知道 这是不怪你 也不怪二壮和三壮 怪就怪温家太没人情味了 今天你也很累 你先下去休息吧 嘱咐下你媳妇 让他多做两个菜 唉 见爹爹并没有怪罪弟弟的样子 大牛缓缓退了出去 饭菜已经做好了 小庄好奇宝宝 似的围着叫花鸡打转 叶琛交给他翘壳的任务 小家伙拿着木头棍 小心翼翼地将外面的黄泥敲开 露出里面金黄的鸡肉 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来 小家伙的口水 瞬间流淌到了下巴上 赵晶晶手急眼快 抢过了叫花鸡 又将锅里的饭菜端了出来 晚饭依然很丰盛 有叫花鸡 有红烧兔肉 素炒香春芽 凉拌木许 此外还有一大盆米饭 二壮和三壮都惊呆了 两个人在外面闯了大祸 逼着父亲和温家决裂 还大打了一架 两个人都做好了 被父亲挂在树上抽的准备了 没想到 不仅没有挨打 父亲还嘱咐嫂 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尤其是叫花鸡 属于他们见都没见过的美味 两个人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的同时 口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小壮没有心理负担地拿着筷子 一只手摸着咕咕叫的肚子 眼巴巴地看着叶琛 就等老爹发号施令了 叶琛开口道 晶晶 你再去拿个大碗 赵晶晶赶忙照办 叶琛洗过手 在脚花鸡上撕了些肉 小壮给祖父祖母送去 说着还给了他一个鸡爪子和鸡头 笑着说道 拿在路上吃 吃鸡爪跑得快 吃鸡头最风流 小壮美美地舔着鸡爪子 端着碗就刺溜一声跑出去了 天色变暗 叶家祖宅已经吃过晚饭了 那一碗兔肉被挂在了桌上 所有人都可以闻一闻他的味道 然后就着窝窝头吃 老头子 不对劲 老太太忽然吸了吸鼻子 咋不对劲了 夜五四磕了颗汗烟 瞥了一眼正在收拾屋子的老伴 我怎么闻到了鸡肉的香味 是不是这兔肉要坏 老头笑道 你要是馋了 就赶紧吃 什么鸡肉的香味 夜五四苦笑道 一辈子也没让你想上啥福 一碗儿子孝顺的兔肉 想吃就吃 不对不对 我真的闻到了 好香啊 老太太不争气地 使劲嗅了嗅 别白日做梦了 不年不节地 谁敢将鸡龙的鸡杀了 老头说着 叹了口气 别说杀鸡了 再过上十天半月的 村里就有不少人断粮 说着 老头就开始埋怨 都怪朝廷的大人们眼瞎 怎么就选了个女子做皇帝 老天爷能不发火吗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聘机私臣 买是天下大患不懂吗 瞎说什么屁话 老天爷闹哉 关我们女子啥事 老太天一边收拾着被褥 一边说道 先前朝廷光知道打仗 闹哉的时候 可曾管过咱们老百姓 再看看当今女帝 哪一年闹哉 不是积极治理 听说女支县大人 准备用头饰车 轰了龙王庙呢 老头点点头道 这法子在里 大舟不养闲神 不下雨 就该轰它 老两口正说这话 院子里有人大喊 阿爷 阿奶 老太太连忙起身 小壮咋来了 不会夜趁又犯病了吧 老太太赶忙推开门 就见吃得跟大花猫一样的小壮 手里捧着个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里的小叫花子 走近了才发现 原来是一大碗鸡肉 合着刚才闻到的味道 是从这个碗里传来的 阿爷 阿奶 这是我爹打的野鸡 可香呢 阿爹说 孝敬您二老的 我回去吃饭了 小家伙将鸡肉 塞进老太太手里 扭头就跑 一来怕回去晚了 肉肉被兄长们吃光 二来一会儿 父亲要是发作 打兄长 自己早点回去 也能提供屁屁一只 给兄长们分摊点力道 老太太手里端着碗 总是怀疑自己 是不是在做梦 老年这个不省心的 怎么忽然 变得那么孝顺了 小壮走的时候 跟一道风一样 脚后跟杂的地面 坑坑作响 叶家其他人也出来了 叶家二房的儿子 叶满仓道 爹 这鸡肉好香 祖父祖母 不会还要挂起来当话吧 二房媳妇 也是一脸吃惊 这叶老年是疯了 一会儿兔子肉 一会儿鸡肉的 有这好东西 咋不自己吃 无事献殷勤 没啥好事 怕不是要病护 三房媳妇担忧地说道 家里的粮食 本来就不够吃了 老太太也是这么觉得的 无缘无故的 又是送兔子头 又是送鸡肉的 怎么可能没有所求 她那一大家子 可不富裕 这也算是下了血本了 估计是够不下去了 想要病护 毕竟是自己肠子里 爬出来的肉 要是真的开口怎么办 老太太听到 其他房间的孙子孙女 不停地咽口水 这么一大家子 这点东西可不够分 她白白手道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看看就行了 她端着一碗鸡肉 回到屋里 这是有事求咱们呢 老太太试探地说道 既然她主动送来的 咱就吃 糟蹋粮食 可是大罪呢 说着 把鸡肉递给了叶武四 叶武四瞪了眼老太太 也没多说什么 拿起鸡腿就吃 这叫花鸡做得很不错 鲜嫩可口 入口唇齿留香 她活了六十来年 竟然没吃过 那么好吃的东西 京京那孙媳妇 啥时候有这手艺了 叶小壮一回家 叶琛就开始拿起筷子 宣布开饭 一大家子干饭之魂 熊熊燃烧 一边扒拉着米饭 一边大口吃着兔肉和鸡肉 就连锦小慎微的赵晶晶 都开始放飞自我 敞开了腮帮子 使劲干饭 干饭之后 还一人两大碗面片汤 填补了下腹中的沟壑 然后 包括赵晶晶连收拾碗筷的力气 都没有了 一家人有气无力地 坐在饭桌旁打着宝格 真的好饱啊 叶小壮摸着溜白的肚皮 爹 以后天天这么吃饭腰 几个孩子一起看向叶琛 这几天 老爹的所作所为 彻底扭转了 他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 叶琛擦了擦额头的汗字 笑道 家中的粮食 已经被咱们干得差不多了 四壮门立刻垮下脸来 赵晶晶则是一脸羞愧之色 他不该吃那么多的 要是自己吃少点 不过 叶琛从怀里掏出几个玻璃球 笑着说道 你们娘在信里跟我说 知道我这个当爹的本事不计 特意告诉我 他在家里藏匿宝藏的位置 这些东西看着金贵着呢 我拿去城里当了 换点粮食 看着叶琛手里玻璃球 小家伙们眼睛瞬间红了 叶大壮立刻摇头道 爹 这是娘藏的宝贝 不能当 叶琛笑道 人总比物件珍贵 你们不想 有朝一日 你们娘回来 看到你们被饿得面黄鸡兽的 埋怨爹爹吧 四壮沉默 爹爹已经很努力了 却依然保不住 娘亲藏的宝贝 是他们几个废物 拖累了爹爹 叶二壮缓缓开口道 等娘回来的时候 我要让娘亲 看到我挣来的金山 三壮想了想 咬牙道 我不如二哥聪明 我就挣个银山 小壮黑黑笑道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要挣个青山 青山上有金 有银 上面养鸡 养兔 有大房子 我在雇上一百个漂亮的 碧眼狐鸡嬷嬷 侍奉爹娘 爹有娘亲侍奉 要漂亮嬷嬷坐肾 还碧眼妖鸡 见小壮歪楼 老二和老三 立刻将小壮提起来 就要教训 叶琛连忙摆手道 大壮 你去问问风顺大叔 明天去镇上吗 去镇上是比较远的 叶琛实在是不想靠十一路 大壮点点头 提着些野菜出门去了 叶小壮还小的时候 娘亲就不见了 但是他知道 娘亲是爱自己的 他也很爱娘亲 所以他将兔子骨头 鸡肉骨头 还有爹爹给自己的一枚铜钱 藏在了后院的小土丘里 浇了水 小声呢喃道 土地公公 快显灵 我要种出青山 上面有金 有银 有肥兔 有山鸡 不然我砸了你的庙 心垂平眼 叶琛已在横栏上 独自悠悠地 对着眼前的月色 感受着凉风袭袭 爹 叶琛转过头来 看向两个儿子 嗯 叶琛并未计较两个儿子 扰了自己的青梦 而是拦着两个孩子的脑袋 靠在自己怀里 叶儿壮忍不住 哭着说道 爹 儿子不笑 给您惹是生非 你揍我吧 小家伙嘴里这么说 其实是怪自己无能 给老爹捣乱 但是对于做过的事情 其实并不后悔 他就是讨厌温家一家人 见死不救 还嘲笑爹爹 三壮也小声说道 爹 俺错了 叶琛之所以还没睡 就是等两个孩子主动过来 你们没错 叶琛缓声道 父母受辱 做子女的 若是连抗争的胆气都没有 便不当为人子 为父也是一样 儿子为人所辱 若是不能搭救 便是活着 也是行尸走肉 爹爹早年忙于读书 书于照料你们 但是不得不否认 你们娘亲 把你们培养得很优秀 你大哥务实 善良 是家里的顶梁柱 老二你聪明即便 是家里的智囊 老三你一身力气 将来是家里的铁拳 小壮胸怀开阔 心思灵动 将来也必成大气 今日你们有勇气 为爹爹报仇 爹爹很开心的 但是你们都太弱小了呀 叶琛叹息一声说道 爹今日教你们一句话 君子藏气于身 代食而动 二状赶忙说道 这句话 爹爹早年跟我讲过 是说 君子蕴藏着宏大的才气在身上 等待时机的来临 叶琛摇摇头道 爹爹也是会有不对的时候 你所解释的意思 是对真正治国救命的大君子所言的 像是咱们家这种 求一口饱饭的底层君子而言 做事情要讲究准备充足 谋定而厚动 要么什么都不做 要做就必须一击必重 盲目冲动 只会让我们陷入 无法掌控的局势之中 就像是今日 你们兄弟二人 脑袋一热 便打杀过去 不仅仅将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 便是为父与你们兄长 也只能硬着头皮解救 你们想想 若是今日为父也输了呢 咱们叶家便毁了 留下你大嫂和小壮 怎么活下去呢 所以 爹爹今日教你们 君子藏气于身 代食而动 二壮们都有些发忙 他们没有想到 爹爹不仅没有怪他们 反而首先认可了他们的行为 并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讲道理 之前不是没有听过父亲 所讲解的道理 可是听不懂 但是今日却听懂了 爹这事 真的是变得跟 梦里的父亲一样了吗 叶琛继续说道 虽然你们今日被人欺负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 你们是叶家的英雄 英雄们自己睡觉的时候 要反省反省 为什么做正义的事情 反而会失败 会被人侮辱 叶琛笑着说道 但是当下呢 英雄 还是要得到鼓励 爹爹亲自给你们烧洗澡水 说着一指前方 就见兄长叶大壮 挑着一单水 以前他们做了错事 都是要挂在树上抽的 可是今天 爹爹不仅不抽他们 还给他们讲道理 然后还叫大哥挑水 要亲自给自己洗澡 与其说是奖励 不如说是父子间的互动 亦或是说 叶琛实在是忍受不了 他们身上的臭气熏天了 前身这父亲 做得太不称职了 而媳妇也没有多少经验 导致这几个孩子 一副一副不合身 身上还总是臭烘烘的 所以 哪怕陷入金干旱 水资源稀缺 叶琛依然让大壮 趁着夜色偷偷挑水回来 给孩子洗澡 四壮看着忙碌着 给他们烧水 笨拙地被烟火气熏的脸色 有些发黑的父亲 瞬间红了眼眶 上一次这么有人 烧水给他们洗澡 还是娘亲在的时候呢 叶琛提了一桶烧好的水 递给了大壮 瞪了一眼道 怎么 都要当爹的人了 还要我给你洗吗 大壮立刻扫红了脸 提着桶往房间跑去 但是看向弟弟们的眼神里 却充满了羡慕 叶琛趁着几个孩子不注意 在商城里 兑换了一小袋 袋装沐浴露几进水里 然后又倒入半桶凉水 然后先一把提过 正光着屁屁 跟两个兄长 塞刺水枪的叶小壮 小家伙一脸懊恼 爹 我 叶琛一把将他放进水桶里 小壮看着旁边 两个同样摇水洗澡的兄长 站在水桶里 掐着腰 得意道 原有什么用 你们能站在桶里吗 叶琛不知道 为何小家伙们 连撒尿都要比一比 手里不闲着 拿着丝瓜嚷 便开始给小家伙擦拭起来 小孩没娘 又是也惯了的孩子 这丝瓜嚷 配合沐浴露一擦 身上瞬间出现了 明显的黑白对比 水桶里的水 立刻黑了 叶琛专门流了一小碗 沐浴露配的水 给了小家伙一小段芦苇 教过小家伙怎么完之后 小家伙立刻沉浸其中 也不再肆意扭动了 小家伙芦苇插入水中 然后轻轻地吸出来一点 耍耍 二哥给你讲故事 小庄立刻一脸不屑道 二哥的故事 都是胡编乱造的 爹爹说了 历史上没有叫黑夫的 更没有叫第五轮的 二庄立刻反驳道 娘亲不可能错 为是明黑夫 自寂寞 便是秦王正都赞叹他 经历之中 亦有子才乎 小庄说不过二庄 便反驳道 好 就算是有黑夫 那第五轮呢 一辆车就两个轮子 谁家的车 能有五个轮子 傻蛋 第五是姓 气不过蛮不讲理的叶小庄 二庄直接拿水泼了过来 小庄也不甘示弱 拿着彩色泡泡还击 不时口中还喊道 俺乃阉人张义德 此时叶琛早就躲开了 坐在不远处 看着满院子的欢声笑语 叶琛也笑了起来 一家子洗白半 总算是有点人该有的样子了 这绝对是叶琛穿越以来 睡得最香的一觉 天还没亮 叶琛便被蓬勃的青春给唤醒了 叶琛起床 看着一排的儿子 嘴角都犯着笑意 再次忍不住笑了起来 出了卧房 他在儿媳身上 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他头上插了一根新的木簪 看那精细的工艺 一看就是大壮的手笔 叶琛也是第一次当父亲 自然没忍住 露出了一个兄弟 你可以的表情 扫得正在偷描媳妇的大壮 满脸通红 爹 我下地了 感觉自己射死的大壮 想要逃离现场 叶琛拍着他的肩膀道 下啥地 忘了 昨天说好了 今日去镇上了吗 叶琛转头对赵晶晶道 晶晶 你把弟弟们的衣服洗了 然后就收拾收拾家 弟弟都活 以后不用你去 赵晶晶忙道 爹 晶晶不是懒父 晶晶能顶一个男人的 家里汉子够多了 不缺你一个 叶琛开口道 你若是闲不住 就再倒腾倒腾菜园子 我们早午就回来了 叶峰顺的牛车在村口等着 族人们谁要是去镇上卖个粮食 也为啥的 都搭他的车 每趟两文钱 叶琛交了钱 寒暄了几句 带着大壮上车 叶家的男儿郎 昨夜都洗漱了一遍 显露出真容 叶家一耍的美男子 这真的不是吹的 有平时总是刺挠叶琛的汉子开口道 老年又出门呢 这是准备去哪 又准备挣几个窝头 全村人都知道 叶琛为了孩子不挨饿 跑到城里打工挣钱 被人家土匪抢了 一气之下上吊 成了全村人的笑谈 叶琛的嘴角裂出一个糊涂 赵大哥跟嫂子 还真的是一家人呢 都这么关心人 见面就问我去哪 赵大雷立刻紧张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叶琛耸了耸肩 一脸无所谓的道 感激你们家都是热心肠 关心我呢 还有什么意思 只是一句话 差点气死赵大雷 他恨不得现在就下车 跑回去抽魂家两个大嘴巴 都知道叶老年生的俊俏 保不齐自己那婆姨 真的说过这话 这个不知道羞耻的 可是看见叶琛一脸的无所谓 再想想叶老年 对他婆姨那个痴情劲 赵大雷瞬间觉得 八成是自己那婆姨不要脸 想要勾引人家 赵大雷感觉蛋都要碎了 出门多说了一句话 就在头顶生起一片草原 狠狠地说道 都是香灵 我是关心你 怕你再遇到坏人 谁曾想你竟然 嫂子说过的 我莫跑 嫂子又不是坏人 叶琛闭目养神 人家都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她却不一样 谁家有个小媳妇 小寡妇 总是对自己投来别样的目光 最后别的叶老年 连脸都不洗了 这才好了一些 如今叶琛喜树了一番 又引来了莫大的麻烦 春风得意牛蹄急 一日照亮全村花的眼 太阳逐渐升起 风顺牛车 停靠在七霞镇街口停了下来 已在山货框子边 打等的叶琛 被大壮叫醒 晃了晃脑袋 叶琛跟大壮跳下马车 叶琛领着大壮 饶有趣味地打量着七霞镇 天色上早 镇上赶集的人 却已经很多了 道路两边摆摊的 卖艺的 人声鼎沸 看着正在对着喷火的江湖艺人发呆的大壮 叶琛拍了拍他的肩膀 爹 大壮猛地回神 有些休难 拿着钱 去给你媳妇买件新衣服穿 要宽松些的 叶大壮没多说话 拿着钱就去了 叶琛转悠了半天 才寻到了一家人来人往的当铺 眉头当时一紧 人流太多了 怕是卖不出好价钱 他从口袋里掏出玻璃弹珠 当铺的嘲讽 捧着玻璃球观察了半天 伸出手指头说道 一百文一美 叶琛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这东西这么新颖 他觉得 怎么也得卖上几十两呢 东西是好东西 上品琉璃珠 但是你这只珠子 不能穿成串 僧人是不会买的 再一个 这灾荒年景 大家都点当西汉物件换钱买粮 价格自然不高 嘲讽是个中年老者 摇晃着头说道 这东西若是进了金 估计上百两都有高僧收购 在咱们这小地方可惜了 您要不再看看 说着 就将一把玻璃珠推了回来 叶琛合计了合计 这玩意 他那回收站 有一大车 不算什么值钱货 但是为了一百文 就卖出去 着实有点掉价 传出去 也给一众穿越者丢人 他将玻璃珠收回来 汉手道 谢谢提醒 老嘲讽也点点头 抬了抬手 示意叶琛可以离开了 嘲讽之所以没有忽悠叶琛 是因为他从眼前这年轻人的眼神里 看到了睿智的神色 他过上了好日子 来寻自己的麻烦 走到外面 叶大壮怀里抱着一件半臂 一脸的欣喜 估计脑海里 都是他喜服穿新衣的样子 半臂是一种袖口 紧到上臂的对襟上衣 长疾腰际 一般套在长袖衫的外面 也可穿在长袖衫里面 这样便于劳作 见叶琛在当铺出来 叶大壮赶忙上前 开口道 爹 卖了多少钱 叶琛将玻璃珠放在怀里 开口道 五百文 小壮没事的时候 总是去地里 建一些废弃的武器材料 堆得跟小山一样 被叶琛给偷偷卖了 家里的资产 笼共有五百文 叶大壮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五百文 那得吃多久 家里有了钱 就能买粮 他也不至于羞愧了 叶琛拿出二十文钱 递给了他 正口西边 有丝盐贩子 卖得盐便宜 你去买一点 不要买醋不 不要买粗盐 大壮点点头 对于老爹的命令 他向来是遵从的 叶琛走到粮铺 尽管朝廷一直在平易物价 但是粮食价格 涨得依然飞快 米已经涨到了二十文艺金了 不少老百姓活不下去 直接在闺女头上插上草 就地贩卖 只要给钱 他们就好 拿着去换粮食 叶琛皱眉皱眉 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 又不是金师 几天的功夫 就涨了将近三倍 摇了摇头 走到了一个没人的胡同 点开了大米商城 买了一袋五常大米 他还是吃不惯小米 总是感觉小米拉嗓子 还烫嘴 然后又吃重金 在商城兑换了一口铁锅 家里的铁锅 已经破了三个大洞 在这里 叶琛对于媳妇的身份 又不得不进行一番猜测 他们一个新组建的家庭 都有铁锅用 因为在大洲 基本上只有贵族和官员 才用了起铁锅 普通人家基本上 是忘锅心探的命 老宅有一口铁锅 那也是历史悠久的宝贝 据说他太爷都用过 他背着粮食和铁锅 本来还想买点其他的搭建 但是觉得太过于张扬 就没在折腾 叶琛背着铁锅和粮食往外走 没多远就遇到了叶大壮 叶大壮拿着一小包细盐 爹 丝盐贩子换了一批人 二十文只买了这么一点 老国他们呢 叶琛好奇地问道 在那边挂着呢 大壮指了指城外的旗杆 叶琛看了看旗杆上的人头 忍不住摇头 大洲的不良人 真的嫌得蛋疼 小老百姓卖点丝盐 那也是为了生解 你给砍了干啥 走吧 回家 反正大米商场有丝盐 回头自己兑换一些便是了 两人正坐着风顺牛车准备回家 镇上忽然乱了起来 百姓们神情紧张 议论纷纷 刘财主家昨天失火了 粮仓的粮食被烧了一半 这老天爷 我们可怎么活 粮食烧了 这粮食不得还涨价 赶紧再买点吧 叶琛忍不住摇了摇头 天干物燥 粮食失火也好 财主无得 故弄玄虚也罢 反正这老百姓跟着吃苦 是跑不了了 叶大壮也焦急地说道 爹 咱再买点吧 镇上指着留财主卖粮呢 叶琛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赵大雷看到他买的东西 忍不住羡慕说道 叶老年 你发财了 买那么好的铁锅 叶琛道 家里的锅漏了 说完之后 便闭目养神 赵大雷心想 这都啥时候了 能吃个半饱就不错了 这憨货竟然花重金买新锅 别到时候 饿得吃不上饭 找自己借粮 车上的众人去了一趟镇上 收获都不咋定 心情很差 气氛沉闷 粮价涨得太快了 本来还想来镇上买点 现在看 还是回家啃树皮和草根吧 陛下去年派人震灾了 今年要是还一直不下雨 估计会派人来震灾吧 震灾 也得别的地方有粮食才行 我听说这几年大洲各地都闹灾 皇帝都开始吃素了呢 越是聊 气氛越沉闷 日头越来越足 叶琛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随便翻了两本叶老年的藏书 都是些卖不出的 其中有一本 齐名药书 他随意翻了几页 他记得上面说 大汉之年多有蝗灾 他前世虽然吃过油渣蚂蚂 但是残存的记忆里 蝗灾之中的蚂蚂不好吃 而且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油 正琢磨着 忽然一只蝗虫 飞到了叶峰顺的脸上 叶峰顺张嘴鸽嘣吃了下去 顿时引来人群躁动 叶峰顺看着惊慌失措的人们 笑着说道 叫唤什么 太宗皇帝都吃过脸 众人又是一通议论 去年蝗虫不是飞到幽州去了吗 今年怎么又回来了 别自己吓唬自己 刚才风顺书吃的 那个蝗虫很肥 估计不是闹灾的那种 蝗灾 是所有农人的噩梦 农人有三大噩梦 旱灾 水灾 蝗灾 此外还有次一等级的噩梦 暴风 地震 雪灾 这其中最恐怖的便是蝗灾 其他灾害 老百姓起码还能自救 但是蝗灾来了 他们有翅膀 抓不住不说 一眨眼 还能将地理的庄稼 吃得干干净净 去岁便是这样 清河村颗粒无收 若不是朝廷震灾 根本支撑不到现在 被蝗虫支配的恐惧 谁都不想再经历一次 到了村头 叶琛和叶大壮跳下了牛车 家中只有赵晶晶在收拾菜园子 大牛拉着赵晶晶进了房门 还顺手把门关得死死的 爷俩都不傻 金碎制造的灾态过于严重 正所谓穷生奸计 父长良心 谁都不知 到哪个邻居一时想不开 干些糊涂事来 叶琛将铁锅拿出来 又将刚才买回来的米面 一样样往外拿 大米 白面 还有他刚才在大米商城买的一只鸡 一小包细盐 各种生活调料 满满当当放了一大桌 这些东西将他的存货花得差不多 这个时候 叶琛也越发明白 破加值万贯的含义 叶琛将鸡给了赵晶晶 晶晶 一会儿做个辣子鸡 赵晶晶一脸迷茫 爹 辣子鸡咋做 辣子鸡吗 叶琛回忆起来 他某个擅长美食的女朋友 首先出现在脑海里 是他曼妙的身姿和他的厨娘制服 那是只有他一个观众的直播 叶琛猛地晃了晃脑袋 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朝天胶和麻胶 起锅烧油 详细地说了一遍 赵晶晶是个天才的厨师 平日里做饭总是能化腐朽为神奇 但此时也瞪大了眼睛 一脸崇拜地看着公公 周朝人吃饭 讲究朝食和补食 也就是早一顿 下午一顿 晚上不吃饭 叶琛来了之后 就给家里改了习惯 一天三顿饭 这会儿 大家都在家里避暑呢 空气中却开始弥漫饭菜的香味 辣子鸡是著名的川菜 色泽棕红油亮 口感麻辣咸鲜 观赏价值大 但是食用价值嘛 却很一般 嘴里念叨着 琵琶树上琵琶果 琵琶树饿死我 就算是刘老太吃了一棵树的果子 也未必能吃饱 所以 老太太越看越饿 本来就 呃 结果味道 这浓郁的辣子鸡的香味 尤其是辣子配合油的那种热烈的味道 更是让人饿得不行 这绝对是在做饭 谁家那么嚣张 大赏武的做饭 是要跟全村人为敌吗 刘老太浑身不受控制 双脚自然而然地走出院子 闻着胃往前走 就见叶小壮背着一筐牛粪往回走 小壮 你在哪弄得那么多牛粪 叶小壮警惕地看着刘老太 到边捡的 刘老太嘴角直抽抽 到边能捡到那么多牛粪 当他刘老太是傻子吗 这个叶老年 真不是东西 还在那么小 就让他天天干那么多活 你等等 小壮 刘老太转身进了院子 不消一会儿就拿出一大把琵琶果 一股脑 塞进叶小壮手上 觉得不够 又进门拿了一大把枣子 赶紧吃了 这东西称饿 叶小壮连忙道 刘奶奶 小壮不饿 胡说八道什么 谁不饿 别学你爹那样皮铅 刘老太用手按住肚子 嫌弃道 你爹那个木头疙瘩 既守不住媳妇 也不会带娃 真的是苦了你们几个了 你今年都九岁了吧 跟人家外面四五岁的孩子似的 看了让人心疼 刘奶奶 不能这么说我爹 我爹是世界上最好的爹 好个屁 他要是真的好 就不会拿你娘留下的银子 补贴外人 孩儿 听奶奶劝 赶紧长大 跟她分家 别选你大哥 你大哥脑子坏了 担心给你爹做老黄牛 叶琛嘴里叼着根草 正琢磨出去转转 看看能不能回收什么东西 远远的就看见一个 弯着腰的老太太 正跟小壮数落自己 小壮数次 想要反驳 都被老太太跟打断了 行了 你个小没良心的 赶紧拿着吃的滚蛋吧 你爹不是东西 你要是学他 将来也别喊我奶奶 叶琛也是一脸尴尬 长辈呵护晚辈 明明是一件好事 但是偏偏 刘老太嘴里说出来 就让人感觉很窝火 不过叶琛回忆了一下 也大体知道 为啥刘老太那么讨厌他了 自己刚过来那一会儿 刘老太还和善的 经常过来串门 自己竟然嫌弃 人家是农家老太太 对人家爱达不理不说 还不允许人家的琵琶树越界 越界就让大牛那棍子 给人家把树枝砍了 即便是这样 老太太还偷偷塞琵琶果 给儿子吃 俗话说得好 远水难解近火 远轻不如近灵 老太太人不错 就是嘴巴碎了一点 若是能够跟她和解 其实也是一桩美事 但是原生叶老年 是个臭脾气 不怎么喜欢接触人 突然转变 会显得很突兀 小壮 谁让你收人家东西的 叶琛上前 凶巴巴地对叶小壮呵斥道 家里的肉不够你吃吗 小壮被叶琛一驯吃 立刻眼珠里都是水雾 叶老太闻着空气中游走的肉味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说着 肉香是从你家飘出来的 你不是把儿媳妇杀了 做饭吃了吧 我叶琛有手有脚 还能吃不上肉 你莫非忘了 我叶家也是富裕过的 叶琛懒得跟老太太掰扯 提起小壮和竹框 走 回家 叶琛不是故意跟老太太炫富 而是她需要一个大喇叭 给自己宣传 自己正在逐渐发生改变 装什么大尾巴了 刘老太太翻了个白眼 有钱吃肉 还不如囤上点粮食 云恒那丫头走得对 跟着她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 嘴上说着 但脚步却不由地靠近叶家三分 然后猛地吸了一口气 仿佛咽下去的唾液 都有了几分肉味 等秋收之后 一定要买点杂碎啥的竹竹 解解馋 叶小壮飞快地奔回院子 当她知道 爹爹不是故意 训斥她的时候 整个人又起飞了 如今那瓶跑跑 被她玩出了新花样 她大哥给她做了个铁圈 她一边猛烈地跑 一边狂甩胳膊 留下一片七彩的泡泡 小家伙玩了一阵 跑到厨房 刚想冲进去 点着脚闻闻味道 就被呛得眼泪直流 被叶琛直接提了出来 叶琛说道 小壮 以后咱家吃好的 不许跟外面人说知道吗 小壮点头道 不说 不说 说了他们都想来我嘴巴闻味 可烦了 叶琛从锅里加出来一块鸡肉 吹了吹 塞到他嘴里 怎么样 好吃吗 小壮咳吱咳吱地 将鸡肉骨头咬得稀碎 糊润地吞了进去 然后眯缝着眼睛 小脸严肃地回忆道 爹 要不再来一块 刚才太快了 没感觉出来 你个小坏蛋 小馋猫 快去叫你哥哥们回来吃饭 叶小壮转身就往外跑 趁着儿媳妇收拾饭菜的功夫 叶琛寻视着房间 琢磨着给这个小家 进行一番升级改造 就在这时 叶小壮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爹不好 大哥跟人家打起来了 叶琛顿时觉得 心里很累 自己怎么也算是个读书人 为什么自己的种 都是那么好战的家伙 大牛平时不是挺老实的吗 他刚要动手 二状和三状就跑了出来 哥俩一人拿着把锄头 一个拿着根铁叉 就往外冲 老二一边跑 一边嘱咐老三 一会儿打起来 我负责养土 你负责捅人 老三闷声道 二哥放心 爹打架的时候 我看得真真的 叶琛以手扶额 合着自己教他们的道理 一点都没记住 该怎么打架 倒是都学会了 给我老师在家待着 叶琛上前一人一巴掌骂道 都是邻居 你要打死他们吗 然后掏出一把生石灰 塞到口袋里 一只手提着钢管往外走 小壮拿着把木剑 在头前带路 和大壮打架的是 牛蛋的父亲 牛大海 牛大海是村里的恶霸 平时没少干 让人戳几两骨的事情 叶琛一听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牛蛋丢了兔子 他这当爹的来找茬了 叶琛走到村东头 这里有一口老井 一头泥塑的老龙 在旁边放着 不少妇人在旁边 将洗衣物 这时候也不洗了 都在不远处 指指点点看热闹 牛大海 你有本事跟外村人闹腾啊 欺负大壮一个 老是孩子干啥 牛大海喘着粗气 指着周围的乡林说道 放屁 你见过一拳头打的 老子脑瓜子嗡嗡的孩子 这小兔崽子 晚上偷水也就算了 今天竟然敢说 老子抢水 老子弄死他 根据原生的记忆 村中的古井 可谓是历史悠久 据说是从秦汉时期 就有这些古井 他小时候 甚至跟小伙伴 打捞出来过 满是铜锈的刀壁 如今流淌了 数百年的清河 都干涸了 百姓们自然只能 靠村中的古井取水 取水的人一多 自然而然地 就会产生争端 毕竟取井水 跟去河里打水 不是一个概念 他需要排队 今天这个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就是好不容易 轮到叶大壮打水的时候 牛大海非要插队 将叶大壮挤到后面去 并且还出言不逊 气得老实巴交的叶大壮 给了他一记老拳 将他打得七荤八素 牛大海本身就是个魂不令 平时嚣张跋扈的 今日在一群小媳妇 老寡妇面前 岂能丢了面子 当下就不干了 跟叶大壮打了起来 见爹爹来了 叶大壮顿时多了几分气势 爹 牛大海欺负人 他非要插队 还骂我是小鳖三 牛大海冷笑不止 指着叶大壮道 骂你小鳖三怎么了 大鳖三来了 我照打不悟 敢挡着爷爷打水的路 不想活了吗 叶大壮 见他竟然敢骂自己爹爹大鳖三 顿时怒急 抄起扁担 朝着牛大海就冲了过去 牛大海也踹翻水桶 提起扁担 仗着壮士 就要抱走叶大壮 你动他一下试试 叶琛提着钢管往里走 围观的小媳妇们 立刻让出一条道路 并且花痴似的 对叶琛指指点点 当然也有些中年老妇 被叶琛嗤之以鼻 小生交谈着 说什么这种长得俊俏的 就是迎枪落头云云 叶琛一把将叶大壮拉到身后 用钢管磕了磕水桶 不谢道 你一个长辈 就只会欺负孩子吗 老子一个大人 就会欺负孩子 叶大壮激笑道 是你叶老年不要脸 先动手抢我家牛蛋的兔子 我家牛蛋追了一天 转手就让你抢去了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你做十一 就休怪我做十五 大壮喃喃道 爹 直接干他 当初再问 话还没说完 叶琛瞪了他一眼 小家伙的立刻老实地闭嘴 叶琛看向牛大海 你这都是一家之言 你说我欺负你家牛蛋 谁看见了 你可有证据 但是 你欺负我家大壮 可是被我抓了个现行 再说了 你想动手 咱爷们就比划比划 说那些没有用的废话干啥 你牛大海平日里是什么人 大家谁不知道 偷鸡摸狗 气男领女 老子都听出茧子来了 牛大海平时在村里人缘很差 他说叶琛欺负他儿子 这话根本就没人信 反而他欺负叶大壮 被大家看得真真的 牛大海 快要点脸吧 前些日子 你家牛蛋偷了我家的枣子 偷你枣子算啥 我家云云就在门口 吃了半个窝窝头 一转眼 就让牛蛋抢走了 你们父子都是泼皮 不欺负别人就是 烧高香了 谁敢欺负你们家 没想到叶老年 平时老实巴交的 原来也有这个 有气概的时候 能一样吗 孩子都娶妻了 得要面了 听村里人议论 牛大海甚至有点委屈 明明是 他们先欺负人的 关键是 叶琛是读书人出身 嘴巴利索 平时寡言少语不知道 谁曾想他这么会说 三言两语 就让香菱都帮衬着他说话 关键是 那些小媳妇 大闺女 压根就不分势力 就凭他长得好看 就护着他说 于是乎 牛大海恼羞成怒 叶老年 别以为你们爷俩都在 我就不敢揍你们 叶琛听说大壮打架 第一反应 确实是干死他 但是来到现场 他却不这么想了 在外村再怎么暴力 那是对外 村里人听了 只会叫上一声喉 但是对待自己村里人 就不能用那一套手段了 牛大海再怎么不是东西 他是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 叶琛真不好一棍子 直接将他拍在这里 叶琛将钢管扔了 甚至于还往前凑了两步 我看你是在外面威风惯了 跑到村子里跟乡亲们撒野 今日我叶老年怕了你 明天你就赶骑在乡亲们头上拉屎 来来来 爷们赤手空拳跟你练练 要是输了 即便是头破血流 也不喊宗族烧你家房子 叶琛赤手空拳 往前连连逼近 牛大海双腿 不受控制地连连后退 他在村里是有名的泼皮 但是叶老年 也是出了名的 不是生产的破落户 往日里 大家都是看不起的 他本以为 自己突然间翻案 便是痛打落水狗 大家只会在一旁 指指点点地看热闹 以后自己继续可以在村里称王称霸 谁曾想 这个叶老年 竟然变化这么大 三言两句 就挑起了大家对自己的不满 然后还要赤手空拳的 替乡林们伸张正义 最关键的是 人家叶家也是一大家子人 真的打了赤手空拳的叶老年 回头叶家一族 不得挤上门来干他 那句不喊宗族烧自己房子 表面上是大气 暗地里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敢动我 今天叶家人就烧了你家房子 牛大海 你要是不行 就赶紧滚 人家叶老年 都要赤手空拳地跟你打了 你还默契什么 人群之中的赵大雷 媳妇喊了一句 他旁边闻讯赶来 看热闹的赵大雷 立刻不乐意了 瞪大雷一双牛眼骂道 你个混账玩意 人家吵架 你掺和什么 赵大雷媳妇闻言 理直气壮道 老年平时老实芭蕉的 今天都敢给乡亲们出气 我帮衬两句怎么了 你要是跟老年一样出彩 老娘今天变得法地伺候你 赵大雷气得脑人嗡嗡作响 他这婆姨 果然是惦记叶衬 这个小白脸的 大白天的 就敢公然给他说话 私底下 还不知道怎么诱惑叶衬 拽着婆姨的衣服 就往家里走 似乎要证明一下 谁才是真正的男人 也赵大雷媳妇帮忙开口 自然也有其他人助威 牛大海 你要是不行了 就找村长拼拼力吧 是啊 村长最是公正 肯定能秉公处理的 牛大胆吐了口唾沫 心想 处理你大爷 就村子那脾气 不得直接关他祠堂享受享受 心里窝火 却没有办法 只能提起扁担 拎着水桶就走了 叶衬看着牛大胆 不服的背影 忍不住摇摇头 说实话 他确实不想 跟本村人动手 动手又不能将人打死 打不死这种魂不令 就是个天大的麻烦 谁知道他会不会 趁着夜色放个火啥的 叶衬忽然意识到 原来这个世界基础的运行规则 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眼下的自己 跟当初创业时候的自己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连一个泼皮无赖 都能给自己 带来莫大的麻烦 看来 眼下最紧迫的 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示意大撞去打水 然后自己环视四周 开口道 今日谢过 大家帮衬了 以后谁家有啥需要帮忙的 尽管去叶家登门 他说话的时候 身姿挺拔 目光澄澈 尤其是那张英俊的脸 丝毫不似等闲的农夫 众人越发的诧异 觉得叶老年变化很大 比之前更招小闺女喜欢了 以前遇到这种事情 叶老年都是低声下气地忍着 回家用棍子打孩子 今天竟然三言两语 就震慑住了牛大海 还说要帮大家 这也不像是叶老年的风格啊 他要是早这样 就算是个官夫 媒婆也得踩烂了门槛了 叶琛领着叶大撞回家 叶大撞挑着水 跟在叶琛身后 眉头紧随 叶琛笑道 想说啥 你就直接说 大撞鼓了半天静 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爹 咱们家五个男丁 您又是能打的 收拾牛大海 这种泼皮 还不手道青睐 何必浪费口舌 他竟然说 您是憋三 孩儿心里不揍他一顿 实在是难受 叶琛淡淡道 傻孩子 你猜拳头什么时候打人最疼 叶大撞想了想 认真说道 打在心口的时候最疼 叶琛在牛大撞身上 接过扁担 摇摇头道 错了孩子 拳头没打人的时候最疼 你好好琢磨吧 到了家门口 一家人赢了出来 小撞早就把老爹的战绩 带回来了 老二和老三 正在模仿叶琛 和牛大海说话之间的语气 叶二壮掐着腰 摇头晃脑道 我看你是在外面威风惯了 跑到村子里跟乡亲们撒野 今日我叶老年怕了你 明天你就赶气在乡亲们头上拉屎 来来来 爷们赤手空拳跟你练练 要是输了 被你打破头也不愿 也不喊宗族烧你家房子 叶三壮连忙哀求道 爷爷威武 大海再也不敢了 叶二壮又道 如子可叫也 滚吧 哎 三壮屁颠屁颠地做逃跑状 二哥且先等等 轮我眼跌了 叶琛一瞪眼 什么玩意 赶紧收拾收拾 准备吃饭 老三拜信而去 赶忙跟着二哥 小壮一起去帮忙 但是搁几个眼神里的那种眉飞色舞 是挡不住的 叶琛拿了个大碗 让晶晶盛成了最好的肉食 递给了儿媳 晶晶 今天你去送给祖父 祖母 你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多走动走动 哎 赵晶晶眉目一喜 自己公共 这是主动想办法融入大家庭啊 这是好事 叶琛想要成就大事 短时间内来看 最大的助力便是宗族 所以 叶琛必须跟家里面缓和关系 今日若是叶琛都站在叶琛这一边 他还跟牛大胆讲道理 大嘴巴直接抽过去 你看他敢抬头吗 赵晶晶专门回房换了身衣服 端着碗 迈着四四方方的小步 朝着祖父家奔去 不时还得意地四处看两眼 看看有没有在门缝里 偷偷看自己手里的肉 这会儿是晌午 太阳太足了 叶家人都在家里避暑 女人们在照顾孩子 祖母 赵晶晶推门而入 一脚踹开蹭过来的大黄 这是我爹让我送过来的肉食 一大碗辣子鸡不仅香味诱人 而且色泽绝佳 院子里的小孩挖的一声哭了 叶家老宅 叶家人都梦了 叶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 也过过好日子 算是有些见识的 但是最近老年家送来的吃食吃法 他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尤其是这一次 已经不是肉香扑鼻了 而且还很好看 昨日爹去镇上赶集 回来的时候 抓了一只野鸡 赵晶晶恭敬地递给祖母 小声道 便传授给孙习辣子鸡之法 出锅之后 让孙习赶忙给您和祖父 送过来尝尝鲜 而习看见众人惊讶的表情 蹦住下巴 尽量不要露出笑意 之前公公领着孩子过得辛苦 沈娘们没少说风凉话 如今总算是出了口恶气 同时心里也有些着急 这美味出锅之后 他也很想赶紧吃一口呢 见婆婆接过碗后 赶紧万福行李 迈着小步离去 老太太接过碗来 一脸的疑惑 老年这是发财了 都能去赶集了 二房媳妇开口道 听说最近老年白起来了 今天还仗着叶家的威势 震慑住了牛大海呢 老太太却不接这个话茬 就算是分家了 老年也是叶家人 仗着叶家的身份 去逗一逗牛大海怎么了 她反而觉得 儿子出息了 但是这么吃肉 卖到城里 怎么也能花二斤砸米吧 这败家子 竟然做了自己吃 这都递几回了 老太太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瞪了眼还在哭的孙子 然后满脸可惜地说道 这肉吃到肚子里 就是屎 过日子得精打细算 丑死我了 这孩子啥时候才会过日子 老年以前很少跟家里走动 三房媳妇开口道 我在想 老年是不是过不下去了 想要病户 这两年日子不好过 叶老年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 一个儿媳 肚子里还有了一个 他肯定很难坚持 拿剩下的钱 买点肉 糊弄糊弄老爷子 老太太 然后顺势搬回家 就可以继续好吃懒做 搞他那个读书科举的神仙日子了 三房媳妇说着 心里难受 要是老四家搬回来 这日子可咋过 这几年闹灾厉害 家里也添了心口 如果老四再搬回来 估计全家 就只能一天一顿饭了 当初是他要分家的 再想回来 可没那么容易 老太太冷哼了一声 嘴上这么说 老太太心里却在琢磨 自己是不是找个时间 见见老年 跟儿子好好聊聊 让他去跟他爹服个软 只要老头开口了 那就是啥都好说 但是可不敢再走什么科举之路了 他不是那个材料 老太太心烦意乱 让孩子们哭得头疼 眼珠一转 系上心头 对着院子里哭闹不止的孩子们说道 都过来吧 孩子们的痛苦 源于每一次夜老年送来肉食 全都被老头老太太当成话 挂在房间里 一直等到快放坏了 也不许吃 每天只能闻闻味 比没见过更痛苦 如今老太太竟然开口了 孩子们一溜淹死得跑过来 整齐滑衣地抬头看向祖母 喉咙里的口水不停地吞咽 而媳妇一脸羡慕 偷偷地转过头去 这都多久没吃肉了 闻闻味道 晚上睡觉 总是不自觉地咬舌头 第二天疼得厉害 一人两块 多了没有了 老太太洗了洗手 用筷子扒了扒 数了数数目 给孩子们分了过去 周潮人是没见过辣椒的 平时想吃辣 就是大蒜和猪鱼 这辣椒绝对是新鲜事物 第一次吃 绝对是辣得面红耳赤 一群孩子吃得太急 辣得丝丝作响 但是孩子们却舍不得吐出来 也舍不得咽进去 就含在喉咙里 感受着又麻 又辣 又香的感觉 在口腔里散开 大脑一叨叨触电的感觉 这一刻 叶家的娃娃们 感觉自己到了天庭 成了神仙 碗里还剩下几块肉 几个儿席偷偷地瞄着 却不料 老太太根本没有 分给他们这个想法 而是数了数 端进了屋 等着叶五四回来吃 叶家儿媳 是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存在 叶家二房 也换作叶旺 看着那种香溢扑鼻的肉食 也是馋得不行 将儿子拦在怀里 满臀 咋样 叶满臀见老爹开口 赶紧将手里的剩下的那一块 塞进嘴里 嘟嘟囔囔道 好刺 太好刺了 爹咱将四叔接回来吧 接回来就可以天天吃肉了 夜望一看 立刻一巴掌抽了过去 小兔崽子 一块肉就将你收买了 他那一大家子 如果回来 一家人不是得让他们拖累的喝西北风 边上几个闺女 也是同样跟着想了福 手里拿着辣子鸡块 小口小口地舔着 一会儿哈哈哈哈地吐气 一会儿又忍不住舔起来 二房的媳妇也是馋得不行 转头看向老三媳妇 老年比之前好太多了 就算是他有小心思 这份坚持也比之前强 三房媳妇忍不住扯了扯嘴角 强得我们三房有啥关系 你们家二房孩子多 而且有男丁 我们三房肚子不争气 男人不争气 全都是闺女 不过转念一想 如果老年回来了 到时候挨饿的时候 自己家挨饿的人也少 三房媳妇瞬间感觉愉快了许多 欢快地抱着木盆去洗衣服去了 夜称仪大家子人 围坐在桌子旁 桌子上放着一大盆辣子鸡 一小碟虾皮拌小葱 这道菜吧似得很 就是蒜皮放上香油 醋 酱油 一点盐巴 然后大蒜搅碎 搅拌之后 是难得的左餐小菜 还有一个是凉拌海带 这道菜 儿媳做得也非常精细 将海带洗干净 放锅里蒸煮 取出来后浸泡切丝 放上海米虾皮 再放上酱油 盐 姜末 香油 白糖 再倒一点鸡汤 调拌成汁搅拌 看得夜称视直瞪眼 五脏妙大动 她是如何也想到 自己家儿媳 还有这等本事 身边全都是呼吱呼吱的干饭声音 大白馒头一个接一个地燥 便是大壮 她怕浪费粮食 将粮菜的汤汁 全都倒进了汤里 然后一氧而下 然后一家人 继续习惯性地 养面朝天 感受着饱腹带来的快感 这真的是神仙日子 辣子鸡太好吃了 又麻又辣 还那么香 是啊 骨头好酥 我都给吃进去了呢 一家子靠着凳子摸着肚子 满足感爆表 就连赵晶晶 都忍不住抚摸肚皮 觉得不是自己肚子里的娃娃 在长大 而是自己吃胖了 饭后 自己以及一种儿子 则在小气之后上山 如今 叶家确实有点白起来的架势 算上叶琛五个男丁 一人一个筐 手里拿着各色工具 气势汹汹地上山 老大拿着开山刀 老二拿着铁叉 老三拿着竹枪 小壮拿根绳索 而叶琛手里拿着弹弓 怀里揣着一大把铁柱 今天去镇上 将继续花得差不多了 他现在急续开园 手上有钱 心里才能不慌 头顶的太阳毒辣 叶琛给每个人 做了一定柳枝遮阳帽 跟人民军队一样 大摇大摆地出门 田里的庄家都打着卷 不少已经哭死了 一直走到后山 山上有树林子 太阳不怎么能照得到 才觉得凉快了许多 这会儿 村里也不担心山上有野兽了 在大山边缘挖果子 挖野菜 其实山上非常危险的 据叶琛所知 大山深处不仅有豺狼虎豹 甚至还有极其恐怖的野猪 不到绝境人士 不敢往深处走的 叶琛没有那么急迫 不至于往身上走 他的目标就是 单纯地打个野鸡 野兔啥的 叮 发现天然野兽兔皮 请加工后提取 叶琛的毛子 瞬间亮了 自己这空间 还带自动扫描功能的 这不是发了吗 叶琛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淡定地说道 你们几个逛逛 看看能不能挖些野菜 摘些野果啥的 不许往深处走 好的叮 几个小子立刻行动 叶琛怕这几个小子 惊动了野兔 带他们走后 逃出弹弓 瞄准之后 精准锁定 搜正中野兔的头颅 野兔被铁柱打碎了脑袋 蹬了蹬腿 便死在草丛里 他到死也不明白 他明明已经躲避得非常好了 为何还会隐蔽 叶琛有的忙了 整整一个多时辰 大山之中 起码有七八只兔子 遭了他的毒手 统统加工完毕之后 空间采集了数据 叮 天然商品野兔皮八张 价值四百文 请问是否提取 是 叶琛都不带犹豫的 瞬间他感觉自己的钱袋子 沉甸甸的 叶琛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山上的野兔那么多 要是再能抓点其他野兔就好了 比如说狐狸杀的 他又在大山之中逛了逛 抓到了几只地耙子 岩鼠 筒筒包了皮 卖了二百文左右 到如今 叶琛手里有足足六百多文 又恢复到了有钱人的日子 他正准备继续寻找时 就听到不远处 有吵架的声音传来 他溜达了两步走过去 就看见刘老太太 正在跟大雷媳妇干架 刘老太抓着大雷媳妇的裤子 骂道 你个小仓妇 这兔子窝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凭啥归你 大雷媳妇毫不示弱 你个老东西 老眼昏花 怎么可能发现兔子窝 明明是我先 看着湘林为了一窝小兔 而大打出手 再想想自己空间 堆积小山一般的兔子肉 野充忍不住摇了摇头 都是饿给逼得 看他们打一阵 歇一阵的模样 野充都心疼 不过心疼归心疼 但是拿出兔肉来免费分享 那肯定是不行的 正准备转身离去 不料两个妇人打斗过于激烈 撞到了树上 从中掉下来一个蜂巢 蜜蜂们发了疯似的 冲向两个妇人 野充赶忙从空间里 兑换了一个破旧的蜂蜜防护帽 看着两个妇人 被蜜蜂追得落荒而逃 再看看地上的蜂巢 野充嘴角忍不住 裂出了一抹笑意 老天爷真是个宽厚的长者 正愁最近每天胡吃海塞 不好消化呢 他老人家一转手 就送蜂蜜来了 野充抬头看了看 就见头顶之上 依然有不少蜜蜂围绕 在沧桑的大树之间 密密麻麻的 还有好几个蜂巢 野充戴着防蜂帽 在周围砍了根细竹 对准了蜂巢 就开始了袭击工作 喷喷三两下 掉下来两三个蜂巢 用手按了按 里面的蜂蜜很多 只是让叶琛如何也没有想到 人对于吃的渴望 到底有多强 就在他搞蜂蜜的功夫 已经逃窜的刘老太和大雷媳妇 竟然去而复返 刘老太太果然经验丰富 一眼就看清楚了 叶琛手里的蜂巢 是刚才他俩撞掉的那一个 叶琛看着两个人 宁可被蜜蜂围追堵截 满脸是包 也要凑过来的样子 很想笑 但是也可怜他们 便又拿了一个蜂巢 递了过去 拿 一个一个 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先 一会儿 蜜蜂又过来了 说着 叶琛拿起竹竿 继续在大山里搜寻蜂巢 俩个富人见状 也不吵架了 而是不知道 从哪里寻来一种污泥 涂在周身上下 紧紧地跟在叶琛身边 老念 我们给你帮忙 大雷媳妇厚着脸皮说道 刘老太太则有些羞愧 双手攥在一起 不太敢看叶琛 这大山之中 有不少蜂巢的 自己也打不完 便点头示意 并给他们一人砍了根竹子 并顺手给他们指了几个蜂巢 不一会儿 这一片林子里 就传来了 阵阵砰砰作响的声音 大家很清楚 叶老年找到了不少蜂巢的事情 根本瞒不住 不趁着知道的人少 抓紧行动 回头就没有了 清河村的人都恶疯了 宁可被折死 也不会放过的 叶琛收集了整整一筐蜂巢 刘老太太和大雷媳妇 也一个半筐子 三个人终于心满一足了 而就在这时 又有清河村的人路过 也不管挨不挨折 砍了竹子 就开始寻找蜂巢 叶琛觉得 这势必是清河村村民 集体破相的一天 不过叶琛也不在乎 东西够他们 一家子用就行 如果能带领村民少挨饿 也是一件好事 他本来想再寻找点别的山货啥的 但是转了半天 才发现 没有啥有价值的东西了 再想寻找 估计就得去大山深处了 爹 我又找到好多地琵琶果 小壮喜气洋洋地跑过来 手里捧着一大把 还带着泥土的果子 父子一行人 喜气洋洋地回家 这会儿天色上早 还不到吃晚 饭的时候 叶琛便让几个坏小子 把蜂蜜取出来 他准备给这几个小子 做山楂蜂蜜茶喝 他在空间 兑换了一小包 烘干了的山楂片 放入砂锅 加水煎煮三十分钟 过滤取汁 兑入蜂蜜 半火均匀 然后就一人一大碗 赵晶晶在一旁看着 心疼得难受 这么多蜂蜜 如果卖到镇上 肯定能换不少粮食的 算了 听公公说 这蜂蜜能解变蜜 总算是一件好事 而且 最近大鱼大肉吃多了 确实感觉 如厕的时候非常痛苦 家里的土克拉 都被他捏碎了好多了 老爹亲自下厨的机会 可不多见 叶小壮扔掉手里的风车 冲进厨房 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爹 这是啥啊 来 小壮 尝一尝 叶小壮不带蜂蜜 蜂蜜山扎茶温度降下来 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小碗 刚出锅温度还很高 小家伙被烫得直跳脚 但是却不肯退缩 这茶水喝进肚子里 很甜很舒服 原来蜂蜜 还可以这么吃呢 一大盆蜂蜜山扎茶出锅 放在屋里面的桌子上放凉 这会儿 叶满屯站在院子外大声喊道 四叔 祖母让我送蜂蜜糕过来 叶琛走出去 看到叶满屯手里拿着个石盒 里面满满当当的 装着金黄的蜂蜜蛋糕 闻起来还挺香 叶琛将石盒接过来 顺手拿了几块兔子肉 说道 今天在山上打的 给祖母带回去 满屯行了礼 却不敢多留 撒腿就跑 以前他是很喜欢 跟二壮哥一起玩的 二壮哥会讲很多 光怪陆离的故事 但四叔总是凶巴巴的 不欢迎自己 我有那么吓人吗 叶琛疑惑地摇摇头 叶琛走进屋 用竹筒做了几个饮料杯 用干净的芦苇杆做吸管 一人一杯蜂蜜山楂茶 挥挥手 出去耍吧 别忘了到时候回来吃饭 叶小壮嘴里 小口小口的吸食者茶水 美滋滋地说道 爹 今天晚上吃啥还吃的 叶琛笑着收拾着 别管吃啥 总归能将你这臭小子 样样的白白胖胖的 叶小壮是喜欢出去玩的 因为在外面浪到天黑 还不回家 然后爹爹围着村子转 当着小伙伴高声呼喊 自己的名字 让他非常有家的感觉 哪怕是回家 吃一顿竹笋拌肉 也在所不惜 刚到灵河空地上的戏台上 就见一群小伙伴 围着隔壁的栓子 老远就能听见 这群孩子 没有节操的声音 栓子哥 你让我再舔一口呗 栓子哥 你是要做皇帝的人 一口蜂蜜而已 你可不能小见 栓子坐在正中间 头上顶着块木板 木板上挂着猪猪 周围都是殷勤的小伙伴 栓子手里拿着一大块蜂蜜 他一口一口地舔着 别提多香了 围在栓子旁边的孩子 没有蜂蜜 馋得口水直流 想尽一切办法 极尽他们这个年纪 所能有的鳄鱼奉承之言 经个儿清河村破相的人不少 自然有不少人带回了蜂蜜 村长媳妇也是满脸包 自己家里的蜂蜜也不少 叶小凡是村长家里的长孙 手里拿着两块蜂蜜糕 一边吃一边走 真皇上来了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围着栓子的孩子们 一股脑跑到叶小凡那去了 叶小凡颇有村长长孙的风范 直接拿出来一块蜂蜜糕 然后才成好几小块 我自己也不多 给你们尝尝吧 几个小孩围着 小口小吃嚼着蜂蜜糕 一脸满足 小凡哥 你家的蜂蜜糕真好吃 叶小凡仰起下巴 得意道 这是只有村长家才有的秘方 自然好吃 栓子不服气地说道 不就是蜂蜜糕吗 我家也有 肯定比村长家的好吃 说着跟变戏法一样 从口袋拿出一大块蜂蜜糕 村子里面有个比较机灵的 叫狗娃 他转着眼珠 嘿嘿笑道 栓子哥 我们只吃了小凡哥的蜂蜜糕 你的又没吃过 我们咋知道 你的好不好吃 边上的孩子立刻附和 栓子立刻拿出自己的蜂蜜糕 递了过去 那你们尝尝我家的 瞬间汹涌的小家伙 将栓子挤了出来 栓子这个皇上 没有了价值 切 一群蠢货 叶小壮晃着脚 小口小口地吸食着老爹 做的蜂蜜山楂茶 瞧瞧他们那没见识的样子 小壮 我能尝尝你的吗 栓子看着小壮悠哉悠哉 抱着竹筒吸食的模样 很是好奇 诺 只有一小口 小壮递了过去 与那种树皮 杂粮加蜂蜜的蜂蜜糕比起来 蜂蜜山楂茶进入喉咙 有一种存齿流香的感觉 栓子感觉自己的喉咙里 都是甜的 栓子看着小壮抱着竹筒 一口一口地吸着 羡慕道 小壮 再给我喝一口呗 我封你做大将军 叶小壮心里面着刘老太的好 猛地吸了两口之后 将剩余的蜂蜜山楂茶 递给了栓子 然后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朝家里跑去 心里不知道有多嫌弃 屁的大将军 那得是爹疯的才管用 栓子拿着蜂蜜山楂茶 舍不得吃 带回家递给他奶奶刘老太 这是小壮 他爹做的茶 好好喝 奶 你能照着做吗 刘老太将嘴放在吸管里 一尝就品到了山楂的味道 顿时就骂了起来 真是个不会过的光棍汉 蜂蜜泡水喝 白白浪费不说 还加山楂 这东西进了肚子滚一滚 肚子里的鸡神不全都饿出去了 难怪媳妇不跟他过了 这是个败家子啊 骂声传到了隔壁叶琛的耳朵里 他正在跟二状下象棋 象棋在华夏的历史非常悠久 如今叶琛制作的象棋更加复杂 增加了泡 是 象等几个棋子 二状很聪明 很快就能跟叶琛杀得有来有回 沉浸其中 听到叶老太在 公然嘲讽自己 叶琛压根就没在乎 将军 卧槽 在江 叶琛在村里 属于被鄙视的类型 又没了媳妇 成了官夫 不知道多少人在背后说他坏话 他要是一个个骂回去 那不知道得忙到啥时候 叶琛和二状 投入到对异之中 正在看齐的叶三状却恼了 提着叉子 就冲了出去 刘老太太 你刚才说啥 刘老太太被吓了一跳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老太太我对你可不薄 倒是你爹 整天知乎者也打孩子 啥时候管过你们死活 刘老太太对叶琛的孩子们 确实不错 可能是因为叶琛老婆的关系 前些年收成好的时候 时常送一些窝窝头啥的 要不然以三状的脾气 这一叉子 估计就要捅过去了 他扛着叉子 恼火道 我爹对我们很好 今天还专门给我们做了蜂蜜茶 你们家双子还沾光了呢 以后不许说我爹坏话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三状 给你大嫂帮忙去 叶琛喊了一声 叶三状立刻跑到厨房 去帮忙添柴火 老太太站在院子门口 一脸的疑惑 以前叶琛跟家里的孩子 关系很差 一群孩子都让叶琛管得抬不起头 今天叶三状 竟然因为自己 说了叶琛几句 竟然跟自己急了 双子在一边说道 小状经常吃肉呢 我能闻到他嘴里的肉味 我都好久没吃肉了 刘老太太一巴掌 扇在他后脑勺上 他家小院看了一眼 叶琛正坐在椅子上下棋 大壮的媳妇在做饭 大壮在边框 小壮拿着风车满院跑 一家人所有人的脸上都有笑意 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他们家不应该是饿得七荤八素 连饭都吃不上吗 赵晶晶手脚麻利地干活 没办法 这蜂蜜山楂茶不喝还好 喝了之后 没多久就顺畅地如厕了 接着就是饿得难受 以前一天吃两顿饭 都能活得下去 怎么现在一天三顿饭 都还觉得饿呢 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大壮竟然悄无声息地 长了一寸多 看样子还会长 谁不希望自己的男人 是个魁梧的大汉呢 晚饭吃的是面条 切丁炒肉加了鸡蛋 另外还有蒜泥 胡瓜 麻椒油 春树苗 清河村的香菱 一般都是吃桥面 一种发黑的面 里面掺了杂粮 吃起来很难受 让人难以下咽 但是叶家吃的 可是正宗的白面 不仅颜值高 吃起来又软又香 赵晶晶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日子可以过得那么舒坦 看向大壮的眼神 也柔和了许多 因为这家伙吃饱喝足之后 已经偷偷瞄了自己好几回了 果然男人就不能吃得太饱 吃饱饭后 叶琛又将那些干净的 野果子加工一下 做成果盘 加了一点糖 一家人又美美地 吃了一顿水果大餐 叶小壮一脸满足道 要是天天吃得那么饱 真的是太好了 老二在心里琢磨 金盖买回来的大米和白棉 按照现在的吃法 也就吃个七八天 老三忍不住直接开口道 爹 咱们这个吃法 回头没粮了 怎么办 老大开口道 什么怎么办 地里的粮食马上熟了 还能饿着你们 他这话一出 屋子瞬间沉默了下来 连续那么久没下雨 清河都干涸了 地里的庄稼浇灌不上 能不能顺利接碎 都是个问题 村里人都是盼着收粮 但是哪天 恐怕才是噩梦的起点 叶琛随意地摆摆手 你们只管吃 家里的事情有点操持 早点睡觉去吧 夜晚静靡 叶琛一脸绝望地 看向儿子和儿媳的房间方向 年轻人啊 叶琛无奈用棉花团塞住了耳朵 晕晕沉地睡了起来 一脸好多天 跟自己的三状睡在一起 已经可以屏蔽他们的磨牙 放屁打呼噜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琛终于进入了梦乡 救命 救命啊 一道尖锐的叫声 划破了夜空 叶琛猛然起身 疑惑地看向外面 叶大壮衣衫不整 光着膀子 手里拿着根扁蛋 说道 爹 村子里进土匪了 叶琛一翻身 从床底下拿出钢管 踹了两脚睡的迷迷 呼呼的二状和三状 一家人整整齐齐 这才有了些底气 刘老太太家被抢劫一空 叶大壮说道 太残忍了 连琵琛树的果子都给耗光了 村长已经组织青壮去追了 但是估计不敢追多远 叶琛起身 村里的男人们一半去追 另外一半打着火把 小心翼翼地巡逻 生怕这是土匪的调虎离山之计 刘老太太坐在地上 直抹眼泪 老天爷啊 为什么欺负我一个富道人家 我们家那口存粮够干啥的 这群挨千刀的土匪 村长叹了一口气道 还有二十来天就要收庄稼了 我做主 每家见你们一点的 让你家挺到秋收 咱们清河村 不会放弃一个乡亲 清河村的村长姓业 今岁六十岁左右 当了很多年村长 在村里威望很高 他老人家在刘老太太家里转了转 心道 这土匪真的是毫无底线 连琵琶果都给毫干净 马上就要秋收了 一定要嘱咐家家户户做好防范 听到刘家人哭嚎不止 村长在村里的工仓里 拿出来一斤粮食 并自己家又拿出来一斤 号召大家也借一点 村长的面子 大家还是要给的 可是村里 有鱼粮的人家 实在是太少了 大家都是忍急挨饿过日子 谁家拿得出鱼粮来 最后村里的妇人们 你一把我一把 又给凑了两斤多粮食 四斤多粮食 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 真的是屁都不是 换成叶琛这样的 估计一天就能造完 刘老太太怀里抱着粮食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最后直接倒在儿媳的怀中 晕死过去 于是大家 又是掐人中 又是一顿安抚 总算是换回来一个 两眼无神的刘老太太 叶琛她娘也在人群之中 她知道刘老太太为人不错 总是帮衬叶琛 便一口气借了两大把宿米过去 本来还想叮嘱叶琛小心一点 但是接着就想到 自己这儿子整天大吃大喝 家里能有什么鱼羊 她不出去当土匪就不错了 还用担心土匪来抢她 而且 好歹她家里有五个男丁 各拿武器应对的话 一般的土匪也不敢造次 老太太回家之后不敢睡觉 而是将全家人叫住 然后将粮食都藏好 叶家老大出门当兵 一晃二十多年 生死不知 连封家书都没有 叶五四便当她死了 二房和三房跟老人家住在一起 加上孩子 笼共十几口人 为什么用十几口人 而不是具体 因为老太太也没法确定 这年头生育率太低 孩子们总是莫名其妙地夭折 老四叶琛 已经分家出去单过了 不算在里面 老太太是个会过日子的 从闹灾开始 便细心地存储粮食 日常生活中 多吃一些替代品 比如红枣 树皮 草根啊 将主粮一点点储藏起来 到如今 在全村人都饿得不行的时候 老太太俨然有一种 全村首富的感觉 家里积攒了素米 将近百余金 杂米杂面 各有五十斤左右 老太太安排着家里人 在表面上放了二十斤粮 这跟大家伙 就差不太多了 然后主力藏在隐秘的地窖里 这样就算是土匪来抢劫 让他们把粮食拿走 把地里的瓜果也抢走之后 只要这地窖还在 家里也不至于一起喝西北风 当夜 清河村的人都难以入睡 土匪果然有人接应 村里的汉子们 追出去五里地之后 便跟人家打了一架 双方打了个鼻青脸肿 也就不敢追了 跟村长汇报之后 村长点了点头 便将消息传递给刘老太一家 刘老太一家 自然愁云惨淡 一口气丢了那么多粮食 就算是有村里人帮衬 也熬不到秋收 此外 还有一点极其残酷 那就是 今年汉的厉害 未必会有秋收 此日清晨 夜称偷摸地拿漱口水漱口 就听隔壁格外热闹 娘 不能想不开啊 刘老太太的儿子刘志刚 将老太太从琵琶树上抱下来 看着奄奄一息的老太太 心疼地说道 家里有儿子操持呢 总归能挺过去这一劫的 老太太摇摇头道 我一把年纪了 没有用了 活着便是浪费粮食 你们要是有孝心 就让我走吧 刘家儿媳妇一咬牙说道 您对志刚有生养之恩 她怎么能看着您老寻短见 说着 这儿媳妇一瞪眼 心一横 将大闺女刘小花拽了过来 闺女 娘对不起你 吃完今天早上这顿饭 跟娘去镇上的人事 本来还在关心奶奶的刘小花 顿时如遭五雷轰顶 整个人酸软无力地摊坐在地上 娘 我很乖的 我可以不吃饭 别卖我 栓子一听也急了 虽然大姐总是揍她 但那是实打实的姐姐 崩溃地抱着姐姐哭嚎道 娘 卖我 姐姐是女娃 没力气 到了主家要挨揍的 刘志刚眼泪也刷刷往外流 孩儿啊 这都是命 咱们家已经没有粮食了 把你姐卖到城里 那是去享福 刘志刚说道 大户人家 怎么也得给下人一口吃的 你小子吃得多 干活又不行 保不齐去了人家两三天 就得让人家打死 他嘴上这么说 其实心里无非是 男尊女卑的心思在作祟 但不得不说 刘家是被逼到了绝路了 不然谁舍 卖自己辛苦养大的娃娃 叶琛在一边看热闹 看了得有一会儿了 大体也知道了怎么回事 他嘱咐大壮 将老太太先前 给自己家的杂米拿了出来 他靠着篱笆门 当着一群看热闹的香铃 嘲讽地看着一脸悲苦的 刘志刚和刘老太 哎呦 刘老太 志刚 村长对你们这外星人不错呀 我家一家六口人 饿得嗷嗷叫 村长都没说 分我加点粮食 结果你家遭灾 二话不说 就分了你家四斤多粮食 这也太不公平了 我也要找村长 要救济粮 起码我不会领了粮食 寻死觅活嘞 老太太哪里有心情 跟叶琛半嘴 低着头 心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刘志刚 看向最近伙食变好 整个人都油光满面的叶琛 张了好几次嘴 终究没说出什么来 见两个人都不愿意搭理自己 叶琛将粮食袋子 递给了赵晶晶 嘱咐了两句 赵晶晶严肃地点点头 一直等到人群散去 才替着粮袋子 进了刘家家门 老太太 我爹就是那臭脾气 您别往心里去 赵晶晶小声说道 其实我爹很关心您呢 老年还有这心思 老太太其实压根 没将叶琛的嘲讽放在心上 她现在一门心思 就是这个价 如何存活下去 我爹说 远亲不如近邻 当初我们家贫苦 您也是能帮衬就帮衬的 如今您家落难了 没有我们叶家 不管不问的道理 刚才看热闹的邻居太多了 我爹怕遭人眼红 赵晶晶将米袋子推了过去 我爹说了 这粮食您先吃着 让小花先去我家住着 算是我家添张嘴 等您家富裕了 再让她回来 老太太心里一盘算 说道 是给叶老二 还是叶老三当同养习 赵晶晶连忙摇头 老太太顿时心疼孙女道 小壮太小脸 俺家小花过去要吃苦的 要不给你家大壮做个小吧 大壮是知道疼人的 赵晶晶一额头的黑线 老太太的想象力 也太丰富了 连忙道 老太太您说啥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小花做同养习 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我爹这事 看我怀有身孕 行动不便 想找个女娃帮衬着 刘老太看了一眼刘小花 小花 你还冷着干啥 还不跟嫂子走 刘小花知道 晶晶嫂子是好人 叶家兄弟几个也是不错的 就是叶家公公不好说话 大不了自己躲着点就是 只要不被卖了 他什么都愿意做 哪怕是给那个 整天疯疯癫癫的叶小壮 做同养习 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连眼泪都来不及擦 就跟着赵晶晶逃了出去 栓子担心老爹老娘反悔 一直堵在门口 心里已经做好了被揣的准备 刘志刚坐在地上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这恩惠是最难接受的 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 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刘家媳妇却管不了那么多 将袋子捡起来 竟然有七八斤杂米 叶老年这个不会过日子的 一旦悔改 都能攒下那么多粮食 为啥咱们就不能重新开始 刘家媳妇怀里抱着杂米 人家叶老年可是四个小牛犊子 刘志刚 咱不能让人家看扁了呀 刘志刚叹气 等秋收再说吧 人家叶家心善 也不可能养自己家孩子一辈子 而且 如果今年颗粒无收 卖孩子换点银两 则是一家子活下去的唯一出路 赵晶晶领着刘小花 回到自己家院子 家里其实没啥活计 叶家的兄弟们都很勤快 刚才那些都是说辞 他扳了个凳子给刘小花 孩子 不要难过 你爹娘要是真想卖你 是不会让你跟我走的 刘小花擦擦眼泪 默默地不肯说话 一旁的叶琛 也不住地叹气 今年很麻烦啊 要是今年粮食 收成一些那还好 如果再颗粒无收 到时候 可就不是刘家一家卖卖女了 晶晶 先带着小花 一起把饭做了吧 叶琛看了眼 对自己充满恐惧的刘小花 便起身回房休息 照晶晶煮饭的时候 叶小壮走了过来 他拉了拉叶琛的袖子 眨着大眼睛道 爹 这小花妹妹 是您给我寻的童媳妇吗 叶小壮捏了捏小家伙的脸 你是准备娶媳妇 自己出去过了 叶小壮连忙摇头 怎么会 我要跟大哥一样 一直孝敬爹的 叶琛没忍住笑了起来 问道 谁告诉童养媳给你的 小壮神秘兮兮道 二哥和三哥出去摔跤了 都说小花是他们的 但小壮觉得他们想的美 小花没准爹爹 是给我准备的呢 叶琛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自家孩子 是真的没出息啊 造房里很快传出香味 一大家子人 在桌子边围着坐下来 刘小花也被按着坐下 面前放着一碗面汤 里面还放了些兔肉 嫂子 这不行 刘小花一脸震惊 叶家刚给他们家 一小袋粮食不说 他还啥都没干 咋能就白吃一顿肉饭 还有 这灾年 大家不都是挨饿吗 为啥他家都吃上肉了 鉴于目前闹灾严重 儿媳强烈建议 节省粮食开支 最主要的是 有外人在 儿媳怕大吃大喝传出去 影响不好 叶琛也没有坚持 主要是他相惜儿媳的手艺 讲真 叶琛觉得自己上一辈子 真的过于追求金钱 带来的快乐 而忽视了生活中 许多的乐趣 就拿儿媳妇做饭来说 他能跟孩子们一起 特别没出息地 欣赏了将近半个时辰 而媳妇做的是菜团子 一种叶琛这辈子 都没接触过的食物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而媳妇的手法 如行云流水 仿佛宫廷里的经典御厨一样 没有了叶琛的指点 而媳妇做饭 多少有些放飞自我 用料的时候 哭哭嗖嗖地 放米和面的时候 也是一小把一小把地放 每放一把一把 眉毛就皱一下 仿佛在口味和用料多拐之间 要做出一个极限的取舍 为了节省粮食 而媳妇还特意将杂粮面 混合进去 那些杂粮面 在她的手下 被揉得柔软光滑细腻 将从锅里偷捞出来的 煮熟的糊糊 一点一点的掺进面团里 拍打揉捏了近半个时辰 然后才开始加烟菜 加烟菜的方式也很特别 不是跟蒸包子一样 把线包在中间 而是和面和在一起 小小一勺烟菜全部散开 揉进面里 虽然费时费力 但是很省烟菜 又能每一口都尝到 味道烟菜的味道 极具赵晶晶小气特色的菜团子 之后就简单了 只要放到蒸锅上蒸就行了 等出锅的时候 屋子里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一家人吃得特别香 尤其是大牛黑黑笑道 这个抗饿 夜称无语 死面菜团子能不抗饿吗 不过讲真 这菜团子确实是不错的美味 赵晶晶的肠胃也不成开了 吃了整整一大个菜团子 然后喝了满满一大碗菜汤 刘小花惊讶地不行 她听奶奶经常说 夜老年日子过得非常凄惨 还说男人都吃不饱 肯定不给女人饭吃 可是她怎么觉得 夜老年家过得跟神仙日子一样 真正凄惨的 应该是自己家吧 小花 不要客气 使劲吃 夜称道 吃饱了 好干活呢 听到这话 刘小花心里有些打鼓 吃那么多东西 而且还那么好 看来夜家的活不好干 刘小花内心经过激烈的挣扎之后 终于屈服于赵晶晶的美食 将一大个完整的菜团子吃光 然后又喝了一大碗面汤 小花姐 夜小壮敲咪咪地 将两块蜂蜜味的麦芽糖递了过去 以前你总是揍栓子 给我好吃的 我现在终于可以报案了 刘小花其实更心疼弟弟栓子的 但是她觉得栓子打人不对 所以就总是教训栓子 又怕小壮跑回去告状 便自作主张将自己的零食 分给小壮一些 她到现在都记得 小壮抱着窝窝头 哭得跟泪人一样式的表情 那是得饿成啥呀 没想到自己的一小点善意 竟然被夜小壮记在心里 吃完早饭 一天的忙碌即将开始 夜称让刘小花留下来 帮着赵晶晶在家里收拾菜园子 收拾完菜园子 等日头起来就回家逢补衣物 刘小花一头地问号 那些粮食可真的不少哦 估计够家里吃个十天八天的 就让自己干这么点鲜活 她怎么感觉 夜老年不是为了给晶晶嫂子找个帮手 而是想要帮衬他们留家一把 奶奶不总是说 夜老年是天下第一大坏蛋吗 夜称这一次在废品回收站 给孩子们一人兑了一个废旧的草帽 重点是家里的钱财还不充裕 需要继续努力 还没进山 就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 是原生的兄弟 老二夜望 带着儿子夜满屯一人拿着根杆子 准备去山上找蜂窝 老二见到夜称 立刻笑着迎了上来 四弟 你最近可胖了 也白晶了许多 越来越像读书人了 夜称的嘴角抽了抽 他可是偷摸照过镜子的 现在的自己 英俊那也是古天乐那种英俊 距离白晶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夜称笑了笑 二哥上山可要小心 别往深处走 熊瞎子不好对付 夜望苦笑道 这不是没办法吗 家里粮食不够吃 夜称记在心里 想着找时间多补贴家里 几个小皮猴飞快 他只能迈步往前追 见夜称的脚步飞快 老二也抓紧往前跑了两步 嘴里问道 老四 最近你低调点 村里人不都是瞎子 荒年有钱有粮 终归是遭人惦记 要是遇到坏人 你让小壮赶紧来家里报信 大哥不在了 二哥就是大哥 夜称瞬间明白 二哥是跑过来提醒自己了 他回忆了一下 原生和几个兄长的关系 在大家没澄清之前 那也是村霸级别的 大哥一双铁拳 二哥 三哥也不落人厚 而自己只需要帮帮场子 负责英俊帅气就好 可就怪大家互相澄清了 嫂嫂们嫌弃自己读书 浪费家里的钱 总是跟兄长们吵架 最后到分家 来往也就少了 二哥 我都明白 才不露白吗 孙子那还此整天 在设系台子上当皇帝 吹嘘家里有多少多少粮食 结果让人家连琵琶树都给薅了 这种错误 我肯定不能犯 说着夜称话题一转 又道 二哥 家里存粮是不是不多了 夜满屯立刻高升到 多 老多了 四叔 你要是混不下去了 就赶紧回家吧 家里起码有二三百斤粮食呢 夜王恨不得一跤踹死这个小畜生 这都分家了 这种事 怎么能对外说 万一你四叔回来 咱家岂不是跟着一起挨饿 夜称见二哥 那也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 心里就想笑 这就是一家人的状态啊 一边担心你让别人欺负 一边又担心 你会影响他过日子 不过对于夜称来说 无所谓 他坚信 即便是一无所有 他也能让自家过上好日子 一行人往山里走去 人类就是大自然最恐怖的蝗虫 夜称虽然有系统 但是眼下一个蜂巢都不得见 到处都是提着竹竿 背着矿的香青 别说蜂巢了 小动物都没见一只 夜王跟着夜称 他其实还想打听打听 怎么来钱 他也想吃肉 但那是兄弟的发财之法 他不好张嘴 一转眼 小半天过去了 夜王也不敢 在夜称身上浪费时间 要抓紧时间挖点草根 扒点树皮 最近村长下了命令 谁家扒树皮 不许扒主干 只能扒之干 要防止明年年景不好 大家把树都扒死了 至于夜称那种 直接砍树的行为 更是指名道姓的批评 不过夜五四也硬气 虽然在家里 对夜称爱达不理 在宗族大会上 还是直接硬气地顶了回去 一副老子的儿子 只有老子可以说的架势 满屯就是个孩子 他的心思比较单纯 他就想知道 四叔怎么找来的肉吃 趁着老爹扒树皮的功夫 就敲咪咪地跟在后面 夜称带着孩子们 继续往前走 路边有野菜啥的 能挖就挖 忽然他听到耳边 有哗啦哗啦的声响 夜称灵机一动 知道附近可能有暗河 他拿着竹竿四处扫洞 果然在一群藤腕的后面 发现了一处山洞 他扒开藤腕 踩着地上的荆棘 往山洞深处走去 山洞很深 一时间根本走不到头 而且景色极其归立 他点燃火把 往深处走了走 只见洞内有石笋 石柱 石蔓 石莲 石骑等各类岩绒景观 参差错落 千姿百态 然后最主要的是 地上有一道浅浅的小溪 有泉眼跟地下暗河相连 一只肥鱼卡在泉眼里 死活不得出来 在水里拼命挣扎 叶琛心善 拿着肖尖的竹竿 直接捅了过去 他承认 他纯粹是觉得 差于这种电视剧里的动作 比较帅 但是结果却匪夷所思 他这一捅 仿佛捅破了大山的血管一般 水流猛然加快 然后一条条鱼 从全眼之中喷涌出 在他肉眼可见的速度之中 竟然喷出来上百条 小小的溪流 都要装不下了 最恐怖的是 全眼里面还在持续喷着 不断有鱼出现 叶琛在惊呆了下巴 大概好几个呼吸之后 大体知道这是啥情况了 眼前这应该属于鱼泉 自己拿一杆子 把鱼泉的出口给捅大了 在后世 他就听说过地下暗河喷鱼的事情 没想到这种好事 竟然让自己赶上了 鱼可是个好东西 在原始人时代 捕鱼也是人类进食的主要内容之一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肥鱼 脑海里出现了清蒸 红烧 糖醋 油炸等不下于十种吃法 叶琛挽起裤腿 直接踩着水 进入池塘里 对准鱼儿就捞了起来 鱼泉里的鱼儿非常多 叶琛根本就没费力气 就抓了十来斤 他挑了些大的留下 小的又直接扔了回去 看着那些在水里活蹦乱跳的鱼儿 叶琛若有所思 自己吃肯定是吃不了的 疼完后 叶满屯一脸震惊的表情 他趁着叶琛没发现 转头就往山下跑 叶望手里提着一筐子树皮 正准备换棵树 就见儿子满舱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干啥 有狼追你不成 叶望气呼呼道 满舱气喘吁吁道 爹 四叔是山神啊 叶满屯一脸惊恐 手舞足蹈道 四叔能开山 拔开藤蔓 就变出了一个巨大的山洞 山洞里的时候特别好看 就跟仙境似的 四叔能变化 用竹竿在水里一捅 水里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鱼儿 老儿叶望一听 也很震惊 心里暗道 老四还有这本事 玄机叶望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地锡温云恒 他当时就是有着各种 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也是老四家 可以养活四个儿子的根本 如果老四真的这神奇的本事 肯定也是地锡交的 叶望叫满屯 赶紧带自己过去 叶琛抓了一筐鱼之后就离开了 因为再多了 他也吃不完 爹 就在这里 叶满屯掀开藤蔓 露出了巨大的山洞 指着那有些浑浊的溪水 用手在水里摸了摸 不一会儿 就捉到了好几条巴掌大的鱼 这是一种叶望没有见过的鱼 但是那种滑腻的触感 以及身上的鱼腥味 让叶望知道 这种怪鱼 应该是可以吃的 走 抓紧巾带回家 父子二人走之前 用藤蔓重新盖好洞口 这可是老四发现的宝贝 他们跟着沾沾光也 就罢了 可不敢给暴露了 叶望带着满屯 背着鱼 急匆匆地下山 金盖天气热得厉害 叶五四被晒得有些恶心 便早些回来 泡在水盆里 准备切给老头吃 一会儿见到叶望 跟叶满屯父子二人回来 立刻沉下脸来 大男人 天一热 就都往家里跑 我看你们 是想一家人一起饿死 叶家怎么出了 你们这么一群懒鬼 祖母 我发现四叔是山神 他能变出宝贝来 叶满屯将用野菜盖住的肥鱼 从框子里拿出来 献保式地说道 祖母 祖父 你们看看这是啥 这肯定是鱼 但是老太太却说不出 这是什么鱼的品种 身体近乎透明 鱼嘴扁平像鸭嘴 呈细长形 有须 嘴唇像涂了猪砂 眼睛靠近鱼嘴 很小 身体扁平 老太太将鱼递给叶五四 一脸疑惑道 这是啥鱼 老头起身 皱着煤浆鱼放在手心里 仔细端向了半天 兴奋地说道 这是贵人家才有机会吃的金线罢 早些年 叶五四当过鸭镖师傅 跟着商队走南闯北 在南方吃过这种鱼 这种鱼在大洲非常少见 只有在地下暗河比较多的南方地区 才有产 他记得当初标头特别有钱 一口气买了半斤金线罢 只是简单地炖了个鱼汤 在大雪天里 喝上一口 那个滋味 真的是美的狠啊 灾年之所以不流行吃鱼 是有原因的 一是水资源缺乏 大家喝水都成了问题 拿什么煮鱼 二是河流干涸 鱼儿都死了 第三旱灾之年 河流里即便有水 大多数时候 河流里的鱼变得有毒不能吃 但是这金线罢不一样 它是地下河里面的鱼 没有这个风险 叶五四又听满屯仔细说了一边情况 心里清楚 量应该不少 当下目光灼灼地问 满屯 你是看到你四叔在哪儿 变出这种鱼来的 满屯兴奋到 就在大山深处 一个山洞里 有大片藤蔓挡着 叶五四思索了片刻 心中有了计较 满屯 把你娘都喊着 还有你三叔一家子 大家赶紧吃点东西 然后上山 老太太知道 这鱼是能帮大家 度过饥荒的东西 老二夜望皱着眉头说道 爹 这可是老四发现的 老太太也在一旁劝道 毕竟分家了 这种事情 不好直接给他做主的 叶五四刚想说话 匆匆赶来的叶家老三叶父开口道 这种宝贝 他能保得住吗 他一趟趟往山里跑 早晚被人发现 还不如咱们一家子 多弄一些鱼回来 大表多分他先 老太太依然劝说道 五四 老年的孩子性格你知道 还是跟他商量一下吧 叶五四摇头道 不必 以老年的性格 即便是烂在水里 他也不愿迎分给别人 对于此事 我自由打算 所有人上山 老太太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对父子的很多问题 就来源于缺乏沟通 如今还是这样 希望老年能多少理解一下吧 家里的条件确实艰苦 虽然有些存粮 但若是秋收不能丰收 一家人未来怎么过还不知道呢 老太太是一夫道人家 做不了主 劝说一番 见叶五四不为所动 便转身 将屋里煮好的粥端了出来 家里的壮劳动力 肯定是要喝一大碗的 女人和孩子 则每人半碗粥 就算是这么节省 也一顿饭吃掉了 三斤左右的杂米 吃饱饭后 全家人一起出洞 就剩下老太太看家 这几年 连年干旱 地里其实也没啥活干 很多家庭也是整体出洞 上山寻找粮食吃 在夜望父子的指引下 大家穿过一片荆棘地 总算是看到了 夜满屯树的藤蔓 搬开藤蔓之后 点燃了火把 巨大的山洞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不大的溪水中 时常有鱼儿 从泉眼之中涌出 这是鱼泉 能一口气喷好几天的鱼呢 夜五四兴奋地浑身站立 若是这东西 开在自家田里 就是个聚宝盆 给上一百亩地都不换 夜满仓敬佩道 祖父 您懂得真多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落 夜五四抚摸着胡须说道 这也是祖父 不让你们读书的原因 你们瞅瞅 你们四书读的书少吗 可是他知道 这鱼泉的重要吗 这么大的好处 不知道利用起来 只想着私吞 这学问都学到狗肚子去了 夜望的嘴角抽了抽 爹 咱家穷读不起书 不丢人 整那么多道理干啥 夜满仓和夜满屯 细细跟着后面笑了起来 夜五四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然后扶着溪水边的势头 进入溪水之中 拿着竹筐堵住了全眼 看似想省事 实际在测量鱼泉出鱼的速度 等了约莫半炷香的功夫 夜五四心里也有数了 这个鱼泉 大概一个时辰出于一百斤 也就是说 一天能出将近一千斤鱼 夜五四起身站在岸边 看着忙碌的家人们的身影 许久之后缓缓说道 满仓 你去叫村长过来一趟 就说 你四叔发现了宝贝 要献给村里 这份功劳 起码能给你四叔 换十几亩地了 爹 您疯了 这种宝贝不自己留着 献给村联 夜老三夜父皱着眉头说道 这可是老四发现的 老四发现的 就是咱们家的 凭什么给村联 混账 这种宝贝 老年守不住 咱家就能守住了 自己大鱼大肉 让乡亲们挨饿 你也不怕被雷劈 老爷子训斥道 还有 老年能发现此地 别人就发现不了了 这山洞里有贯穿风 一看就有其他入口 你瞅瞅风吹过来的方向 一看就是孙家庄的方向 如果孙家庄发现了这鱼泉 那可就麻烦了 夜父闻言 无奈地点点头 夜父的媳妇孙氏 却心里暗暗生气 这夜家的男人 怎么都那么听父亲的话 夜称乃是家里的一份子 发现了好处 那也应该是归夜家所有 凭什么老爷子拿着宝贝 给他自己去换土地 建议众人因为自己的话 情绪低落 夜五四知道他们妒忌老年 无奈之下 叹息道 罢了罢了 你们先尽量抓一些鱼 明早我 亲自去拜访村长 不过这功劳是老年的 谁都抢不走 老三媳妇 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还想着送口信给娘家 娘家也遭灾了 整天恶肚皮呢 夜家一家人 抓紧捕鱼 这边夜称 降于交杆席之后 便带着几条鱼 朝着村长家里走去 一路走过去 都是干涸的田地 那些壮年的庄稼汉子 无力地坐在田头 不断叹气 夜称也叹气 不过干旱这种事是天灾 非人力能扭转 他只能尽量忽略这些事 迈步往前走 老年 你咋来了 村长的老板 正在院子里的树下 缝缝补补 看到夜称来了 眼皮子狠狠地跳了一下 倒不是夜称好生是非 而是这家伙认死理 太过于死板 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 夜称笑着走进去 婶儿 村长叔在吗 去城里了 村长的老板叹气道 连续几个月不下雨 气得县令砸了龙王庙也不管事 无奈将各地的肃老 村长召集起来议事 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 解决这饥荒 你是不知道 为了解决旱灾 你叔一宿一宿地睡不着呢 这话的弦外之音就是 你叔特别忙 而且忧心的都是国家大事 你这肘小子 没啥正经事 别来烦他 哦 那我晚点再来 夜称皱了皱眉 也没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村长没见着 夜称便开始着手处理 今天抓回来的鱼 上一世 夜称除了是一名资深创业大师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从不空军的钓鱼老 毕竟像是他这种低端行业的老板 十有八九工作之余 是喜欢钓鱼谈生意的 所以 对鱼类的简单处理 他那是非常拿手的 只见夜称在竹框里 将一条三斤多的花莲抓起来 放在案板之上 这条花莲 是夜称带回来的所有鱼之中的汉匠 即便是离开了水很久 依然生龙活虎 夜称示意了眼小壮 小壮眼急手快 在花莲尚未反应过来之前 一棒子旁地砸在鱼头上 倒霉的花莲 立刻晕了过去 夜称拿起菜刀 这一双臂膀 在吃饱喝足的加持下 越发地有力 一刀将一个完美的鱼头切了下来 赵晶晶看得十分心疼 觉得公公这是在浪费 当然 他更担心 往日里食指不沾洋葱水的公公 能不能将鱼处理好 当然 结局肯定是让他更加吃惊的 只见夜称十分熟练地 将鱼头从后背处剖开 撕掉离表面上的黑膜 洗净 鱼头两面都抹上盐和料酒 然后放在放在案板上腌制 动作如行云流水 一点都不生色 四壮门搬来小板凳 整整齐齐一排拖着下巴 一脸好奇地留着哈喇子看着 当然 看到酒夜大壮 还是很心疼的 嘴里不住地砸吧 本来还以为爹爹买回来这东西 是为了过节的时候享用一番呢 没想到 竟然是用来炒菜的 夜称将鱼头满满腌制 自己则准备葱姜蒜等辅料 夜总是个讲究人 自己操刀 那肯定是非常仔细 首先是蒜 用的是嫩蒜 切成薄片 将要用老酱 切成碎末 小葱切成葱花和葱段 蒸锅里的开水早就备好了 正咕嘟咕嘟地沸腾着冒热气 夜称又嘱咐赵晶晶 倒了半碗凉水进去 稍微等了一会儿 自己则翻起鱼头摸了摸 试了试手感 觉得差不多了 谁也再次烧开 切好的辅料 一半扑在盘子里 鱼头放进去 把剩下的辅料 盖在鱼头上 盖上锅盖大火蒸 三斤的鱼头不算特别大 所以不用 刻意去腥太久 觉得差不多了 便掀开锅盖 倒掉盘子里的薪水 拿出商城里兑换的剁椒 一口气倒进去大半瓶 一口气将盘子盖得严严实实 远远看过去只能瞧见一片红 再撒了一大把花椒 补上糖和其他调味品 最后灵性地添上一点姜末 被剁椒花椒和调味料 围得严严实实的鱼头 重新进蒸锅大火蒸 虽然锅盖盖上了 但整个厨房 依旧弥漫着剁椒的辣香味 一家子娃娃 再撒上葱段 热油起锅 从上至下 从鱼嘴处浇下去 刷 滚烫的热油与新鲜的葱段 蒸熟入味的鱼头和剁椒相碰 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 鱼头混着剁椒的香味 立即爆发出来 瞬间占领了整个厨房 不断向外弥漫 菜成了 完美 叶琛给自己的这一通操作 打了99分 剁椒鱼头上的热油 还在噼里啪啦地响着弹跳的 叶小壮没见过这种吃法 鬼使神拆地伸出筷子 夹了一筷子剁椒塞进嘴里 一下他眼泪就出来了 不知道是辣的还是烫的 臭小子 你心急什么 头一次吃就干吃剁椒 被辣到了吧 我告诉你 这剁椒鱼头最嫩是鱼脸肉 也不是很辣 爹爹给你加一块 爹爹做的鱼真的好好吃 叶小壮将叶琛加过来的鱼肉 一口气吞进嘴里 又嫩又香 根本吃不够 大哥用手在小家伙的脑袋拍了拍 训斥道 你是大孩子了 以后想吃什么 要自己加 老二 老三在一旁不愤帮腔道 就是 就是 我们小时候也没这个待遇 叶琛选了半条鱼头 挑了些最好的肉 装在碗里 又用一个大碗扣住 说道 我这是犒劳功臣 你们这群当哥哥的 跟他计较什么 来小壮 给祖父 祖母送过去 嗯 小壮捧着饭碗 就往外跑 叶家这会儿 就老太太一个人在 鱼这东西放不住 一部分被老太太做成了熏鱼 留作食材 另外一部分 菜炖了一大锅 老太太一边忙活 一边埋怨叶老年 一个操汉子 孙媳妇又是个没见识的 那么好的鱼不得唇糟蹋了 还不如端来 让他老人家收拾 一会儿又担心 这么晚了 五四他们一群人还不回来 会不会出啥事 毕竟茫茫大山 有狼和熊瞎子 等着等着 就闻到了比自己锅中 更加诱人的香味 然后老太太就看见 叶小壮蹦蹦跳跳闯了进来 想要蹭吃蹭喝的大黄 还被这小家伙 给拽着一条腿 祖母 我爹让我送来的 这五颜六色 香味扑鼻 肯定又放了不少好东西 你爹又糟蹋东西 老太太恼火道 这是啥 祖母 这是我父亲亲自给您做的剁椒鱼头 叶小壮笑嘻嘻地说道 祖母 您尝一尝 可好吃了 老太太扯了扯嘴角 对于叶老年家里送来的饭 她可算是认识了 要是一不小心 一大口放进喉咙里 能生生把人拉死 但是过后 却又跟抽了汗烟一样 让人念念不忘 最关键是 辣劲习惯了之后 真的很好吃 最近老太太都发现 吃饭的时候 不整点猪鱼 她都吃不下去了 不过老太太有一点实在是想不通 现在整体形势坏成这样了 老年不可能不知道 可是她虽然一而再 再而三地送吃食过来 却从未提过要求 这让老太太拿不准 便拉住正在揣大黄的小壮问道 你爹最近没跟你念到过什么吗 有呀 叶小壮掰着手指头说道 爹爹说 做人呢首先要吃饱 然后就是读书 还有孝敬长辈 尤其是祖母和祖父不容易 如果能在身边侍奉最好了 老太太听完 气得心口砰砰直跳 人言否 看在你老年 最近知道孝顺老人的份上 最多让你回来便是了 你还想接着科举 你不光自己想科举 还想带着你的孩子一起科举 你是想让叶家一大家子 供养你们一家五口 南丁读书 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你科举 家里天天打得鸡飞狗跳 如今好不容易太平了 又想来这一趟 叶老年如果不放弃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绝对不会允许她回来的 叶小壮飞快地跑回去吃饭了 赵晶晶一边跟着收拾饭桌 一边跟叶琛说着话 小花是个实在的闺女 爹真不考虑给老二或者老三 留下当同养习吗 而习看过了 是好生养的 而且手脚也勤快 今天在咱家 又是匹柴 又是挑水的 快赶上习了呢 叶琛顿时头大如抖 自己真的是善心发作而已 在古代 只要发生灾害 就会有无数家庭破灭 甚至出现一子而食的事情 他只是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这种事情 发生在自己眼前罢了 叶琛摇摇头 示意赵晶晶 不要提这件事情 便埋头吃饭 然后带着做好的鱼头 赶往村长家 这会儿 天色已经发暗 一般人不敢这个时候 待在山里的 叶五四留了个心眼 生怕被外人看见 一直到月亮升起 才摸黑带着家人们悄悄回去 一群人类的摊在地上 老太太赶紧吩咐众人 将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 擦洗完了之后 换上干燥衣服 叶五四跟老太太在自己房间里 小声商谈着 老年发现的那处地方 确实是块宝地 叫鱼泉 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 于来 我准备今晚就去告诉村长 让村长凭借此事 多分给老年二十亩地 老太太看着在水里 估计泡了半天 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的老伴 心疼到 老年这份功劳 谁都抢不走 可是你都累成啥样了 不能明天再去吗 这时端来热水 给叶五四喝的儿媳 恰巧听到了老两口的对话 在一旁帮腔道 爹 您都累了一天了 谢谢吧 老年的功劳 谁都抢不走的 叶五四脸一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沾老年点便宜也就算了 我是他爹 厚着脸皮给你们抹点肉食 他说不出什么 可这份功劳 若是让你们抢了去 我以后如何见他 爹 儿媳见叶五四发火 立刻吓得哭了起来 外面的叶父听到父亲发火 立刻进来 把媳妇拉了出去 老头忍不住摇头 暗暗叹息 人就怕穷 一旦穷了 连一家子都要算计 老头穿上草鞋 顶着月光 朝着村长家走去 村长家的大黑狗 倒是认识叶五四 见他来了 围着他打转 舔视他的手心 因为叶五四 手心有浓郁的鱼心气 五四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院子里 传来熟悉的说话的声音 叔父 今日小植上山 偶遇了一片山洞 在里面捕鱼时 一不小心戳破了地下的泉眼 涌出了无数鱼儿 小植回去翻阅点击 发现 这应该是古籍所宰的鱼泉 叶琛认真说道 这书中记载 鱼泉在汛期 可以出鱼十天半个月 小植也测算过 大概一天 有一千斤左右的量 村长拿着筷子 吃了两口叶琛做的鱼 忍不住点了点头 说道 这味道确实不错 但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说大灾之年 不少鱼都暴露在河床上 有些人不听话去捡回来吃 吃完就腹泻不止 甚至还死了二人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单凭你说的这个鱼泉 村里人就能将你当菩萨供起来 地下暗河的鱼无毒 叶武四推门而入 他跟村长是堂兄弟 叶武四比村长略微大几岁 他目光笃定道 青河里的鱼有毒 那是因为旱灾之年 水里漂浮着温气 不少腐烂的树木 死掉的牲畜在水里漂浮着 鱼吃了这些东西 自然是有毒的 可地下河的水是活的 鱼也没吃过这些脏东西 我们人吃了无碍 叶琛惊讶极了 他没想到 古武版的叶武四 竟然能说出这么一通道理来 村长对自己这位堂兄 还是极其幸福的 连忙开口道 哦 咱们这就上山去看看 村长老伴不赞同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往山里跑 不怕遇到熊瞎子 叶琛也说道 是啊 叔父 时间太晚了 明日再去也不迟 村长摇头道 事关村里相邻的生死大事 岂敢耽搁 叶琛无奈 只能将打起火把 提着钢管保护着村长 叶武四看向叶琛 赞许道 老年 爹以前多少错怪你了 他本来担心叶琛发现 这种宝地 会想尽办法据为己有 这才亲自去实地考察 想着替叶琛献给村里 哪怕为此得罪了叶琛 也在所不惜 谁曾想 人家叶琛第一时间 就来找村长了 他以前觉得自己家里的 另外两个儿子都不错 但是论格局 真的跟老年没法比 毕竟是读过书的人 见识不一般 叶琛也没有想到 一向是看叶琛 及其不顺眼的叶武四 忽然会这么说 当下克勒克说道 爹 我们家就六个人 那么多鱼如何吃得完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叶琛有资源回收空间 又有大米商城 他家无论如何 也不会饿肚子 但是其他相亲 却没有这个机会 叶琛从来不会做圣母 但是起码 也不会跟一群 吃不上饭的人 去抢夺那点宝贵的救命粮 村长觉得 鱼权太过于珍贵 又叫了几个靠谱的轻壮 叶武四也叫来了 家里的老二和老三 一行人举着火把 拿着武器 浩浩荡荡地上了山 天色放亮 奔波了半夜的叶琛 在睡梦中醒来 感受着浑身上下蓬勃的生机 叶琛忍不住感慨 这光棍 果然也是有其自身的好处的 换做后世的自己 忙碌了大半宿 四日下午能正常睡醒就不错了 爹 村长来叫人出发了 叶小庄戴着草帽 腰间夸着他大哥给他削的木剑 探头探脑地叫叶琛起床 叶琛一把小家伙抱上床 忍不住蹂躏了几下 小家伙在叶琛的怀里 咯咯地笑着 果然是血脉相连 血浓于水 这臭小子跑得浑身是汗 自己身体竟然没有不能的嫌弃 还忍不住在脑门上作了一口 用竹筒盛满水 带着小庄蹲在门口 用自制的牙刷 就着木炭粉一边刷牙 一边看着门前来来往往的人群 赵晶晶见公公起床出了卧室 赶忙将准备好的早餐收拾出来 三状们急匆匆地准备着一会儿出门的工具 此时 大多数乡亲们正去设系台那边去集合 不少好事的 一大早就去村长家里打听了 听说山里出宝贝了 对 跟巨宝喷一样 各种鱼跟封了一样 从地里面往外钻 我也天天去山上寻宝 咋没发现这种宝贝 村长早早地抵达 站在系台上 咳嗽了两声 刚刚抵达的乡亲们自然安静下来 事关肚子的事情 那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大事 最近大家地里的活忙的差不多了 今天所有人都把地里的活放一放 女眷带着竹框 木桶 鱼网 男丁带着衬手的家伙 跟我一起上山 鱼泉必须握在咱们清河村手里 有人开口问道 鱼泉的鱼能吃吗 村长汉手道 昨天晚上和今早 我都吃了鱼 你看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有啊 村长看起来年轻了二十岁呢 有妇人当场打去 顿时引起一众乡亲们 哈哈大笑 有人继续问道 村长 这打回来的鱼怎么分 此次收获不入工仓 按人头平均分配 村长严肃道 不过咱们清河村是一家人 有些家庭没有壮劳力 只剩下老人和妇孺 要多分一些 这也是清河村的老皇历了 大家倒是没什么意见 主要是这个平均分配 让大家内心无比火热 听说这鱼泉日出肥鱼千斤 可以一口气出于十天 也就是说 每家最分上不少呢 鱼这东西跟野菜不一样 它是实打实的肉食 如果分上几十斤 做成熏鱼 再配上野菜 杂粮 一家人轻轻松松 能多熬一个多月呢 有此等好事 谁还敢耽搁 都在村长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跟着进山 自古以来 有富人的地方 就少不了八卦闲聊 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自然而然地 也就流露了出来 听说这鱼泉 是村口的叶老年发现的 爷俩一起跑去村长家献宝的 五四老爷子 这一辈子没得挑 老年虽然死板了些 但是人品那是没得说 头前赶跟牛大海 在水井那给乡亲们打抱不平 如今更是将活命的宝贝 献给村子 说实话以后 村里的乡亲们 谁见到这爷俩 都得数一数大某哥 是那么回事 要是没出老三家 那么一档子事 下一届组长 给五四老爷子 都是应该的 啥事 你们不知道吗 叶夫他媳妇叶孙氏 偷偷派春月 去了娘家孙家庄告密 将咱们村的宝贝 告诉了外人 下 咋能这般吃里爬外 是啊 你们是不知道昨晚 村长和老年他们 到了渔泉那里 孙家庄十几个大汉 赶着牛车来的 最后咋处理的 打起来了吗 要不说咱们村长仁义呢 村长看着孙家庄 那帮子人 饿得有气无力 便做主让他们 装了半车鱼回去了 就是因为叶孙氏泄密 所以村长这才兴师动众 让咱们全村人出动 晚了可能就要生变故了 孙家庄的人太可恶了 以往来咱们村地里 小偷小摸也就算了 这要命的时候 连咱们的救命粮都要抢 村妇们的舌根子 那可是比刀尖子 都厉害的武器 人群之中的叶孙氏 低着头 一脸的羞脑 自己嫁到叶家 当牛做马那么多年 叶家发现了鱼泉 自己家吃不完 分给他娘家点怎么了 自己娘家人 难道还不如 这群嚼舌头的村妇亲近吗 他觉得公共真的是老糊涂了 命可将这等好事便宜外人 也不给家里人 难怪老年跟他过不下去 非要分家 要不是叶夫是个废物 他也不愿意跟公公 婆婆这对老糊涂鬼一起过 叶孙氏心里恼火 好几次张嘴 想跟这群长蛇夫对骂 可是自己终究 要在清河村住一辈子 跟这群妇人以后低头不见 抬头见得 闹得太僵 估计得被戳一辈子挤两骨 而且 老太太也会让他吃瓜落 最后只能将一肚子火气 憋在心里 但是 那群妇人的嘴巴太厉害了 那撇过来的眼神 让叶孙氏越发的无地自容 最后一脚踹在春月身上 春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便在地上滚了好几滚 趴在地上哇哇哭 叶孙氏跟身边其他人解释道 小妮子吃了鱼 非要去大旧家玩 嘴角的鱼心 让孙家庄的人看出端倪来了 说着还上前呵斥着说道 再苦 再苦老娘打死你 春月赶忙从地上爬起来 连大气都不敢喘 她还小 不知道明明是娘亲的安排 为何最后成了自己的罪过 可是娘亲刚才 踹自己的那一脚太疼了 后腰都紫了 她根本不敢反驳 祖母说 她娘一直盼着有个儿子 结果肚子不争气 比不过二伯母和四婶娘 总是生闺女 所以 她看自己的孩子 就恨不顺眼 小姑娘用一只手 捂着生疼的后腰 低着头 默默地跟在人群后面 村里人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却不敢说下去了 因为再说 大家担心小春月被活活地打死 爹 我去保护春月姐姐吧 小壮抬头道 叶琛也心疼 但那毕竟是三哥家的事情 她管不着 当下对小壮摇摇头 爷俩跟着人群往前走 她自身觉得 这种事情没啥丢人的 难道要看着自己娘家 活生生地饿死不成 她觉得爹和娘 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 这种事情要提前说 家里肯定会接激她娘家一番的 但是偷偷摸摸地 做这种事情就不对了 而且 让叶琛最看不惯的便是 做了就是做了 即便是有错 起码家里人得了恩惠 自己被人说两嘴 那也是无所谓的事情 何必拿孩子顶钢 看得出来 荒年大家的体力都变得很差 叶琛走半个时辰便能到的路 村里人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鱼犬往外跑鱼的速度变大了 吸水也变多了 所以 再行抓鱼难度 肯定有所提升的 叶琛看着正准备去忙碌的孩子们 他将老大拉了过来 注意弟弟们的安全 别逞强 咱们家已经是功臣 没必要过分表现 说完之后 便带头热火朝天的干活 二状和三状也毫不逊色 搞得叶琛极为头大 看来 叶琛除了自己 都是实打实的实乘人 叶琛一个大男人 更不好意思偷懒了 只能任命似的 跟着低头干活 不一会儿 他就感觉 手心都快被泡腐烂了 叶大壮开口道 爹 您快去歇一歇吧 叶琛皱眉 你们四个把手掌摊开 给我看看 几个小子皮操肉厚 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又让他们从吸水中出来 检查了一下他们的双脚 也没事 叶琛自闭了 袁琛堕落太久了 长时间没有好好干活 这身体比起孩子们 尚且不如 他起身走到边上休息 这是袁琛的惯常操作 村里人不觉得有啥 叶琛一口气出了那么多男丁 个个都是顶好的把势 叶琛享福 那是应该的 村里不少人都羡慕得眼红了 叶老年才三十出头 孩子们就懂事了 可以顶家过日子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 叶老年可以啥都不干 天天享福了 尤其是叶孙氏 他没生儿子 最妒忌男丁多的家庭 看着享福的叶琛 又看了眼身边的闺女 越发地生气 如果不是周围人多 他恨不得过去再抽两个巴掌 边上的春月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头也不敢抬 默默地干活 侥幸在水里被石子扎破了 便默默地流泪 也不敢跟任何人说 叶琛坐在阴凉的地方休息了一会 准备继续去忙活 他站起身正要去帮忙 脑海里就响起一个声音 叮 发现极品玉石 请加工后提取 我丢 叶琛这才意识到 自己这空间 竟然可以扫描 躲在暗处的野物 又如何扫描 不到藏在石头里面的玉石呢 尤其是山洞之中 石头如此之多 不知道藏匿了多少宝贝 叶琛没有去人群之中继续帮忙 而是跟村长说了一声 甲介如厕之名 举着火把朝着山洞深处走去 当然 怀里多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他没有专业工具 便兑换了一把错刀 小心翼翼地将石头外皮磨掉 露出了里面散着幽光的翡翠 叮 加工受损的极品翡翠玉石 价值四十五万文钱 是否提取售卖 是 叶琛心头猛的一惊 他不是什么专业的玉石工匠 随便在捡到的原石上加工了一下 竟然卖出了四十五万文 兑换成银子便是四百五十两 兑换成人民币 那是将近二十多万 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 在大周朝 他还没听说 那个小老百姓 家里有四五百两银子的巨款 他将这些铜板一股脑的 全都兑换成了银票 虽然银票揣在怀里轻飘飘的 但是他却觉得 钱袋子鼓鼓地 走起路来 仿佛都能带风 叶琛平复了一下心情 在商城里兑换了一只二十斤左右的野猪 然后用绳索捆绑好 拎着往人群那边走去 一脸喜气道 鹅屎都能遇到倒霉蛋 你们忙着 我先回趟家 捕鱼的众人羡慕地直流口水 在山洞里 鹅屎都能抓到小野猪 叶老年这运气也太逆天了 不远处的叶满仓 从口袋里 拿出几块漂亮的石头 塞给了叶小壮 小声说道 堂弟 咱哥俩关系一向不错对不 那个野猪肉 叶小壮一脸喜欢地看着手里的石头 刚想说啥 老三将石头夺过来 重新给塞了回去 以前我们挨勒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就是 小壮恋恋不舍地转回头来 说道 堂哥 你不能用几块破石头收买我 你平时可小气了 叶满仓气得直瞪眼 不是堂哥平时小气 是堂哥平时 自己也饿得头昏眼花 你忘了之前打架 为了你 我头 多让人家打破了 叶小壮十分不满道 那也不行 你不让他们欺负我 但是你自己欺负我 叶满仓都快气哭了 哪有堂哥不做堂弟的 我不让外人揍你 不就是了 小壮你忘恩负义 以后不跟你玩了 叶望听到 这边闹腾 见小壮一脸不愤 以为叶满仓又在欺负弟弟 上前就是一巴掌 欺负弟弟做什么 想吃肉 自己去抓呀 人家小壮还抓过兔子呢 叶满仓立刻瞪眼道 那我也 去饿使抓野猪 混账 叶望又是一巴掌 没好气地骂道 你以为谁都跟你四叔一样命好 给老子老实地干活 到了中午 村里的妇人们送来了饭时 在现场干活的妇人们 则现场用捕捉的鱼儿炖了鱼汤 现场热闹非凡 想起蒸腾 叶琛也在其中 他不想太显眼 便让赵晶晶做了菜团子 包括他在内 一人两个大团子 一大群人吃了七八分饱 尤其是现场与敞开了吃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浑身充满了赶紧 休息的功夫 一群孩子围着小戏跑来跑去 更有甚者捡起石头 玩打仗的游戏 叶琛发现 华夏民族的上午基因缺失挺强大的 一个小小的村子 竟然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 双方的少年指挥官硬生生地 将孩子们指挥得井井有条 有主攻 有骑袭 有穿插 有伏击 冲锋的时候 还有散兵线 防守的时候 还有阵型 关键是 孩子们还特别硬气 谁要是脑袋被石头砸破了 也不哭 咬着牙 继续打回来 大人们像是看戏一样 看着孩子们打架 谁家孩子被按在地上揍了 只是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绝对不会上去拉偏架 就在这时 夜满屯腹伤惨重 败阵而归 躺在夜望旁边 惨兮兮道 孩儿无能 向父皇谢罪 夜望立刻 慢慢咧咧地踹了两脚 你小子能不能消停一点 老子累得要死 没时间 陪你引皇帝 都快娶媳妇的人了 就不能稳重点 夜满屯理直气壮道 爹 你说谎 昨晚那么晚了 你还得娘趁着我睡觉的时候 让娘喊你陛下 娘亲喊得不够诚恳 你叫 夜称看二哥脸色胀红 大有原地驾崩的架势 抬起拳头 就要揍满屯 满屯立刻改口道 爹 我记错了 是那天晚上 三壮哥逼小娘子 叫他皇上呢 夜称本来没将这话 放在心上 小孩子胡言乱语而已 可是转头一看 就见三壮有黑的脸皮 竟然红了 不是 这家伙不是五痴 中二少年吗 怎么还会脸红 嗯 夜称心思一动 晚上 逼小娘子喊他皇上 如果满屯没说谎的话 莫非我去约会了 夜称不由得扯了扯嘴角 这一点 有点随老子啊 当初老子在幼儿园 是秀妍 那叫一个幸福 等到小学没毕业 自己都演完一套路顶记了 夜称正琢磨着 夜三壮攥着拳头 当着夜望的面 就要拉着满屯去聊聊人生 三壮哥 你刚才干活挺辛苦的 多歇一会儿 夜满屯一看形势不对 把腿就冲进人群干活去了 夜称知道这事 不能问当事人 便转头看向小壮 你三哥有一中人了 小壮挠着头 一脸猛逼道 爹 啥是一中人 夜称拍了拍 小家伙单纯的脑袋 又看向老大 老三有一中人了 大壮摇摇头道 爹 啥是一中人 夜称头大如斗 连忙解释道 就是喜欢的女子 大壮立刻道 爹 三壮喜不喜欢 不得看您吗 您相中了 老三肯定就喜欢啊 一旁阿屎 蹲得双腿发麻的夜二壮 一脸沮丧的归来 他模仿了大概半个时辰父亲 没有任何收获 见老爹正在四处打听 便小声说道 爹 那是老三一厢情愿 不作数 儿子却当舔狗了 还是直男是舔狗 不过舔狗就舔狗吧 总算是开窍成人了呀 休息过后 众人继续开始干活 夜二壮跟着夜称 重新进入小溪 巧声说道 爹 刚才孩儿趁大家休息的时候 用竹竿试了试 全眼神不见底 而且流速不小 孩儿的手都握不住竹竿呢 您说里面会不会有超级大的鱼 就跟昆蓬似的 咱们要不要抓一只 三壮刚才被大家谈论的 有些不好意思 一直躲得远远的 此时见二壮和爹爹谈话 不知道啥时候又摸了回来 在一旁插嘴道 昆蓬太大了 一锅肯定顿不下 抓他干啥 二壮嫌弃道 你懂个屁 打锅顿不下 不会多摆几个烧烤架 夜称的思绪 则不会跟孩子们一样那么跳远 他想到的是 既然这小戏全眼 有了水 不至于农田颗粒无收啊 不过这地下暗河 该怎么利用又是个问题 就算是暗河的水可以利用 怎么运输到村里 也是个问题 鱼泉连续向外输出淡水鱼 足足有八天之整 后续水流逐渐放缓 最后连溪水都消失不见了 至于全眼则被淤泥堵塞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清河村的村民 笼共收获了将近一万金鱼 家家户户的房钱屋后 都挂满了熏鱼 鱼竿 整个清河村 都有一种迎风腥臭三里地的感觉 不过清河村的村民 几乎人人脸上都洋溢出了笑容 连旱灾带来的庄家欠收 甚至绝收的境地 都让他们短暂忘记了 叶琛目测了一下自己家的存货 除了养在水缸里的鱼之外 房前屋后 起码也存了三百多金鱼 嗯 这满满的安全感 又是一日清晨 赵晶晶在灶台处制腌制的野猪肉 按照叶琛教的法子 炖了满满的半锅 再配上大米饭 绝对是人间美味 四赵们起床后 跟着叶琛打了一套广播体操 整个过程中 小鼻子不停地嗅来嗅去 一点出息都没有 终于开始干饭了 儿子们瞬间拿起筷子 一脸兴奋 却被叶琛制止了 先等会儿 先盛出一大碗 给你们祖父 祖母送去 叶小壮眨巴着眼前道 爹 您对祖父 祖母真好啊 叶琛笑道 傻小子 这叫传承 祖父 祖母 也是这样孝敬太祖父 太祖母的呢 四壮们一口同声道 爹 以后我们也这样孝敬您 这段时间 对于清河村的村民来说 确实类的够强 男女老少 动不动就要外出跋涉一天 泡在山洞里 或者守着鱼泉 或者拼命地下水抓鱼 就连叶琛自己 都感觉身体有些吃不消 所幸大家收获颇风 存储的鱼粮 够大家吃一段时间的 所以 不少百姓准备休息一两天 但总有积极上进之人 比如说叶家老太太 天刚一亮 老太太就开始起床 蒸菜团子了 一种超级吝啬版的菜团子 此外 老太太还趁着做饭的间隙 将田地的一些长相丑陋 明显是长不大的 或者奇形怪状的胡瓜 摘下来用粗盐腌制一下 这种腌制过后的胡瓜 十分清脆 咯吱咯吱地吃上几口 保证浑身充满了干劲 祖母 叶小壮推开大门 熟练地骑在大黄后背上 献宝式地冲了过来 见老太太迎了出来 小壮熟练地拍了拍大黄的脑袋 大黄恋恋不舍地趴在地上 小壮赶紧翻身下狗 献宝式地跑到老太太面前 将饭碗递了过去 我爹让我送来的 说完一回神 拍了拍大黄的脑袋 大黄恋不知耻地 朝着老太太叫唤了两声 拖着小壮就要往外跑 老太太一闻味道就知道是野猪肉 村里人早就传遍了 说老年这家伙行善事 得善过 而屎都能捡到野猪崽子 瞧瞧这野猪肉 都是油 要是抓到他爹 亦或是他娘该多少啊 老太太忍不住畅想 但是这画面太过于残忍 如果是一只壮硕的野猪 别说是老年了 岂不是连村里的乡亲们 都有可能梁在山洞 老太太尝了一口孙媳妇的手艺 美美地点了点头 不错 自家孙媳的手艺又长进了 当然 老太太也不是吃毒食的人 她只是尝了尝 便将野猪肉放进锅里微上 然后喊住了 骑着大黄就要走的小壮 先别跑 走进房门 对着正在洗衣服的孙氏 老太太面上毫不掩饰的沉着脸 老三媳妇 将晾好的那种小鱼 拿五斤出来 孙氏早就听到外面的动静 听老太太一张嘴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老太太这是要将他们几个妇人 辛苦抓来的小鱼 送给老年啊 孙氏心里一万个不乐意 原来当初大鱼抓完之后 水里还漂浮着大量的怪异小鱼 这种小鱼成银色 体态细长 大家都觉得 这玩意当牙签都费劲 便不放眼里 送饭的老太太 却眼相中了 带着她跟二房媳妇 还有满仓 满臀折腾了半天 弄了二十多斤 受苦受累了一顿 孙氏本以为 这是留着给他们加餐的 谁曾想 老太太一张嘴 就送出去五斤 孙氏心里别提多恼火了 但是又不敢违逆老太太的意思 只能一脸愤愤不平地去拿 老太太结果小鱼鱼 拎着递给了小壮 本想还告诉这孩子 煮汤喝不错 却见小壮拎着拦着 骑着狗飞奔而去 这孩子 有了跌疼 更野了 老太太忍不住笑道 人就是这样 看着不顺眼的时候 喘气都是罪过 但若是看着顺眼 调皮都是活泼 如今的小壮在 老太太看来 活泼了 机灵了 人也干净许多了 有骨子好孩子的劲儿了 孙氏在屋子里继续洗衣服 心里总是有一股火气压不下去 最终还是没忍住 小声嘀咕道 想吃小鱼儿 自己去抓呀 我们辛苦抓的鱼 他也好意思要 大男人有手有脚的 老太太 闻言就是一皱眉 有些人不给他紧紧皮子 他似乎忘了自己是谁了 老太太顺手抄起扫把 正要出手 外面就传来了夜满屯的声音 祖母 锅里是啥 怎么那么香 我肚子里的蝉虫都要爬出来了 叶春月瞪大了眼睛道 好像是猪肉 我感觉我眼前都是猪在跑 见这两天伙食不错 孩子们脸上也不再只有菜色 老太太心里舒心了许多 对孩子们笑着说道 刚才你们四叔派小庄送来的 连大黄都给骑走了呢 满仓笑着说道 大黄这家伙 也是贤贫爱妇的 从来就不让我骑 满屯才不在乎大黄让不让骑 而是流着口水道 我在四叔饿屎的地方蹲了四五天 啥都没捞着 哎 老太太见老三叶父回来 又要下意识地揍丫头 皱着眉头问道 老三 刚才你四弟送来了一大碗野猪肉 我让小壮带回去五斤小银鱼 你觉得是不是给的有些多了 老太太嘴上发文 也没却飘向了叶父他媳妇 母子怜心 叶父立刻知道了老太太的意图 怎么算多呢娘 别说四弟孝顺送来了猪肉 单凭他告诉大家 这鱼犬的好处 您这做母亲的 就应该赏赐他 孙氏起初听老太太这么说 心里骚得慌 一张脸红得过分 但是 听自己男人一开口 气得差点昏死过去 他都是为了谁 这个没良心的 叶琛家 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野猪肉 被端上了桌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穷人家根本不在乎是否清淡 正是一大家子长个子的时候 这一碗肉下肚 起码不至于撒泡尿 就浑身没力气了 尤其是这野猪肉 被赵晶晶起了大清 早就用火围着 一连炖了将近两个时辰 如今可以说是酥烂脱骨 肉质肥嫩 让人咬一口 恨不得将舌头也吞掉 一顿丰盛的早餐结束后 一家人靠在门前晒太阳 这日子过得太舒服了 如果不用干活 一直这样也太好了 老年 老年 院子门口响起了刘老太太的声音 叶琛撑着肚子 艰难起身迎了出去 刘家老太太 手里提这个篮子 篮子里放着两条长长的鱼 她将篮子递给叶琛 粮食被我们家吃了 暂时还还不了你 这是我自己饮的腊鱼 好吃得很 你留下尝尝 叶琛笑着说道 小花给我家干了那么多天活 早就超过了那些粮食的价值 就不用还了 这鱼 腊鱼看着就香 叶琛很想吃 但是一想到刘老太太家里遭了土匪 太不容易了 便摇头道 这鱼 鸣先自己留着 等家里真富裕了 再送我也不吃 傻孩子 小花那么大点 能干啥 还不是你找个借口 管他饭吃 老太太有点不自在 将篮子直接放在地上 东西我放下了哈 你不收 就是看不起我刘老太太 她将篮子放在地上 转身就走了 叶琛心思复杂地将鱼提起来 正宗的青州腊鱼 她必须承认 刘老太太手艺很不错 还有人真的值得身骄 知恩图报 她将腊鱼挂在房梁上 看着几个孩子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皱着眉头道 干了好几天活了 跟着爹在家休息休息 叶大壮扛着扁担 严肃道 爹 我不累 我记得山洞里有些地方 还有些积水 我带着弟弟们都挑回来 给咱家弟浇灌一下 叶二壮笑着说道 爹 当时淘水的时候 我把土围子加固了 现在应该还能存一下 那点水 来回折腾一顿 还不过太阳晒得 叶琛将他们身上的扁担拿下来 听我的 都回去睡觉 什么事 等下午日头下去再说 孩子们还在长身体 不能太劳累 不然的话 影响他们长大哥 叶琛一发话 家里的娃娃都不敢反抗 老实地在家里歇着 赵晶晶坐在阴凉里 如今家里条件富足了 而媳妇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 正开开心心地缝制衣服 叶琛在坐在房间里看书 希望在古迹里找到些帮助 实在是靠脑子里的知识是不行了 看书总归有些收获 叶琛惊讶于古人的智慧 甚至于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但是琢磨了一番 大体也就明白 为何古人能发掘这些办法了 因为华夏文化远远流长 我们的祖先的心思 全都用在吃上了 也就是说 种田的基因 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中午吃的大白米饭 腊鱼 还有一个炒蘑菇 主打一个简单 一家人都吃得很饱 饭后 一家人迫不及待地上山 叶琛也琛磨着 实践一下书中所得 最近确实太累了 山上的东西能吃的 也被大家捎带手给弄回家了 今天上山碰运气的不算多 叶琛便领着孩子们 往深处走了走 人自然而然的更少了 森林的寂静也有一番韵味 走到山洞附近的时候 事后叶小壮敏锐地 听到有人说话 便跑过来汇报 爹 鱼泉那里好像有人呢 叶琛眼睛瞬间眯缝起来 清河村的人都知道 鱼泉的鱼已经抓完了 不可能自己上山折腾 那就只可能是孙家庄的人了 他们来做什么 叶琛做了个手势 让孩子们在原地等候 他扒开藤蔓和荆棘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几十个大汉 推着车 带着水桶 一个个脸色铁青 申娘贼 这群清河村的杂种 将鱼泉给弄死了 这山是清河村跟咱们孙家庄的 鱼泉的鱼 自然也应该一寸一半 清河村的人太狠了 发现宝贝也不声张 自己偷着就给祸害了 他们不人 咱们也不必讲道业 最近不是闹土匪吗 我们可以伪装成土匪 来应的 这群狗杂种 叶琛的眼神 忽然变得冷冽起来 他捏手捏脚地退了回去 严肃道 今天先回去 孙家庄的人要闹事 这会儿自己再想借助水脉 寻找地下水 肯定是不合适的 父子一行人 脸色严肃地往山下走 走到半路 叶小壮惊讶道 娘 快看 那是 是山鸡 小壮声音刚刚落下 老三就已经冲了过去 可惜野鸡闻风而逃 倒是草丛中的鸡巢 被三壮给掏了 零零总总有 十来个鸡蛋 小壮兴奋地舔着嘴唇道 哈哈 爹 我就说 我是福将 咱们有野鸡蛋吃了 叶琛嘱咐老二小心点 将野鸡蛋放进被楼 其实野鸡蛋 他可以在商城里买很多 这东西很便宜 十文前七个 自己现在可是地道的有钱人 买点野鸡蛋不是问题 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借口 将野鸡蛋拿出来 或许 可以想办法抓一只野鸡 然后假装他每天都下蛋 他默默地看了看周围的草丛 又看了看儿子们的身手 脑海里忽然想了个主意 直接在商城里 买了两只火野鸡 然后趁着孩子们不注意 给放了出来 咯咯哒 森林里传出鸡叫声 叶三壮眼睛 甚至开始散发出 跟狼一样的幽光了 孽楚 休要猖狂 老二直接捂住了他的嘴 小声道 你疯了 哥四个摒弃宁神 扔掉身上的东西 开始仔细在丛林之中搜寻 小壮更是直接趴在地上 鼻子不断地抽抽 然后伸手往前一指 哥几个便猛地冲了过去 野鸡刚在大米商城被兑换出来 扔到一处陌生的环境 还发懵的 就被几个大汉给扑倒在地 他们不是这儿八经的野鸡 他们其实只是散养的山鸡罢了 即便是想跑 也没有真正野鸡的速度 哇 这山鸡好肥 叶小壮兴奋的小脸通红 咱们发财了 一口气抓到两只山鸡 叶二壮摸着后脑勺 一脸不可思议道 这山鸡怎么感觉傻傻的 没有刚才那只跑得快 老三不断吞吐着口水 我只知道 今天晚上可以炖鸡吃了 小壮抬手就给两只挣扎的野鸡 一顿棒棒拳 然后抬头说道 爹 杀了这两个不听话的家伙吧 叶琛 他放出野鸡 可不是为了吃鸡肉 而是为了给这几个小家伙补身体 以及未来洗服做月子用的 当下摇头道 不行 这野鸡一看就是母的 留着下蛋 啥 四壮们的眼睛 开始再次发光 吃鸡蛋吗 这是在做梦吗 小壮吞咽着口水说道 爹 你确定 他们是母鸡吗 叶琛顿时想 要不直接在商城 买两个野鸡蛋 放在鸡屁股 这时候 两只被捆绑的野鸡 忽然蹲在地上 咯咯叫了起来 四壮们立刻好奇地蹲下 看得两只野鸡都闭了眼 太绝望了 叶小壮好奇地拿手 去碰野鸡的翅膀 他们干啥呢 叶二壮小声道 别打扰 他们在下蛋 你咋知道 小壮好奇地问道 老大一巴掌就拍了过去 你二哥偷刘老太太家的鸡蛋 被刘老太太拿竹竿 追着打了半个月 老三瞪大牛眼 二哥 有这好事 你咋不叫我 老二苦着脸 就两只鸡 怎么得给刘老太留一个鸡蛋啊 那给我分半个鸡蛋也成啊 老三正在抱怨 就听小壮喊道 生了 真的生了 叶琛一脸的汗颜 不就是鸡下的蛋吗 至于这么兴奋吗 一家人兴奋地背着收获 赶回青河村 叶琛让他们把野鸡的翅膀收拾一下 然后做个鸡笼 而他自己则直奔村长家里而去 他走在路上 就见村长正在干裂的土地上巡视 周围不少百姓在问话 村长 县里有啥说法没有 今年到底有没有赈再粮啊 村长十分头疼 村民的问题 让他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村长 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实话实说 定然会引起大家恐慌 但是说假话吧 又不是他的风格 就在这时 叶琛走了过来 面色凝重地说道 村长 刚才进山打猎 我看见一群孙家庄的人 在渔泉附近转悠 村长皱眉道 有我在 这帮混账使都吃不到热的 不用搭理他们 我听他们的意思是 他们想假扮土匪 来咱们这里抢劫粮食 现如今 大家富裕了 万一叶琛没有隐瞒 将自己听到的事情一一说出 叶琛一说完 周围的乡亲们立刻炸锅 孙家庄的人 也太不要脸了 当年为了抢水 咱们就干过仪仗 打得他们连祖宗都认不出来了 如今又长本事了 十几年不打泄斗了 怕死的还不做鬼脸 跟他们打 大家不要慌 村长抬手往下压了压 群情激愤的村民 这才闭嘴不言 清河村和孙家庄比铃而居 已经有些年头没有泄斗了 若是咱们清河村先动手 坏了县令大人的风平 吃亏的可是咱们村所有人 众人闻言 也有聪明人开口道 确实如此 眼下县令大人 因为缺水缺粮 已经够苦恼了 这个结果眼 咱们闹事 肯定影响不好 村长继续说道 但是我们清河村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来抢走我们的口粮 不能打过去 那还能咋办 总不能让他们先抢劫 我们再打过去吧 对啊 让人家抢了 再抢回来 岂不是没面子 人群之中 自然是气愤之人占多数 当然 也有不少满脸不是滋味的 两个村子离得近 有一些媳妇 是从孙家庄嫁过来的 也有一些媳妇 嫁到了孙家庄 这些家庭 自然是不希望 两个村闹矛盾的 就因为老年一句话 就要跟孙家庄打起来吗 孙家庄虽然有些恶把 但并不是人人胡作非为 贸然打过去 我们孙家庄 肯定是没道理的 会不会是老年听错了呢 换做是以前的老年 肯定就没有人相信了 但如今的叶琛说出此话 自然而然的大把的人相信 不过依然有质疑之人 叶琛开口道 别管是是否听错了 留老太太家前些日子 总是遭了土匪的 而且 如今我们清和村家家 有些存粮 难保不被人惦记 不如咱们村搞一个团链自保 每家每户派出一钉 轮流指手 一旦发现有任何风吹草动 极客预警 也能规避损失 村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还没点头 就有人跳出来反驳 是村里数不上的 好吃懒做的人物 孙懒包 他掐着腰 站在田梗上 扑吃一声笑道 谁家田里不是一堆的事情 谁有闲工夫 跟你搞什么团链自保 巡逻自卫 不需要浪费肚皮里的粮食吗 村长要是同意 我不得不怀疑 村长是不是跟叶老年 有什么勾结 打咱们工仓粮食的主意呢 谁不知道 村长公正连结 一把年纪了 从没沾过村里任何的光 被这么一说 气得胡须都翘了起来 恨不得一个窝心脚 弄死孙懒包 叶琛冷笑道 村长同意我的主意 就是跟我有勾结 那村里其他人也同意 岂不是人人跟我勾结在一起 孙懒包一脸嚣张道 除了村长这个老糊涂 根本没有人会同意 你这个破主意 大家吃饱就很不容易了 还跟你瞎折腾 有病不成 这么好的主意 为什么不同意 叶五四走了出来 我家老年这个想法 是为了全村人着想 你孙懒包是个窝囊废 好吃懒做也就罢了 竟然还恶意揣测 我们叶家人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叶琛微微错愕 他没想到 平日里总是跟自己 唱反到的老爷子 竟然在这个时候 选择无条件支持自己 叶五四给了 叶琛一个坚定的眼神 然后继续说道 早上一百年 清河村都是叶家人 大家是一个祖宗 从来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这几十年 有了些外星人 反而兴不齐了 建立团练自保 咱们村是有经验的 你们若是不愿意配合 不用参与 反正靠我们叶家人就够了 不过 我们叶家人团练 保的可就只是 我们叶家的粮食了 村长见有些人 似乎不乐意 也有些恼火地说道 也罢 晚些时候 叶家各房直接祠堂开会 村长 我反对 怎么能这个样子 一个六十多岁的婆婆 站出来 邓为眼孙懒包说道 孙懒包这个废物不同意 那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我家虽然亡 但是也在村子里 生活了大半辈子了 早就成了清河村的一份子 这个时候 怎么能退缩 我这孙子 年纪虽然小了一些 但是为人机灵 也会两下把势 就让他进入团练吧 老婆婆推了一个小家伙出来 叫王狗盛 为人很机灵 这王王家也很难 几十年前来清河村避难 没多久 男人便得了温病 去世了 底下的一双儿女 这些年也陆陆续续遭难 最后留下那么个小孙子 全靠王婆婆一个人 含辛茹苦地拉扯着 王家老得老 少得少 村里分鱼的时候 可没少了他家 村长亲自做主 分了一百斤鱼给他家 够他们乃孙二人 吃上两个月呢 老太太可不敢让人家土匪 把口粮抢走 于是乎 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刘老太太经历过 被土匪劫持的痛苦 那种刀片子架在脖子上 眼睁睁地看着人家 把救命的粮食 抢走的感觉 太痛苦了 也赶忙开口道 老年的主意不错 我让我们家栓子爹去 我们家也去 我家男人也懂一些把势 孙家庄的人碰到他 得跪在地上叫爹 我们家男人打过铁 有霸子力气 我们家受过五四恩惠 五四都开口了 我们出三个男人 这些外星人纷纷开口 气得孙婉包面色铁青 他行到这帮子傻货 人人捧叶家人的臭脚 活该在清禾村 抬不起头来 他们能真的 直守叶家的粮食不成 三言两语一下唬 就吓破了胆子 不过他知道 他惹了重怒 又说不过人家 便一甩袖子走了 村长让人安静下来 开始让叶小凡登记人名 叶小凡是村里 除了叶琛之外 认识字最多的 他不是专门学习过认字 而是在镇上的当铺 当过学徒 跟着供奉认识了几个字 他铺开一张草纸 手拿着毛笔 在纸上写名字 刘永胜报名 叶大壮报名 叶琛给大壮报名的时候 看着叶小凡写的字 嘴角不由地抽了抽 这字比狗爬还丑 左一撇 右一竖 一笔一画分家式的 大壮两个字 写得扭扭曲曲 关键是 村里的族人 还纷纷厚着脸皮夸奖 这小凡的字 写得不错呀 赶上秀才老爷了呢 村长家里要出秀才了 那可不 小凡啊 你要加油 吵过温家村的温家小子 听说人家已经是童生了 童生童生 还是孩童 就能生人 你说厉不厉害 这么能耐 众人议论纷纷 还忍不住看了叶琛两眼 又都安静了下来 叶琛跟温家庄人闹翻了 还打了一家的事情 已经传了出来 只是版本不一 而且内容里 叶琛被揍得不轻 大家多少怕打击叶琛 叶小凡很多字是不会写的 不会写就打个X 全村人报完名 纸上便写满了X 叶琛看得是一脸尴尬 幸亏他不是老师 不然非得抽小凡几个嘴巴 叶琛转身 看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 是牛大海的儿子牛蛋 自从上次叶琛喝退了他爹 很多孩子嫌丢面 便不跟他玩了 此时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不远处 看不出在琢磨什么 叶琛站了一会儿 转身就走了 叶琛回到家中 静止走到房间 然后点开资源回收中心 孙家庄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作恶 他必须搞点东西防身 他选来选去 选择了一把头上带尖的钢管 他举起钢管对准了墙壁 猛地一戳 钢管竟然扑的一声 刺穿了茅草屋 若是刺中人的身体 任他再强壮 也得凉凉 爹 叶三壮推门而入 刚想说什么 一眼看到了叶琛抽回来的钢管 握在手里 就跟一只短枪似的 想说的话全都忘了 他一脸精神道 爹 这宝贝看起来不错呀 这是你娘留下的宝贝 给爹防身用的 前两天刚在土里挖出来 叶三壮无法控制自己 对冷兵器的喜爱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 不停地搓着手 叶琛福娥 知道自己家老三是五吃 便说道 得了 送给你了 谢谢爹 叶三壮提着铁管就出去了 叶琛最后在垃圾回收中心 翻找了半天 找到了一个只剩下一半电量的电棍 他咬了咬牙 直接兑换出来 藏在袖子里防身 晚餐一如既往的丰盛 晚饭做的是银鱼蛋炒饭 小银鱼这玩意 营养极其丰富 而且口感极佳 不仅仅是银鱼蛋炒饭 叶琛还做了一小碟辣椒酱 当然名义上是用辣椒自制 其实少不了掺和了一些 从商城买来的老干妈 此外 还有一小碟腌黄瓜 脆轻脆轻的 虽然现在日子过得妥贴了 每天都能吃饱饭 一家子小壮壮 依然看着饭菜不停地流口水 叶琛又将刚刚出锅的茶叶蛋 一人一个 最后多余出一个 便给了赵晶晶 赵晶晶受宠若惊道 爹 我吃一个就行 我最近都胖了 感觉干活都不利索了呢 你俩人吃一个怎么够 肚子里那也算一个 叶琛看了一眼 习说道 等过了这几天 我让大壮请郎中给你看看肚子 对于生产这种事情 叶琛并不是很懂 但是他知道 现代社会 孕妇是定期要去医院产检的 请大夫来瞅瞅 开一些安排药吃一吃 很有必要 而习的眼珠瞬间红了 自从嫁到叶家 就没说有这么好的时候 要不是大壮一直疼他 就叶家当初那种情况 他怕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那个妇人 愿意天天煮树皮吃呢 以前觉得 大壮是自己的依靠 他现在觉得 公公更加伟大 因为公公是一家人的依靠 将来甚至是全村的依靠 公公虽然平时话不多 但是赵晶晶却感觉 沉默的公公 仿佛能够发光 家里的野鸡蛋 他竟然能多吃一个 他从未想过 一个妇人 竟然在家里 能够有这种地位 爹 我 赵晶晶想要说些什么 却觉得嗓子眼堵得慌 想说又说不出来 叶琛说道 你要记住 你是叶家人 肚子里的孩子 也是叶家人 你作为他的母亲 要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这叫胎教 别动不动就哭鼻子 孩子还没出生 先学会哭了 那可不好 赵晶晶赶忙将眼泪咽了回去 叶家人再次愉快地吃饭 别说 这茶叶蛋非常不错 叶琛都觉得味道很纯正 一个怯弱的声音 忽然在院子外响起 三壮哥 在家吗 叶琛当下便是一愣 这声音有点点啊 叶三壮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放下筷子 都没跟叶琛打招呼 就往外跑 叶琛很好奇往外看 一个穿着青色补丁衣服的少女 站在院墙外 身材嘛 可以说是亭亭玉丽 细高调 但这个时代的人 都有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 很瘦很瘦 有点像是排骨 完全不符合叶琛的审美观 叶琛内心的八卦之火 迅速燃烧起来 晃了晃老二说道 老二 看看 这是不是你弟妹 老二密封这眼睛 嘴里不闲着 嫌弃道 是玉芬 我见过几次 三弟的女仙 小壮撇撇嘴道 傻女仙 连水捅腰 大屁股都没有 叶琛忽然意识到 似乎像是老三这种粗糙的汗 都喜欢这种 柔柔弱弱的女孩子 当然 如果说美 这个丫头确实不错 眉眼端正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有点像是卡兹兰黛 尤其是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 在这个时代 绝对算是特立独行 再加上小丫头 抬着头 一双眸子忽善忽善地 看着老三 叶琛隔着老远 都能听见她心脏在打鼓 双手局促不安地 不知道该放在哪 叶琛忍不住笑出了声 真羡慕他们年轻人的恋爱 有滋有味的 随即叶琛就皱眉了 看老三 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估计这臭小子 是想结婚了呀 也就是说 他家马上要花钱办喜事了 家里有大壮 动不动深夜运动一下 他就很难受了 再来个老三 而且 家里连房子都没有 他跟小媳妇住在哪里啊 此外 结婚是要花钱的 叶家咋名义上是没有钱的 不能总说是 媳妇留下的财产吧 这玩意说出去 也没有人信啊 随即叶琛道 老二你 是不是得抓紧了 人家老三 都有一中人了呢 老三撇着嘴说道 爹 一般凡夫俗子 配不上您儿子我的 就在这时 老三小步跑了回来 他抓着头发 紧张细细地说道 爹 玉芬听说 咱们清河村发了财 想买借点口粮吃 叶琛开口问道 借多少 咱这可是肉 叶大壮犹豫了半天 身处两根手指 二十斤 二十斤鱼肉 不算多 叶琛又不跟其他家一样 指着这些鱼肉过日子 而且 老三都让人家喊陛下了 借点鱼肉是应该的 叶琛让二壮帮忙去墙上取鱼肉 然后看向赵晶晶说道 而媳妇 你嫁过来时间不短了 也没听说你回过娘家 明天你拿上二十斤鱼肉 回回门子 人家连闺女都嫁给了叶家 而且当牛做马 真不容易 谁嫁不闹在 拿出些粮食补贴一下 也算是一种报答 听到叶琛的话 赵晶晶激动的眼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自从嫁到叶家之后 她万事都格外小心 生怕伤恶民 没想到 公公竟然主动提起了 还一口气就给了二十斤 一时间 赵晶晶觉得 自己的男人 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而公公又是天底下 最善良的公公 但是门口的孙玉芬 却一脸的失望 她刚才明明跟三壮说 借五十斤的鱼肉 三壮却只拿了二十斤回来 打了那么大的折扣 她都不知道 该怎么跟家里交代 三壮却开口说道 玉芬 等你嫁过来 就能享福了 眼下还不行 我有哥哥弟弟呢 不能跟家里要那么多 毕竟家里也不富裕 三壮感觉 脸上火辣辣的 三壮虽然喜欢眼前的女孩 但是心里也有底线 那就是 不能因为自己喜欢 就祸害家里 我知道的 三壮哥 你是喜欢我的 这是二十斤鱼肉 回头你爹还不知道 怎么说你呢 孙玉芬眼睛亮晶晶的 说话软软的 用手拍了拍老三的肩膀道 三壮哥 我先回了 三壮修得脸颊通红 我送你 叶琛见儿子远去 嘴角忍不住撇了撇 骂道 害羞个屁 二十斤鱼肉都借出去了 也不知道亲个嘴 月光皎洁 叶琛做了一个美美的梦 他梦到了上辈子的生活 在海天浩渺的沙滩上 他躺在椰子树下 身边是一群 貌美如花的美丽少女 叶琛恍如君王一般 正准备小攻击点到谁 就选谁的时候 不知道被哪个狗东西踹了一脚 美梦结束 玄机便是怅然若失 然后他一个三十多岁 老光棍的身体 竟然梦移了 叶琛真的好绝望 乡亲们都说 他的夫人是天上的仙女 可是仙女他没体验过 但是结果却是有了 这还不算 他的儿子们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开始谈婚论嫁 而他只能默默地 给予支持和鼓励 叶琛可以说是 一脸绝望的起床 外面天刚蒙蒙亮 叶大壮已经加挑水回来 加满了水缸 叶琛最喜欢自己家孩子的一点 便是平性不错 尤其是大壮 并未因为家里条件逐渐变好 而有丝毫的懈怠 赵晶晶烧了些水 坐在院子里 将洗着衣物 二撞在不远处抱着个盆 将洗干净的衣物 一件件整齐地晾晒 叶琛打开柜子上的铜锁 家里 每天要吃三四斤粮食 一大堆蔬菜 鱼 即便是现代 也能让一般家庭绝望 但是叶琛不怕 他有大米商城 有资源回收空间 每天吃多少 补多少 家里的粮食 几乎没啥变化 拿出二斤大米 放在锅里蒸 然后拿出些鱼来 做个红烧鱼盖饭 可惜家里没有多少青菜了 于是装模作样地 煎了几个鸡蛋 做个半相 叶琛会吃 但是不会做 只是用嘴巴讲述 赵晶晶则负责具体实施 还在床上 睡得几个臭小子 闻到了红烧鱼肉的香味 舔了舔嘴唇 闭着眼睛在屋里走出来 精准无误地走到了灶台 口水跟自来水一样 开始自然流淌 赶紧去洗脸 叶琛喝了一声 几个臭小子便走到外面 用刚打的井水往脸上泼 睡意瞬间消失不见了 老三顺势想打一波拳 但是一抬头 却发现院子门口 站着一个家人 他以为是做梦 揉了揉眼睛 使劲往外看 小壮率先开口说道 是裕芬姐 叶琛自然也看到了 门外站着人呢 这些热恋之中的年轻人 整天腻腻乎乎的 真的讨厌 昨天不是刚见过 今天早上怎么又来了 他一个中年老光棍 真的不是很想吃狗粮 伯父 孙玉芬有些不好意思 努力装作大大方方的样子 我来跟三壮哥说两句话 叶琛一边刷牙 一边擦了擦嘴角的黑幕 你们聊你们的 但我不存在 叶琛低着头刷牙 耳朵却竖起来 仔细听着二人之间的动静 他这可不是八卦呀 这是来自老父亲的慈爱关怀 毕竟儿子恋爱了 当父亲的 怎么也得关心关心 三壮哥 刚才我进咱们清河村的时候 看到村口 还几个人走来走去 这是干啥 孙玉芬的声音 懦懦的温柔似水 叶琛觉得自己再年轻个二十岁 听着声音都能浑身无力 叶三壮本身就有些憨 听到这声音 脑子更是一团江湖 叶琛本来在看热闹 一听到孙玉芬问这个 脑海里的阴谋诡计立刻泛滥 人也清醒起来 前一世 她是连枕边的女人 都不敢轻易相信的人 孙玉芬也姓孙 村里的姓孙的 多少跟孙家庄有些关系 叶琛咳嗽了两声说道 小壮 去将你玉芬姐叫进来 来者是客 一起吃个饭 小壮蹦蹦答答过去喊话 孙玉芬赶忙对着叶琛喊道 不了 不了 我怎么能留下吃饭 其实伯父 其实我来事 他说着说着就卡壳了 三壮连忙说道 玉芬 我爹是好人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 叶琛扯了扯嘴角 这才几天 他们就忘记了 老父亲对他们是多凶残了 还拿着他卖好 叶琛的目光 在孙玉芬身上扫了一眼 叶琛上辈子 能连大米公司都忽悠了 察言观色的本事 早就到位了 昨天隔着远 再加上夜色 没仔细看 今天离得近了 很明显就感觉到 孙玉芬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单纯 这一点 老二看得准 老三是单纯的舔狗 而眼前这丫头 看起来并不是很单纯 那朦胧的水银的目光 像是演出来的 没有任何真情存在 老三这个憨憨 倒是真诚 叶琛都不用看 只闻味道 就知道这家伙 已经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了 叶琛的脸上 浮现出温柔的笑意 孙姑娘 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只要伯父能帮得上忙 肯定不会拒绝的 孙玉芬眼神里都是水雾 伯父 家里过不下去了 能不能在节点里面 听到这话 叶三壮立刻紧张起来 一双眼睛 条件反射地看向叶琛 他怕玉芬还没嫁到叶家 就招人不喜欢 叶琛脸上的笑容很温和 他继续说道 伯父家不缺这点粮食 只是昨天刚刚借了你家一些 今天又来借 有些不通情理 毕竟再大的家庭 也不可能一口气 吃完那些粮食吧 伯父 你先别打断我 让伯父说完 你知道 伯父是一家之主 要一碗水端平 你跟三壮有情分不假 但是他也有兄长 弟弟 二壮黑黑发笑 仿佛已经了然一切 爹 我没有意见 小壮刚要附和两句 就被叶琛一个眼神吓得哆嗦 两个小家伙 关键时刻 竟然掉他的链子 老二在叶琛耳边说道 爹 有道是不壮 难强不回头 几十斤粮食 看到一个人 直了 叶琛哼了一声 却没有搭理老二 反而看向老三 三壮 家里的情况 你很清楚 你觉得该借出去吗 三壮刚要摇头 就见孙玉芬 一副可怜兮兮 惹人怜爱的模样 三壮哥 孙玉芬轻飘飘的一句话 叶三壮瞬间感觉心 都要碎了 夹在老父亲和心爱的女人面前 老三变得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叶琛无奈 他本想让儿子认清现实 加速成长一些 但是后来想想 儿子毕竟还小 叶琛叹了一口气 若是不见 这臭小子 十有八九会记恨自己的 叶琛单单地开口道 孙姑娘 我家也没那么多粮食 最多再拿出十斤杂米来 孙玉芬一脸喜极而气道 谢谢伯父 太感谢您了 叶琛让三壮去拿粮食 三壮脸上的各种复杂情绪交织 转身进屋去了 孙姑娘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姑娘 叶琛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们家三壮不怎么懂事 体贴人上可能差了些 你别跟他计较 孙玉芬明显有些畏惧叶琛 嘴唇张了张 轻声说道 伯父放心 我是不会跟三壮哥计较的 一句话 让叶琛的脸色有些发了 自己只是随口一试探 他就为了取悦于自己 而跟着自己贬低自己儿子 也就是说 在这姑娘心里 他并不是真心在乎三壮 他更在乎粮食 又借出去些粮食 却能看出来 这姑娘并不真诚 叶琛替三壮感觉不值 三壮还是懵懂的样子 他拿着粮食 脸色涨红道 玉芬 我送你回去 叶琛淡淡地说道 村里人来人往的 被人家看到你们两个单独在一起 这对孙姑娘的名声不好 金金 你去送一趟 赵金金没说话 起身相送 三壮看着 拿到纤细的身影消失 这才开口说道 爹 谢谢您 叶琛笑着问道 老三 你是真心的 三壮满脸羞红 轻轻地嗡了一声 叶琛叹了一口气 这小子是恋爱脑啊 根本看不出 人家在拿他耍着玩 如此只能依赖他这个海王父亲了 不过在行动之前 还得具体探查下情况 天色放亮 叶琛出了门 看见村里的团练 已经开始巡逻 清河村是个大村 轻松组织了200人的团练 团练每月集体训练两次 平时只是分成若干的小队巡逻 村口不遮鹿角 清河村的人出入倒是没有什么 村外的人想要进来 肯定是要盘问一番的 叶琛走到设系系台附近 就被一群村中年轻人包围了 老年 你这主意真的是神了 听说没 昨天晚上孙家庄的那群畜生混了进来 被咱们用鱼网给兜住了 孙家庄真的是集体得了失心疯 七八个人就敢拿这武器 假装土匪来抢劫 那几个人怎么处置的 没有人赃病祸 只能揍一顿 然后让他们滚了 下次千万不要那么早行动 抓贼抓匪 要让他们得手之后 再抓起来 直接送到官府去 让他们一辈子背着官司 怕是没有下次了 他们村长在开会了 打了一顿土匪的板子 嫌他们丢人呢 他们丢人是他们的事情 咱们清河村这一次 可是扬眉吐气了 要我说 以后凡事还得依靠老年这种读书人 脑子活 主意多 叶琛笑着说道 我只是出个主意 主要还是咱们清河村上下齐心 让别人不敢欺负我们 叶琛一笑 仿佛一道清朗的风 众人看着叶琛 有些发浪 这叶老年怎么看起来 又白净了几分 整个人的气质 跟之前也不一样了 以前老实芭蕉 木讷的叶老年 现在看起来 竟然多了几分俊朗温润的感觉 叶琛被一群大老爷们 用直勾勾的眼神看着 就感觉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叶琛咳嗽了两声 我去叶家老宅看看 一群小伙子 又一轮开了 哎 不对啊 老年不是跟五四叔 闹得很不愉快吗 都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 父亲一场 还能老死不相往来吗 说的也是 听我爹说 五四叔在宗族会议上 其实一直在维护老年 叶琛站在院子门口 喊了一声 爹 在不在 叶五四没出来 走出来的是叶家老太太 看着门口的叶琛 着实愣了一下 虽然父子 最近一起共事过 家里跟他关系 也清静了不少 但是自从分家到现在 叶琛还从未主动回过老宅 忽然见到儿子 老太太心里有些发慌 连续送了那么多天粮食 这是要开口搬回来了吗 这臭小子 还没死心读书的事情呢 等会儿他不论怎么开口 不论说什么理由 自己都不能心软 叶老太太不动声色道 老年 你这咋来了 三房媳妇也从房间里出来 小叔回来了 快进来坐 叶琛走了进去 在母亲和嫂子 对面的板凳上坐下来 他酝酿了一番开口道 我今天过来 主要是想打听个人 三嫂低头 翻了个白眼 这小叔真的是 分明是想搬回家来住 有啥想法 直接说就是了 拐弯抹角的干啥 老太太沉得住气 说道 你说吧 家里的事情 我是能做主的 叶琛心里很是疑惑 我是来问人的 关做主啥关系 一个姓孙的姑娘 好像叫玉芬 叶琛开口道 听姓是像是孙家庄的 老太太整天在家里掌舵 算计着过日子 活动范围从没出过村 自然是没听过的 三嫂却开口道 这个姑娘 我认识 是我们孙家庄的 我记得我出嫁的时候 她还是个小泥人 现在长得水灵灵的 问她干啥 你想续闲了 见三嫂一脸鄙视的神色 叶琛赶忙解释道 这不是老三不知道在哪听说 人家姑娘长得不错 我就出来打听打听她的人品 要是人不错 就上门提亲 老太太满心欲贴 她先前还担心叶老年 只关心自己 忽视了孩子的终身大事 没想到 老年其实是有心的 要是她能不去科举 真心在乎下一辈 让她搬回来也没啥 老太太却不知道 他们这边担心东 担心西的 其实人家叶琛 叶琛根本没有搬回来的意思 三嫂都要笑了 孙玉芬的父亲 是个典型的混子 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气得孙玉芬的母亲 得了重病 不治身亡 家里全都靠孙玉芬支撑着 小叔要是娶了这么段 媳妇进门 就相当于找了个累赘 以后有他们家忙的 三嫂随口说道 玉芬这姑娘不错脸 那模样 那身段咱就不说了 主要是人勤快 地里的活迹都能干 比男人不差 小叔 你要是娶了这么个儿媳妇进门 以后家里的日子 肯定越过越好 叶琛混迹江湖那么多年 什么人 什么话 她一听就能听出来 三嫂那小表情 一看就是昧着良心说话呢 不过具体的 肯定打听不到了 但是叶琛明白 这孙玉芬家 肯定不简单 叶琛起身 那我回家琢磨琢磨孩子的婚事 先走了 老太太见叶琛那么干脆地起身 疑惑道 不坐一会儿了 你还没说正事呢 这就走了 臭小子 你不会想让你爹 你娘主动提让你回来这事吧 叶琛点头道 家里还有事 先回了 叶琛起身往外走 不一会儿 就消失在二人视线之中 叶琛寻思着 这种事情 终究该自己去孙家庄打听 毕竟是儿子的终身大事 不能盲动 这事儿 也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万一人家闺女 有难言之隐呢 万一这姑娘 不会表达呢 不过这些事情都不重要 眼下重要的是寻找水 下午 叶琛带着儿子们上山 有村里的团练队伍巡逻 周围已经没有了孙家庄人的身影 大山方向 更是连孙家庄的鬼影都没有 看来昨天的事情 对孙家庄影响很大 让他们羞耻得难以出门 不过确实方便了叶琛做事 叶琛背着箩筐 带着镰刀和锄头 如今这天气干旱的厉害 地上均裂得更厉害了 叶琛仔细辨别着地上的艾草 时不时地让孩子们 拿镰刀割下来 二壮一脸好奇地问道 爹 这都割了十几框野草了 咱这是干啥 叶琛看着前方 笑着说道 寻宝 叶琛在上次发现地下水的山体附近 点燃了艾草 便开始领着孩子们 追着农烟的方向走 一行人穿过了密林 走到了一处山谷的嘴边上 这里竟然有一处缺口 这里的植被非常茂密 有许多蚊虫飞来飞去 爹 这是水 叶三壮的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叶大壮用手捧了些水 尝了尝道 这水不错 是山泉呢 叶琛笑起来 看来古人的智慧 真的不容小觑 艾草的烟 真的能找到地下水 这里能有鱼泉 说明地下水很丰富 看来 干旱的问题 快要解决了 叶琛满意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滴答滴答的青泉 从石头缝中流出 然后融入大地 四壮们围着叶琛 一脸的惊奇之色 自诩天纵阴才的叶二壮 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殿 你咋那么聪明 您怎么知道 艾草可以找到水 自有千中素 爹家里那些书 虽然不能用于科举 但也是圣人之言 是有大用处的 叶小壮两眼放光 爹 我也要读书 我想吃千中素 相比之下 叶大壮则一脸激动道 爹 如果我们能够 将这些水开发出来 是不是可以卖乡亲们水喝 二壮也激动道 是啊 爹 村里的水井 谁眼看着就要干涸了 这是个大买卖 全村都要看咱们家脸色活着呢 三壮也拍着胸脯说道 爹 挑水的活可以交给我 咱们家小家小业的 想掌控全村人的命脉 太不现实了 叶琛摇头道 况且都是邻居 做这种买卖 是要被人家戳几两股的 这种事情 咱们叶家不能做 哦 见发财的路 被自己的父亲亲自给断了 一群坏小子 心情有些低落 叶琛继续道 况且 这里虽然是山脚 但是路程也不近呢 来回起码一个时辰 一天下来 又能调多少水呢 俗话说 原水不解尽渴 怎么把水运回青河村 也是个问题 四状们集体陷入沉思 除了挑水 他们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 叶小壮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心思 他就知道听爹爹的 一双大眼睛四处乱看 忽然他惊呼道 三哥 你快看 那是不是你爱飞 叶琛扭头望去 就见孙玉芬果然就在不远处 那姑娘大清早来到了青河村 怎么这个时间点还在这里 莫非在跟踪自己 叶琛仔细观察 这才发现 孙玉芬身边 还有个男孩 那男孩也是孙家庄的 叫刘玉芝 这会儿正红着一张黑脸 低着头黑黑傻笑 这模样 怎么跟自己家的三状那么相似 三状不懂事 见到孙玉芬就一脸的傻笑 抬腿就要过去 你干啥 叶琛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了老三 你没看到人家孙姑娘 跟刘玉芝在一起吗 你去坏人家好事 爹 您这话我不爱听 玉芬将来是您而习呢 三状还迷糊着呢 竟然敢顶撞叶琛 大状看不下去 上前就抽了老三后脑勺一巴掌 呵斥道 混账 怎么跟爹说话呢 大哥 三状一脸委屈 不过 三状委屈归委屈 总归没有傻呵呵地往前冲 而这个时候 孙玉芬却和刘玉芝 朝着这边走过来 叶琛父子几人所处的位置 正好被草木遮蔽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身影 玉芝哥 你别送了孙玉芬的声音 跟三状说话的时候 一样的温柔 从前面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没一会儿就到孙家庄了 我自己就可以回去的 刘玉芬已经五迷三道了 憨厚的傻笑 将手里的一袋粮食递了过去 有你玉芝哥哥呢 肯定不能看你挨饿 家里粮食不够吃了 继续来找你玉芝哥 玉芝哥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了 孙玉芬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意 水眸勾魂 看起来格外的动人 三状整个人都看吃了 嘴里不断地吞咽着口水 叶琛都被自己愚蠢的儿子给打败了 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孙玉芬是个低段位的鱼塘主好吧 自家的傻狗肯定就是鱼塘之中的肥鱼 而且分明已经看到了 人家孙玉芬跟刘玉芝在一起暧昧的一幕 那眼珠子都能掐出水来了 自己家的傻儿子竟然还在花痴状态 这莫非是老天爷给自己这个渣男老父亲 在一世界的报应 爹 玉芬姐姐不是三哥的女人吗 她怎么可以找玉芝哥借粮食 小壮年纪小 不懂便直接问了出来 我看到属于三哥的笑容 叶琛心里暗暗地给小壮点赞 要是老三还迷惑 那就真的没救了 三壮终于从孙玉芬的笑容里回过神来 她的目光落在刘玉芝傻笑的脸上 竟然觉得这一般的与自己的笑容雷同 然后看向孙玉芬手里的东西 竟然也是预感 玉芬妹子很温柔 人也很善良 大家都想跟她做朋友 三壮一时间难以接受 便绞尽脑汁地给她想理由 爹 您是不知道 玉芬家的日子过得很困难 是谁都想帮一把的 是吗 叶琛直接戳穿了儿子的美梦 都善良到牵手了呢 这会儿 在一家人的注视着 大胆的刘玉芬竟然牵住了孙玉芬的手心 孙玉芬满脸羞涩 却没有挣扎 反而柔情蜜意地看了刘玉芬一眼 叶三壮瞬间瞪大了眼睛 昨天孙玉芬主动拉了她的手了 她还以为 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三壮瞬间愤怒之暴标 抄起钢管 就要冲过去 站住 叶琛冷声道 叶家还没跟人家提亲 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你现在冲过去干啥 你是骂刘玉芬横刀毒爱 还是骂孙玉芬 红杏出墙 三壮紧握的武器扔在了地上 嘴里依然辩解道 一定是刘玉芬使坏 玉芬是个好姑娘 叶琛无奈地叹了口气 都这个时候了 这傻小子还不死心 不过叶琛也不甘心 跑到自己家 借了那么多粮食 结果竟然敢脚踩好几只船 就在叶琛拧眉的时候 小壮时时拨报道 爹 刘玉芬走了 爹 三哥冲过去了 此时 路上只剩下孙玉芬一个人 他手里拎着不少食物 正朝着孙家庄的方向走去 玉芬 叶三壮赶过去 忽然开口道 孙玉芬听到叶三壮的声音 本能地去寻找刘玉芬的身影 见到刘玉芬早就消失在田间的小道上 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一脸温柔地问道 三壮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玉芬温柔地笑容 三壮再次脑残了 她想到 玉芬肯定有她的委屈 嘴巴说话也有些嫖了 你手里的粮食 是哪里来的 孙玉芬脸上的表情 一点都不变 温柔地拉起叶三壮的手 我有个亲戚 在清河村干了点灵活 帮忙烧回去 三壮的心瞬间沉了下来 手一点一点地抽了出来 她在心里 为她找了许多理由 她甚至为了她 去顶撞附近 可是她没想到 她竟然欺骗自己 她极力地克制心中的愤怒 玉芬 我看见刘玉芬了 孙玉芬的脸上 笑容有些牵强 三壮哥 你肯定看错了 叶三壮七的双拳紧握 身体都有些颤抖 这大白天的 我怎么可能看错 我揍了那小子 不知道多少次了 孙玉芬瞬间就开始飙息 泪珠不停地往下掉 仿佛一滴一滴的珍珠一般 刘玉芬一直在纠缠我 非要送我粮食 我不想要 可是我不要 她就要打我 她这一哭 脑海里还有一个声音 不停地回答 我真该死 我竟然怀疑她 叶琛无奈地耸肩叹气 都是报应 我这儿子长得不白净 怎么这么白小纯 叶琛咳嗽了两声 走了出来 孙姑娘 刘玉芬欺负你是吗 你喊我一声伯父 我不能置之不理 走伯父带你去她家理论 孙玉芬瞬间慌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除了三壮 还有其他人 孙玉芬本身就有些巨牌叶琛 因为她的眼睛里 似乎有强光 仿佛能看透自己的心神 此时叶琛开口 她本能地抓紧手中的粮食 怯懦地抿着嘴唇道 伯父 我 玉芬 我家三壮喜欢你呢 你也喜欢三壮 不如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 叶琛继续说道 你长得漂亮 纠缠你的男孩肯定不守 等你定下亲爱 谁再敢纠缠你 我们叶家的男人们 肯定不会放过他 小壮也起哄道 我们家男人多 谁敢不服 就揍他 听到老父亲的话 三壮心里跟喝了蜜一样 小脸通红一片 老二在一旁撇撇嘴 小声对小壮说道 别学你三哥这个傻货 三壮自然听不见 二哥在说什么 他只知道 他从见到玉芬的第一次起 他们孩子叫啥 两个人埋在哪里 都想好了 他觉得 孙玉芬是除了父亲 最重要的人了 他最大的理想 就是将孙玉芬娶回家门 孙玉芬低着头 双手不安地 抓弄着手里的食物 好一会之后 才勉强到 我嫁过来之后 住在哪里呢 他这个海王 还算是很静止的 他来过清河村很多次 知道叶家的情况 只有三间茅草屋 除了大哥有一间房之外 三壮和其他兄弟 还有父亲住在一起 他觉得 嫁给叶家不是不可以 毕竟叶家最近变得富裕了一些 但是 除非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 而且还必须是砖瓦房 不然 他才不要嫁给叶三壮了 这还愁没地方住吗 叶成笑了起来 我都想好了 再给三壮搭建一间草棚 想要多大就有多大 以后你们有了孩子 咱们再带大瓦房 孙玉芬瞪大了眼睛 我 孙玉芬心里恼火 叶家也太不尊重媳妇了 他才不像是赵晶晶那个傻货呢 什么生了孩子 配装瓦房都是骗人的 叶三壮却一脸动容之色 爹 您对我太好了 我和玉芬以后 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叶三壮心里很清楚 家里条件不太好 他本能地以为 爹会要求 他跟媳妇跟着他 一起住一个房间呢 孝顺我就算了 你还小 父亲得照顾你们嘛 叶琛的笑容 越发的慈祥 玉芬进门之后 也不用立什么规矩 不过你大嫂有身孕 干活也不方便 以后家里涮涮洗洗的 活得有人干 孙玉芬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他死死地抓着手里的食物 对于嫁入叶家的事情 他不是没想过 可是他是想去享福的 毕竟他对自己的相貌 还是有那个自信的 结果听叶琛这么一说 这哪里是去享福 这是去当牛做马 一双手死死地抓着手里的食物 一双毛子 仿佛能流出泪来 伯父 事情不是您想的这样 三壮哥是个好人 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是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嫁到叶家的 叶琛扯了扯眼眉 他没想到 在古代就有好人卡了 他看了一眼叶琛 就见这小家伙 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 这臭小子 心里还存着幻想呢 叶琛开口问道 姑娘 你可想好了再说 我家三壮对你有意思 你当真就没想过嫁到叶家 孙玉芬立刻点头 一脸委屈道 伯父 这真的是个误会 我真的拿三壮哥当朋友的 非常好的那种 我们家三壮在村里 好朋友一大堆 不缺你这个 只知道借粮食的朋友 叶琛的脸色 瞬间凉了下来 现在粮食是命 所有人都知道 即便是兄弟 都不敢借 你若是不想 跟我们家三壮结亲 以后就不要来借了 被外人看见了 影响我们三壮的名声 还有 你手里的粮食 是借给我们亲家的 不是借给朋友的 赶紧还给我们家三壮 孙玉芬还没反应过来 老二已经眼疾手快地 将粮食给夺了回来 她难看羞愧地 咬住下嘴唇 心里还伴随着很多疑惑 不是村里都谣传说 邻村的叶老年木讷 老实芭蕉吗 怎么这么难产 送出去的粮食 还能要回去 幸亏她没有嫁给叶家 不然还不知道 要吃多少亏 之前借给你的粮食就算了 毕竟你家也不富裕 我们家也不至于非要逼着 你把吃进肚子的粮食 现在就还回来 叶琛的声音更加阴朗 不过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叶家了 更不要纠缠我们家三壮 天色不早了 你赶紧回吧 孙玉芬的眼泪 都快要流出来了 她不敢再多做丝毫地停留 生怕叶琛说出什么 更加难堪的话来 她拎着手里的粮食 朝着孙家装走去 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众人眼前 叶琛转过身去 几个臭小子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 换做之前 受了这种窝囊气 老父亲肯定是不愿意 开口说这番话的 叶琛的目光 放在了老三身上 这臭小子 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少年人的失恋 就是如此的猝不及防 叶琛估计这种深情 恐怕是心脏都要碎了 他淡然地开口道 老三 你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父亲交给你一项任务 你开动开动你的脑筋 想一想 怎么把谁送到我们清河村 爹 家里聪明的孩子是我啊 二壮不服气道 我才是 小壮跟着凑热闹 父子一行人 继续在村外游荡 一边摘些野菜 一边思索 怎么解决水的问题 爹 我想到 叶二壮忽然兴奋地开口道 小时候听娘亲提起过 说前朝礼金大将军 北征突厥的时候 发明一种叫做 可恶的取水工具 他是用大竹筒连接成管道 用麻漆风裹好 一头翻山越岭 放入水中五尺 另一头用干草放火 将热气传入桶中 这样汹涌的水流 就急硬而上 源源不断攻击军队大营 叶琛惊呆了 他没想到 古代竟然有这种取水神器了 但是经过反复思索之后 叶琛觉得 这种东西有些太高大上 而且性价比不高 也就是军队这种人才集中的地方 可以搞这种东西 不过叶琛也忍不住思索 自己的夫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怎么连军队的秘籍都知道 而且还传给了自己的孩子 叶琛道 二壮 你娘教给你的办法确实不错 不过咱们这边的竹子比较细 即便是用这种办法饮水 顶多也就是村里人饮用 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让它既可以满足日常饮用 又可以灌溉农田呢 其实叶琛心里是有主意的 只是还只是个雏形 这个时候 老三开口道 爹 我有个笨办法 那就是 能不能挖一条水渠 如果我们能够打通地下暗河 再利用水渠 将水运到清河村 别说是日常饮用 便是灌溉 也问题不大 叶琛笑了起来 三壮 你跟魏夫想到 一起去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从这里到咱们村有多远 需要多少人力挖掘 这些 你都要计算好 三壮掰着手指 计算了半天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叶琛又看向二壮 结果这小子 往日里自诩聪明 也是一脸的无奈 他们只会二十以内的加减法 叶琛服额 他觉得 孩子都是聪明孩子 但是教育问题 刻不容缓了 夕阳西下 叶琛带着几个儿子 踩着落日的余晖回家 出来这一趟 收获不菲 叶琛只是随便逛了下 便寻找到了几只岩鼠 包了皮卖掉 大体卖了百石纹 叶琛的资金 一直在缓慢地增长 再加上利用艾草 发现了水源 叶琛的心情 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回家之后 没多久 一个噩耗传来 让叶琛的心情 变得越发地沉重起来 村西头的大锤叔饿死了 赵晶晶沮丧着一张脸说道 大锤叔家里 还是有些鱼粮的 再不计 家里还有些鱼呢 这个关口不该饿死的 大锤叔是想给家里省点粮食 有个头疼脑热就不进食了 活生生地将自己饿死了 人走的时候 都饿脱象了 叶大壮摇摇头道 前几天我挑水的时候 看到大锤叔了 他正在给土地爷磕头呢 他说女人做皇帝 惹怒了神灵 以后会灾祸不断 即便是眼下有粮食 咱们也难以逃脱饥荒的 大锤叔年纪大了 不想看见全村人饿死的惨象 便不想活 叶琛有些沉默 就算是不想活了 也没有人愿意活活饿死自己的 大锤叔之所以这么做 无非是心里还存了些流粮食给家人 希望他们能够闯过难关 这是叶琛来到这个时代以来 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灾荒 同时 本来因为叶琛发现了愚犬 而有所缓解的悲伤氛围 再次阴郁了起来 叶家老太太 趁着天还没大黑的时候 把叶大壮叫了出去 你小的时候 总是去大锤叔家摘梨子吃 你等会儿过去烧点纸 磕个头 叶大壮沉默地点点头 叶家老太太看着叶琛手里拿着本书 正在出神 走过去表情不悦道 你上回不是问孙家庄的那个闺女吗 我怎么在村里打听了一下 好多老太太都说 那个姑娘快跟刘老根的儿子刘玉珠定亲了 这是咋回事 叶琛一脸的无奈 这事儿 我是做父亲的太着急了 有些误会 三壮的婚事 还要再看看呢 叶家老太太点头说道 你要是着急 我回头让媒婆打听一些 看看谁家有合适的闺女 她老人家正说着 就见叶小壮提着一篮子野菜出来 倒在院子里 角落里冲出几只鸡 开始倒腾着吃野菜 老太太惊讶道 你们家的鸡不是早就卖了吗 叶小壮笑嘻嘻地说道 祖母 您还不知道吧 这些山鸡是上回我们上山的时候抓的 会下蛋呢 有的时候还两个黄 老太太盯着山鸡 产生了浓郁的怀疑情绪 她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看到 可以下双黄蛋的山鸡 当然 她也不觉得是偷的 被喂养得那么肥的母鸡 谁家要是丢了 怕是早就喊得全村都知道了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几只鸡 十有八九 是真的山中野鸡 祖母 这野鸡的鸡蛋能孵出小鸡来吗 叶小壮好奇地蹲在地上 眨巴眨巴眼睛盯着 现在我家已经有两只下蛋的野鸡 要是能孵出小鸡 过上一段时间 我家就有很多小鸡了 小鸡又可以下蛋 我家就发财了 叶家老太太无奈地笑道 小壮得有公鸡 才能孵出小鸡来 叶琛放下手里的书 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肥鸡 等下次上山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偷偷地兑换至公鸡呢 那样就可以孵化小鸡了呀 饭香浓郁 勾人心魄 叶琛起身 拉拉拉老太太的袖子 娘 今天在我家吃吧 儿子好久没笑尽您呢 老太太心疼地在叶琛脑门上点了点 起身就往外走 混账小子 老娘缺你这一口饭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 走了 老太太飞快消失在家门口 叶琛有些无语 这老太太是怕她在饭桌上 提出什么过分的请求吗 晚餐丰盛的要命 一条肥鱼鱼 一个黄瓜炒鸡蛋 一盘辣椒小银鱼 以及一人两个大白馒头 一锅鸽大汤 每人都吃得格外的满足 吃完饭后 趁着天色还没彻底变暗 叶琛起身说道 三壮 你跟我去一趟村长家里 叶琛最近做什么 都要带着三壮 就怕这孩子想不开 胡思乱想 三壮没说什么 立刻放下手里的活 跟着往外走 这会儿是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候 妇人们坐在村口闲扯 从谁家孩子是童子命 用不了多久 就要被天上的神仙收走 到谁出门办事 偶遇了狐狸精 被吸干了精气 男人们则巴哒巴哒地抽着汗烟 听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吃了饱饭 也比之前多了几分力气 欢快地在一起洗脑 仿佛这一切烦恼都不存在 不过一走到村洗头 便看见叶铁锤家的薄关 以及呜呜的哭泣声 这不烦恼又回来了 这样老天爷不下雨 这种悲伤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 叶铁过去上了一炷香 然后去了村长家里 几个瘦巴巴的孩子 正坐在地上摘野菜 村长的媳妇正在缝衣服 看到叶铁来了 有些惊讶 老年来了 叶铁笑着说道 我来找村长叔父说点正事 他老人家在吗 在里头 村长的老板 用针在头发上刮了一下 你说昨天一宿没睡 一会儿 还要跟几个村里的老辈 去看看老天爷 村里的老辈所谓的看老天爷 其实就是看云石天气 刚刚一路走来 叶铁已经观察了半天了 最近百分之百不会有降雨 叶铁推门而入 村长正坐在桌子边 手里拿着一本农书 叶马是关于天气的 村长眉头一皱 开口喊道 小凡 你过来看看 这个字怎么念 叶小凡凑上前去 借着油灯 挠着头说道 爷 这个字可能念 可能念 村长皱着眉头道 到底念什么 叶小凡哭丧着脸道 我忘了 叶铁凑了过去 其实他也不怎么认识 之前看农书 大多数是看图画 真的繁体字 他读起来是非常吃力的 不过这个鱼和天两个字 叶铁是认识的 所以他猜测 这上面写的是鱼灵天 会降雨 村长苦笑道 老年啊 要不你抽时间教教孩子们识字 不识字这种地都受气 叶小凡恼火道 爷 我自己也识字 我不用老年书教 叶铁苦笑道 我要是真有那本事 科举也不至于落地了 我还是别无人子弟了 说 今天我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您 村长文言也不执着于 让老年教孩子们识字的事情 毕竟眼下吃饱饭才是重点 老年家孩子那么多 他哪里有心思教人读书识字呢 你说说看 啥事 村长的表情逐渐严肃 他想起上一次 叶铁过来告诉他说鱼泉的事情 他觉得这一次老年更加严肃 估计是有大事 我找到了地下河的水脉 叶铁仔细地说了一遍经过 能有这么大规模的鱼泉 存水量肯定很丰富 我用农树上的办法点燃了艾草 寻找到了水源 如果我们想办法将水引到清河村 今年就不愁没有粮食吃饭了 村长猛然起身 老年 这话可不能乱说 书真信 前一段时间发现了鱼泉 证明山里有暗河 也就是说老年发现水脉是很正常的 叶铁正要开口 有人冲进来说道 村长 大事不好 咱们村里的井都干了 清河村提邻小清河 日子过得是比较舒心的 不论是灌溉 还是日常饮用 都很便捷 但是自从老天严闹栽 这清河干涸 大家便只能靠村里的古井维持 如今天气炎热 大家用水量又大 村里的水井久而久之也干涸了 这种事情瞒不住 村里立刻变得慌乱起来 甚至有些不明事理的孩子 嚎啕大哭 地里的收成不好 大家还可以抓鱼 割树皮勉强度日 没有了水 用不了三五天 就都得死 村长听到外面的呼喊声 长叹一口气道 老年 你现在可是全村的希望了 你可千万别骗舒服 村长说 您知道我老年的性格 我从来不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叶琛的表情严肃道 不过 我也有个请求 村长挺直了身躯 要是叶琛没有任何请求 那才奇了怪了 要知道 人家先前无偿送给鱼权 这个消息给大家 如今在大家没有了水 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时候 又站出来 说他有水 这么大的恩情 肯定不可能是无偿的 老年你说 上一次鱼权的事情 叔父也给你记着呢 叶琛开口道 先前在老宅分出来 分了十五亩地 只有五亩能够将就着耕种 剩下的八亩地 都是荒地 长不出多少粮食 对于此事 村长其实有些为难的 这土地村里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呢 但是一想到叶琛对村里的恩情 他立刻说道 老年 只要你说的水源的事情是真实的 我便做主将村里最肥沃的一片地画给你 不过你知道 村里的规矩 要花钱买 而且价格不便宜 这种遭人记恨的事情 叶琛肯定不能干 于是乎 叶琛开口道 那几块地村里 不知道多少人惦解 我要是要了去 不知道被多少人骂 宁堪山 途经这一片 荒田可以变水田 咱村里的老把市可不少 到时候 估计都会来找村长买地的 我家的情况 村长叔您也知道 希望您能主张 将这片地留一段时间 等我手头宽裕了 我再买下来 若是半年之后 我依然拿不出银子来 村长可以卖给别人 这个要求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这两年一直闹灾 村里的富裕人家 现在也过得惨兮兮的 活命尚且艰难 没有几户人家 掏得出银子买地 村长知道 全村人都欠他们叶家的 立刻答应下来 叔父不让你白忙活 给你按荒地的价格算 一两银子一亩地 你要多少亩 哟喝 叶琛心里盘算 这要是一口气 掏出二百两银子 自己岂不是一下子 就成为清河村 这儿八斤的小地主了 叶琛心里美 脸上却不露声色道 我回去 跟家里商量一下 叶琛带着三壮离开 村长的长子叶江棠走了过来 爹 我刚才咋听你们 会不会有诈 叶江棠满脸不幸道 咱们都看着鱼泉干涸了 估计没有多少水的 而且老年之前一直不务正业 爹宁拿全村人的命跟他赌 是不是有些大意了 村长的二儿子叶江棠也说道 爹 老年是不是想骗村里的地 就那一片荒地 骗了去做什么 村长没好气地骂道 买了地 别管好坏 都是要纳税的 他叶老年 没事给自己增加负担完 上回鱼泉的事情 人家老年 可是免费分润给村里了 你们吃鱼的时候 一个个甩开腮帮子 怎么时候又怀疑人家 再说了 明天上了山 便可知道到底有没有水 他叶老年就骗我一宿 让我乐呵乐呵 村长的老伴也支持村长道 我瞅着老年跟之前不一样了 都知道 三壮士村里出了名的疯狗 现在文文静静 老老实实的 一时间都让人认不出来 可见老年是会调教孩子的 连孩子都会调教 他本身又能插到哪里去 回家的路上 正好可以看见叶琛 跟村长谈的那片荒地 这一片地 就在山脚下不远处 长满了荆棘 杂草 大周立国没多少年 这种荒地 是没有人愿意费力去开垦的 爹 这大概得有四十亩地 三壮在一旁低着头 一亩地一两银子 那么十亩地 就是十两银子 四十亩地 就是 叶三壮皱着眉头 数着手指头 半天也没算出数来 是四十两 叶琛叹息一声道 三壮满眼放光 把刚才脱了 鼠脚痘的鞋子穿上 爹 您好厉害啊 叶琛不想去看儿子 那愚蠢的样子 开口道 四十两银子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叶三壮也沉默了下来 他家顶多有个一百文钱 还是爹爹抓了不少地耙子 贩卖到城里换来的 在他的认知里 这一百文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可这个天文数字 距离一亩地 都非常遥远 而自己的父亲 竟然想一口气 买四十亩地 他连忙开口道 爹 其实咱们家的地不算少了 我们兄弟几个勤快一些 一家人不至于挨饿的 这的又不是 单纯给你们兄弟几个买的 叶琛开口道 等以后有了钱 我再跟你们说买地做什么 走 回家 父子二人穿越田梗 往家里走去 设系西台附近 聚集了大量的村民 所有的井都干涸了 龙王爷扔进去 也不管用了 村长有没有办法 村长能有什么办法 他又不是龙王爷变的 又不会翻云覆雨 没有水 可就得喝尿了 屁话 喝尿能坚持几天 要不去温家庄借点水 他们那边还算富裕 孙家庄那边的水井里 也有水呢 但是够呛能借给咱们 村里人互相琢磨着办法 虽然有地方去挑水 但是这个时候 水是命根子 几乎没有人愿意借的 叶琛回到家中 水缸里的水已经见底了 叶琛趁着家里的孩子们不注意 兑换了些矿泉水 倒进了水缸 不至于一家人没有水喝 赵晶晶有些忐忑地说道 爹 刚才做饭的时候 我用的水有些多 我去邻居家借一些吧 赵晶晶知道 自己公公这段时间 变得很爱干净 他有点担心 家里没有水 公公会发怒 叶琛摆手道 大家都没水 咱家起码还有些喝的 别折腾了 夜色渐深 叶家人都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睡觉之前 叶琛偷摸地花了点钱 在大米商城 兑换了两个双黄蛋扔进 窝里 这才懒洋洋地睡了过去 一日 天刚蒙蒙亮 院子里就传来了 小壮兴奋的声音 这么大 肯定又是双黄蛋 大鸭 二鸭 你们太厉害了 你们加倍努力 我跟父亲求情 饶你们机命 清河村的水井 全都干涸了 天还没放亮 就有人趁着夜色 去了一趟温家庄 挑了两桶水回来 温家庄的侦探娘的穷疯了 一斤杂米 才能换一桶水 这两桶水 花了我两斤杂米 温家庄不错了 孙家庄放出狠话来 十斤杂米换一桶水 说要活活 可死咱们清河村的乡亲们呢 没有粮 大家还能将就 这么热的天 没有水 大家可真没法活了 村长来了 看看村长怎么说 村长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他站在戏台上 清了清嗓子说道 大家都安静 作为顶梁柱一旦开口 全村的百姓 自然一脸希望地看向他 一斤米 一家人紧着点吃 起码可以勉强活一天 拿着米买水 那是拿自己的血肉去换 等粮食 都换没了 大家就会跟铁锤一样 活活地饿死 村长冷声说道 饿死的早 起码有一口薄冠 后饿死的 怕是要暴尸荒野了 村长的话 让村民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大家都知道 灾荒会死人 可是眼前这种情况 几乎还没有遇到过 毕竟粮食不够 吃事常态 可是连水都没有的日子 那真的是百年难遇 尤其是 叶铁锤的死尽在眼前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粮食买水 人会被饿死 没有水喝 人会被渴死 如果眼前的境况没法改变 清河村 很快便会一村人死去 底下有富人哭嚎道 咱们清河村祖祖辈辈 都是老实芭蕉的百姓 从没做过啥恶事 为啥要这样 惩罚我们 造孽啊 都安静 村长拔高声音道 天无绝人之路 总归不能让我们活活可死 昨天村长一宿没睡 想了许久 很多事情自然而然的有了些眉目 山上的树木 草皮都能存活 飞鸟走兽也活得好好的 这说明 山上肯定有水源 叶老年说的话 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的清河村 只能寄希望叶老年了 一天不喝水 顶多难受一些 不会死人的 大家该干啥干啥去 村长缓缓地开口道 日落之前 我肯定给大家一个说法 发现地下暗河的事情 还未经过证实 村长肯定不能透露太多 也不等众人开口 村长便自信满满地 背着手离开了 做了几十年的村长 在村里的微信 那是没得说 这么一说之后 村里的百姓 果然从那种惊慌失措之中 脱身出来 叶琛带着儿子和村长 在山脚下会合 村长身后 跟着长子叶姜堂 和次子叶姜殿 还带着他的长孙叶小凡 叶小凡比起叶小壮要大一些 比起叶三壮要小 三个小家伙撕混在一起 叶三壮搂着叶小凡的肩膀道 小凡 你能教我写名字吗 我爸虽然是读书人 但是却不教我 叶三壮太好些了 叶小凡蹲在地上 就写了三个字 虽然写得有些扭扭曲曲的 但是却能看得出来字体 叶小壮一脸崇拜道 小凡哥 你的字写得好好看 像画一样呢 这有啥难的 叶小壮蹲在地上写了个叶字 小字却不会写 最后集中生智 想到叶小壮排行老四 便在地上画了四个横 其实状子他也不会写 只是隐约记得 似乎右边是个土 左边又什么东西 便写了个模糊的模样 看起来跟简体的状子差不多 他本来想写个某某糊弄过去的 可是看到两个叶家狼 崇拜自己的眼神 想到自己未来的村长之路 还需要他们的扶持 便勉强化了几笔 不想被三壮和小壮问东问西 便四处巡视 看到天空有些白云 便问道 祖父 天上的云又高又漂亮 是不是最近要下雨了 小凡的话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一时间 大家都抬头看向天空 天空确实有白云飘过 但是叶琛也是看过农书的 知道 这并不是下雨的征兆 村长一脸凝重地说道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最近都没有雨 可是 我看农书上下雨的云 叶琛无奈地摇摇头 傻孩子 农书那不是纯粹地看话猜意思的 要知道 古人写的书 晦涩难懂 往往一字之差 意思都天差地别 他心里也琢磨 清河村世代都是农民 偶尔有几个出席地 也是去做土匪 当兵 但是还从来没出过正经的读书人 自己倒是读过书 但是穿越之后 并不是如何认识繁体字 大多数时候也是猜 温家庄之所以有人能读书读出成绩来 那是因为 自己娘子早些年曾经就过一个老秀才 那老秀才感念娘子的恩德 便留了下来 在温家庄开了一间草堂 收了一些学生 多多少少能教会当地的孩子 认识一些字 叶家庄则没有这样的待遇 至于自己 则完全是睁眼瞎 靠猜读书都很难 更别说教别人了 叶家村的人 想要让孩子读书识字 就只有一个渠道 那就是送到镇上的学堂 据说一年要二十两银子的树修 此外 猪肉之类的礼品还得另算 难怪温家庄在叶琛夫人不知所踪之后 还一个劲的不要脸的剥削叶琛 实在是培养一个读书人 真的不是一般的匪浅 一行人走了半个多时辰 走到了上次叶琛用艾草找到的谷地 一走过去 便有清凉的水蒸气吹过来 让人在炎炎的夏日 多了一丝凉爽 叶江堂走过去 看着山体的缝隙里 有水一滴滴地渗出时 激动得无以复加 真的是水 这里既然有水 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发现 苍天啊 清河村有救了 村长的表情也非常激动 因为从前 清河村守着清河 从来不至于缺水成这样 也就没有人想着 在大山里找水 若是没有老年 今年村里的人 怕是要死一多半 叶江殿扛着锄头 二话不说 就开始在地上挖掘 没过多久 就有一股清泉从地上涌了出来 一行人也不管那么多 就拿手捧着喝了起来 叶江殿一脸的愧疚之色 老年 先前我还以为你 故意诃骗我爹 说了你很多坏话 我得跟你道歉 都是叶家人 这么说就见外了 叶琛并不在意被人误会 他很快转入正题 若是将这里的水 引到清河村 不仅仅是饮用水的问题 农田都有救了 村长掰着手指头计算 按照正常规矩来算 这会儿应该是 交地撞过的时候 只是因为干旱 一直耽搁着 如果说 这里的水如果能引过去 肯定是天大的好事 但是水源距离清河村太远了 一来一回便是一个多时辰 就算是 把人当牲口使 都不能把农田浇灌一个遍的 村长巴哒巴哒地抽着汗烟 老年 你说的把水引过去 是怎么个法子 不知道为何 村长忽然发觉 他无比信任叶琛 叶琛看向三壮 老三 你把你的想法跟村长说说 让村长爷爷指点你一下 三壮立刻来了精神头 咱们村的农田有一千多亩 靠人工挑水肯定不行 我想着 这里地势高 是不是可以挖掘一条水渠 把水引过去 他话还没说完 叶江殿立刻摇头道 二壮 你知道这里到村里有多远吗 二十多里地呢 这么远的路怎么可能实现 一阵凉席来 带着水泉的清润 但是一行人的心里 依然燥热难耐 叶江殿的否定 让年少的叶三壮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叶琛摇摇头 知道自家的孩子还需要锻炼 便亲自开口道 除了挖沟渠 你们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所有人沉默 眼下喝水肯定是没问题了 但是如何交地 让粮食丰收又成了问题 因为粮食问题解决不了 饿死也是迟早的事情 三壮 你继续说 村长却没搭理自己儿子 而是抽了一口汗烟 说道 别小看孩子 甘罗十二岁为相 咱们三壮未必就不行了 三壮最近一直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孙玉芬的身影 少年人的失恋 总是让人那么猝不及防 幸亏老父亲的引导 他便将心思和精力 用在怎么更好的饮水上 在父亲的教导下 他知道 解决全村人用水的问题 比他的个人感情重要一百倍 父亲教导我 人心奇 太山疑 二十里路听起来很遥远 即便是我们走 也要快一个时辰了 但是我们可以将这条水渠 分成若干的小段 每个家庭 亦或是每个人 负责一段 这件事情 就没有那么难了 这件事情 必须要集合全村人之力来做 因为这是关乎全村人命运的事情 灾荒 要集合全村人之力 才能安稳度过 他站起身来 见没有人反对 继续说道 我年纪小 三四步才能有一丈 三壮继续说道 我已经尝试过了 一丈需要一个时辰才能挖好 那村里的妇人和老幼呢 村长问道 此时他没有将三壮当成孩子 而是跟自己一样的大人了 三壮点点头道 我也让小壮试验过了 像是他这样的孩子 可以用两个时辰来挖掘 村长点点头道 好样的三壮 你继续 三壮的侃侃而谈 让众人都非常惊讶 而此时 三壮也脱去了刚才的腼腆 继续说道 这条路 我跟父亲已经走过好几趟了 一共三千多帐 算上必须绕开的地方 不超过三千五百帐 我们只需要划好线路 分给三千个人去挖 两个时辰就能挖好 村长平时经常处理村里的事物 对于数字非常敏感 三壮说的是三千人 但是他明白 三千人清河村 肯定是拿不出来的 但是清河村仅仅是壮劳力 也就是十四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人 大概就能拿出来五百左右 不需要妇孺出手 也就挖十几个时辰而已 之所以村长在心里 没有下精细化的数据 那是因为人不是牛马 人在工作的时候 是需要休息的 但是一口气挖掘一条那么长的水渠 动用几百人去做一件事情 村长之前想都不敢想 你真的很聪明村长难以置信道 我以前一直以为 小凡将来可以继承村长之位 现在爷爷觉得 没准你将来也可以 小壮不懈道 在村里称王称霸算什么 小壮将来是要去皇城里做大将军的 村长哈哈大笑起来 老年你也不错 这几个孩子教育的都很好 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我是老了 希望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此时此刻 村长都有一种想法 老年保持这种状态下去 将来自己可以把村长之位传给他 小壮笑嘻嘻地拉着叶小凡的手说道 小凡哥 爹爹很忙 没时间 我请你喝蜂蜜水 叶小凡立刻口水直流 我要加山楂 叶小庄立刻点头 办法已经找到了 村长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他站在一块高石上 看着蜿蜒的道路 开口说道 老年 你读过书 有些办法 你觉得这条沟渠 该怎么挖才好 平时遇到这种大事 村长肯定是要跟各家的长辈商议的 但是今天他想听听叶老年的主意 当然 村长也存了考量叶琛的心思 看看他能不能继承自己的村长之位 叶琛思索了一番之后 水迈在谷底 直接从谷底开始挖 然后一路向下 叶琛指了指不远处的路 这一条线 我让我家几个孩子 用铁稿挖掘过 土质相对松一些 村长打眼望去 果然不远处 有不少铁稿挖掘过的痕迹 而且都插了树枝作为记号 当下 村长忍不住连连点头 按道 叶老年办事 果然比他的儿子更加妥贴 人家这是真的有备而来 忙完了以后 已经到了中午 众人打了一些水 便准备返回 走到半路 叶琛想到了小壮兽的话 要是能孵化小鸡 家里岂不是有无穷无尽的小鸡和鸡蛋 叶琛又看了一眼村长 心里有了计较 如果当着村长的面 抓到一条公鸡 那肯定没有人怀疑来路 想到此处 叶琛赶紧去做 在大米商城 兑换了一只山里散养的公鸡 毛色鲜亮 花了 他将近一百文 他落后众人几步 趁着众人不注意 直接将公鸡扔向我二状 什么东西 众人大吃一惊 而正低着头 琢磨着如何表现一番 忽然感觉背后生风 这家伙被吓了一跳 直接窜了起来 好大一只野鸡 叶大壮眼睛发亮 趁着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一石头扔了过去 野鸡哀嚎一声 直接倒地 将叶琛心疼得不行 心想 老子一百块 大壮冲过去 将野鸡抓起来 哈哈 爹 我抓到一只野鸡 你看可以吃肉了 二壮无比苦恼 那么好的机会 自己怎么就没把握住 不过这么肥的野鸡 起码得有五斤重了 而且被大哥一石头给砸死了 回家肯定可以做叫花鸡 或者炖着吃 一想到晚上加餐 二壮的心 瞬间美丽起来 叶琛 不愧是自己家的娃娃 手劲那么大 一石头都能砸死大公鸡 一旁的叶小凡 都要馋哭了 无奈的叶琛 只能往旁边挪动了几步 想着儿子不靠谱 只能自导自演了 这一次 他又扔了一只鸡 谁料这一次 叶大壮依然眼疾手快 又捡起一块石头要扔 村长挠火道 混账 抓活的 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等宝贝 杀了吃肉太可惜了 于是乎 一群小子发了疯似地冲过去 咯咯哒 咯咯哒 可怜的大公鸡 刚刚在商城被兑换出来 便被一群小家伙 压得七荤八素 叶琛赶忙将这几个孩子拉开 要是这只公鸡也死了 他就不准备再换了 叶小凡骂骂咧咧地 退出了人群 实在是那个老大 看着人很老实 结果动手动脚地 一边追山鸡 一边拿手扒拉自己 不给自己机会 叶大壮憨憨地笑着说道 俺抓的 归岸了 这山鸡怎么那么肥 村长一脸好奇道 这年头山里的野鸡 竟然比咱们自己家养的还肥 这山里估计有啥杂粮没被发现 回头组织乡亲们去找找 叶琛赴匪 村长您真的想多了 这些散养的山鸡 也是喂养饲料的 不然人家承包山的商户 不得陪死 一行人往村里走 看到叶小壮怀里 抱着活的山鸡 自然不少人过来围观 村长也很羡慕 毕竟叶家一口气得了两只鸡 而他什么都没有 不过村长知道 眼下他有要紧的事情要做 便跟村民们说道 通知所有人 半个时辰之后 都来开会 看着村长兴奋的表情 大家知道 十有八九事是谁有着落了 看村长那么兴奋 肯定是有水喝了 村长是不是答应了 其他村什么条件 人家允许我们去挑水了 这些外村人都不是好人 估计咱们不死 也得脱层屁 别管那么多了 一天没喝水 难受死老子了 村里人慢慢地 在社系系台边上集合 清河村一共二百来户人家 老老少少一千余人 远远地望去 乌泱乌泱一大片 村长站在系台上 看着慢慢集合而来的乡亲们 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股 说不出的豪情 日头越发地猛烈 村里的妇人们抱着孩子 站在树荫下 其他人大多数 站在系台前的空地上 远远地看着村长 村长抬了抬手 众人就安静下来 就在 刚才 老年带我进了大山 发现了山泉 村长没有卖关子 而是直接开门见山 将所有人的希望 直接说了出来 乡亲们都异常地激动 却又控制着情绪 等着村长继续说 前些十日 老年发现 山上有鱼泉 昨天又发现了山泉 都第一时间告诉了我 村长严肃道 老年早些年有些毛病 大家都嫌弃他 但是大家都应该 看见老年的改变 从今天开始 老年是咱们 清河村全村人的大恩人 人群之中的叶琛 忽然间愣住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村长在说正事之前 竟然会给自己证明 不论是袁琛 还是自己 其实跟周边的人 关系都不咋地 尤其是袁琛 跟村里的关系 简直差到了极点 而且因为妻子离开之后 过度巴结岳父一家 跟家里关系闹得也很僵 之前在村里 提起叶老年的名号 就没有人不掰扯两句的 虽然因为叶琛来了之后 这些关系有所改善 但是愿意主动 跟叶琛来往的人并不多 甚至于 背着他说他坏话的人 依然不在少数 叶琛在后世 被人说习惯了 其实并不怎么在乎 别人在背后一轮 爱说啥说啥 反正也不会掉块肉 老年本来可以 独自想用这些好处 大家想想 若是这鱼泉的鱼 拿去贩卖 这水他跟温家庄一样 要求大家拿米来换 这是多大的好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跟我说 他是将诸位当成家人了 村长看着底下的众人说道 我想咱们清河村的老少爷们 都是知恩图报的 应该知道主动 跟人家说一声谢谢 村长的态度很强势 而且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场的众人 没有人敢说其他的 纷纷道谢 老年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 老年 之前说过你闲话 但是现在 我知道了 你是个好人 老年 都是乡里乡亲的 以后有啥事 你就直接开口 大多数人是真诚的 尤其是乡里乡亲的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叶琛笑着说道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只是给村长提个醒 大家不必这么客气 他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无私奉献 鱼泉这东西 他们一家子肯定吃不完 与其浪费 倒不如给村里卖个好 山泉的事情 也是同理 他一个人肯定无法开发出来 必须靠全村人的努力 老年发现的山泉的位置不算远 而且水量很足 水的质量也很甜 可以直接喝呢 村长脸上露出笑意 我们村里有水喝了 不需要用粮食去换水 我说过 老天爷不会逼死人的 咱们清河村有活路了 众人自然很是开心 真的有水了 太好了 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存粮 不用去换水了 村长听着众人的议论 猛然拔高了嗓门 单单是人喝还不能满足我们 我们要让庄稼也有水喝 村长的话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让庄稼也有水喝 这怎么可能 三壮 办法是你想出来的 你跟大家说 村长朝着三壮招了招手 村长很喜欢三壮这个朴实的孩子 特意给了三壮一个机会 回家之后 三壮特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虽然上面有嫂子打的补丁 但是缝补得非常细致 人看着非常精神 他走上台去 有些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 山泉水的水量很大 给庄稼灌溉不成问题 只要我们挖掘一条水渠 用来灌溉粮食 今年就有希望丰收 叶三壮一开口 就逐渐变得淡定起来 有条不紊地说道 我合算过了 距离大概是三千五百丈 挑选的是土质松软的路线 全村四五百个劳动力 两天多的时间 可以挖出来这条水渠 村长也真是的 让一个孩子胡言乱语 你快下来吧 别在上面胡扯了 大家都去挖钩 地里的庄稼 谁去收拾 村里人都不相信 三壮一个娃娃说的话 他们以前也开肯过荒地 全村人挖掘一亩地 都要折腾好多天 三千多丈 还不知道折腾到啥时候 三壮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要两三天 怎么可能 这是把庄稼人当傻子耍 底下一片人嘲讽不断 现场闹哄哄的 三壮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被乡亲们质疑得有些手足无措 他才十四五岁 放在后世也就是个中学生 要是能控制住这个场面 那才有鬼了 叶琛迈步 走上台 站在了叶三壮身侧 他一上台 底下就安静了下来 众人都很惊讶 在他们的印象之中 老年就是个三角 踹不出一个屁的书呆子 这会儿看起来 仿佛比之前年轻了许多 主要是人干净了 人本身也很俊了 叶琛从前就是创业者 经常发表一些演讲 底下人直勾勾地看着他 他也一点都不怯场 他淡然地开口道 江店兄 能麻烦你一件事情吗 叶江店立刻点头道 老年 你尽管说 拿着这把铁铲 声音平静 大伙可以算算 江店在这挖一条沟 需要多长时间 叶江店是个好把式 身强力壮 浑身都是力气 他一铁铲下去 地上立马就是一个大坑 他埋着头继续挖 不到一刻钟 就在地上挖了一条 一丈长的深沟 众人瞠目结舌 挖沟那么容易吗 之所以是三千五百丈 就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松软的路线 而且还参考了 老弱妇孺加入挖沟的情况 所以 预算的时间 也比实际要长 叶琛后退了一步 三壮 这是你的主意 爹不跟你争弓 你继续给乡亲们说道说道 叶琛下了戏台 将地方让出来 叶三壮刚才在后面很后悔 他觉得自己 应该跟老父亲一样 三言两语震住所有人 所以 刚才在后面 脑海里一直在合计 如今有父亲打头 又有叶江店做示范 叶三壮很快便将乡亲们说服了 这个时候 村长走上前去说道 这是咱们清河村的大事 所有十五岁以上的劳动力 必须参加 大家回去之后准备一下 带上农具 半个时辰之后出发 还是有一小部分人 选择了怀疑 村长 要是折腾了一半失败了怎么办 村长 我家农田离着远来 最后忙活了一顿 浇了别人家的田 我家分不到好处怎么办 反正我不跟着参与 孙懒包冷哼一声道 叶老年一个三角 踹不出一个屁的废物 说的话也有人信 他这是 消遣大家玩呢 凭啥他随便说说 大家就要跟着他干 我觉得这么麻烦 还不如直接在村边 打一口井了 清河虽然干涸了 就未必没有低下水 人群之中 就有一小部分人 赞同这个观点 比如说赵大雷 他一直看叶琛不爽 所以也就连带着 反对叶琛的想法 还有三房媳妇孙氏 他觉得叶琛这么折腾 就是为了回归老宅 然后吃家里 喝家里 让家里养活他科举 你给我住嘴 村长冷冷地看着孙懒包 你不参与可以 到时候 咱们村有了水 你家庄稼 别想用一滴水 其他人谁还有意见 现在就可以退出 外星人不参与无所谓 但是叶家人 谁敢说个不字 咱们祠堂说道说道 村长虽然很少发火 但是在村里太有威望了 此时一番急言厉色 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除了孙懒包 一个个都老老实实 回去拿工具去了 清河村的劳动力四百多人 在村长的组织下 浩浩荡荡地 带着工具出发了 在距离水源的位置 大约五丈远的地方 开始动工 路线叶琛跟村长 早就规划好了 首先分出来三十余人 负责平整土地 开荒砍树 然后孩子们割据路上的野草 搬走砖时 将路线收拾得干干净净 剩余的三百多人 则分成两组 轮流挖掘沟渠 每两个人合作负责一仗 缓缓地挖掘着 两个人合作挖掘 可以互相配合 不至于让人过于疲惫 而且可以说些闲话 聊聊天 而村里的妇人们和孩子们 有的负责挑水回家 先解决日常用水问题 有的则在勾去周边帮忙 干些杂活 二状和三状 也混迹在工作的人群之中 不少妇人走到三状身边 就停下脚步 来说笑几句 三状是我看着长大的 小时候穿着开裆裤 那小鸟啊 一甩一甩的 三状那小鸟 打小就比旁人大 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村里的妇人开黄枪 根本不在乎 眼前的孩子有多大 三状 我小时候 还有过这种历史 我那么不要脸吗 录着小鸟到处跑 三状 你今天也不小了 说媳妇了吗 要不婶子 给你介绍介绍 叶三状 婶儿 我还小 不小了 不小了 三状 我家有个侄女 今年十三岁了 生的那叫一个水灵 赶名我带过来 给你们瞧瞧 你家那侄女水灵有个屁用 手不能提 肩不能炕的 三状 我家闺女你也认识 叫兰花 那腰 那屁股 一看就是好生养的 你要不今天跟婶子回家 叶三状被妇人们的热情 吓得不轻 她不就是在村里人面前 说了一会儿话吗 怎么就变得那么热情啊 怎么感觉 他们要吃掉自己似的 三状立刻想起了老父亲的话 我们家里穷得很 娶了媳妇 连房子都是草棚子 我怕委屈了人家姑娘 暂时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谢谢婶子们惦记我 三状这么一说 几位被冲昏了头脑的婶子 立刻冷静下来 三状即便是再聪明 力气再大也不行 谁不知道 他们叶家穷得不行 前几天老年 饿得想要上吊吗 可不敢让闺女 嫁到他们家去受苦 几个妇人提着水桶去打水 刚走了没有多远 就看见不远处的林子里 有几个人偷偷摸摸地 往这边看 那边好像是孙家庄的人 孙家庄的人怎么又来了 他们想干啥 是不是想过来抢水 谁跑得快 快去通知村长 水渠附近 村长正在跟叶琛 坐在一棵大树下谈话 地上的沙土 已经被做成了一个简易沙盘 沙盘上插满了标记 叶琛拿着树枝在上面点缀着 这里可以留一个出口 地里的水充足之后 搬来石头堵住 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村长连连点头 法子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修好之后 这条渠可以用几年 叶琛努力回一小时候 在农村的建文 缓慢开口道 因为选择的路线泥土比较松软 所以好挖 但是也有隐患 那就是日久天长了 沟渠里淤泥会变得非常多 容易堵塞 我的想法是 这里离着山比较近 是不是可以铺垫一些石头块 这样可以缓解冲刷问题 村长双眼一亮 我这就离人上山 先不急 叶琛连忙道 我们设置好水闸 到了不用水的时候 关掉水闸 就可以铺设石头了 这道水闸 也可以用来日常清淤 村长听叶琛的话 眼里连连放光 老念 你真的好厉害 比我这个村长都厉害呢 叶琛干巴巴地咳嗽道 村长 我这书也不是白读 科举没有希望 我自然琢磨琢磨怎么种地 给大家谋点好处 村长不间断地点头 如果不读书 断然是不会有那么多办法的 就拿用艾草寻水这件事情 平常人谁能想到呢 还有老年布置沟区路线 那真的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四五百人干一件事情 丝毫不显地慌乱 在村长的记忆里 也只有开国时 修建小清河 朝廷组织 姚义才能做到 也就是说 老年要是放在朝廷里 都能当一个小官了 爷俩正丰富着挖掘沟区的细节 叶家有个后生跑过来 喘着粗气说道 村长爷爷 大事不好了 孙家庄的人好像要捣乱 村长眉头紧皱 随即冷笑一声道 这片山头属于清河村 这里的水自然也是清河村的 谁也夺不走 不远处的叶江堂也开口道 真的是几十年不打泄斗了 孙家庄的人都开始飘了 说是这么说 村长还是决定先去看看 挖掘沟区是眼下的大事 能够和平解决是最好 动武是最后的选择 叶琛回到家 赵晶晶做了许多白面饼子 家里倒是有些杂粮 叶琛吃不惯 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吃 久而久之 赵晶晶也屈服了 这些白面饼子 中间可以用小刀割开 里面放着鸡蛋和煎好的小银鱼 叶琛取了几张饼 走了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 就看到两个儿子 吭哧吭哧地挖坑 小壮提着小铁锹 也在旁边帮忙 兄弟三人满头大汗 也不肯停歇 叶琛过来了 都没注意到 叶琛也不打扰他们 就坐在一边喝水 过了一会儿 哥俩累得不行了 过来休息 爹 您怎么来了 二状擦了擦汗 天气好热 一动就是一身汗 三状拿起水壶 咕嘟咕嘟地喝了半壶绿豆汤 其实晚上干活更好一点 起码凉快 就是得点火把 他这话刚说完 边上几个三四十岁的大叔 就大声道 老年 你这孩子真灵性累 将来肯定是个好把神 晚上点上火把 接着干 加快工期 争取一口气赶出来 对 晚上干完 白天接着干 咱们人能挺得住 地理的庄稼可挺不住了 大家都别偷懒 抓紧干 叶家的爷们可不能丢人 村长背着手过来 连轴转可不行 别把人累坏了 让坏人趁机得了好处去 不过晚上确实没太阳 干活舒服一些 大家干到天亮 明天上午好好睡一觉 下午太阳不那么烈的时候 再出来 人群干活的热情高涨 不一会儿就挖出去老远 叶琛知道 只要人心齐 勾取很快就能挖通 所以没管那么多 将两个孩子拉出来 递过白面饼子 先吃饭 吃饱饭再干活 白面饼子 加上小银鱼和鸡蛋 那简直就是干活人的 顶级美味 二状和三状 吃的眼睛都眯起来了 再喝一碗 有些凉意的绿豆汤 整个人活都飞了 旁边的亲戚们看了 不知道有多羡慕 他们才是真正有娘 有婆姨的人 却没有人家 二状和三状过的舒服 绿豆汤都是喝人家的 都说叶老年 这个当爹的差劲 瞧瞧 这像是差劲的样子吗 搞得他们 都想去做叶老年的儿子了 太阳逐渐落下 天空中繁星点点 清冷的月光洒下大地 村长让富人们点燃了火把 整条沟渠 宛如一条游走的巨龙 盘踞在大山和清河村之间 叶琛闲来无事 他目前的任务是巡逻 警惕可疑分子 于是乎 叶琛又开始了 他的寻宝大夜 叶琛举着火把 在大山里闲逛 脑海中不时有灵星的声音响起 叶 发现低纯度的铁矿石 是否加工后提取 叶琛看了看手里的石头 忍不住摇了摇头 低纯度的铁矿石 加工的意义不大 他也没往心里放 叶 发现生锈的古铁壁 是否加工后提取 清河村在很久远的时候 应该无比繁华过 只是后来经历了战乱 慢慢荒废了 他手中这枚铁锈 既斑斑的铁舞珠 就是佐证 在他眼前散落了不少这种古钱壁 听村里的老人说 平时也有人捡这些废钱 用来做剑子给孩子们玩 但是已经花不出去了 但是叶琛发现 这东西竟然可以回收兑换 而且价格不菲 一枚上面的文字 清晰地废旧铁钱 净 可以兑换成三十文 叶琛估摸着 这玩意在后代 应该也算是古董了 叶琛十分淡定地 兑换住手里的铁壁 他手头的钱越来越多了 但是怎么让手里的钱 变成名钱 是一个问题 来路不明的钱 花出去 只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他现在需要一个合理的渠道 让手里的钱合法化 然后买地 盖新房子 叮 发现天然洞销 叶琛皱了皱眉 天然洞销是什么东西 他怎么没有听说过 他沉浸心神 注意到了办公室的电脑屏幕 屏幕的图片上显示的是一种 类似于土的东西 他看了一下成本明白了过来 所谓的洞销 其实就是销石的一种 眼前这座荒废的山洞里 便存在大量的洞销 但是洞销的提取过程 非常的复杂 需要将盐洞中 沉寂了千万年的富含磷酸钾 想办法过滤出来 依靠不容于水 但随着温度升高 而易容的特性进行熬制 根据叶琛估算 这东西工作量大 100多斤的洞销 配合三四百斤水 也就能得到20来斤的销石 不过 销石确实是个好东西 现在天气炎热 皇帝或许可以 利用冬天在河里取冰 然后存储在地窖里 到了夏天炎热时 吃点冰块降温 但是老百姓可没有机会 若是他能够利用销石制冰 再配点果汁 那么 岂不是可以卖一个非常不错的价钱 叶琛小时候 就用销制做过黑火药 销石的特性他都记得 叶琛脑海里 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 刚想着 怎么搞一个赚民钱的门路 这办法 自己就上门了 这种土不一样啊 叶小壮跟小伙伴们 嬉笑打闹的声音传来 一群疯小子 直接躺在上面打滚 因为销石浴水会吸热 这群臭小子 疯跑一身汗 在上面打滚 自然有一股凉意袭来 叶琛走过来 对孩子们说道 谁能帮我 取石金这里的土 爹 那是我的鱼 活我来干 叶琛笑道 只要你能背回去 石金这种土 也给你鱼吃 路过的巡逻乡亲 听到叶琛的话 好奇道 老年 你要这些煽动土做什么 这玩意最大的作用 就是 夏天躺在上面挺凉快的 我读书的时候 记得有一种法子 可以用这种土做冰块 叶琛笑着说道 我想着可以试一试 万一做成了呢 土若是能制成冰 那才有鬼了呢 乡亲们一点都不信 不过往叶琛加倍土 可以换鱼这种好事 肯定不能错过 他连忙招手 将山里乱窜的孩子叫过来 大狗 二狗 小狗 你们快来帮叶大叔背土 背回去的越多越好 边上的其他乡亲听到了 也赶紧喊自己的孩子过来 他们都知道 叶老年是第一个 发现鱼泉的人 家里的存货肯定多 他家的鱼腥味 都比别人家要重很多 根本不怕叶老年 拿不出鱼来 本来在山上 跑着玩的小家伙 一个个都跑去 拿着小铁产挖土 老年说 这够十斤了吗 老年说 我跟我二姐 一共挖了这么多 您看看 够换几条鱼的 我也挖了好多 我爹说有二十斤呢 是不是也能换两条鱼 叶琛看着眼前的竹框 袋子 还有十几个衣兜 全都是洞硝土 目测起码得有二百斤左右 这群小家伙的行动力不错 这座山洞里的洞硝土 虽然含量不纯 但是孩子们淳朴 不会骗人 可以直接把这份工作 外包给他们 他喊来同样在巡逻的大壮 让他带着孩子们 把土给背回去 叶琛笑着 对这群孩子们说道 大家去领鱼吧 如果鱼不够了 就拿鸡蛋顶可以吗 叶大狗立刻回应道 没事 鸡蛋也可以 小狗也说道 我也想吃鸡蛋 鱼都吃腻了 叶琛也没有想到 跟孩子们做生意 那么容易 他笑呵呵地说道 以后叔叔再需要这种土 还找你们 石金洞硝土 换一个鸡蛋 一条鱼这个买卖很划算 若是他真的能够 提取到足够的消食 不论是治兵 还是直接卖钱 都足够叶琛 给这群孩子们涨价的 起码两条鱼 或者两个鸡蛋 夜色逐渐变深 孩子们熬不住 便直接在草堆里睡着了 妇人们则一边照看孩子 一边给男人打折火把 嘴里还不断聊着天 给男人解发 到了深夜 人们的聊天内容 听得叶琛这个老海王 都面红耳赤 叶琛一直守在 二状和三状旁边 时不时地 给递过去一些绿豆汤 自己脑海里 则反复捉摸着 滞消的事情 村长也跟着一起熬着 到底是年纪大了 比不过年轻人 眼睛都熬红了 但是依然勉励坚持 站在土堆上 高声鼓励乡亲们道 再挖两个时辰 咱们就收工 乡亲们加把劲 一切工程都很顺利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意外终于出现了 王大发一铁铲下去 碰到了硬物 之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山下即便是松软的土地 偶尔也有些石头 往旁边挪一挪 将石头撬出去 就完事了 王大发换了个位置 继续挖掘 还是碰到硬物 他知道 这块石头可能有点大 他一连挪动了好几处地方 还是不行 这边受到阻碍 整个进程都被影响到了 一群大老爷们围过来 用铁铲挖掘了半天 这才发现 原来是一块巨大的长条石 阻碍住了去路 叶琛的脸色有些凝重 现代人挖钩 如果遇到石头 会直接用机器凿穿 可是这个时代 根本没有机器 全靠人力 根本不可能挪开这条局势 而且 沟区改道的工程量很大 尤其是旁边 是一片树林 每棵树都非常粗大 想要砍伐一空 不是不可以 但是绝对会耽误工期 劳累至极的湘林 本来以为看到了曙光 却发现原来真正的困难 在等着他们呢 一丝怨气在人群之中蔓延 然后会合成一道风暴 我早就说了 老年就是一个书呆子 他什么都不懂 为什么要听他的 三壮只是个孩子 他说话能顶什么用 这么大一块条石挡住去路 神仙来了都没办法 村长 你说怎么办吧 村长是老了 眼神不好使了 能有什么主意 白折腾了 赶紧回家都洗洗睡吧 又不是只有咱们村受灾 大家一起饿死算了 人在疲惫的情况下 本来就容易滋生负面情绪 而此时的情况 更是让所有人愤怒至极 当然 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蔓延着 大家之所以来挖渠 心里肯定是有莫大的希望的 可是谁曾想 这希望转瞬即逝 又成了泡影 一个个的 都丧气着脸做什么 村长板着脸呵斥道 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们顶不住了 家里还能靠谁 清河村还能靠谁 遇到困难 我们就解决困难 据事我们搬不走 难道那边的树 我们砍不断吗 都给我支冷起来 明天村里但凡有一口气的 就跟我过来伐树 我就不信 咱们清河村 开不出一条道来 众人闻言 纷纷看向那边的树林 现在是大洲巢 乡村开发还非常原始 这些大树 都有几百年的树林 夜风吹过 火把江树照得隐隐床壮的 那些本来就很高大的树 在众人的视线里 显得更加高大 仿佛一座座大山 植入漆黑的苍穹 所有人都沉默下来 不是他们丧气 而是这件事情 几乎不可能 砍树当然能砍 但是起码得一个多月的功夫 一个月后 地里的庄稼都死绝了 挖掘沟渠 还有什么意义吗 叶琛站在不远处的土丘上 他的心里 其实也非常苦恼 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 村里人少不了对自己的埋怨 甚至于自己辛辛苦苦改变的形象 也会彻底消失 叶琛努力地回想着 他来回踱步 希望找到一丝办法 这个时候 他脑海里忽然想起了 今天发现的消土 叶琛的毛子 猛然间亮起一道光 村长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 有质疑 有嘲讽 大家都非常疲惫 所有没有人直接开口 村长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老年 你赶紧说 大家把刚才点火烧成的树枝形成的木炭 全都找回来 二状你 带着大家去刚才那个山洞 挖削土 叶琛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再派几个人挑些水来 男人们累得都已经摊在了地上 妇人们则主动配合起来 二十几个妇人一起行动 半个时辰之后 就准备好了材料 这个时候 叶琛肯定不会实打实地 按照一销二皇三木炭这样规则制造火药 他只是简单地提取了一下 蒙骗一下周围的相亲 实际上 他则趁着大家不注意 在大米商城里 兑换了实打实的原材料 在大家发猛的眼神之中 制作了四个炸药包 众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叶琛 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叶琛却知道 这种按照后世配方制作的黑火药 威力同样巨大 更不要说 自己一口气准备了四个 叶琛开口道 大家赶紧后退 有多远退多远 村长示意大家退后 叶琛见众人 已经退到了安全线以外 放置了两个炸药包 这才点燃了影线 吃吃吃 影线开始发出 一阵阵急促的燃烧声响 叶琛也赶忙往后跑去 只听轰然一声巨响 仿佛雷鸣一般 巨石发出剧烈晃动 那本来不可撼动的巨石 竟然出现了一条条裂缝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震撼之色 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叶老年 竟然可以掌控这种天威 那些平日里 跟叶老年做对的男人们 甚至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叶琛看到有门 则赶忙拿出剩余的两个炸药包 重新走回去 检查了一番之后 再次埋在大石头底下 然后再度点燃了影线 那块巨石 本来就在火药的摧残下 有些摇摇欲坠了 这一次 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成为一块块成年人 就能搬动的石头 而这个时候 已经快要天亮了 所有人都如同 敬畏神命一样地看着叶琛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村长的声音 却显得很是亢奋 明天午时过后 所有人再重新集合 村长 叶琛想上去解释一下 村长却拍了拍叶琛的肩膀 笑着说道 这是书里的本事 老头子不会多问 也会让村民保密 毕竟这么强大的力量 不仅仅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还会给我们清河村带来灾难 叶江堂和叶江殿兄弟二人 也拍着胸脯说道 老念 你放心 谁要是敢嚼舌头 就进猪笼 男人们被村长嘱咐了一番 各自领着夫人回家 带着一脸的震撼 已经透进了骨子里 叶琛正在跟赵晶晶 收拾院子里的洞硝土 整个流程需要很多的水 大壮一大清早 就听叶琛的安排去挑水了 赵晶晶很是好奇道 爹 这东西就是制作天雷的材料吗 叶琛看了一眼一框框洞硝土 这些洞硝土 大概可以出销二十多斤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 那种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你按照我的方法 先过滤再熬制 尽量做得精细一些 赵晶晶点点头 赶忙去烧火 叶琛也全程参与 这是第一次私下里滞销 跟昨天那种随便糊弄一下 乡亲们不一样 是自己使用 自然要小心翼翼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见石身差不多了 放下手里的活 准备给孩子们做走饭 一会儿还要去地里挖钩 正忙活着 就听到不远处的叶小壮 惊呼一声道 臭大黑 你欺负二鸭干啥 叶小壮旋风一样跑过去 将骑在二鸭身上的大公鸡拎起来 急得大公鸡咯咯直叫 如果不是翅膀被剪掉了 此时他早就飞起来 让叶小壮尝尝他的厉害了 叶琛 很好 你亲手毁掉了鸡蛋孵化小鸡的机会 他放下手里的活 将大公鸡从小壮手里解救出来 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壮 你不是想要孵化小鸡吗 小壮眨巴着眼睛点头道 祖母说有公鸡就可以了 可是他总是欺负大鸭和二鸭 我看不惯 爹咱们把他宰了炖鸡吃吧 提起吃鸡 他的口水就不受控制地往外流 叶琛一抬手 就让大公鸡飞走了 叶琛很喜欢小壮的天真 他笑着解释道 大黑那不是欺负他们 是跟他们做好朋友呢 就比如说 你二哥经常欺负你三哥 你三哥不是也没被打死 反而关系还很好 是不是这个道理 叶小壮歪着小脑袋 妥协道 爹 不是的 他们打我的时候 我也很不爽的 叶琛点头道 那你就自己打回来 爹爹也没说你二哥 三哥揍你 就宰了你二哥吃肉吧 叶琛说着一抬头 就见院子门口 站着几个脏兮兮的小孩 这几个孩子 大概七八岁 有些不敢进来 叶琛昨夜炸了巨石 如同将天雷引入人间 村民虽然不敢对外声张 但是却嘱咐孩子们 不许得罪叶老年 免得他一生气 把你们炸死 孩子们自然吓得不行 叶琛开口道 小壮 你去拿几个鸡蛋 这是昨天不想要鱼的 这是叶小壮最喜欢的活 立刻跑去鸡窝里 摸了起来 随即兴奋道 爹 又有四个双黄蛋呢 叶琛将鸡蛋 拿给外面的泥娃娃 你们拿好 回家交给父母 千万别摔碎了 几个孩子立刻开心地笑了起来 谢谢老年叔 叶琛的心情 也变得愉悦起来 孩子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单纯的生物 跟他们相处 没有任何压力 赵晶晶正在揉面团 然后用刀裁成一条条线 准备做鸡蛋肉丝面 叶琛则看着眼前 正在熬制的萧土 心里赚钱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了 萧石之兵必须要快 这是能够将钱合法化的好东西 有了来路挣的钱 想买啥就买啥 谁都不能说什么 午后 一大堆人呼啦啦出发 除了劳动力 村里的富人也主动帮忙 没有那么多工具 他们就主动勘查 哪里有大石头 不过老天爷总算是开眼 没有那么过分的巨石 偶尔有几块大石头 只要众人齐心 也能给移走 就连孩子们也热情高涨 减柴的减柴 挑水的挑水 送饭的送饭 干活的进度快了许多 叶琛在一群孩子里 看到了忙碌的牛蛋 这是那个跟小壮打了一架的孩子 他爹是村里不务正业的牛大海 孙兰包被村长训斥过后 都老实来干活了 可牛大海依然没有来 谁也没想到 他儿子竟然主动参与了进来 紧锣密鼓的配合之下 一条将近两米宽的水渠 从山脚下 绵延到了清河村的稻田 村里专门在水闸附近 修建了一座简易山神庙 感恩山神的庇佑 至于龙王爷 则光荣下岗了 大周习惯性的不养贤神 在通渠的这一天 孩子们砍来一些戏竹 夜称在里面放了些简陋的黑火药 这东西配置简单 也没啥威力 但是烧起来霹雳啪啦作响 充满了喜气 水渠是用巨石堆砌而成 动用了三十个汉子轮流敲打 是整条水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村人拜过山神 供奉了香烛和贡果之后 村民们齐声大喊 开闸咯 便有十几个汉子转动脚盘 将水渠升起 滚滚的水流汹涌而下 沿着沟渠迅速向清河村流去 这一刻 无数人的岩脚涌出泪水 孩子们没有那么多伤感 呼着跟着水流 一直往农田的方向冲 可是人哪里跑得过水 不一会儿 功夫就被水流远远地落下 无数的清河村村民 翘首以盼 那激流的泉水 在阳光下 发出零零的光芒 犹如一条银色的蛟龙 带着全村人的希望 滚滚而来 明明只有一米多宽的水渠 在众人的眼里 被无限地放大 犹如东去大海的滚滚长江 浪潮汹涌 看着水渠真的通了 村里人的眼睛都红了 乌叶着哭出了声来 真的通渠了 我们清河村有救了 稻田有救了 我们不会饿死了 山泉流入沟渠边上的稻田里 那干裂的土地张开嘴 将所有的水吸水吞下 裂缝处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不一会儿 就喝了个大饱 更多的水流向远方 那干裂的稻穗 也感觉到了清水的滋润 在裂阳下 在下风里 竟然舒展开来 越来越多的乡亲们 相拥而泣 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 是无法感受这种快乐的 牛大海趁着大家不注意 悄无声息地在田笼上 开了个细小的缺口 水料水流很急 缺口瞬间被冲大 汹涌的泉水 漫灌进了他家的稻田 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 但是在这人心激荡的时候 谁也不愿意 跟牛大海这个混账东西计较 而且 他家牛蛋 也主动出力干活了 牛蛋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很壮实 并不比一般壮劳力差 大家不愿意 因为这点小事 闹得太难看 就在所有人欢心鼓舞的时候 一道不和谐的音符 传了过来 靠 真的让他们半成了 村里人回过头来 就见几个孙家庄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一个汉子还很不服气地 用铁锹抛了一盏土 扔进水渠里 似乎要宣泄心中的不满 这一下 可真的惹恼了清河村的乡亲们 刘老太太一把年纪了 前些日子家里遭贼 丢了半条命 这些日子 孩子们的孝敬下 总算是恢复了不少 见到孙家庄的人捣乱 立刻气冲冲地冲了过去 手中的土克拉 直接砸在了 那个男人的脸上 老太太颤巍巍地骂道 你再决一盏土试试 那个男人没想到 清河村里的一个老太太 竟然敢砸她 立刻怒不可遏 挥舞着手中的铁铲就要动手 你个老东西 竟然敢打我 看老子不弄死你 花音刚落下 就感觉肩膀一痛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三壮已经冲了过去 手里的钢管直接砸了过去 男人刚想还手 清河村的村民 手里拿着各种工具 已经围了过来 涌过来的 都是清河村的青壮 常年在地里劳作 浑身上下都是硬实的肌肉 看起来如同一座座雄伟的大山 一群少年涌在三壮身后 也别管平日里是不是一派的 都瞪大了眼睛 刺着牙 三壮豪道 狗日的 欺负我们村的老人 要打些斗吗 敢死他们 一群小家伙 好起来 比大人都要凶狠 那汉子将心里的火压下去 转头就跑 其他孙家庄的人 也赶紧跟着跑路 不一会儿 就消失不见了 村长知道 这水渠是 三壮建议下修成的 小家伙自然很在乎 不过他也不得不佩服 叶老年将孩子培养得好 做事情非常周到 而且关键时刻很勇敢 村长拍了拍三壮的肩膀道 孩子好样的 三壮立刻腼腆地笑了 村长爷爷 我就是 看不惯他们嚣张的样子 村长转身看向村里 其他的乡亲 表情严肃 必须要提防 孙家庄的这帮畜生搞破坏 毁了我们的水渠的事情 他们肯定干得出来 叶琛也事实地说道 村长输 我觉得我们的团恋不能停 保护沟渠 保护我们的庄家 保护家家户户的存粮 之前大家觉得 团恋是属于小题大做 毕竟按照老辈传下来的方式训练 巡逻都会让成年男子快速饥饿 而且很耽误时间 但是前有他们半夜来抢劫东西 后有他们公然想毁掉水渠 这两件事让大家寄愤怒 又充满了危机感 再次对于团恋这件事情 表示赞同 这个时候 全村人几乎都在 壮劳力也都在 没费多大功夫 便把团恋的人选 做了新一轮的选拔 而农田的水 拿着一本册子 乃是叶琛经过核算后 交给他的 不是所有人家 都可以开口子放水的 要按照册子里 所画出来的农田梯队 一对对的浇灌 最大化地利用水渠的同时 也保障每家每户的庄稼 都能最大化地喝到水 村长在修成水渠之后 在村里的威望更高了 在他的安排下 没有不服气的 虽然心里焦急 也只是点着脚 看邻居家的地 喝了多少水 焦急地盼着赶紧轮到他 不过焦急归焦急 大家真切地知道 庄稼有救了 刘老太太 畅微微地拉着叶琛的手说道 老年 多亏了你 没有你 我这个糟老婆子 是没脸活下去了 还有 你家的壮壮们 都是好孩子 以后 咱们是一家人了 老婆子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村长的老板 也擦着眼泪说道 老年 以前我们都误会你了 现在我们才知道 你是个好书生 虽然你读书 考不上科举 但是你能救大家的命 你能给大家带来希望 先前的鱼犬你们藏丝 现如今发现了水 你带着大家修建水渠 你是个好孩子 也是个好书生 以后大家都要敬你 叶江店在一旁说道 娘 你说这些干啥 都是自家人 你要是真关心老年 就赶紧给老年说个媳妇 叶江堂也跟着在一旁起哄 大娘 婶子们 谁家有小闺女 赶紧给老年说说 那么好的男人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不远处的孙家婶子开口道 老年 我娘家有个书 家里有个黄花大闺女 长得有点瘦 但是模样挺俊的 你要是有时间 我 站在人群之中的叶五四 神情复杂 说实话 她也很喜欢自己的儿媳妇 虽然老年不咋地 但是自己那儿媳真的不错 知书达理 生财有道 若是老年再娶 可就真的跟儿媳没关系了 你媳妇确实不错 但是她不是不在了吗 你家里的孩子 也需要个婆姨照顾不是 有个热情的妇人 拍着胸脯说道 老年 没有你的鱼拳和勾渠 大家伙都得饿着肚子过日子 为了报恩 你嫂子也得给你找个媳妇 叶琛 感激她可以 但是拉皮条 俺不稀罕好吗 叶琛脸上带着职业假笑 我一个人习惯了 那个啥 咱们村里不是有水了吗 正好我家的菜园子 青菜不够吃 你们家谁有种子 借我点 孙家婶子回道 我家有些韭菜种子 老年的身子弱 得补补 村长老伴道 我家有颗苏枸杞 你输年纪大了 用不上了 成功歪楼 饶视叶琛一把年纪 也被老太太 大嫂子们 说得面红耳赤 不过收获确实不错 一群人给了叶琛 送来了韭菜 季菜 蕴菜 虎杖 苍儿 马尺茧等一大堆蔬菜 因为今年干旱缺水 村里人种的蔬菜多不多 叶琛这么一说 大家都准备回家 赶紧种上 尤其是来福 也就是萝卜 这东西又好吃 量又大 关键是还顺气 大家吃的东西杂七杂八的 吃几口萝卜 对身体嘎嘎好 叶琛正思索着 一个妇人的身影 忽然笼罩过来 叶琛抬头一看 就见赵大雷媳妇 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一脸笑眯眯地看着她 老年 嫂子家里啥种子都有 你要不跟嫂子去家里看看 她一边说 一边往前凑合 这会儿 沟区边上到处都是人 她凑过来 谁也没有注意 叶琛嫌弃地往后退 却一脚踩在泥巴上 差点掉进水渠里 赵大雷媳妇眼急手快 赶忙过来拽叶琛 爹 小心 叶大壮的速度更快 一个箭步冲过来 踩在稻田的泥水里 直接将叶琛拽了回来 正准备占叶琛便宜的赵大雷媳妇 只抓了个空气 大雷媳妇脸色有些阴郁 刚想说什么 却被一个强有力的大手 给拽了过去 赵大雷拽着自己女人的胳膊 五官都挤在了一起 怒喝道 叶老年 你个老光棍 当着我的面 就敢勾引我破衣 你当我是死的吗 叶琛在叶大壮的搀扶下 不慌不忙地站直了身体 他冷笑一声 大雷 你不是头一回找我麻烦了吧 你也不照照镜子 瞅瞅你那魂家的模样 有哪一点知道我勾引 是他自己凑过来的好不好 你是瞎子不成 一句话 说得赵大雷脸色铁青 叶琛年轻的时候 那叫一个一表人才 不仅娶了隔壁村最漂亮的女娃子 连带村里的小媳妇 小闺女都爱多看她两眼 村里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嫉妒叶琛 赵大雷就是其中的一员 如今叶琛的媳妇没了 赵大雷心里不知道有多得意 谁曾想 自己媳妇竟然耐不住寂寞 当众勾引叶老年 这让他心里非常恼火 村里人都知道啥情况 知道叶老年 根本不会主动勾搭赵大雷媳妇 而且 大家都刚得了叶老年的好处 自然都帮助叶琛说话 是啊 人家老年当年娶的媳妇 模样多俊俏 跟仙女似的 你再看看你家那婆姨 跟叶叉似的 人家吃罐肉的 人也很踏实 当年在村里的时候 没少帮衬孤寡老幼 你再看看你家的那婆姨 好吃懒做 老年怎么会动心 这么好的闺女 怎么就忽然在人间蒸发了呢 叶琛抿了名嘴唇 在原生的记忆之中 有许多关于温云恒的画面 两个人说是夫妻 但是其实不如说是形同陌路 因为温云恒 一直给叶老年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侍奉自己侍奉得非常好 而且还总是能挣到钱 养家糊口 供自己读书 但是就是 给人一种不真实 随时可以离开的感觉 然后就在某一天 仿佛是完成了 老天爷的某个使命一般 温云恒神奇地消失了 但说实话 作为一个妻子 温云恒真的非常称职 叶琛觉得 叶老年的不真实 是因为他跟这个 叫做温云恒的女子 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叶琛目光清冷地 看向围观的众人 一字一顿 掷地有声地说道 云恒是我最爱的妻子 虽然她出远门了 但是终究是回来的 或者说我叶琛 走遍天涯海角 也要将她找回来 所以我不会续闲 我今天把花放在这里 我叶琛对云恒的心 永远不会变 上一世 她都三十多岁了 照样单身不想成家 这一世 她都有结果了 四个大儿子在自己身边 她更有理由不继续娶妻了 叶五四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年头条件好点的老官夫 谁不想再找个媳妇 她虽然觉得 叶老年再娶个媳妇 自己那贤惠的儿媳 可能就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是她也心疼儿子 知道儿子年纪大了 身边需要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谁曾想 她儿子竟然公然宣称 不会再续闲了 老年这孩子 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 老年 你别犯傻 那个男人 不需要娘们暖被窝 等你手底下的孩子 都长大了 你就是外人了 还是有个婆姨 知冷知热的叔父 不过话说回来 像是云恒那样的姑娘 估计打着灯笼 也不会再找到了 老年有这个想法 也正常 咱们老年那么有出息 村里找不到 就去镇上找 镇上没有 就去县里 县里不行 还有福 天下那么大 总归有何事老年的女人 叶琛的嘴角扯了扯 乡亲们实在是太热情了 她面色坚定地说道 大家的心意 我叶老年心领了 但是云恒带给我四个孩子 我有义务陪他们长大 我也不会再娶妻了 这年头 后妈对待孩子 可是真的不咋的 叶大壮不悦道 谁再敢给我爹说没 可别怪我领着弟弟们打过去 叶老二一巴掌扇了过去 混账小子 你有婆姨 怎么还挡着你爹 叶二撞见大哥被二伯揍了 一点也不畏惧 跟着说道 我爹是娘亲的 谁都躲不走 你们休想给我爹说没 说得比唱得好听 赵大雷满脸不屑道 你要是真的那么喜欢云恒那姑娘 人家怎么会不声不响地抛弃你 还不是你叶老年废物 守不住那么好的女子 你续不续行 我管不着 但是你再敢勾搭我女人 我就弄死你 叶家老太太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赵大雷 你这个后生咋那么不懂事 大家给你留脸 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你自己不中用 管不住媳妇 还赖别人 你要是真的有本事 让你婆姨高看你一眼 让村里人高看你一眼 比在这里瞎闹藤墙百倍 众人哈哈大笑 都觉得老太太说得在理 赵大雷要是真的中用 她媳妇如何会去勾搭叶老年 赵大雷媳妇一脸铁青地挤出人群 赵大雷也赶紧跟了过去 指着媳妇的后背破口大骂 你个贱货 村里那么多人看着 你就去找那个光棍勾搭 你闭嘴 赵大雷媳妇脸色吓人 你要是真的中用 我至于去勾搭别人吗 你个废物 她瞪了赵大雷一眼 转身回家 赵大雷对着树猛踹了好几脚 又指着叶琛暗暗骂了一阵 心里舒服了一些 这才回去 不过赵大雷却并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进了一家茅草屋 一条光滑的手臂将他拽了进去 当然 这种事情 肯定是不为外人道的 勾渠边的人群逐渐散去 劳作了好几天的男人们回家休息 女人们则挑水灌盖家里的菜园子 洗衣服啥的 叶琛走向叶老太太 笑着说道 娘 我有点事 想请您帮忙 老太太立刻警惕心打起 心道 老年啊 村长媳妇 说你读书是个好书生 那只是说说 咱家可养不起 你读书啊 叶琛哪里知道 老太太心里的内心系这么丰富 娘 那个洞硝土您知道吧 就是前几天制造天雷的那种东西 我想用它做生意 老太太的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儿子啊 你的野心那么大 你一个三脚踹不出屁的穷书生 竟然也想做生意 那东西需要本钱啊 这几年闹灾 不是蝗虫 就是干旱 家里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全都换了粮食 至于铜钱 根本就没剩下多少 不过一看见 站在自己眼前的叶老年 想到是自己的心头肉 老太太就心疼得厉害 算了 人家说慈母多半 可谁让她是自己的心头肉呢 给她 给她五十文 不 五十文哪里够 给她一百文 老头子要是不同意 晚上就踹她 不让她上床 娘 我这个生意跟吃食有关 刚开始做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想请娘您试试口味 看看大家会不会买 老太太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说的不忙 只是试吃一下 不是要钱 肯定不是您一个人尝尝味道 是让家里人都尝尝 有啥意见 提前跟我说 我好改进 叶琛笑道 乃行 老太太尝出了一口气 但是还是劝道 老年啊 咱都是穷苦人 没有那个富贵 做买卖搞不好 是要家破人亡的 你可别冲动 老太太这边劝着呢 叶琛却已经转身回家 做准备去了 太阳西斜 叶琛家没有什么特别的 跟着其他人一样忙碌 小壮的活很简单 去地里收割田子草 灰灰 回来切碎 叶琛再拿一些对话来的饲料 趁着大家不注意掺进去 保准将自己家的鸡养得壮壮的 老二和老三也有事情干 将家里院子周围多余的土地 全都用锄头松一个遍 再将土壳拉全都砸碎 再一勺勺往地里面浇水 如今清河村有水了 但是也不敢随意浪费 经历了开渠事件 大家伙更加知道 这水来之不易 将菜园子收拾一遍之后 就可以这儿八斤地种菜了 叶大壮和赵晶晶 则在叶琛的指挥下 制作一种叫做冰雪冷原子的美食 这是当年叶琛去大宋 不叶城旅游时 无意间吃到的 他是用黄豆和砂糖制成的 主要做法就是 先把黄豆炒熟 然后去壳 就成了人们口中香甜可口的冰雪冷原子 当然 上诉步骤并不困难 无非就是将黄豆去壳 复杂一些 需要消耗些手工 但是在农村 大家最不缺的 就是时间 反而制冰比较复杂 叶琛信心满满地 亲自给叶大壮和赵晶晶示范 先将水放进一个小号桃瓦罐内 然后再取出个大水盆 在里面放进去水 然后就是往里面倒进去消食 在等待的过程中 叶琛让几个儿子上山 找一些山楂 将山楂榨成汁 挤进去 酸酸甜甜的味道 绝对让人赞不绝口 当然 这只是低配版 叶琛肯定会在高配版中 加入一些柠檬 再加入一些牛乳 这将成为自己的独家产品 保证谁都学不去 秘方这种东西 谁家都有 也不会有人在意 当然 不论是低配 还是高配 都有两种做法 分别是加入蜂蜜的 和加入白糖的 叶琛也不知道 哪个会更受欢迎一些 赵晶晶看着公公 将家里珍藏的糖 不要前世地用 心疼得无以复加 这年头 肉贵 糖更贵 而白糖绝对是贵上加贵 在赵晶晶的视线里 公公一会儿的功夫 就祸害了将近一百文钱的白糖 他真的十分怀疑 吃了会放很多批的炒黄豆 真的会有人买吗 当然 他更不相信 那种土里面熬制出来的粉末 可以做成冰 不过他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 从不胡乱质疑公公 公公是一家之主 公公说是啥就是啥 在叶琛准备得差不多时 小壮抱着一大包衫 扎冲了进来 小壮真厉害 叶琛毫不吝啬 对小儿子的赞美 等到老爹的冰雪冷原子做出来 第一晚就奖励我们家小壮 叶小壮舔舔着嘴唇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水盆 叶琛擦了擦手 拿着一根棍子 走到了水盆边上 用筷子戳了一下水盆里的小瓦罐 发现小瓦罐里的水 并不是结冰的状态 叶琛一下子就猛了 按理说 消失欲水 不应该直接结冰吗 难道我学的知识是假的 叶琛这个时候 无比悔恨 他的化学老师 只知道赵本轩科 根本不知道 带着他们做实验 叶琛坐在水盆边 一通冥思苦想 一点点思考 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步骤 出现了问题 叶小壮蹲在水盆旁边 用手摸了摸水盆里 冰冰凉凉的水 爹 这水能喝吗 叶二壮抱着实验精神 趁着叶琛不注意 伸出手指 沾了沾 放在嘴里舔了舔 冰冰凉凉的 我感觉我的脑袋 都开始打摆子了 真的吗 叶小壮忍不住了 伸手去捧喷里的水 顿时感觉一股凉意袭来 激动得两眼放光 爹 真的好凉啊 我要喝 我要喝 说着 就要将叶琛 溶解了消失的水喝进去 吓得叶琛一巴掌拍了过去 喝道 不要命了 也不管有没有毒 就直接喝 你这一大盆水喝进去 命就没了 啊 我不要死 小壮下的屁端坐在地上 眼泪都要流出来 爹 你怎么制毒害我们 赵晶晶也吓得脸色发白 爹 我没有 我没有下毒 他 确信 从始至终每一个步骤 他都是按照公公的要求做的 而且绝对没有脱离公公的视线 结果公公 既然说 水里有毒 完蛋了 公公会不会让大壮打死自己 看着赵晶晶吓得身体发抖 小壮也是小脸发白 叶琛摇摇头 安抚众人道 跟你没有关系 是我的做法有问题 你们先洗手 然后准备晚餐 我一个人想一想 他走到房后 嘴里叼着根青草 就当吸烟了 吹着晚风 再一次凝神去回忆 狗日的文科生 连治兵都不会 他当初去不叶琛 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着人家制作 但是具体细节根本没有注意 叶琛正在沮丧之际 忽然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袋上 我莫不是一个傻子 他有资源回收中心 里面什么物资没有 他记得当初 一个中学的后勤主任 就曾经将他们学校学生毕业扔掉的书 一股脑地买给自己 整整四五卡车的废书 当年自己读书的时候 没有详细的步骤 不代表人家00后的课本里没有啊 自己兑换一套中学生化学实验书 不就可以吗 他打开脑海之中的电脑 果然在垃圾堆里 用50文的价格买到了一摞书籍 他照着目录翻了起来 还真的找到了治兵实验 这一看瞬间发现了问题 原来加消食 不是自己那样一股脑地往里面倒 而是要逐步加进去 而且这个过程中还要搅拌 使消食充分溶解 此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水盆里的水不够多 且是敞口的 跟外界接触的面太大了 他吸热的速度 还没有外界加入热量的速度快 还有就是室内的温度太高了 最好有个地窖 此外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让叶琛直皱眉 因为他想到了安全性 到时候 治兵肯定是要交给赵晶晶的 可是这个逐步加入消食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消食是有毒的 过度吸入对身体有害 他继续阅读这实验手册 这学生们的书虽然不贵 但是内容很详细 叶琛对照着书本 忽然意识到 可以戴橡胶手套和防尘面具 然后再来一身聚以吸防护服 说做就做 叶琛大手一挥 在商城里将橡胶手套 防尘面具 聚以吸防护服兑换出来 然后走到前院 我就知道 消食之兵的法子 肯定是娘亲传说给爹爹的 你看爹又找到新宝贝出来了 三壮兴奋道 刚才是爹爹疏忽了 这一次肯定能成功 叶琛并没有反驳三壮 而是笑着说道 趁着天色还早 大家一起来干活 他招呼大家 将东西搬到了后院里藏蔬菜的地窖里 果然刚一进入地窖 就感受到了丝丝凉意 叶琛又让大壮 将用来烟咸菜的大瓦罐拿了出来 刷洗干净 放进去水 然后再逐步放入消食 风尚口开始搅拌 林林总总折腾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结冰了 看到凉意十足的冰块 众人忍不住欢呼起来 叶琛的脸上也有了笑意 草草地吃了一顿晚饭 叶琛检查瓦罐里的冰块 冻得很好 他嘱咐大壮将冰块 用擀面杖敲打成碎冰 放入已经倒入了冰雪冷原子的桶中 堆成小山 又淋了些牛奶 然后上面盖上了盖用来密封 防止天气炎热 快速融化 然后他就提着木桶出门 门口不远处的农田里 还有人 干旱了那么久 终于有水了 一些庄稼老把士 舍不得离开农田 一遍又一遍地 在自己家稻田里走来走去 生怕这只是一个梦 叶琛走过去的时候 不少人主动跟他打招呼 这是以前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 他拎着篮子回了老宅 一大家子人坐在院子里那梁 老年 你真的做了吃食 叶老太太一脸不可思议到 叶琛点头道 这不 前几日让村里的孩子们 帮着挖了些土吗 这就是用那些土做成的 第一次做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们要是觉得不错 明儿我就拿到镇上去 看看有没有人买 他吩咐叶满屯 去拿几个碗 满屯跑得太快 结果跌倒摔碎了几个 老太太大怒 伸手就要揍他 叶琛笑着拿着碗说道 碎碎平安 娘 赶紧尝尝吃食 叶琛这边 乘着冰雪冷园子 一边数着人头 其实桶里的还有很多 人人有份 结果孙氏就赶忙说道 你们两个丫头 还不赶紧过去 晚了就不敢烫了 说着还不满地 瞪了满屯一眼 这臭小子太不懂事了 一口气摔碎了好几个碗 自己家的闺女再不及几点 不就吃不到了 叶琛将三房孙氏的反应 看在眼里 他没说什么 任由三房的两个闺女 端走两个碗 他端着两个碗 递给了跟好奇宝宝似的爹娘 最后还剩下两碗 别看当初孙氏的两个闺女 抢得欢 抢回去还不是让孙氏先吃 两个孩子干巴巴地看着 这时候 二嫂开口道 满屯 满仓你哥俩一碗 春月你姐俩吃一碗 叶琛笑了笑 将两个碗递了过去 只是短短的功夫 他就想起了不少就是 二哥的命不错 娶了个好媳妇 见满仓和满屯哥俩 跟看宝贝一样舍不得吃 叶琛开口道 满仓 你小子跑得快 去四叔家里拿几个碗过来 四叔家的碗还是管够的 满屯也兴奋地说道 四叔 我也去 两个小子飞快地窜了 连大黄狗也跟着呼呼跑 叶五四看着扮了冰碎的黄豆 有些迟疑道 老年 你这土真的能做成冰 老太太心里是有些恐惧的 老年 你听我说 万变不离其宗 如果真的是土做成的冰可不能吃 吃了土会大肚子 可难受了 叶老二大胆咧咧道 娘 说啥呢 老四能害咱们不成 说着端起碗来 拿着勺子就开始咬着吃 只是吃了一口 顿时目瞪口呆道 我的老天爷 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 酸酸甜甜 冰冰凉凉 吃一口那凉意顺着嘴巴 直冲脑门 然后四肢百还都爽透了 最关键的是 吃完之后 嗓子里还留着酸甜感 老年 这东西绝了 你是怎么想到的 叶老三也赶紧吃了一口 也是美得浑身蘸粒 还有一种类似于山楂的酸味 但应该不是山楂 这是有的啥 吃到嘴里 真的好爽 像是 话到嘴边 见周围都是孩子 老三果断地闭嘴了 最后春月一口气吃完 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四叔 真的好吃 我能再来点吗 老太太立刻瞪了眼过去 混账 你一个丫头 怎么能那么贪吃 将来嫁到婆家 岂不是让人家小瞧了咱们叶家 娘 您跟一个丫头计较什么 说着 又给小丫头道了一碗 老太太在一旁皱着没道 老年 你这性子得改改 你这是要做生意的 那么好说话可不行 叶琛笑道 都是一家人 又是试吃 就别讲究那么多了 说着又看向叶五四 问道 爹 这冰雪冷原子 我准备有两个版本 普通版的卖三文钱 用了秘方的要五分钱 你觉得可行吗 一旁的众人 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尤其是孙氏 跟看傻子一样 看着叶琛 这是疯了吧 有这些钱 买些肉回家炖肉 吃不香吗 现在大家都吃不上饭 谁会花钱买他这玩意 不过 他是不会提醒老年的 最近老年大出风头 老太太越来越偏心了 得让老年吃个大亏 这样三房 才不至于抬不起头来 叶五四却不吃贪吃的 吃了两口就停下了 抽着汗烟琢磨着 就凭你这用土制冰的手艺 就不可能低于这个价 而且 这东西还这么好吃 我觉得卖石纹都不贵 叶琛本来也想卖石纹钱的 因为他觉得这用销制冰 真的是蝎子巴巴赌一份 不过现在是天灾连连 家家户户都没啥余钱 他担心这个定价有些贵 到时候无人问津 就白折腾了 所以他定价为三文和五文 这个价格不算贵 但也不算太便宜 但是足够让大家火接受了 他也可以大赚一笔 他观察了一下 加了白砂糖的 似乎更加受欢迎 但是女性 明显是喜欢蜂蜜的醇厚 可见这两种口味 都有销露 满仓和满豚 抱着两个大碗回来 美美地吃了个最后一茶 叶琛又看了看 两个臭小子的反应 他才继续开口说道 既然大家都爱吃 我就先按这个价格 卖着试试 明早我就去镇上 爹 娘 我先回去准备了 他拎着筒回去的时候 一群孩子 已经将筒里的冰雪冷原子 吃了个一干二净 尤其是满豚和满仓 两个人摸着肚皮 一脸地享受 估计明天出去玩耍 跟小伙伴又有了吹嘘的话题了 炎炎夏日 即便是有风扇 都不能驱逐燥热 但是吃了冰可就不一样 那是从天灵盖到脚底板的舒爽 叶琛叫着满仓和满豚 你们哥俩再辛苦一下 跟我走一趟 聚运些冰块回来 到时候碾碎了 稍微一搅拌就能吃 反正明天要做新的 冰块隔了夜也会融化 不如直接给家里人享受 但是叶琛又嘱咐了父母凉嘴 年纪大了 肠胃一般不好 不要吃太多 满豚和满仓 一个鲤打挺 跟着冲了出去 太太提起棍子就打 你们两个混账玩意 那是你四叔挣钱的宝贝 跟你们客气客气罢了 你们怎么给抬回来了 赶紧给我还回去 叶满豚赶忙解释道 别答 四叔说了 这冰块过了夜容易化 让我都带过来 让大家吃个够 老太太还没说啥 三房的丫头就扑了过来 口水差点流进桶里 行了 行了 一人一晚 老太太无奈地说道 剩下的冰块和原子 都放进地窖 人家大富人家 都是用地窖藏兵的 老年不会不知道吧 满豚赶忙说道 来 四叔就是从地窖拿出来的冰 知道了 老太太转身进了屋 对着夜五四说道 老头子 我怎么觉得 老年最近变化很大 好像一夜之间 就对家里变得大方了 夜五四抽着汗烟 得意道 你也不看看谁的种 都三十多了 能不懂事吗 不过你也别夸他 这孩子心里啊 你越夸他 他越上天 我现在就是担心 这门银生看着不错 结果到底能不能挣钱 夜老太太摇头道 确实不错 我吃着浑身舒服 但是做买卖不是容易事 咱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没啥见识 只能靠他自己摸索 回到家后的夜银 一直在核算成本 这消失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虽然有损耗 但是冻销土就在大山里 随时可以去挖 这个成本算是低的 真正的成本 是白糖 黄豆 山楂 柠檬 不过自己 既然卖三文钱一晚 本身价格就不算太便宜 再适当地多放点冰 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 利润也就更高了 而且炎炎夏日 大家吃的就是一个凉爽 豆子的多少 其实没人在意 最后将豆子 白砂糖 牛奶 柠檬的成本 简单一核算 自己手里存储的黄豆 够他赚取二两到三两银子之间 因为这货物的价格 也是浮动的 不可能一直卖这些钱 刚开张的时候 会卖得便宜一些 最后剩下不多的时候 也要适当地降价 但这足够夜银 震惊的了 要知道 在农村 一般家庭 一年下来 也未必能挣五两银子 而他这轻轻松松 就能赚取别人半年的收入 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但前提是 他真的能够将这些货物卖出去 夜银 大壮和赵晶晶 继续炒黄豆 再加上刚才剩下的食食品 一共能卖出去150万左右 他准备先带这些 去镇上试试市场的反应 这一夜 夜银带着孩子们 忙碌到了半夜 而隔壁的孙家庄 却也是一夜未眠 今天不少人 偷偷摸摸去了青河村 看着人家青河村 开了一条水渠 将山泉引入了稻田 整个村子都开始了兔子模式 经过村长深思熟虑 决定效仿青河村 全村人挖渠 有县城的成功案例 自然全村人都同意 然而 在具体实施开始前 就出现了争执 村长 我家距离山最近 是不是可以少出一个劳动力 村长 我家男人是猎户 力气大 他就能代表我们家了 都闭嘴 村长气得吹胡子瞪眼 我们村距离大山 比起青河村远多了 他们都一口气动用四五百劳动力 全村的妇孺也都帮忙才挖通了 咱们村至少得出七八百人 你们一个个不想出力 难道就不想家里的稻子喝水吗 可我们家确实离得近 凭什么要多出劳动力 都是一个村的 不该这么计较吧 离得远的 一脸不满地说道 你看娘的屁话 怎么那么多 你骂谁呢 孙家庄这边 还没开始挖 就已经打了起来 雄机爆笑 青河村崭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叶琛在睡梦中苏醒 看了眼抱着自己大腿的小壮 他刚一翻身 几个小子就一起醒了 小壮扑朗一声 就站了起来 光溜溜地抱着叶琛的胳膊 爹 我也要去镇上 三壮也开口道 爹 我力气大得很累 让我跟着一起去吧 家里的这几个崽子 除了大壮跟着自己去过几趟镇上 其他人一直窝在村里 对于镇上的市集 充满了好奇感 不过叶琛是去做生意的 又不是带着儿子去玩的 便摇头道 今天只准备了一百多万货 用不了那么多人 这样 小攻击点到谁 就选谁 叶琛随手指了指 最后选定了叶三壮 小壮垂头丧气 但是叶琛的套路 却骗不了二壮 小家伙立刻瞪着眼睛 一脸不满道 爹 论头脑 肯定还得是我啊 而且我是二哥 家里干活的事情 怎么能让弟弟献上 说着 他还气呼呼地瞪了一眼傻笑的三壮 三壮抱着他胳膊 笑嘻嘻道 二哥 你别看我脑子不如你 但是我力气大 咱家第一次做生意 保不起我来搞破坏的 你这身子板不抗揍啊 叶琛也笑着点头道 对啊 路上不太平 万一遇到劫匪 你三弟还能动手呢 实际上 自从府兵驻扎在此地之后 当地太平了许多 叶琛之所以选老三 是因为老三憨厚 没有老二那么多鬼心眼 老大又是一个听话的 自己也方便浑水摸鱼利用可见 叶三壮根本没想那么多 将钢管用布袋包裹好 像是大侠一样背在后背上 小壮撅着嘴 跟着二哥上山去打野菜 家里的鸡总是要喂地 叶峰顺牛车早早停在村口 车上空荡荡的 想象也是 现在地里有了水 大家都忙碌得很 谁有空去城里 而且 最近山上的山货 都被大家给扫荡空了 也没有啥值得去卖的 唯独叶琛自己 是属于有生意要做 没办法 父子一行人上了车 装了满满四个大桶 一个桶里装了冰块 这个桶被叶琛改造了 专门放了隔热层 可以保障冰块不会快速融化 一个是做好的冷园子 也就是炒黄豆 另外两桶则是水 用来清晰餐具 家里的碗质量太糙了 有的让小壮都摔破口了 最主要的是 农村人用的碗 什么样式都有 不整齐 美感缺湿 肯定就会影响口感 所以叶琛想好了 到了镇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买点新的勺子和碗 叶峰顺一边赶着牛车 一边哼着一蒙小调 随口问道 老年 你这是进城干啥去 叶琛开口道 做了点洞品 拿到城里看看 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叶琛要光明正大的搞钱 改变家庭情况 他要盖大房子 要买村里的地 做个舒舒服服的地主阶层 一切钱都要来得挣 所以他没有隐瞒 村里任何人的意思 当然 至于能够赚多少钱 那就是他的秘密了 他肯定不会傻呵呵地说出去的 叶峰顺也没有多问 村里人经常坐他的车 去镇上卖 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从自己家种的蔬菜 到山上采的果子 有些贤惠的婆姨 还会做点馅饼啥的 拿到镇上去卖 总之 村里人 为了活命 总是能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招数 叶峰顺心里门清 但是嘴上却没有多嘴 这镇上的人 口袋里的钱 可不好挣 毕竟叶琛也算是自己的客户了 说跑了 自己去哪里挣钱去 牛车安安稳稳地驶向麒麟镇 走了没有多远 不知道什么东西 忽然飞了过来 叶琛顺手一蒙 竟然是一只幼年气的蝗虫 上回坐车 就遇到了风顺大叔吃蝗虫 三壮从叶琛手里拿过蝗虫 极其残忍地 先撕掉人家的翅膀 然后又用手 一根根扒掉人家的四肢 最后给人家来了个尸首分离 绿油油的血液和肠道 拉出来老肠 极尽残忍之势 连叶琛都不忍多看 然后小家伙憨憨地笑了笑 跟没事人一样 在牛车上擦了擦 叶琛瞬间感觉无比头大 他们是做餐饮啊 做餐饮 怎么能不注意卫生呢 要是被客户看到 一碗冰雪冷原子 都休想卖出去 叶琛赶紧解下腰间的水葫芦 对着老三招手道 过来 敬手 三壮的手黑曲曲的 都是泥 明明吃饭的时候洗过了 见老父亲一脸严肃 小家伙立刻告扰道 爹 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还是别洗了 一会儿又脏了 一只蝗虫飞到了老大身上 这小家伙的神 又被分走了 然后猛地一抓 两只手当着叶琛的面 给来了的分尸 这一次更惨烈 绿枝都见到了他脸上 叶琛一双眼睛瞪得溜圆 叶三壮赶忙求饶 爹 我错了 没忍住 他连忙在水葫芦里接着水 开始洗脸洗手 生怕大哥得了老爹号令 一脚将自己踹下牛车 叶琛看着周围 不时有蝗虫在地上乱窜 不算多 也不算少 叶峰顺大叔皱着眉头道 今年这蝗虫有点多呀 莫非是要闹灾 今年干旱的厉害 要是真的蝗虫过境 别说咱们清河村 怕是整个麒麟镇 整个厄昌县都保不住了 丰顺说 怎么可能 叶大壮猛烈地摇头 去年闹过蝗虫了 他们都飞走了 怎么可能再回来 赵丰顺沉默了 孩子小 精力的少 叶琛没有说话 而是数了数地上 时而飞起 时而跳跃的蝗虫 数了数 怕是得有个几十只 若是真的来了蝗虫大军 这好不容易浇了水的道子 怕是要遭罪 他隐约记得 上一世看新闻时 八八羊遭了蝗灾 兔子国一口气 捐献了数万只鸭子新闻 在他的记忆里 鸡和鸭都是可以吃蝗虫的 家里只有三只鸡 这完全不够 就算是立刻孵化小鸡 时间也来不及 如果能直接兑换 或者在镇上买些小鸡 小鸭就好了 到时候自己就可以看见 门前大桥下 有过一群鸭 大家快来数一数 24678了 叶琛发散着思维 想着怎么拯救 自己家的庄稼 牛车很快抵达镇上 这会儿 日头已经升起来一些了 街道上人来人往 打把式的 卖艺的 插着草镖卖儿卖女的 撂场子比武招亲的 摆摊卖草鞋的 干啥的都有 卖煎饼脸 新出锅的煎饼 卷了大葱脸 卖泥人刀 好看好玩的泥人 高昌国的切膏 高昌国的切膏嘞 大家扯着嗓子吆喝 街边的空地 已经被占满了 清河村离这镇上 有些远了 骑那么早 连个摊位都没站上 叶琛在街尾 寻了个宽敞地界 这里离这市集 已经比较远了 人也少一些 叶琛对老三开口道 三壮 你守着咱们家的 吃饭的家伙 钢管擦亮点 谁敢来闹事 揍完就跑 东西扔了就扔了 三壮摆摆手道 爹 您放心吧 大壮 说着 叶琛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铜钱 你去租两张桌子 再借几张壶床 价格你自己谈 我去买点碗和勺子 唉 大壮点了点头 父子三人分头行动 叶琛进了杂货铺 铺子里的东西 倒是挺齐全的 有些碗 看起来古香古色 跟古董似的 当然 这古董也是上周的 叶琛喜欢的锦 便问道 掌柜的 这碗怎么卖的 掌柜的一看 叶琛身上的穿着 面色冷淡到 二十五文 叶琛 这也太残暴了 自己来自己口袋里 抢钱多好啊 这买上十几个碗 半两银子就得进去 这不行 成本太高了 于是他指了指 摆放在地上 用草绳拴着的碗 不仅卖相难看 而且 有的还残缺不整 掌柜的 这个怎么妈 掌柜的见多了 叶琛这种问东问西的人 连忙挥挥手道 五文钱一个 不买别碰 叶琛低头看了两眼 真的是 欺负我们村里人 这么简单的工艺品 竟然卖这么贵 懒得搭理这个狗眼 看人低的掌柜的 叶琛扭头就走 掌柜的见叶琛脚下生风 也是直接翻了个白眼 这年头 穷鬼怎么越来越多 五文钱的碗都嫌贵 那别用碗啊 叶琛敢不买碗 肯定是有他的底气的 他绕到小巷里 直接点开大米商城 布雷斯的精致小商品 那叫一个齐全 而且都很好看 他选了一套白瓷碗 碗面上还硬着喜洋洋 这就有点过分了 但是架不住便宜 一个碗五文钱 而且还送一大堆勺子 那就是上条小苹果 下踹拼兮兮 叶琛抱着碗回到摊位上 就见大壮和三壮 合力将桌子抬了过来 大壮笑呵呵地 将钱递给了叶琛 爹 我进门就给人家擦桌子 掌柜的见我实在 没要钱 叶琛有些诧异 果然这个世界是有好人的 连大壮都能不花钱租到装备 这明显是个好兆头啊 太阳升高 每个人都像是头顶着大火炉一样 脑门上的汗滋滋地往外流 叶琛的小摊也终于准备好了 叶琛给两个儿子 一人倒了一碗冰雪冷园子 结果两个崽子很懂事地摇摇头 爹 咱们是来挣钱的 我们不吃 家里有 叶琛点点头 没多说什么 而是又细致地擦了两边桌子 甚至 他还偷偷地用了些洗洁精 让桌子有一种发光的感觉 毕竟这饭馆里的桌子 多少都有些油腥 叶琛嘱咐两个娃子 先将豆子和白砂糖 以及蜂蜜搅拌好 而自己则站起身来 开始绣操作 吆喝这个事儿 对他来说 纯粹是小case 当初在大学里创业的时候 他就骑着宿管大爷的小三轮车 挨着宿舍吆喝收费书 一口气赚了八万块的第一桶金 到现在 他都念念不忘 叶琛收拾了收拾自己的衣衫 脸上挂着洋溢的笑容 京城里的大人们 都爱吃得冰雪冷原子出锅了 免费品尝 冰冰凉凉 数量有限 先到先尝 两个儿子也有样学样 一边干活 一边赶着吆喝 父子三人大老爷们 嗓门大 这一喊 立刻引起了周围的注意 一个妇人走过来 盯着碗里 伴着白砂糖的黄豆 有些心疼道 你这不是糟蹋东西吗 这黄豆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把糖撒进去 就好吃了 叶琛保持着商业微笑 这位贵客 这叫冰雪冷原子 您不要以为它是黄豆 里面撒了蜜汁 一会儿还要加上冰碎 吃到肚子里去 那叫一个凉爽 夫人一脸质疑道 这大夏天的 你能变出冰块来 叶琛笑眯眯地开口道 那是自然 没有三分本事 也不敢上瓦钢寨不是 山东人都敬重秦琼 秦琼和瓦钢寨的故事 在民间可谓是津津乐道 叶琛这么一说 那夫人更来了兴趣了 就冲你这句话 我也得尝尝 大壮别看人老实 但是很勤快 赶忙拿着个小碗 装了些冰雪冷原子 递了过来 还贴心地将勺子在水里涮了涮 卡通喜洋洋的小碗里 是淡黄色的冷血冷原子 上面撒了白砂糖和冰碎 这东西吃进肚子里 肯定不吃亏 夫人将勺子放进嘴里 几乎一大口冰豆子 刚进入喉咙 她就感觉到凉意 然后细细地品味起来 真的是爽得不行 这豆子已经凉透了 吃进肚子里 伴着冰碎 直接凉遍全身 这感激的时候 人挤人出了一身汗 浑身难受得厉害 但是这冰雪冷原子一入喉 这种难受的感觉 瞬间消失了 她舔了舔嘴上的冰碎 问道 果然是京城来的好东西 这东西叫什么来着 贵人们都叫它冰雪冷原子 三文一碗实惠版 五文一碗畅想版 随意挑选 叶琛顺势擦了擦桌子 又用袖子挡了挡壶床 您要是吃的话 我给您两文一碗 算是我开门红 讨个彩头 夫人本来还有些犹豫 两文钱都能买两个吹饼了 这两个吹饼进度 再喝点凉水 一会儿就不饿了 买这东西 着实划不来 但是叶琛的服务太周到了 而且 人也长得俊俏 夫人不得不承认 就叶琛这小嘴 叶琛小麻里的小手 让她挪不动脚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坐了下来 夫人忍不住开口道 我能带着碗走吗 我可以交鸭筋的 这东西吃着不错 想让家里的父母大人也尝尝 叶琛苦笑道 贵客切莫误会 不是在下小气 实在是小本买卖 碗和勺子 本身就不够用 夫人也看够了叶琛 咽了咽唾沫 最终摇头离开了 叶大壮一脸的疑惑 甚至还有些失望 爹 这位大婶明显是喜欢的呀 为啥不买啊 三壮皱着眉头道 我看她是喜欢爹 我之前就是这样看玉芬呢 大壮一巴掌拍过去 胡说八道什么 爹是不是 咱们卖得太贵了 要不要降钱卖 叶琛摇摇头 这不是钱的事情 而且做买卖的 哪有自己降价的 人心难测 你越降价 他越不买的 果然 这古人是将孝道看得很重 如果父母不能品尝美食 而自己先吃了 心里会有负罪感 自己做出来 第一时间 不也是让父母先尝尝吗 叶琛脑海中 有什么一闪而过 却没有留下 叶琛开口道 大壮 三壮 你们学着我吆喝 我琢磨琢磨 大壮和二壮 都是大嗓门 哥俩一张嘴 直接把周围的小摊 全都给覆盖住了 不一会儿 就涌过来几个妇人 不过是吃得多 愿意掏钱的人很少 只有一个男人 带着孩子吃了两碗 折腾了半天 就卖出去两碗 那大汉还不要脸地 扔下了五文钱跑路了 三壮气得要打人 还是大壮眼 几手快给拽了回来 不然现场 就会变成命案现场 即使马上就要散了 人也越来越少 大壮一边蹲在地上收拾东西 一边不时地打量着叶琛 爹 没事的 三壮安慰道 是他们眼下不识货 咱这可是好东西 贵人们都抢着买呢 三壮喊多了 连自己都信了 大壮忙活完 也走了过来 爹 我觉得这世纪上都是穷哈哈 就拿我来说 我宁可去擦桌子 也不愿意花费一文钱 您让我花钱喝这东西 我舍不得 就算是败家子舍的 感觉回家也会挨揍 这俩孩子这么一说 叶琛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终于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了 真的有钱人 谁敢大吉啊 这世纪之上 生意好的 都是卖得能扛恶的吃食 自己这玩意太划少了 自己也是大意了 还潜意识里 以为是在后世小康时代 大家感激的时候 啥都舍得买 这他娘的 是封建社会啊 小老百姓为了一口饭而操劳 他怎么舍得花这冤枉钱 尤其是眼下 这种饥荒蔓延 灾难横行的时候 大家更是紧着口袋里的 每一个铜板 连大壮一个孩子都知道 干点活租借东西 人家顶家过日子的老百姓 怎么会不知道呢 自家的孩子 简直就是自己的福星啊 叶琛笑道 走 大壮 三壮 收拾东西 咱们去富人区碰碰运气 叶琛口里的富人区 就是刘财主 他们扎堆居住的城东 就拿刘财主来说 虽然他家被烧了粮仓 但是人家一点都不慌 大把的铜钱洒出去 招募了不少 轻壮给他家重新修建房屋 叶琛带着两个孩子 到了流园外家宅子不远处 找了棵大槐树 把摊子支了下来 现在还能看见刘财主家 被大火焚烧的痕迹 看样子 确实是失火了 因为作戏 没有必要做得那么全乎 这真的是防导屋他 估计光买粮柱 就得花不少钱 院子里不少壮汉 正顶着烈日堆砌石 在太阳的暴晒下 人人都是一头大汉 虽然几乎人人 都带了装水的水囊或者葫芦 但是太阳太烈了 谁估计都快被烧开了 叶琛试了试 撒点水在石头上 一会儿就开始冒泡 看着那些汉子 被晒得晕乎乎的样子 叶琛咧嘴笑了起来 找的就是这帮人 这些壮劳力可有钱 钱身跑到镇上打过弓 知道他们都是日节的 每天都有大把的铜钱入手 不过这种活 也不是一般人能干 不仅必须身强力壮 还得跟牙型的牙人关系好 时常孝敬的关系户 桌子已经还回去了 叶琛试业儿子们 搬来一些砖石 又变戏法式的 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长布 就直接当桌子了 加了冰块的吃食来了 免费试吃 先到先得 数量有限了 一群操汉子正在卖力干活 冷不丁地听到有人 在不远处吆喝 扭头望去 就见一个汉子 带着两个矛头小子 在买东西 这些人听到了免费两个字 离着近的几个小伙子 已经跑了过去 叶琛笑着说道 最适合炎炎夏日的冰雪冷原子 免费试吃名额有限 来得晚了 可就没有了 十几个碗摆放得整整齐齐 在阳关的照射下 冰碎闪着亮眼的光辉 只看一眼 就让人唾液四起 几个人拿起勺子 就开始往嘴里放 他们甚至唱不出豆子的味道 只觉得那种冰爽的感觉 从舌头一直爽到心口 叶琛适时地说道 一碗三文钱 几个兄弟 还要不要再来一碗 最前面喝过的汉子 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扔进盆里 赶紧再给我来一碗 好嘞 三壮麻利的装好铜板 给他成了尖尖的一大碗 叶琛接过来之后 笑眯眯地问道 要不要加点酸 要 要 为了打开市场 叶琛也是拼了 悄悄地加了点柠檬进去 那汉子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大碗 整个人说话都开始冒凉气 忍不住伸出大拇指说道 这东西真棒 吃了两碗 我感觉都成神仙了 兄弟 明天你还得来啊 叶琛笑了笑 不置可否 第十一碗 第十二碗 第十三碗 卖的那叫一个飞气 整个过程极其顺利 这个施工队 大概有四十人出头 最终有三十几人 买了自己制作的冰雪冷园子 而且但凡吃了 没有一个不操着地道的青州话说好的 这帮人一边吃 还嘴里一个劲念叨 明天一定要来 老板肯定发财的话 当然 也有没买的 叶琛仔细观察了一些 没买的人年纪一般偏大 家庭负担会重一些 不舍得花钱很正常 大壮和三壮在一边 跟着忙着收钱 洗碗 头上的汗淋淋的 一句苦也不说 叶琛瞅了眼保温筒里面 起码还剩下六七十万货 这里面肯定不好卖了 得跟游击队一样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叶琛思索着 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老大和老三抱着盆 小心翼翼地数着钱 每二十个 便用草绳穿起来 大壮拉拉叶琛的袖子 小心翼翼道 爹 将近一百文钱啊 这挣钱 怎么那么容易 三壮也是一脸的匪夷所思 认真地数着手里的钱 挠着头说道 抗一天沙袋 才挣不到三十文钱 咱们这一会儿 就顶上三个壮牢力了 爹 咱们家又发财了呀 叶琛忍不住摇摇头 这两个小子 能不能收起他们 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做生意 本来就是高风险 高收益 就拿上工来说 踏踏实实 虽然挣得少 但是保证一天 能挣个二三十文 但是做生意可就未必了 来钱虽然快 但是也有极大的可能 血本无归 叶琛故意吓唬两个小子说道 咱们的货瓶里 加了白砂糖呢 成本高招呢 还有这些碗 勺子也是花钱买的 还没回本呢 你哥俩高兴个啥价 听叶琛这么一说 哥俩的脸立刻垮了下来 哥俩默默地计算着成本 掰着手指头 算来算去 也算不到啥时候才能挣钱 叶琛将货品收拾起来 走 咱先去吃点东西 爹考虑考虑下一站去哪 大壮主动负担起挑担子的工作 三壮怀里揣着钱 这个时候 看谁都像是贼 生怕一天的劳动所得 打了水漂 市集上人虽然少了很多 但是依然有很多买饭的摊子 叶琛挤人煎饼摊子坐了下来 叶三壮习惯性地拉着叶琛的袖子 爹 出来挣钱不容易 我吃杂粮的煎饼就行 也不用给我卷大葱 我就这水浆就浆就可以了 叶琛知道这傻小子心里想的 眼前这煎饼可不便宜 最便宜的杂粮煎饼都要三文钱一张 快赶上一碗冰雪冷园子了 大壮也在一旁看得直摇头 爹 咱们回去吃吧 我婆一手巧着脸 咱回家吃他做的 让你们吃就吃 老板加两个鸡蛋 叶琛大大方方地将铜钱递了过去 对两个儿子说道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咱们是出来挣钱的 不吃饱了 喝足了 哪里有力气 大壮和三壮 只好老实地坐下来 老板很快便将面糊摊在煎饼锅上 抹了点油 手中木铲一转 煎饼就开始有了七八分模样 老板还拿出两个鸡蛋示意了一下 叶琛点点头 老板用手里的木铲一敲 鸡蛋落在香葱叶上 便开始了又一次的旋转 两个孩子肯定没看过这稀罕物件 看得直流口水 很快 一份煎饼出锅 叶琛递给大壮 大壮又很自觉地递给三壮 老三 你先吃 正长个子呢 老三也不客气 风卷残云地吃了起来 连人家吃的小桌上的烟野菜 也给人家吃得一干二净 老大的模样 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嘴一张 便将人家 那略微有些发硬的煎饼 吃进去了四分之一 跟小老虎一样 叶琛有些不忍直视 这场面太吓人了 哪有吃一个煎饼 干掉人家小半碗烟野菜的 老板笑眯眯地说道 你们也是赶大吉的 好吃以后就尝来 叶琛喝了口热水 这冰雪冷原子虽然好 但是却不能多吃 吃多了 对脾胃不好 听老板开口 叶琛放下手里的碗 对老板说道 大嫂 咱们正有勾兰之地吗 啥叫勾兰 我听说流才主家 有牛兰 叶琛摇摇头 太文雅了 老板没听懂 叶琛赶忙解释道 大嫂 您误会了 不是牛兰 是青楼 您明白了吗 别看大嫂年纪大了 还是个热心肠 连忙摆摆手 大兄弟 大嫂看你跟我一样 是做小本生意的 也不容易 大嫂劝你收收心 可不敢想那种地方 别说是青楼了 便是暗门子里的扛刀姑娘 也不是咱们这种 寒门小户花费得起的 大嫂 你别误会 叶琛一脸尴尬 她意识到 大嫂将她当成 买穿的积极青年了 大嫂却不管那么多 喋喋不休道 大兄弟 你看看你这俩娃 年纪都不大 你要是真的有闲钱 送到镇上的西树草堂 读两年书 起码出来 也能混个算账先生 再不计 也能跑个堂啥的 总比跟着咱们风里来 雨里去要强 叶琛知道 自己不能再解释了 越解释 这玩意越解释不清 当下 便顺着大嫂说道 咱们镇 还有草堂呢 大嫂自豪道 那可不 咱们镇的西树草堂 还出过举人老爷呢 只不过这两年 教书先生年纪大了 来这里读书的人少了许多 老板压低了声音说道 大兄弟 我看你这俩娃都挺灵性 你要是真舍得下血本 就将孩子 送去隔壁镇的清风书院 那是个大草堂 没准努力几年 还能考个举人光宗药祖呢 叶琛恍惚间 觉得有些不对 这个时空 似乎跟史书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唐朝和周朝两朝 科举制度并不是非常完善 举人这东西虽然有 但只要进京考试 就可以称举人 他是一次性的 而且他还听乡亲们 提起过童声两个字 这应该是明清才有的名字 所以 叶琛有些迷糊 这历史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大嫂见叶琛陷入沉思 以为他是动了心思 一伸手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保纸 递了过来 大兄弟 这是清风书院的邀请函 我家狗就在里面读书嘞 你要是去读书 我家狗可以减免半个月的学费 叶琛 我说您老人家怎么这么热情 原来有这么朴实无华的拉心姿势 叶琛隐隐约约记得 温华那小子 好像就在隔壁镇的清风书院读书 心中好奇 便接过邀请函 开口问道 大嫂 从这里去清风镇要多久 那大嫂一听 顿时脸上笑出了花 这大兄弟一看就是聪明人 听劝 这清风镇离着咱们镇不远 走路也就半个多时辰 记得若是报名 拿着我给的邀请函 可以便宜50文钱呢 叶琛谢过老板 拿出铜钱付了饭钱 然后带着俩儿子直奔清风镇 兴许是中午水喝得多了 大壮走起路来 竟然有些摇摇晃晃的 老三手里踢着钢棒 左右侦查 搞得叶琛觉得自己 要是在弄匹白马 都可以当王子 不对 都可以当和尚了 不过吃饱喝足 还是有好处的 虽然没坐车 也很快便抵达了清风镇 只是看了一眼 叶琛就感觉到了清风镇 和麒麟镇的区别 人家镇上的人口密度 比他们那里强太多了 而且 他们这里的河并未干涸 上面有小船来回运输货物 估计码头的人应该不少 俩娃左顾右盼 感觉一双招子都不够用了 第一次见到 那么繁华的场景 眼前的一切都让他们 感觉很好奇 叶琛带着儿子穿梭在街头之上 他习惯性地先看粮食铺子 招牌上的价格并不便宜 素米又涨了大概12文钱 排队买粮食的人很多 至于白面和精米 没有摆出来卖 估计小老百姓也吃不起 叶琛一扭头 就见粮食店不远处 各种头上插标地 有卖身脏腹的孩子 年纪看起来跟三壮差不多 有父母活不下去 准备卖女儿的 那小闺女看起来 七八岁的年纪 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 不过洗得很干净 身子饿得跟火柴棍似的 忽闪着一双大眼睛 一脸恐惧地 看着过往的人群 最让叶琛诧异的是 竟然还有个卖身旧夫的 那姑娘看起来 十八九岁 穿着大红嫁衣 手里举着个牌子 虽然看不明白具体写的啥 但是大体意思 叶琛还是能猜到 只要花一两银子 就能将她取走 她那病重的夫君 躺在门板上 面色发青 奄奄一息 叶琛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这便是无数人 梦寐以求的封建社会 一场自然灾害 便要沦落到如此境地 她手里的银钱 可以一口气 买三五个人回去呢 可是买回去 又有什么用 先不说自己养不养的活 就说周围起码有十几户人家 都需要人救 自己救得过来吗 灾情越来越严重 到时候卖卖女卖媳妇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三壮紧紧地跟着大壮 小声说道 大哥 我能干活 你跟爹说说 万一咱们家在落魄了 别卖我 叶琛瞪了一眼三壮 带着两个儿子 继续往前走 顺着这条街往前走 前面就是清风镇 赫赫有名的清风书院 这个书院可了不得 据说是官府和举人老爷 联名创办的 请的先生 最少都是秀才 附近镇上的孩子 但凡是有希望科举的 基本上都在这里读书 这也是叶琛来这里的原因 这群不经世事的孩子们 手里有钱 娇生惯养 而且 他们不识人间疾苦 舍得花 当初上学的时候 自己那些同学 就没少浪费父母的血汗钱 就自己宿舍的舍友 家里的老父亲 每天辛苦搬砖 他照样每天小烧烤吃着 舔狗当着 日子潇洒得不行 隔三差五的 还给家里打电话 要换手机 超博的 叶琛往前看了两眼 果不其然 抱着自己同样想法的人很多 就在学院门口 不少小贪正在张罗着 有卖笔墨纸验的 有卖书册画报的 还有抱着佛像 宣扬佛教的 叶琛将小贪支了起来 立刻有老板好心过来提醒 大兄弟 这吃食在清风书院门口可不好卖 人家里面有食堂 饭菜做得好吃着呢 谢谢提醒 叶琛笑着说道 来都来了 总不能空手而归 大壮那张憨厚的脸非常管用 走到不远处 一口一个大姐 将一个女老板 逗得哥哥直笑 顺手借来一张桌子 叶琛赶忙将 没卖完的货品拿出来 刚摆完他没多久 书院里就传来了钟声 钟声响起 周围的商贩 立刻神采意义 露出了猎杀的气息 没过多久 便有不少学生 三五成群地从书院里走出来 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学院制服 看起来 忍不住让人羡慕 开启了吆喝模式 加了冰碎的冰雪冷原子 吃一口神清气爽脸 提神醒脑 放松心神 保你连中三元脸 我靠 周围一群小贩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是学院 他们在这做生意 连大气都不敢出 结果这一家子 竟然大大方方吆喝起来 而且 人家学生们 一个个都心高气傲的 最嫌弃是块气 他们这样会招人烦 不 人默默地看着叶琛 心想这汉子 愚蠢不是一心半点 估计以后见不到他了 就在不少人看热闹的时候 令人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竟然真的有几个学生 听了叶琛的话 好奇地走了过来 什么风度翩翩 无非就是 人靠衣上马靠岸 这群书生年纪都不大 远处看风度翩翩 其实离近了一些 也就那么一回事 这些少年郎的模样 全身上下 都是父母 拿钱堆出来的 大舟的风气 继承自大堂 所以 少年郎一般配刀 但是读书人又带着文雅气 腰间的蝶蟹上 多配有香囊 猪玉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就他们这一身装束 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是有钱的 在叶琛的视线里 价值五百文一套的笔墨纸验 有些少年郎 很随意地就买走了 看着那小贩喜笑颜开的模样 叶琛不知道有多羡慕 在众多商品之中 叶琛的冰雪冷原子 显得格外的便宜 免费试吃 两种品类可选 叶琛笑着说道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五文冰碎管够 十文有牛乳和蜜汁 正在成冰雪冷原子的大壮手 立刻抖了一下 勺子里的冰块 立刻哗啦啦掉进桶里 之前不是三文和五文吗 爹怎么一转眼就翻倍了 本来之前的价格 就没有多少人买 他们万一不买了怎么办 那学生见冰碎掉进桶里 立刻不满道 这位兄台 你年纪轻轻的 可不要学食堂的大嫂 打个吃时都要抖三抖 小本买卖就要实惠一些 这样才有回头课 就在大壮愁眉苦脸之时 那说话的少年郎大手一挥 哗啦啦一阵声响 一大捧铜钱 被扔进了盆里 那少年郎说完之后 便不理大壮 而是扭头 对身后的年轻人说道 承蒙各位不弃 愿与在下结为君子之交 这冰雪冷原子 听名字便颇为文雅 想来不是什么等闲之物 在下愿与诸位尝尝先 希望大家莫要说在下吝啬 兄台 说的哪里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何必用银钱说事 先别说废话 口渴躁热得紧 先一尝为快 一群书生学着家里人 互相结交着 三撞数着钱 大声道 一共一百零五文 这怎么算 那书生摆摆手道 算上钱 东西实惠些 叶琛点点头 大壮立刻打了鸡血一般 飞快地盛出了十碗 叶琛问过 吃不吃酸之后 又分别加入了柠檬汁 白砂糖 牛乳 十个少年郎 便站在摊位前吃了起来 这个时代 肯定是没有冰雪冷原子的 而且冰块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 东都都没有这稀罕物 本来还觉得在课堂读书 出了一身汗 浑身燥热得厉害 这一口冰雪冷原子下去 顿时感觉鼠意全消 妙物 妙物 一碗原子纳入喉 我与朱军登高楼 好试 好试 书生随口一句破打游诗 在清风书院蔓延开来 没过多久 又有不少学子文风来 全都是吃高级版的 叶琛负责收钱接单 三撞负责成黄豆 大壮负责加柠檬汁 冰碎 牛乳 此外便是积极地清洗餐具 父子三人第一次合作 但是十分默契 不到半个时辰 所有的冰雪冷原子受庆 旁边刚才还想看热闹的商贩 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都在这里摆摊多年了 就没见谁卖出过吃食 可这位汉子 穿得如此穷酸 竟然一转眼 就将吃食卖了个精光 是他们太过于矜持 不敢喊话 还是这老十字冰雪冷原子 真的具备解暑的功能 还有 他那冰碎是怎么来的 不少商贩凑过来 木桶里依然散发着凉气 但是东西已经卖光了 叶琛笑着对不满摇头的书生 拱手行李道 诸位未来的炭花廊 今日已经受空 大家明日可早点来 父子一行人将东西收拾好 临行前还将周围的卫生打扫了一番 这才还了桌子 挑着担子 往大街上走去 今天战果颇风 尤其是最后的七十万 一口气挣了七百文钱 因为是第一次做生意 两个孩子都太实在了 城的冰雪冷原子比预估的多了一些 而且天气过于炎热 有保温筒也融化的快了一些 再加上零零总总的试吃 占据了一大部分 最后 笼共卖出去一百万 但是却一口气 挣了将近八百文钱 看了两个孩子 眼睛都要直了 都多少年了 没见过那么多钱了 叶琛准备带着孩子们去消费一番 眼睛一直四处关桥 大壮忍不住开口道 爹 人家都说 做生意要诚信经营 你怎么到了清风镇 直接翻倍的价格卖啊 三壮笑嘻嘻地说道 我知道 这叫肥羊 这群书生 有钱得很累 出手真阔绰 随便一打赏 就是五文钱 叶琛却摇头道 傻孩子 若是见到肥羊就开高价 那是讹诈 并非长久之道 我之所以卖十文钱 是因为第一 咱们父子从咱们镇 步行到了清河镇 这里面蕴含了我们 我的人力成本 这是要加钱的 第二 咱们给他们的量 比其他人的量要大很多 而且 佐料加的也多 东西多了 价格自然高了 这叫差异化营销 叶大壮和三壮 不管听没听懂 反正跟着连连点头 走到一处小巷 叶琛拿出一些钱来 叶琛拿出来一把钱 递给了三壮 三壮 你去买些肉 要五花肥一些 能买多少是多少 给家里人也开开婚 三壮一听五花 口水瞬间开始酝酿 脚下生风 点头就开始跑 叶琛喊道 半个时辰后 来这里会合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小心被骗 知道了 爹 叶琛又看向了大壮 你拿着钱去买些白糖 这是咱们做冰雪 冷原子的辅料 能买多少 就买多少 大壮点点头道 爹 白糖贵得紧 咱能不能自己做 小时候娘会在地里 挖一种野甘草 还有一种像是萝卜的野菜 然后做糖吃 特别甜 叶琛点点头道 这倒是个法子 但是得以后再说 你先去买 哎 大壮点点头 带着钱去了 叶琛这才走出小巷 静止走向布庄 叶家落魄太久了 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 而且上面打满了补丁 叶琛穿着这些衣服 都不敢剧烈运动 生怕万一不小心 刺拉一声 直接射死 还有 周人穿的内衣 是一种类似于毒鼻裤一样的内衣 他穿着非常不舒服 必须换新的 走进布庄 放在门口两侧的布 是下布 也就是隔布 用麻做成的 虽然眼下粮食涨得很快 价格对叶琛来说很便宜 四文钱就能买到一尺 叶琛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 一个成年人做一身衣服 省着点用 大概需要七尺布 女人的身子小一些 大概需要六尺 盘算完毕后 叶琛一口气挑选了四种颜色 分别是黑色 灰色 藏蓝色 土青色 也是平民常用的颜色 各买了十匹 此外还买了些黄色和粉色的布匹 一共花了他二百四十文钱 他又在镇上转悠了两圈 可算是看到卖鸡仔 不过可能是天气炎热的原因 小鸡仔有些粘头巴脑的 这年代条件比较落后 万一得了积温 治都不知道怎么治 叶琛又将视线转移到小鸭子身上 小鸭子是嫩黄色 发着清脆的叫声 看起来精神头好一点 大哥 买小鸡仔吗 五文钱一只 便宜得很累 挑着担子卖鸡仔的货廊 唾沫星子横飞 我们家这小鸡仔 那是山上大公鸡的后代 长大之后 攻得可以避邪 抹得一天下两淡 厉害得紧呢 我每天都在这卖 要是死了 你随时来找我 我赔你三倍 不 十倍的价钱 这货狼的话刚说完 笼子里的小鸡仔 啪鸡一声 倒下了俩 货狼 叶琛 鸡仔的生命力 确实差一些 好在清河村现在不缺水 可以买些鸭子 小鸭子就贵一些了 要七文钱一只 叶琛挑选了些皮实一些的 放进了贝楼 小鸭子嘎嘎乱叫 搞得叶琛有些心烦意乱 才买了些不合鸭子 轻松便花掉了将近四百文钱 难怪古人逢年过年 才舍得将家里的鸭炖了 也难怪古人有些家庭 是谁出门才穿衣服 这只是成本价啊 要是买成衣 或者成年的鸭 不得更贵 即便是发了横财的叶琛 都有些心疼的呲牙咧嘴 叶琛提前回到小巷 然后打点大米商城 采购粮食 家里的粮食一直不见手 那是因为 自己总是拿一些地耙子肉 去镇上卖 然后兑换成米面 但那并不是长久之道 毕竟自己很久 没去抓地耙子了 幸亏今天挣了笔钱 不然还真的不知道 怎么带着一家人大吃大喝 叶琛一口气 又买了些粟米 精米 白棉 合起来将近一百斤 又拿出些白糖 心里想好了说辞 大壮问起来该怎么说 此外 他还买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比如洗澡用的舒服夹 搓澡用的澡金 反正叶琛卖过玉石 只要不大肆挥霍 见不得光的钱 是足够用的 等到大壮和三壮回来的时候 看到地上一地的东西 哥俩一起瞪大了双眼 爹爹不仅是做生意厉害 买东西更加厉害 父子三人忙活完 天色已然健晚 此时 步行回去临阵 然后再搭车回村 肯定不现实 叶琛便领着两个孩子 顺着家的方向 沿着土路往回走 这是个实打实的力气活 毕竟担子上 多了将近一百斤粮食 以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 父子三人轮流挑着粮食 累得满头大汗 但是这一天不白忙活 有不少收入 大家都算是心满意足 走了将近两个多时辰 才看到一条银带 那是清河村的水渠 而这个时候 太阳已经下山了 暮色拢罩在清河村 橘黄色的夕阳倒映在水上 洒着一片片散发着光芒的鳞片 妇人们扎堆在水渠旁洗衣服 手里拿着锤衣棒 将衣服在石板上 砰砰地敲打着 见叶琛父子 大汉淋漓地挑着担子 抬起头来笑问道 老年回来了 这一趟可真不容易 这么晚才回来 老年 听说你今天去镇上做生意了 赚了多少钱啊 妇人停下手里的活 擦了擦并脚的汉字 一脸好奇地问道 叶琛将担子先交给大壮 将杂货递给三壮 示意着哥俩先行回去 他伸了伸腰 笑着说道 做了点吃食 跑了好几个地方 总算是勉强卖出去了 家里好些日子没吃肉了 又割了两刀肉 下 割了肉 提到肉字 水渠边的妇人一起抬头 整齐地做吞咽口水状 有个小媳妇忍不住开口道 现在肉价可不便宜了 我二九家的孩子成亲 都没舍得买肉呢 老年都舍得孤肉了 肯定是赚了不少钱呢 给沈子说说 你这一趟赚了多少钱 妇人们天生喜好八卦 一个个围着叶琛 瞪大了眼睛 寻求答案 叶琛肯定是不敢说 挣了多少钱的 别看你落难了 乡亲们可能热心帮你一把 但是他绝对不希望 你过得比他好太多 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表达 我们也撒 三个大老爷们 辛苦了一天下来 买了五十文的肉 叶琛叹了一口气 此外还买了些鸭子 挣得那点铜钱 一口气就花完了 好端端的 买鸭子干啥 嗨 我做的是实令生意 不长久 也不稳定 不如卖鸭蛋实在 反正村里现在有水了 汗老保收 总比鸡一顿 保一顿强 有脑子好使的富人盘算着 刚才老年说五十文的肉 刚才大壮背着一筐子小鸭子 听动静的 有个十几只 二十只左右 这么算下来 叶老年一天赚了将近二百文钱 一天二百文 一个月下来 就是六两啊 无数人心动至极 老年 你做的啥满满 我们能做不 放心 我们去别的镇 不跟你抢 叶琛就知道 会来这一出 于是乎就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这不前几天 让孩子们帮忙挖了些洞硝土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制成硝 又花了大力气 才制成硝 想着做点棱饮 拿到镇上去卖 一折腾才知道 这事有多难 富贵的看不上 穷的吃不起 下 你真的把硝子出来了 制出来也没用 光冰块肯定没人买 得放白糖 白糖可贵哟 那玩意比肉都贵 妇人文言 一边说着 一边摇头道 白糖 那可不是一般人家 能吃得起的东西 先不说 老年肯不肯 将土变兵的法子 传授给他们 这东西跟发现水不一样 大家想学估计的交钱 送东西 然后还得花重金 买白糖去赌博 他们是真的没有这个勇气 小家小业的 万一折腾赔了 一家子都得喝洗北风 见众人皱眉 叶琛继续说道 可不是 今天买了鸭子和肉 连糖钱都付不起 最后还是人家杂货铺老板人意 奢励我的 但是我必须明天卖了货 赶紧把账清了 说着 叶琛抬腿要走 有富人在一旁说道 老年 你现在出息了 得带带乡亲吗 我看山上有不少甘草 我想收一点甘草根 三文钱一斤 谁要是挖到洗好了 可以送过来 刘老太太一拍大腿 说道 那感情好 趁着天还没黑透 我让小花跟他妈上山一趟 这甘草漫山遍野 好挖得紧 另外一个夫人 把棒锤往盆里一扔 说道 不洗了 趁着天没黑 我赶紧带着 我家小子上山 要是挖个十来劲 老年你不会不敢收吧 叶琛开口道 当然要 老爷们说话 一口吐抹一个钉 原本还在洗衣服的夫人们 瞬间撤了 生怕晚了 大山上的甘草 被人家挖走 叶琛慢悠悠地回家 利用甘草之堂 其实付出和回报 不成正比 但是自己一味挣钱 看着乡亲们挨饿 时间久了 会生乱子 还不如给这些人 找点事情干 他们每天都得忙碌 就不会找自己麻烦 资本家如果条件允许 也不想收割劳动群众 实在是不给他们 找点事干 谁去消费 他不砸了你家 叶琛蹲在水渠边 洗了两把脸 又去地里溜达了溜达 有了水渠的灌溉 家里的庄稼长势良好 地里的野草 也被人用手掐出来 扔在地头堆着 叶琛估计 这一天 二状和小状也没闲着 回到家里的时候 赵晶晶正在如肉 所谓的如肉 用舌尖里的中国的话来说 就是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用叶琛的话说 就是轻盾 但是周人的轻盾 是要有战料的 小朋友不要轻易尝试 叶大壮忙着扩充地窖 老二在一旁提着竹框 往外一框框的倒土 叶家的男子汉 总是那么蒸蒸日上 一刻不肯得闲 三壮蹲在地上 手里拿着刷子 再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水桶 连一粒灰尘都不肯放过 嘴里还念叨着 大嫂 能不能编个草帽给爹 这出门一趟太阳太烈了 爹都有些黑了 赵晶晶笑着说道 这种活得找你大哥 他手上的活系着呢 小壮则拿着小号的斧头匹柴 不远处已经堆了满当当的衣 这是老二交代给他的任务 每天批一百根柴 也不知道他娘怎么骗他们的 说每个月加十根柴 等他们一天可以批一千根的时候 就能做大侠了 见叶琛回来 小壮赶忙跑过来 拉着叶琛的手说道 爹 小鸭子好可爱 咱能在家里给他们挖个池塘吧 叶琛拿着铁锹 在院子里划了一片场地 鸭子还小 不需要池塘 等长大了再说 他想买下大山下的那块荒地 本身就有开堂养鱼养虾 然后再种点莲藕的想法 藕堂上再养一群小鸭子 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提起藕 这里多提一嘴 南藕七孔 北藕九孔 比起江南的乳 北方的更脆 凉拌起来更加适合下酒 其实叶琛是 干过去大明湖偷挖 吃得够当的 在整点菩菜 焦白 跑到千佛山下 支个帐篷 美得很 当然 现在的叶琛 还只能想想 因为眼下 他连几十亩地都买不起 每天还在为了几百文钱奔波 敢问路在何方 路还在脚下呢 最后一点日光消散时 如肉终于出锅了 一斤多肉 装了整整一大碗 闻起来那纯粹的肉香 让叶琛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站立 如肉蘸着酱料吃进肚子里 每个人都感觉浑身很舒坦 再加上白晶晶的大米饭 给个神仙都不换 别管你是王侯酱像 还是饭夫走卒 总归少不了享受这一日三餐 这一刻 叶琛感觉自己无比满足 吃饱喝足之后 叶琛从腰间拿出一包蜜饯来 有冬瓜糖蜜饯 有梨子糖蜜饯 丝瓜糖蜜饯好几种 来 小壮 这是给你买的 拿出当灵嘴吃 叶小壮看到零食 高兴地起飞 爹 您对我最好了 小壮一定要快快长大 然后孝敬爹爹 他小心地揭开了油纸 用手指尖沾了沾 放在嘴唇里 立刻小眼睛眯了起来 周围是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 他生怕几个哥哥不讲武德 赶忙将蜜饯藏在袖子里 叶琛有些失笑 从腰间继续往外掏 每个人都有 这是津津的双人份 自己吃自己的 不许抢啊 叶大壮挠挠头道 爹 我都长大了 不需要吃这个了 娘说过 吃甜的 坏牙 叶琛嫌弃地看了叶大壮眼 然后将蜜饯塞给了赵津津 你男人不吃 你自己存着 赵津津活那么大 还没吃过 从镇上买回来的蜜饯 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地 将东西接过去 然后郑重地哽咽道 谢谢爹 心里想着 自己一定要带着大壮努力 给叶家生十个八个大胖小子 给叶家开支散叶 自己一定要好好孝敬公公 给公公养老送终 等有那么一天 大壮要是把盆摔得不够碎 自己都得骂他两句 叶琛继续又拿出贝勒 从里面拿出一大堆零碎 家里都没怎么花过钱 只知道钱很珍贵 但是对于购买力没啥概念 所以他浑水摸鱼起来 不是很有压力 留点口粮放在柜子里 其余的藏地窖 头摸摸带回来粮食不容易 别被人看见了 这些布 一人做一身成衣 编脚料别扔 做足衣什么的 叶琛虽然是个粗糙的男人 但是身边的孩子 还是要关注的 就拿老三来说 经常运动 衣服经常破 动不动就录个屁股蛋乱跑 怎么也要 给他整个内裤穿穿 你们自己选颜色 叶琛拿起黑色和灰色 剩下你们自己选吧 赵晶晶看着眼前的粉色 眼睛瞪得溜圆 竟然是桃花的颜色 他自小就幻想过 能将桃花穿在身上 没想到 公公竟然帮自己实现了 一时间 赵晶晶感觉 眼角竟然有泪水 没出息地往外流 一家人正在分配布料 做衣服时 门外有声音传来 老年叔在家吗 一堆小孩子 站在院门口 每个孩子背上都背着竹框 里面装着被清洗干净的干草根 叶琛瞅了瞅 乡亲们很淳朴 草根上的水渍 被擦得干干净净 泥巴更是一点都没有 不过 乡亲们确实有些好面子 全都是让孩子送过来 大人没有一个亲子登门的 你们的速度好快 大山上的干草 都让你们薅光了吧 叶琛笑道 不过老年叔的 明天晚上回来给你们结账 可以吗 刘小花第一个回应 可以的 奶奶说了 老年叔是好人 什么时候给都行 叶琛笑了起来 这是三斤草根 那老年叔欠了你六文钱 来拿点蜜饯吃着回去 叶琛也不小气 顺手抓了一小把蜜饯 放在刘小花手心里 刘小花不想要 叶琛赶忙道 这是跑腿费 不能让你白跑一趟送过来啊 谢谢老年叔的蜜饯 小家伙立刻喜笑颜开 蹦蹦跳跳地往家里跑了 陆陆续续有孩子们过来 这个给半斤 那个给一斤 不一会儿 家里的干草根就堆成了小山 而叶琛也欠下了一百文的巨款 本来村里的富人们 还羡慕叶琛做了生意 赚了不少钱 可见他又是买白糖 又是连成本钱都付不出来 便知道这生意不好做 若是东西卖不出去 到时候还要欠给乡亲们很多钱 大家自然没有了 厚着脸皮 跟着叶琛学习做生意的念头 叶琛则带着几个孩子 在家里忙活了起来 清风书院的孩子们 消费能力不俗 有个百十碗完全没问题 他决定明天带二百碗左右 去试试水 清风镇还有个水运码头 哪里干苦力的人不少 但是不知道 那边码头的收入如何 他们愿不愿意花钱 吃自己的冰雪冷园子 不管怎么样 先试试再说 如果效果不好 再想其他办法 大壮负责制冰 二壮和三壮负责制作炒黄豆 赵晶晶在叶琛的指挥下 用甘草制糖 叶小壮在一旁盯着烧火 这加工甘草根 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要先将草根切得稀碎 然后不断地蒸煮 最后还要晾晒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想要用甘草制糖 整个工序需要数日 不过叶琛有的是时间 也有白糖使用 甘草糖只是一种成本 更加低廉的替代品而已 叶琛则在处理山楂 表面上是拿着山楂榨榨汁 实际上则偷偷拿着柠檬汁代替 四叔在家吗 门口是春月的声音 叶琛擦了擦手 走了出去 春月和秋月两个姊妹 小脸黑漆漆地 背着两个竹框站在门口 叶琛瞅了一眼 起码得有个五六斤 而且看着甘草根湿漉漉的模样 看样子是在水渠边上 自己清洗的 叶琛瞅了眼 春月的脚上都是泥 裤子也湿了 叶琛皱着眉头 有些心疼孩子 见叶琛皱眉 春月更加小心翼翼了 四叔 我们很认真的收拾了 您收吗 叶琛自然是收的 虽然这甘草糖 有给村里人发福利的嫌疑 但是本身叶琛也是挣钱的 而且话说回来 便宜外人也是便宜 为什么不能便宜家里人 叶琛撑了撑 笑着说道 一共是七斤 四叔欠你们二十一文钱 明天晚上过来拿 好 两个小姑娘回应的声音糯糯的 但是听得出来 他们心里很开心 他们也挣钱了 娘肯定不会再打他们了 她牵着秋月的手准备走 叶琛赶忙叫住两个孩子 拿出一把蜜饯递了过去 这是四叔在镇上买的蜜饯 你们带回去吃 谢谢四叔 秋月伸手想拿 春月却按她的手 先给叶琛行了个礼 才接了过来 阿姐 小壮哥哥在吃啥 秋月手里捏着蜜饯 眼神却飘向了 坐在不远处的小壮 作为幼子 小壮还是有一份特有的福利的 叶琛给她买回来一种 叫做见风霄的零食 别看名字挺文雅 其实就是炸糕 是用梅子 大枣 糖精这儿成 经植物油炸后 其味清香细腻 香甜可口 据说是前朝李世民 在北院打猎的时候 偶然间吃过 从此变蜂米大糖 五周代糖之后 这种食物推广到了青州 小家伙越是第一次吃这种吃食 油纸一共包了六块 小家伙舍不得吃 一口一口地舔着 慢慢地咽下去 刚才明明已经吃过饭了 但是小家伙 依然一口气吃了三块 正准备将油炸糕藏起来 准备明天继续吃 结果一抬头看见 秋月正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 小家伙心一横 扭过头去 抱着炸糕就要跑 姐 好香 秋月的口水 呼呼地流了出来 春月的脸色有些难看 生气地拉着秋月 就往外走 谁曾想往日里力气不大的妹妹 脚下仿佛生了根一般 怎么拽都拽不动 叶琛是真的心疼孩子 便开口道 小壮 把你的剑锋 削给秋月妹妹一块 小壮一听 小脸立刻搭拉下来 爹 我只剩下三块了 叶琛有些头疼 他也做过小孩 他知道 小孩最讨厌的 便是父母强行 将自己的零食和玩具 分配给其他人 长大后 他也不认为父母 这种做法是对的 可是 叶琛如今为人父母 知道人要有一定的 分享精神的 他现在就很头疼 当初怎么就没学学 怎么带孩子呢 男子汉 大丈夫不能小气啊 叶琛走到小壮边上 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去给秋月和春月 一人一口 明天爹再给你买 小壮抬着头 小声道 爹 这是你给小壮买的 这是你对小壮的爱 小壮不想 跟别人分享 叶琛摸了摸小壮的脑袋 笑着说道 傻孩子 爹又不是以后不爱你了 快去 好吧 小家伙不情愿地 拿着油炸糕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一人给了一块 秋月一口 就将炸糕给囤了进去 砸吧砸吧嘴 愣是没尝出味道来 眼睛还直勾勾地 盯着小壮的手里 小壮当下就急眼了 一排再次伸出 手来的秋月的手 转头就跑 叶琛头大望着天 这应该是一次失败的教育 秋月又可怜兮兮地 看向了春月 春月咽了咽口水 一闭眼将炸糕给了妹妹 自己则抬头 对叶琛说道 谢谢四叔 等春月挣了钱 会给四叔也买的 叶琛摸了摸春月的脑袋 笑着说道 天色不早了 赶紧回吧 嗯 春月拉着秋月的手 往外走 秋月年纪小 不会葬事 没走多远 就撅着嘴巴说道 小壮太小气了 跟着四叔 天天吃好吃的 还不分给我吃 还打我手心 春月皱着眉头 松开手说道 秋月 爷爷说 做人要有骨气 小壮弟弟 愿意分给我们两块炸糕 已经很好了 你怎么想全吃掉 这是不对的 就那么巴掌大的东西 我一口就没了 而她肯定已经吃了好几个了 秋月舔着嘴唇 我看着四叔的屋里有粮食 有蜜饯 有糖 院子里有鸭子 大嫂手里还拿着不再裁剪 姐 四叔发财了 四叔家的变化 春月自然也看见了 尤其是嫂子手里的布 她看见也眼馋 她家已经很久 没做新衣服了 奶奶每次发了新布 娘亲都是 紧着是多自己 自己和秋月穿的 都是她跟爹穿过的衣服改的 秋月 你要乖乖的 姐姐会挣钱给你买的 春月认真道 两姊妹朝着叶家老宅走去 叶家的大人们都在院子里纳粮 老太太洗了些野果 给叶五四吃 一家人围在叶五四不远处 说着闲话 听说老年发达了 三房孙氏语气复杂地说道 一口气买了一斤多肉 还有一堆小鸭子 那桶里沉甸甸的 肯定还装了不少其他东西 那些没脑子的妇人看不见 我可可见了 人家的日子 你看见了 有啥用 老太太手里的活顿了顿 又看向叶五四 老年是真的长大了 买鸭子是好事 村里现在有水了 鸭子吃的也是野菜 到时候下蛋 岂不是有了源源不断的收成 孙氏的脸顿时垮了下来 老太太真的是傻的 老年当年穷补贴他 我们不说话 如今他发达了 您不会让他补贴家里吗 心里有怨气的孙氏 皱了皱眉 继续道 老四头一次做生意 家里是给了建议的 他不给孩子们买点灵嘴也就算了 咋也不把肉端来给爹娘尝尝 叶五四眉头一皱 还没动静 老太太的机关枪先开火了 老三家的 你要是没事干 就去挖干草根 老年今天收获了 已经三文钱 话音刚落 春月和秋月俩姨妹 手拉手地走了回来 孙氏的无能狂怒 立刻发泄在了两个丫头身上 死丫头 大晚上哪里乱窜 让野狗叼走你们 行了 叶五四喝了一句 如今村子里有团恋 都是好把势守着 哪里有野狗 春月 秋月大晚上的 不在家里干活 跑哪里去了 春月赶紧道 四叔收干草根 我怕晚了就不收了 带着妹妹去山里挖干草了 秋月也赶忙复合道 我跟姐姐一口气挖了七斤 四叔说 一共二十一个铜板 还给了一大把蜜剑 孙氏脸上的怒气立刻潇洒 一把从秋月手里拿走蜜剑 放在嘴里 瞬间感觉喉咙都甜化了 嘴里乌叶不清道 钱呢 孙氏的脸 就像是天气预报一样 说变就变 小叔竟然平白拿走了 自己家两个闺女 辛苦挖回来的干草根 一文钱都没有给 随便给了 把蜜剑就给打发了 瞬间孙氏感觉手里的蜜剑不甜了 要是明天叶老年没挣到钱 自己闺女这二十一文钱 不对 应该是自己的二十一文钱 不就打水漂了 想到这里 孙氏就感觉有一口气窝在心里 他琢磨着 叶老年也太不是东西了 要是叶老年不挣钱 肯定是舍不得花钱雇人的 可明明挣了钱 却压着春月 秋月的工钱 这还是一家人 着实过分 四叔家买了好多东西 有好吃的蜜剑 糕点 秋月舔着嘴唇说道 还有布匹 应该还有米面 四叔发大财了 孙氏心里瞬间开始盘算 这布匹可不便宜 动不动就得上百文 鸭子也是硬通货 一个估摸着得六七文 二十个就得一百五十文 还有一斤多肉 这叶老年 岂不是一天就挣了三四百文钱 要知道一个壮汉去镇上扛大包 一天也就整个二三十文 这还得贿赂衙人 不然根本就排不上号 孙氏的眼珠子漂浮 忽然有了主意 他看了眼自己男人 又看了眼婆婆 缓缓开口道 娘 大壮的媳妇怀了身子 行动不方便 几个小子也是调皮的 老年又是个男人 做吃食 多少有些不顺的 不如我去帮忙吧 我终究是个辅导人家 手艺也不错 不会丢了咱们叶家的脸面 他不开口还好 他一开口 叶老太太瞬间火了 连叶五四都一脸嫌弃的表情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叶老三 老太太指着孙氏 骂道 你个混账东西 上一次你偷着 将咱们清河村的好处 告诉孙家庄的事情 没揍你 你是不是不长记性 你小叔挣点钱 跟你有啥关系 你是出力了 还是动脑了 张嘴就想掺和一把 我看你是显得屁股疼 从明天开始 把家里的地理的土克拉 挨个给我砸一遍 回头我去检查 地理有一块不平整 就让你男人家法伺候 孙氏的脸立刻轻了 要知道 他们跟老两家 还有老爷子 是没分家的 三家人混在一起 有五十多亩地 交完税之后 地理的 土克拉很硬 要是挨个 拿着锄头砸一个遍 不得要了他的命 但这便是叶家 老太太一开口 连老三都不敢开口忤逆 第二天 一大清早 孙氏就被老太太 拿着小棍子叫起来吓的 连带着秋月和春月 也跟着倒了血煤 孙氏一边走 要怪就怪你那个没良心的四叔 春月忍不住替叶琛便捡 娘 四叔是好人 还给我们蜜饯吃 孙氏才不管叶琛给没给蜜饯 虽然东西 到了他肚子里很好吃 但是他觉得 那是他应得的 伸手便凝住春月的耳朵 利瑟道 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连你也让我不痛快是不是 尿 我不敢了 春月立刻呜呜地哭了起来 孙氏站在田梗上 看着叶峰顺的牛车 已经在村口等待 紧接着 叶琛带着一家所有的男丁整齐出发 心中又有了计较 瞪了一眼春月和秋月 给我好好干 回头我检查 有一块不平整的地 打死你们两个 两个小女子自然不敢反抗 只能吃力地拿着锄头 挨个砸碎地里的土壳拉 叶琛家 此时只有赵晶晶一个人 叶琛有意让刘小花在家里帮着姐们 但是刘家地里的活不少 刘小花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 家里的小子 都跟着叶琛去卖冰雪冷园子了 赵晶晶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 裁剪布料 她裁剪下一块布料 脑海里不知道怎么就闪现了大壮的影子 昨天按照公公的要求做的毒壁库 结果做出来之后 有些小了 便传到了大壮身上 大壮头一次没有穿礼衣 就坦诚地展示给自己看 现在想想都脸红 嘎 嘎 嘎 家里的小鸭子 忽然惊慌地叫了起来 赵晶晶以为刘小花跑过来玩 便放下手里的活 起身迎了出去 结果发现 来人竟然是三伯母 连忙行李道 三伯母来了 孙氏进了叶琛家 一双眼睛四处乱瓢 先是看了一眼 正在嘎嘎乱叫的小鸭子 数了数数量 又看了眼趴窝的母鸡 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 走到树荫下 看到桌子上放着布皮 她皮笑若不笑道 哟 大壮媳妇 这是在给大壮做衣裳吗 赵晶晶大方帝说道 大壮的衣服 都是几年前的 许久没换新的了 爹爹挣了钱 心疼儿子 便买了些布 这是昨个春月和秋月 送来的甘草根吧 孙氏看了眼 不远处对着的甘草根 随意拿起来 一根放在嘴里嚼了嚼 你说这事也奇怪 当初你公公不是死活 不学你婆婆的手艺吗 怎么你婆婆走了没几年 她又学会了呢 赵晶晶苦笑道 爹不是那种懒惰的人 他是内秀 不喜欢表现罢了 孙氏笑了笑道 是呢 你爹内秀 婆婆和公公都偏向他 又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 当年读书是这样 后来吃不上饭 也是一直送粮食 可怜你三伯母一家子 却吃不上 喝不上 大壮媳妇 三伯母知道 你是个心善的 也是个即将做母亲的人 知道看着孩子挨饿 心里会有多难受 你帮帮忙 将这治堂的手艺 告诉你三伯母呗 你公公做的是 老十字原子生意 跟治堂也不冲突 赵晶晶听三伯母这么一说 警惕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 她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伯母 这事儿我不清楚 你知道叶家有啥好事 都是传男不传女的 我终究是个外星人 孙氏继续说道 我知道得把这草根 放在锅里煮 也知道得多成粉 你只要发发善心 说个前后顺序就可以 赵晶晶继续摇头 一个字都不肯说 孙氏只好使出了杀手锏 大壮媳妇 你只要把治堂的法子 告诉我 我挣多少钱 都分你四成 你马上有孩子了 将来孩子读书科举 娶妻生子都需要钱 你公公那么多儿子 未必能顾得上你 赵晶晶还是不说话 你咋那么愚 孙氏气的脸色通红 骂道 咱们做女人的 不能只为别人着想 也得考虑考虑自己 不然就只剩下吃亏了 你公公当初是怎么对待 你跟大壮的 现在又是如何压迫你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每天烧火做饭 都是你的吧 每天扫地耕田 都是你的吧 赵晶晶不愿意 与这三伯母多言 便低着头说道 伯母 您要是没啥事 说的一样 公公交代的任务 完不成 我要被罚的 说着便推着孙氏出了门 然后赶紧拴好篱笆门 孙氏气得脑门子 都开始冒烟 这不是老三他媳妇吗 你在这干啥呢 隔壁家刘老太太 正好拉着刘小花 从地里回来 村口有两个年轻后生 好像是你娘家人 团练巡逻队 看他们挺壮士的 就没敢放他们进村 你快去看看吧 清河村的团练的 章程越发的正规 单独来的外村人 盘问清楚之后 就可以放行 两人及两人以上 要找什么人 需要在村外等着 会有人去通知 孙氏走到村口 看到是自己 娘家的两个大侄子 姑妈 祖母让我们来借粮食 孙家庄的大侄子 开门见山 孙家庄汉的厉害 水勉强够人喝 庄家都死了 祖母说 我们今年能不能活下来 就靠您了 孙氏听得头皮发麻 上一次鱼泉的事情 已经让老太太恨死自己了 自己再瞎倒顾 岂不是要了自己的命 当下 孙氏没好气地说道 清河村的粮食 倒是没干死 但是还在地里呢 我去哪给你们见 等地里的庄稼收上来吧 孙氏心里算盘打得好 等庄稼丰收了 跟老太太借个 十斤八斤的不成问题 也算是对娘家 有情有义了 日头逐渐升起 叶琛和儿子们 抵达了清风镇 他再次交代赵丰顺 丰顺叔 天黑前 咱们在城门口会合 不见不散 宁可别再自己一个人走了 没有牛车逮捕 他肯定要自己不行回去 那也太累了 赵丰顺自然答应下来 这父子一口气来了五个人 又带着货物 自己一趟可以挣十五文 这属于大客户了 肯定不能落下他们 昨天晚上 一家人一通努力 做了三大桶的冰块和炒黄豆 算下来 卖个三百多碗 不成问题 仅仅是靠清风书院 肯定吃不下那么大的货量 他决定先带着儿子们 去码头试一试 清风镇的码头不算大 但也是人来人往 一艘船停下后 很多汉子过来搬运货物 有的扛着货物走了 有的搬完了 继续在码头等货 人群是流动的 也就是客户群体相对比较大 周围借桌子不太现实了 叶琛便在资源回收中心里 兑换了几张木板 当作是捡来的 搭建了一个零食的桌子 然后就开始吆喝 码头没有多余的建筑物 也没有树 太阳火辣辣地照得人难受 那些汉子大汉淋漓的正难受 忽然听到有人脉冷饮 还可以免费试吃 立刻围了过来 免费试吃 先到先得 一连三排冰雪冷原子 在桌子上整齐摆好 喜洋洋的卡通碗格外精致 大把的冰碎在阳光的照射下 晶莹剔透 有早就热得受不了的汉子 端起一碗 就直接开赶 一吃之下 顿时震惊了 我的老天爷 这竟然是真的冰块 还有糖 还有牛乳 而且酸酸甜甜的 汉子用袖子抹了抹嘴巴 再给我来一碗 叶琛笑音音地说道 肯定是真的冰块 五文钱一碗 听到五文钱 汉子有些心疼 但是随即想到 去驿站里买一碗高墨 都得两三文钱 人家这东西又是冰块 又是那么多佐料的 吃起来还这么爽 卖五文钱也不算太贵 汉子从腰包里 摸出三个油腻的铜板 直接扔在桌子上 赶紧给我盛一碗 这鬼天气 热死人了 叶琛丝毫不嫌弃地收起铜板 吆喝起来 三状上冰雪冷原子一碗 叶三状马里的 将刚才是吃的碗洗刷干净 然后盛出一碗 新的凉嗖嗖的冰雪冷原子 递给那汉子 那汉子连勺子都懒得用 直接拿着碗往嘴里灌 痛快是说道 这是真冰块 吃进肚子里 我又能干三床活 起码多挣二十文 看着这汉子 意犹未尽的模样 引来了周围其他人的注意 叶琛的小摊不一会儿 就挤满了人 叶琛收了钱 就吩咐三状干活 然后对着老大 老二说道 按照刚才的流程来 你们两个记清楚了吗 叶大状点头 爹 放心吧 三状拎起一桶货品 跃跃欲试道 爹 我们先去了 两兄弟跟叶琛兵分两路 去了另外一个码头 生怕耽误了生意 小状跟在父亲身边 就显得格外的踏实 父亲 让干啥就干啥 虽然有些生疏 但是很仔细 老三是核心力量 不断地忙活 感觉手臂都有些发酸 一直到一艘中型货船停靠 如今干旱日久 河道下沉 即便是清风阵 也受影响 这艘中型货船一停靠 汉子们便非一样地冲了过去 而叶琛这边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 剩下的货品 已然不多了 三状数了薯盆里的铜板 兴奋道 爹 有五百多呢 收拾收拾 去找你大哥 二哥 叶琛把木板收起来 打算带着一会儿 去清风书院 重复使用 叶三状不理解道 爹 刚才还有好多人 想吃咱们家的货 等他们忙活完了 咱们继续卖啊 这么早走干啥 叶琛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解释道 这叫饥饿营销 咱们敞开了供应 他们就会觉得稀松平常 但是你随时断货 下次我们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着急 我们能多挣钱 也能节省时间 叶三状似懂非懂 老实地去收拾东西去了 四状眨了眨眼睛说道 爹 当才有个人一口气 买了八大碗冷园子 他咋知道是四十文钱 他掰着手指头算账 手指头不够用 就用脚指头 自己的不够用 就用三哥的 爹却不声不响地 把钱收了 叶琛发现 自己的幼子 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很善于观察 手忙脚乱的时候 还能注意到这些细节 三状在一旁笑道 这叫算术 当初娘教过 咱们都不开窍 估计爹也会 小庄问道 爹 您真的会啊 叶琛笑道 想学吗 小庄用力点头 想学 叶琛看向闷头干活的叶三状 你也跟着一起 叶三状 叶三状想起了 被老母亲支配的恐惧 算术这东西 一想就投打 父子三人去了 另外一个码头 这边比叶琛 刚才待的码头小一点 但人很多 一艘船缸 卸完货离开 一群汉子 大汉淋漓地将小摊围住 大状和二状 忙得脚步粘定 三状连忙道 我去帮帮大哥 二哥 叶琛抬手拦住 先看看他们怎么干活的 二状负责放料 收钱 大状负责成冷园子 哥俩配合倒是挺默契 一个大爷领着一帮子小伙子过来 给我们来七碗 叶二状立刻卡壳了 先前最多一个人要四碗 他还能勉力支撑 结果现在这个人一口气要七碗 这可咋办 客人等着要东西 大哥等着成冷园子 那么多人看着他 他急得要命 最后张口说道 一共三十文钱 客人稍等 叶大状已经开始干活了 不远处 一个热心的摊主说道 小伙子 算错了 七碗是三十五文钱 你少算了 那大爷立刻不愿意了 冷哼道 他自己的买卖 自己做主 他说是三十文 就是三十文 说着 将三十个铜板扔进了盆里 三状心里顿时疼得厉害 他竟然算错了 一口气丢了五文钱 以后爹不会不带自己了吧 哥俩呆呆地看着桌子上的铜板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一道爽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叶琛走了过来 笑容和煦 我们家孩子还小 刚出来历练 不懂算术 让各位见笑了 他自己算错了 就该自己负责 咋也不能让您继续掏钱 大壮愣着干啥 赶紧给客人呈圆子啊 叶大壮立刻忙活起来 二壮则是一脸的羞愧地去帮忙 这位兄弟 是个敞亮人 以后我们还来 这气度 见一面就觉得舒服 将来肯定发大财 赞誉声不断 又引来了大批人买冰雪冷圆子 一会儿的功夫 一大桶就受庆了 叶大壮满脸忐忑之色 爹 我少算了五文钱 您打我一顿吧 让你历练是父亲的选择 是给你成长的机会 父亲也要是承担风险的 为何要打你 叶春笑着起来 收钱这活 要是交给你大哥和三弟 估计咱家赔得更多 你已经很不错了 别责怪自己 想想一会儿吃点啥 老爹请客 一二壮愧疚得根本不想吃饭了 追问道 爹 你打我一顿 出出气呗 爹真不怪你 如果你学过算术 还是这么笨 爹爹肯定是要罚的 不过 我听三状说 当初你娘教你们的时候 你们没学会 嗯 娘说的什么 一一的一 一二的二 我们都不理解 叶春越发感觉 自己娘子应该不是一般人 那为何会生在温家呢 久久口诀表 起码要读过 管子才会知道 可是一般人家的闺女 会学管子吗 想不通 就暂时不去想了 叶春宽慰道 没事 你娘没教会的 爹继续教 收拾一下东西 咱们去清风书院 卖完货之后 我们就去吃东西 今天赚得多 爹做主 想吃啥就吃啥 气氛活跃起来 大壮挑着货品 三壮提着钢管保驾护航 老二背着筐 拿着盆 小壮跟着叶春 精力充沛地跑来跑去 这队伍越来越有取经的架势了 父子五人 很快抵达清风书院 这会儿正是上午下课的时候 叶春时间把握得非常好 冰雪冷园子 在清风书院 引起了一大波浪潮 仅仅只是经过了 一天一夜的发酵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知道 在学院门口 出现了一种极其文雅 且惊人心疲的吃食 叶春刚开张 学生们便组团跑了过来 父子一行人一通忙活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就卖完了 铜板满满当当装了半筒 小家伙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一个个眼睛发直 叶春咳嗽了两句 先收拾东西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咱们数数挣了多少钱 小家伙们 一个个倒头如蒜 大壮最为勤快 很快便将东西洗刷干净 收拾好 一行人飞快地朝着小巷走去 小壮对周围的环境好奇 所以多打亮了两眼 他扭头看去 刚好看到从书院走出来的人 怎么看着像是温华表哥 以前娘亲也总是说 他们这帮小子 不如温华表哥厉害 父亲也喜欢温华表哥 还总是给他送东西 小壮联想到往日的事情 心里担忧 爹要是看到温华表哥 会不会忍不住再次拿东西送给他 这可是一家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可不能便宜温家 小壮这个小机灵鬼 赶紧跟父亲说话 吸引父亲的注意力 而温华腰间挂着一把木剑 手里捧着本书正往外走 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的五人 瞬间就认出了姑父和几位表兄 姑 带着表兄弟来清风镇做什么 温华正在思索时 几个同窗迎面来面带讥笑 温华兄又要去抄书吗 温华手里拿着书 态度很是谦和 正有此意 德伦堂最近缺论语 价钱高一些 可有兄台愿意一同前往 伦语早就滚瓜烂熟了 抄他何用 一个学子嫌弃道 而且 拿圣人大道挣钱 乃是下见行径 也耽误学业 温华你不怕功课跟不上吗 温华淡然道 温固儿之心 可以为诗意 如何算是耽误学业 好一个温固儿之心 夫子要是知道 你拿着他的黄黄之言 挣一个月一二百文钱 怕不是在坟地里爬起来捶你 是啊 温华 超书一个月 也就挣个一二百文钱 何至于此 若是缺钱 和家里要便是 若是真的缺钱 便不要读书了 读书是黄金铺路 没有钱 折腾不起的 这些人百般取笑 温华却面不改色 手里拿着书 镜子走向德伦堂 待众人远去 温华抽出了腰间的配件 愣愣地出神 目见无风 却充斥着浩然正气 叶琛和几个儿子 坐在无人的巷子里 家里的小子不怎么识数 这些铜板 肯定是数不过来的 叶琛只能自己数 一共1555个铜板 三桶货品用了白糖一斤半 白糖价格60文一斤 黄豆五斤 黄豆价格25文一斤 除却这些 我们一共挣了多少钱 这是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叶琛想考考自己家的孩子 同时抛出了诱饵 谁要是答对了 奖励一个大鸡腿 漫长的十几分钟过去 终于有人举手了 小壮趴在叶琛后背上 爹 我知道了 是1300万 叶琛刮了刮小家伙的鼻子 还差好多呢 你再去算算 小家伙撅着嘴 感觉自己是对的呢 叶二壮忽然兴奋道 爹 我算出来了 是1340文 目见无风 却有浩然正气 不错 二壮今天奖励一个大鸡腿 叶琛笑眯眯道 你们几个以后跟着爹做生意 不识数可不行 从今天晚上开始 每天半个时辰学习算数 二壮和小壮都很兴奋 老大和老三则苦着脸 他们想起了 被母亲打手板的恐惧 叶琛将铜板装好 起身道 走 爹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叶琛带着几个人 到了一家羊肉汤铺子 一口气点了五大碗羊肉汤 又要了些炊饼 老板端着羊肉汤上来 笑眯眯地说道 大哥一口气买了五碗羊肉汤 算是我们店今日的大客户了 送您一个凉拌 你们尝一尝 凉拌里面的肉食很少 多是些青菜 但是吃起来味道很棒 叶琛趁机对孩子们教育道 做生意 要学会学习 就拿这个老板娘来说 他这次送的小菜可不便宜 但是我们是大客户 下次我们在想吃羊肉汤的时候 肯定还会来他们家 同样的道理 我们卖货 也要给客人一种 我赚了的错觉 就像是今天 二状少算了钱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没发现 客人蜂拥而至吗 这就是因为他们 觉得他们赚了 或者有机可乘 二状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喝完羊肉汤 几个小子有了五分饱 叶琛让老板娘加了汤 又买了几个炊饼 如今跟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有大把的时间上山打猎 现在每天都在忙生意的事情 所以 肉食只能靠买了 叶琛带着儿子们直奔肉铺 这会是下午 肉铺的肉不是很新鲜 老板拿着铺盔扇 一直在驱赶苍蝇 叶琛又买了一条五花肉 一些猪下水 还有些大骨头 猪血 猪血老板对外是赠送 骨头和内脏 花了五十文 三斤肉 花了九十文 叶琛买东西的时候 叶二状在旁边默默记录 大鸡腿二十文 羊汤花了八十文 炊饼花了二十文 猪肉九十文 骨头内脏五十文 他碎碎念着 慢慢地将钱加起来 本来是想锻炼算术 结果的出来的数字 让他大吃一惊 看着好像刚才挣了好多钱 结果就这么点东西 竟然花了好几百文 昨天爹挣的钱没有那么多啊 为啥可以买上百斤的米面 还有布匹 还有鸭子 还有各种灵嘴 叶琛一转头 就听见老二在捣过数字 心里微微一礼 这个几个小子里 老二是很聪明的 他要是把账算得清清楚楚 以后想浑水摸鱼 可就不简单了 叶琛开口道 镇上的东西又涨价了 赚多钱都不够花 米面家里还有 暂时就不买了 大壮 这是四十文钱 你拿去给金金买点吃食 让他也尝尝先 大壮立刻去办 糖和黄豆家里还有一些 叶琛就没再买 而是带着孩子们打道回府 从清风镇回到清河村 坐着风顺大叔的牛车 也是一种享受 太阳西斜 一家人终于回到了村口 这个时候 村里人都在地里忙活 叶琛一行人没有被围观 而是直接回到家中 小院被收拾得很干净 很温馨 顿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 叶琛也不太懂孕妇的事情 只是隐隐约约知道 孕妇需要补钙和叶绿素 叶绿素这东西 她不太懂 但是补钙她知道 喝骨头汤就行 所以 叶琛买了一大堆大骨头 赵晶晶早就盼着一家人归来 待见到自己家丈夫和公公一行人归来 又是端茶 又是倒水 好不勤快 小壮主动跟着去做饭 买来的大骨头放在锅里炖 又加了些枸杞子和红枣 这儿八斤的膳食汤 猪血用来炒菜 放点小葱 味道绝佳 五花肉在叶琛的指挥下 烫好了猪皮 做成了红彤彤的红烧肉 反正这会儿 苏氏还没出声呢 肯定不会跟自己计较 锅里还有大米饭 原生态的大米饭 在铁锅里焖出来 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的 再加上家里的骨头汤和红烧肉 整个农家小院 都阴晕着浓郁的香气 隔壁的小孩都馋哭了 小花拿着鱼竿 不断地安慰着弟弟 三壮在旁边切野菜 喂鸭子喂鸡 闻着香味 也是口水直流 在外面花多少钱 吃多好的饭 也怀念家里大嫂做出来的饭菜 小壮烧火是功臣 忍不住掀开锅盖 想吃块红烧肉尝一尝 叶琛瞪了他一眼 没规矩是不是 你兄长还没回来 你就想吃 老大放不下家里的庄稼 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挑着发酵好的肥料 去地里施肥除草 叶琛家里的肥料 是用人的粪便加干草 以及生活垃圾发酵出来的 肥力非常充足 这也是叶琛穿越后的小发明之一 将粪便和柴草堆在一起 用泥封住 这样发酵的肥料更有力度 叶琛还想养猪 因为猪篮里的肥料劲也很大 此外就是冻销土 可以加工成肥料 但是这个有点跨时代 还有待研究 老二则是去挑水 有了水渠 清河村的人用水方便了许多 二状来回挑了两大缸水 也不闲着 又带着小状去砍柴 一直等到老大回来 叶琛走到院子门口 帮着大状拍打了身上的尘土 让他去院子里洗洗 自己则站在门口 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 刚站了没一会儿 就见刘小花偷偷摸摸地走了过来 对他低声说道 老年叔 你出门后 你老宅的孙大娘又来捣乱了 气得津津嫂子不行 走路都不稳了 摔倒在地上 我跟弟弟正在外面玩 跑乖给扶起来了 叶琛愣了一下 从口袋里 逃出一大把蜜饯递了过去 谢谢你小花 小花笑着摇头 老年叔 你是好人 我能帮你点什么忙 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要 说完就跑了 叶琛又看向赵晶晶 赵晶晶跟往常一样 这个孩子太懂事了 叶琛走过去 看到赵晶晶正坐在壶床上 扶着桌子休息 一见到他过来 立刻起身 叶琛知道 自己而媳妇的肚子越来越大 身体行动肯定不方便 他走过去 示意赵晶晶坐下 孙氏来捣乱了 赵晶晶连忙摇头 爹 三伯母只是担心 过来看看 叶琛摇头 我那三嫂是啥脾气 我知道 以后不让他进门即可 倒是你 身体不舒服吗 赵晶晶连忙摇头 爹 我没事 大壮 跑路前进 去请流浪中过来瞧瞧 叶琛吩咐了一句 便示意赵晶晶去床上休息 以后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爹说 跟你相公说 赵晶晶有些害怕 哽咽起来 爹 那席太没用了 拖家里后腿了 什么拖后腿 叶琛开口道 家里的事情 哪一件你没帮忙 家里的饭菜 不也都是你做的 收拾院子 洗衣服 哪一样 没有你 晶晶 咱们是一家人 你男人还小 不是很会说话 也不会照顾女子 你多担待 但是爹可以保证 在爹的眼里 没有男女之分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要是身体不好了 爹跟心疼小壮一样 心疼你 所以有啥事情 不要跟爹藏着掖着 赵晶晶红着眼眶 点了点头 她今天确实吓到了 本来在家里好好的 三伯母忽然来了 然后跟自己说了 一大堆魂不令的话 自己将她推出去之后 动作幅度有点大 身体不舒服 一不小心摔倒了 幸好刘小花 带着弟弟夏天回来了 看见自己摔倒 将自己扶了起来 不然自己不知道 要躺在地上多久 而且 她还发现 自己摔倒之后 吓得她躺在床上 半天不敢动 身子好些之后 才赶起来干活 但是家里都是男人 大壮又是个粗糙的货 根本看不出 自己身体不舒服 公公这么一说 她觉得 再受再多的委屈 也无所谓 起码 公公是知道疼孩子的 她现在就是有些害怕 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受影响 没多久 刘大夫便被大壮拽着过来了 刘大发是清河村的村医 兼兽医 不过这两年收成不好 刘郎中的日子 过得也挺辛苦 因为大家一般小毛病 根本不找她 大毛病找她也没用 到时候隔三差五 谁家牲口不舒服 她能挣点闲钱 听说赵晶晶身体不舒服 村里的妇人们 也跟着过来凑热闹 不少妇人都站在院子里 等啥情况 刘郎中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把了把卖 好半天才说到 没啥事 动了胎气而已 咱村里一般喝点红糖水 休息休息就成 叶琛一瞪眼 郎中 这是活人 动了胎气 还喝红糖水 您赶紧开药 刘郎中有些休懒道 老年 这开药得花钱 药部书把方子写下来 你自己去山里摘点草药 一群妇人 也在一旁凑热闹 老年 动胎气而已 小事小事 是啊 老年 当初生了小花当天 我还去割稻子呢 一边流血 一边割 也没啥 叶琛头大 这便是封建社会的 顽强生命力吗 自己而媳妇 可不能这样 赶忙对郎中说道 大夫 您赶紧开药 别管多少钱 用最好的药 刘郎中见叶琛坚持 便缓慢开口道 那可是你说的 家儿媳妇这种情况 起码得吃四天 一天两顿 一共是六十五文钱 我弟乖乖 老年 算了吧 这点小事 喝点红糖水得了 孩子没了 大不了再生 挣钱不容易 郎中报完价钱 又开始提叶琛头疼 赵晶晶一听价钱 也是小脸刷白 爹 我感觉我好了 我都能跑 别开药了 他还是分得轻易闻钱 和六十五文钱的区别的 我是一家之主 这事情我做主 叶琛喝了一声 转身去屋里取来铜钱 今天挣的钱都锁在柜子里 他数出来六十五文钱 交给了郎中 站在门口的妇人们 就见哗啦啦的铜板 敬了郎中的腰包 郎中的那张老脸 竟然有了质疑人生的模样 谁说老年虐待儿媳妇来着 我都想做她儿媳妇了 做儿媳干啥 老年生得那么俊俏 又正当年 做她媳妇啊 老年看不上我来 我要不让我闺女试试 妇人们开始习惯性地歪楼 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说道 老年这是真挣钱了 你们闻闻 这是毫米的味道 还有猪肉呢 真香啊 老年真细心呢 我刚才还看见了大骨头 那东西也是保胎的 我怀孕的时候 我娘让我喝过 真羡慕老年的儿媳妇啊 当初我公公要是舍得丢我花钱 我也不至于让大娃留了 对了 我记得老年还欠我们家孩子钱呢 这给赵晶晶 这丫头治病 她不会没钱付了钱了吧 对啊 我家孩子也有嘛 赵晶晶将郎中送出去 聊了几句 便安排大壮去取药 赵晶晶身体没有大碍 叶晶也放下心来 脸上露出笑容 各位嫂子 大神请放心 我给大家结账 她这话放出去 村里来了不少人 别看送东西的时候是孩子 领钱的时候 来的都是大人 叶晶拿来一个小本本 拿着探笔 写着简单的账目 最近她的繁体字学习有所进步 读书有点难 那玩意涉及断句和翻译 但是做账没啥问题了 她笑着说道 一个个来 不着急 排好队 双子娘 六文钱 拿好了 铁柱娘 叶晶的支持 叶晶的手里有账本 肯定不会出错 很快便将钱给结清了 村里人本来担心叶晶会赖账 所以亲自过来讨要 见她一分不差地给结清了 这些人又担心 老年 这甘草根还收吗 当初你媳妇收了一回就不收了呢 叶晶依然笑道 收 还是老价钱 三文钱一金 村里人对这个价格相当满意 山上和荒地里的甘草到处都是 只要挖挖土就能获取 这相当于白减的钱 反倒是叶老年 辛辛苦苦忙活一天 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 看个病 倾下料钱 就啥都不剩了 庄嫁人 庄嫁婚 重地才是人上人 就在大家心满意足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老四 这甘草根挖起来 可费不少力气呢 一金才给三文钱 是不是有些太少了 仅仅是听声音 叶晶就开始皱眉了 来人是三嫂孙氏 他还没找他算账呢 没想到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叶晶面色不善地站起身来 孙氏见叶春脸色不好看 内心也有些犹豫 但是还壮着胆子继续开口 这甘草根在土里藏着 大家挖起来 可不轻快 当初你媳妇还五文钱一金收呢 孙氏本来想指着村里人提出异议 谁曾想 大家一声不吭 他只能主动站出来当坏人了 别看孙氏每天被老太太派出去收拾庄稼 但是他脑瓜子没闲着 这几天老年回来 可真的买了不少东西 算着 一天最少挣个三四百文 村里人两三个月 都未必挣得到那么多钱 可是叶老年一金甘草根 才给三文钱 比起之前的温云恒都扣门 孙氏理直气壮地看着叶琛 秋月那么小 春月也不大 为了给你洗甘草根 差点掉进沟里 拿命换来的钱 才值二十一文吗 老年你是不是太扣了 孙氏这么一闹 村里人立刻不动了 都若有所思的对视 还有这好事 他们自己家里人闹起来了 他们跟着占便宜 所有人都热切地看着孙氏 希望他家把劲 叶琛玩味地看着孙氏 他站起身来 秋月和春月都是孩子 见他们差点掉进水里 我也担心呢 为了点钱 不值当的 但是说好的价格不能变 这是做生意的规矩 不过三嫂不用担心 以后这干草 我让三壮和小壮去挖 就不劳烦大家了 大家也不用担心 孩子有危险 都散了吧 一听这话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圆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一脸愤怒地看着孙氏 三文钱虽然少了些 但是一个半大点的孩子 拿着锄头干上几个石秤 也能挖几斤 轻轻松松十几个铜板 他们这些大人 都可以在农忙治愈跟着干 挣点钱补贴家用 在大家看来 老年简直就是摇钱树 他们希望钱越摇越多 但是绝对不希望摇钱树不摇了 老年 别听你嫂子瞎说 三文钱不少了 我家孩子也皮实 让他接着干吧 是啊 老年说 我牛蛋不怕危险呢 让我接着干吧 是啊 老年 你得这样想 你这几个孩子 还得去镇上给你帮忙呢 哪有时间干这些活 总不能半夜去地里折腾吧 你嫂子看不上的钱 我们看得上 孙氏的脸顿时一阵轻 一阵子 我什么时候看不上了 叶琛似笑非笑 嫂子啃得上 老年也不敢收了 毕竟孩子还小 万一有个闪失 我负担不起 孙氏气得半死 只能厚着脸皮说道 我自己去挖 让吹月送来 总可以吧 叶琛这才不嫌不淡地点点头 村中的女人们 说了几句吉祥话 就离开了 老太太正在家门口 清洗干草根 这是她白天空闲时候挖的 准备给老年送过去 也没打算要钱 她觉得 儿子挣钱不容易 她这个当娘的大忙帮不上 帮点小忙 还是可以的 一边忙着 一边对叶琛似说道 你一会儿给老年送过去 叶琛似正使劲 往筐子了装干草根 我不去 让满屯去 在家门口干活 自然而然能听到 路过的妇人们 说的一些闲话 老太太听完之后 脸都绿了 瞅了一眼夜五四 老头子胡子 都要炸起来了 我去训斥老三 老太太将拐杖都拿出来了 孙氏一回家 就朝着身上招呼 两个丫头不明就里的 扑在母亲身上挡着 老太太气得身体直喘 骂道 好你个贱皮子 那可是 你男人的亲兄弟 你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去捣乱 还差点害了晶晶的孩子 我今天就要宰了你 孙氏吓得连躲都不敢躲 任凭老太太揍他 但是心里也委屈 自己男人的亲兄弟 又咋样 挣来的钱 给他加一文吗 他越不说话 老太太越来气 手里的拐杖 就跟雨点一样地往身上落 正好赵晶晶带着小壮过来送吃时 祖母 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 说完 俩孩子被老太太气势 吓得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 就往家里走 晶晶 老太太这才放过孙氏 看着赵晶晶和小壮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叹息道 这孩子 身子骨美好 折腾啥 又低头看了眼眼前的红烧肉和大骨头 更是担心的不行 这才刚挣钱 就这样的话 可不行啊 老头子 你看好东西 别让贼子霍霍了 说着 又瞪了孙氏一眼 老头正在房间里训斥儿子 老三遭了无望之灾 跪在地上哀求 老头子不解气 拿着棍子来要打 老太太说话 压根没听见 孙氏被揍得鼻青脸肿 见老太太出门了 趁着其他人不注意 赶忙拿起一块红烧肉 塞到秋月嘴里 叮嘱道 赶紧躲起来吃 秋月一口气将肉吞了进去 然后一脸渴望地看着孙氏 孙氏眉头一洗 摸了摸秋月的脑袋 随你娘 有胆子 说着 又偷了一块骨头给闺女 说道 去院子外吃 秋月抱着骨头就跑 然后找了个地方 慢慢吃了起来 骨头都给他咬碎了 叶琛一家正在吃饭 叶小壮抱着跟大腿骨正吃的带劲 尤其是骨头缝的连接处 有点类似于筋的东西 特别有嚼头 小家伙也没兄长的规矩 吃得满嘴都是油 三壮则准备对红烧肉发起进攻 却被叶琛拦住了 咱们几个大男人吃几口得了 剩下的给你大扫留着 赵晶晶因为见到老太太凶狠的一面 有些害怕 坐在边上 没怎么动筷子 叶琛开口道 赶紧吃 不吃饭怎么喝药 赵晶晶觉得自己 该跟孙氏一样挨走 大米饭 骨头汤 红烧肉 她竟然没有胃口 叶琛出门一趟 在资源回收空间 兑换了一本孕妇书籍 看了半天 这才返回屋子 晶晶 油腻得没胃口 就先吃点清淡的 赵晶晶连忙推辞道 爹 这又是肉 又是骨头的 没必要给我专门买吃食的 这大鸡腿给小壮吃吧 小壮拍着胸脯道 大嫂 我跟哥哥们在镇上吃了 你快吃鸡腿 老香了 叶琛没想到 小壮都会发善意的谎言了 三壮开口道 你可得多吃点 叶小壮立刻不服气道 瞎说 叶家的希望是我 二壮一巴掌拍到他后脑勺 少嘚瑟 叶家的希望 只有我叶二壮一人 老三道 手拿日月摘星辰 世上无我这般人 叶家的希望 应该是我 大壮看着脑残的弟弟们 默默地夹了一口菜 放在媳妇碗里 这是跌交的 赵晶晶立刻给了大壮 一个幸福的眼神 看得大壮心都要化了 一家人无比和谐 叶老太太走了进来 老太太眼神担忧 一进门就拉起叶琛的手 往外走 怎么了娘 老太太往屋里瞅了两眼 小声说道 金金的丫头的肚子 没毛病吧 叶琛道 放心吧娘 流浪中看过了 也开过药了 老太太这才稍微放心 然后又小声说道 你刚挣钱 别乱花 你手底下还有三个大小子 大二戏肚子里又有娃了 你的任务重着呢 你别贪图享受 得能省则省 当初你爹也挺能挣钱的 养了你们四个 连咸菜都切成碎碎吃 你得学你爹 叶琛道 叶琛正享受着 一家之主的快乐呢 谁曾想 被老太太闯过来 给了一通育子育孙教育 心情顿时不美丽了 关键是 这是自己的母上大人 还不能反驳 可在她那个时代 这东西 真的只是标配啊 不过老太太 其实说的也没啥毛病 她若不是有商城 有资源回收中心 即便是能挣点钱 也不敢这么早 冻死卖探人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太普遍了 不过叶琛也不想让老太太担心 这都是之前买的 一直舍不得吃 娘 你们别回去了 跟儿子一起吃吧 老太太哪里有心情吃饭 看着叶琛 最近顶着烈日 到处跑做生意 有的时候 还要走回来 心疼得厉害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 从里面拿出一个银镯子 爱惜地摸了摸 有些不舍 但是看到老年的模样 又心疼得厉害 心意横推了过来 老年 这是娘的嫁妆 你赶明儿去当了 你自己再攒点 赶紧买头牛 挣钱不容易 能省则省 让赵峰顺正取 还不如自己攒下来 叶琛穿越过来 孝顺老人 只是纯粹的责任心在支配 其实对于老太太 是没有啥感情的 但是见到老太太 将银镯子递过来的时候 叶琛的心被触动了 叶琛赶忙将银子推了回去 娘 牲口我自己会赚钱买 这钱您留着 你还自己赚钱买 就你这个花法 得猴年马月才买得起 老太太略带埋怨地说道 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自己买个牛 再配个车 跑得也能远一点 现在年景越来越差 得多攒点钱 保不齐在闹的蝗灾 一家子还得指着你呢 再说了 就算是不指着你 你看老二 老三度多大了 你十三我就开始 跟你说媳妇了 你总不能让他们 打光棍吧 这个时候 二状吃得有点多 正出来散步 听老太太一说 立刻凑过来说道 祖母 我不着急的 老太太吐了一口唾沫 你还不着急 上次偷看小寡妇洗澡 让人家追到我门口的是谁 二状撒腿就跑 被叶琛一把给拽了回来 你小子寻死了 叶琛喝道 二状一脸绝望 爹 我好奇 就看过一次 叶琛对着屁股踹了两脚 以后再胡作非为 小心挨打 哎 二状撒腿就跑 老太太目光 又落在了屋里的赵晶晶身上 当初你不懂事 家里都靠这个好戏称的 我看她这些年操劳 身上的病根不少 能少 让她干活 就让她少干活 要是真的忙不过来 娘闲得没事的时候 多跑跑也没啥 尽量别花钱 六十五文呢 乖乖 不是小钱呢 叶琛点点头道 我知道了娘 叶琛心里琢磨着 以后肚子越来越大 肯定不能让赵晶晶 继续干那么多活 不过老太太的建议 是值得考虑的 这天气再热 也长不了 必须趁着这个时候 广泛地开拓市场 所以她 总是得带着儿子 最重要的是 儿子们正是在成才的好时候 读书可能来不及 但是长见识 却是不能耽误的 而且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 在这个时候 已经不算年轻了 不可能一直冲锋陷阵 以后卖完货之后 尽量早回来 地理的事情交给儿子们 剩下的都是些家里的小活 可以安排叶小壮来看 不过她有心 让叶小壮去读书 当然 也要看小壮愿不愿意 如果不愿意 就再养两年 在家里干活 你要是怕家里说闲话 你就喊春月那丫头过来 我跟你说 春月那丫头不错 不跟你三嫂那个贱皮子一样 老婆子这眼睛跟明镜似的 你们兄弟 就你能有出息 将来你得跟春月寻个好婆家 老太太碎碎念起来没完没了 看儿子也是越看越满意 她老人家觉得 自己当初的想法没错 自己的幼子就是最好的 叶辰笑了起来 娘 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老太太立刻警惕心起来了 她都提出 安排人过来干活了 甚至自己都能来了 她不会想说媳妇吧 不过 自己儿子还年轻 该有个媳妇吧 她觉得 没有必要为了温云横守着 那是仙女 就算是回来 老年也把持不住 事先说好 老太太认识的 都是那种地理的大手大脚的女人 像是温云横那样的 可没有 叶辰 这都哪根啊 自己啥时候想娶媳妇了 单身不香吗 她无奈地回应道 娘 我是想安排个人 来家里干点杂活 挖点野菜 放放鸡鸭 中午再做炖饭 这事儿 我愿意花五文钱 你钱是大风刮来的 管炖饭不就行了 老太太没好气地说 但是话一说完 老太太又觉得 叶琛是个大手大脚的男人 不会管家 钱留在她手上 全都祸祸了 家里 还有好几个大孙子呢 还有重孙 她得给孩子们攒钱呢 想到这里 老太太说道 那就识文吧 我回去问问 谁愿意干这个活 一听到识文前 赵晶晶就要出来反对 被大壮给拉了回去 大壮小声说道 听爹和祖母的 我跟你说 祖母最疼爹了 这是要给爹存钱呢 叶琛才不管老太太要多少钱 自己的母上大人开口 别说识文 就是二识文都得给 成 娘 我这里还有点米面 我给您背过去 叶琛喊了句老二 老二立刻去成了五斤大米 你爹胃口不好 喜欢吃软的 老太太强行将银镯子塞给叶琛 然后自己接过来米 这就是利息 我自己背得动 你别送了 叶琛肯定不允许 喊来大壮 给老太太背过去 自己又回屋 对着赵晶晶说道 这是你祖母给的 等生完孩子再带 说完又看向几个小子 从今天开始 除了你们大嫂 你们几个 每天轮流做家务 爹 我能行的 赵晶晶局促不安 有一种失去了作用的感觉 不用 叶琛对众人说道 从老大开始 你们几个轮流来 还有你们多多大了 还让你们嫂子洗衣服 从今天开始 多自己洗 这个家 叶琛的话就是圣旨 几个小子 没有敢不听话的 回来的大壮 听老二一说 立刻开始干活 家里收拾好了之后 一家人围着油灯坐下 赵晶晶虽然怀有身孕 但是也只是有个软店 听客还是必须的 叶琛开口道 你娘交给 你们的惩罚表太高深了 我先教你们数字 以及最简单的加减法 说着 叶琛拿出来 资源回收中心 兑换来的铅笔和废纸 一人一分 三壮立刻苦着脸说道 爹 大侠都是行侠仗义 不读书的 不识术 放屁 叶琛立刻教育道 哪个大侠不是骑着骏马 穿着丝绸 到处瞎逛 他们的钱财哪里来的 不识术 怎么管理家业 三壮都要哭了 好想逃 可是逃不掉 叶琛很得意 手里拿着根主板 看着孩子们做题 一本子的加减法 一加一等于 三加七等于 叶琛检查 做错一道题 就打一主板 打得叶琛心情舒畅 难怪当初欲红班 老师那么爱打自己 原来真的好爽啊 一直到了 大家的手心都开始发红 半个时辰差不多过去了 叶琛才停止 叶琛打了个哈欠 时候不早了 先干活吧 叶三壮兴奋道 好嘞爹 我去烧水 刚刚下课的三壮 立刻有了精神 只要不学习 当牛坐马都行 大壮其实也不爱学习 但是他是长子 父亲的话 他得听 所以现场 他是最努力的 叶琛的小学课本 真的很好用 二壮又聪明 很快就沉浸在 学习的海洋里 爹 我能不能再学会 二壮小心翼翼地问道 对于孩子好学 叶琛很欣慰 别着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慢慢来 先干活 四壮衣服上挂着叶琛刚才 给他发的小红花 有些忧愁地说道 爹 我要是回头 考上探花廊 是不是就不能当大将就了 叶琛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 想得真宽 跟自己一样 刚读书就担心 自己是考北大 还是考清华 不过这大抵 也算是少年人的一种野望吧 他站起身 好了 时间不走了 大家抓紧干活 明天还要卖火 赵晶晶刚要动身 却被叶琛拦住了 你回去温习温习功课 你是家里时间最多的 先把算术练好 回头爹教你会计做账 赵晶晶一颗心里 什么滋味都有 他红着眼眶 不敢有丝毫怠慢 拿着公共 给的练习题 努力做着加减法 叶家一家人都在忙活 老宅这边也在开会 月明星熙 叶五四斜躺在草堆上 眼角堆着淡淡的笑意 看着叶老太太 老太太手脚麻利地 收拾着眼前的干草根 最近的日子过得舒坦一点 孩子们蹦蹦跳跳地 围着枣树玩躲猫猫 大人们忙着手里的杂活 看着孩子们开心 心里也不由得输 醒起来 老太太抽空对众人说道 老四家里养了些鸭子和鸡 每天抽空去看看 打点野菜 这活谁愿意去帮忙照看一下 春月是老叶家的长孙女 颇有几分大姐风范 而且 她一直想找机会去报答叶老年 刚想开口应下 就被孙氏给拽了回去 孙氏心里鄙视 叶老年赚了那么多钱 都不分给他们 竟然还想让他们帮忙照看家里 老太太这偏心 都偏到村西头去了 老年自己顶家过日子 有好处自己享受 但是有麻烦 也要自己硬撑着 总不能因为家里有四个好大 就得到特殊的照顾吧 想到这里 孙氏的心理 心酸的厉害 现在已经不是她的问题了 前些日子穷困 吃不饱饭 老三都不想碰她 别说馋子了 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了 祖母 我来吧 老两家的西月 却没有那么多顾及 就是喂鸡喂鸭而已 都是小事 四叔在外面奔波很辛苦 做小辈的帮忙照应一下 应该应分的 老太太想了想到 还有就是收拾收拾院子 打扫下粪便 扔进粪坑里 那活可脏 你这丫头 不是挺爱干净的吗 你能接受 西月笑着说道 祖母 我也是农家子嘞 怎么怕脏 再说了 金金嫂子今日都乔郎中了 咱们老宅再不管不问 人家会说 咱们老宅无人 老二也点点头说道 娘 就让西月去吧 老四不容易 咱们这一大家子 天天又是骨头 又是肉的 沾老年便宜 该帮一把是一把 说着看向自己魂家 魂家有些心疼孩子 却没说什么 老太太点点头 这才继续说道 西月 你四叔说 愿意帮忙的人 她会带蜜饯吃 还给十文钱 家里存下五文 三文给你爹娘 剩下两文给你 你可愿意 西月不敢相信地说道 干这点活 还给钱 我还能自己攒着呀 挖干草根很辛苦的 得拿着锄头一点点的挖 可是打野菜 喂鸭子 收拾院子 却是小事一桩 这五文钱 就像是捡来的一样 孙氏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老太太是属于皮修的 留到他老人家 手里的钱 能出来就是姓氏 绝对不会嫌少 孙氏赶忙 厚着脸皮上前 娘 西月还小 力气小 这活就交给我吧 她三婶子 这点活而已 你跟一个孩子抢什么 老二媳妇笑眯眯地说道 西月 小时候你 四叔还抱过你呢 你要是不好好干 喂娘可不乐意 西月立刻说道 娘 老太太点点头道 可以 西月打小就勤快 西月眯缝着眼睛 对满臀 满仓说道 等我有了蜜饯 给你们吃 你们要去替我打架 好不好 看着老二一家子得意的模样 孙氏感觉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伸手就掐了一把春月 叫你废物 你不早点吭声 你跟你四叔关系那么好 积极点 还有别人的事情吗 春月的眼泪 刷刷地往外流 她本来想去的 可是娘不让她说话 这事儿能怪她吗 清河村的夜晚很是燥热 这一晚上虫鸣鸟叫 偶尔还有巡逻人 惊醒正在沉睡的老狗 接着 整村的狗子一起狂吠 一直到天明 清凉的风 唤醒整个村庄 叶琛早早地起来 真的是不年轻了 这几天的忙碌 让她有些炎酸被疼 叶琛几人带着货 坐着摇摇晃晃的牛车 直奔清风阵 上午的码头 依然热闹非凡 叶琛思索了一番 依然缤纷两路 因为冰雪冷原子的名号 已经打出去了 今日的售卖格外的顺利 不到半个时辰 手里的货售卖了大半 叶琛父子转到去了清风书院 这个时候 时间还早 父子几个人 找了个树荫坐了下来 叶琛对几个孩子问道 你们想进书院吗 大壮挠挠头道 书院应该不让外面的人 进去卖东西吧 叶琛 他深吸了一口气 重新发问道 我的意思是 你们想去书院读书吗 三壮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不不 我不行 我脑袋瓜子笨 我读不进去圣贤书 二壮开口道 爹 我问过旁边的大叔 书院的树修 一个月就是三两银子 还要买笔墨纸验 一套最便宜的 都得二两银子 咱们家读不起书的 叶琛此时一脸傲气道 看不起闷爹 只要你们想读书 老子肯定有办法 问题是 你们想读书吗 小壮眼底浮现出渴望 爹 我想读书 我觉得 只有读书 才能变成像您一样的人 可是 如果我读了书 是不是家里以后 就不能吃肉了 那爹就更加努力挣钱 叶琛摸了摸这个 懂事娃娃的小脑袋 先送你去读书 等你学会了 回来教你二哥 三哥 可以吗 小壮年纪小 心思淳朴 其实是最适合读书的 他很早就想找个机会 让孩子读书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罢了 如今他手里有点钱了 再过一段时间 凑够了钱 就送小壮来读书 边上的大叔笑得不行 在一旁提醒道 大兄弟 来清风书院是有要求的 起码要是同生 别听外面骗人的鬼话 清风书院的边外声更贵 来了也跟不上的 还不如先给孩子启蒙 叶琛以首服额 好吧 没想到清风书院 也那么没有节操 还有边外声这种操作 那可不是一般家庭 能享受得起的 不过村里没有私塾 离着最近的私塾 还在温家庄 他是打死 都不会让孩子去那里读书的 那就只能送到自家镇上了 到时候还得打听打听 正想着清风书院的钟声响起 叶琛暂时将这件事情放在脑后 他的小摊开始营业 学子们三五成群地过来买吃时 叶琛准备得比往日多一些 但是没多久 依然卖了大半 学子们站在摊子前 吃着冰雪冷园子 时不时地议论一些课堂上的见闻 叶琛竖着耳朵听着 他对这个时代很陌生 需要不断汲取信息 苍天不降雨 本县的农田怕是要颗粒无收 不知道朝廷有何举措 朝廷忙碌收拾礼堂就势力 怕是男友举措了 诸位慎言 不如好好考虑如何应对岳口 以免不合格被逐出学堂 岳口想来会以赈灾为题吧 十有八九 听说隔壁驱灵镇 有个不地的书生 发现了渔泉 又通过渔泉发现了地下河 便引导着乡亲们凿山挖渠 救了上千亩的稻田 还有这等骑士 着实是教化之功 我等虽有功名 但亦应像是这位落地书生学习 造福于名 叶辰没想到 他的事迹竟然传到隔壁镇来了 甚至还被一众学子口耳相传 看来干旱确实严重 朝廷已经重视起来 正在想举措 拯救危局 自己的所作所为 应该被树立为典型了 可惜如今读书 讲究头卷给名门望族 亦或是正儿八经的科举 不然自己有可能直接被朝廷推举 因此就做官了呢 爹 我看到表哥了 三壮瞪大了眼睛 那中间的 带着把木剑的 是不是温华表哥 小壮急了 叶辰文言已经转过头去 温华穿着一身蓝色的书生装 手里拿着一枝书 正从书院门口走出来 本来他没有准备过来 却感觉有人注视着他 于是 看过来 和叶辰对视一眼 温华顿时笑了起来 他就知道自己没看过 果然是姑父 没想到这些日子 被学院人人称颂的冰雪冷园子 竟然是姑父的手笔 姑父也真的是 自己一直给他暗中造势 他怎么做起生意够当了 温华一直喜欢姑父 觉得他是大气晚成一般的人物 虽然如今一直没考取功名 但只要有朝一日 唯有新人发掘 必将生振天下 而且 早些年家里公英自己读书 钱财不够 都是姑父想尽办法给凑的 于是乎 温华迈步走了过来 看着有远寂静的温华 叶辰竟然有些出神了 因为他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很不应景的诗句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温华朝着叶辰的小摊走了过来 叶小壮一肚子的警惕 他不动声色地 将家里收钱的木盆挡起来 他要誓死捍卫 他们家的劳动成果 可是 如果老爹铁了新支援表哥 他好像 是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家伙的心情 瞬间变得无比低落 叶琛对于温华的表现 虽然很震惊 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职业的微笑 两碗冰粉时温前 慢慢吃 不着急的 招待完手头的客户 叶琛才将视线落在温华身上 当小家伙离近一些的时候 叶琛更加震惊了 因为眼前的少年狼的模样 竟然有与温云恒 在自己的记忆之中的模样 有七八分相似 叶琛终于知道 为何妻子离家杳无音信之后 叶琛宁可砸锅卖铁 也要支援他们家了 这里面恐怕不仅仅是有 对于科举之路的寄托 怕是还有几分 对于温云恒的亏欠在里面 哟 这不是温华吗 你也来吃这冰雪冷原子 旁边的雪子讥笑起来 这东西要想有味道 可是要吃十文一碗的豪华版 在外面竟然这般的造人排挤 他以为温华会因为此事而难堪 甚至窘迫地离开 但是他没想到 温华只是静静地说道 这是我叔父 吃冰雪冷原子 我肯定不需要钱 叶大壮虽然嫌弃 但是没有多说什么 默默地洗干净碗 准备将冰雪冷原子乘过去 二壮冷着脸 刚才父亲看他的眼神 他看见了 每一次露出那种眼神 自己家都要倒大霉 而且这个表哥真的不要脸 拿自己家的东西 还一直理直气壮 三壮和小壮死死地护着钱盆子 一碗冰雪冷原子 倒是没有啥 他们最担心的是 爹爹脑瓜子一热 跟之前一样 再去施舍给他们表哥 叶琛的嘴角抽了抽 这是读书读魔障了 读书优越感了 还觉得自己是之前那个姑父呢 有啥好东西 都傻傻地给送过去 叶琛自己家里到处都缺钱 自己还在为小壮的读书发愁呢 而且 叶琛也不指望着别人发家 他这辈子 他上辈子 自己就是最大的大腿 叶琛很为难地开口 温华 姑父的这条件你也清楚 小本买卖不容易 你不给姑父撑炒面也就算了 咋能想着免费吃呢 叶琛的话音落下 温华当即一脸的错愕 无论以前他需要什么 他姑父 都会想尽办法帮他的 他没想过 吃冰雪冷原子 但是他想着 这东西又不贵 他吃一碗也没什么 他也没存着占便宜的心思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姑父直接拒绝了 当初他读书缺钱 姑父就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当了 都要帮助自己 如今连食文前的吃食都不舍得了 还有 以前的姑父看自己 都是那种温和慈祥的笑 还有那种充满了希望的眼神 可今天的笑容 就像是个假的一样 透着一股陌生感 他知道 姑父跟家里闹得很不愉快 可是他已经替家里道歉了呀 难道姑父以后再也不疼他了吗 边上的学子 纷纷数落起来 温华 你好歹也算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岂能做这般不服礼教之事 莫要给学院丢脸 即便是亲兄弟 这吃食该负账 也要负账 终究是年轻了一些 温华的脸上终是浮现了窘迫之色 被人家嘲笑贫穷 他并不在意 因为温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户 所谓耕读传世 并非所有的家庭都是地主 也有穷人 可是被人指责不配做读书人 丢学院的脸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当下从腰间取出食文前 放在桌子上 姑父 这样可以了吗 叶琛笑道 当然可以 大壮 还不给你表哥 成一碗冰雪冷园子 温华今年已经18岁了 比大壮还要略微大两个月 两个人虽然是同龄人 但是却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温华是读书人 明年就能参加院士 听说很有可能成为秀仔 就算是一辈子只是个秀仔 也足以挑出温家庄了 而叶大壮已经娶妻 即将成为孩子的父亲 未来一生的成就 很有可能就停留在清河村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过一辈子 所以 面对温华 叶大壮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自卑感 他小心翼翼地将冰雪冷园子 递给了温华 温华拿着碗 犹豫卓想要说点什么 叶琛却不再搭理他 开始继续接待顾客 等到剩余的冰雪冷园子卖光了 温华依然没有走 他站在小摊边上 开口说道 姑父 我们家做得确实过分了 我再次代替家里给您道歉 但是姑父 我们终究是一家人 不该如此生分的 一听这话 叶琛都气笑了 他双手撑着桌子 这一天的忙碌下来 饶事他也很是疲惫 但是他依然一字一顿地说道 什么叫不该如此生分 不生分的意思 就是我该免费供养你吗 让你免费吃一顿冰雪冷园子就好了 你看看你表弟们的满头大汗 你真的忍心白吃白喝吗 温华没想到 往日里软绵绵的姑父 忽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结结巴巴地说道 姑父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叶琛的声音冷漠 让我继续和你们温家做一家人 拿着我们家的钱 孝敬你们家 然后你们家里人继续见死不救 然后看着你们家里人欺负我儿子 温华 这些年 我跟你姑姑是怎么疼你的 你心里有数 但是你知道 你们家为了你的名声 又是怎么败坏我的 温华从未见过这样的姑父 整个人都吓傻了 半想才解释说道 我知道 家里人又开始败坏您了 但是我在学院里读书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帮您 行了 就喊我一声姑父 不愿意呢 就当我是陌生人 我们叶家虽然穷困 但是也不必拍你们家的高知 温华开口道 姑父 我 不许纠缠我爹 你们家合伙欺负人 叶小壮瞪着眼睛 叶三壮挡在温华面前 我爹不跟表哥你计较 不代表我们不计较 表哥 您赶紧忙您的事情吧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二壮也开口道 你继续在这里纠缠 可能马上就要成为清风书院的笑话了 温华扭头一看 就见不少同窗 好奇地看向这边 并且慢慢地靠拢 她只能后退一步 无论如何 我都是您的晚辈 无论如何 我都感激姑父的付出 愿意用毕生去回报姑父 我先回学院了 温华转身向学院走去 不少人对她指指点点 而温华则已经放下了内心的不安 面色逐渐平静下来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 叶琛的脸上则没有太多的波澜 她准备带着孩子们去吃点好东西 这个时候 一个三十余岁的男人拦在了她前面 这两天 清风镇口耳相传 说咱们这里出现了一种痴 叫做冰雪冷原子 甚是美味 可是出自眼前这位胸台之手 叶琛看向眼前这个人 穿着富贵 腰间挂着玉佩和香囊 一看就是有钱人 他抖了抖筒 事宜已经空了 今日已经卖完了 想吃明天早点来 我不是来买货的 男人笑眯眯地说道 不知道这冰雪冷原子的秘方卖不卖 因为你这东西 我们也能做 叶琛知道 早晚会有人发现冰雪冷原子的 毕竟这东西并不复杂 叶琛的王牌 其实是制冰之法和柠檬 冰块这东西 大洲虽然有 但是却极其昂贵 跟自己贩卖的冰雪冷原子中的冰块 根本无法竞争 即便是将产品模仿出来 也不会是叶琛这个价格 至于柠檬汁这种东西 更不知道 哪个猴年马月才能出现 当然 制冰的方法 叶琛肯定也不会卖出去的 他这生意才刚刚开始 将制冰之法卖出去 相当于自断财路 叶琛客气地说道 这是贵人传下来的方子 只能使用 未经允许 不能转卖 那掌柜的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可以出五十两 壮壮们纷纷张大了嘴巴 一脸都不可思议 叶琛的孩子们 虽然对钱没太有概念 但是却知道 往往一盆铜钱 才能换一两银子 而且五十两银子 甚至于可以在沟渠旁 买下一大片土地了 一时间 几个孩子都破为心动 孩子们年轻 不代表叶琛也年轻 按照目前的生意进度来看 一天就可以赚将近一两银子 也就是说一个多月 他就能挣五十两银子 最关键的是 制冰之法 压根就不是五十两银子 就能买走的 所以叶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不起 贵人我得罪不起 那掌柜的面色有些阴沉 兄台 差不多就行了 我跟商队打听过 长安和洛阳并无这种吃食 贵人怕是你度赚的 无非想要个高价而已 但是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到时候别说是五十两 三十两都未必有人要 叶琛笑了笑说道 掌柜的可以等三十两的时候再来 何必这个时候纠缠呢 见叶琛不好糊弄 掌柜的一甩袖子离开了 叶二壮皱着眉头说道 爹 我怎么觉得这个掌柜的不像是好人 他会不会对我们添麻烦 叶三壮手里提着钢管 他要是敢 我就杀了他 叶琛迷缝起了眼睛 正所谓 强龙不压地头蛇 更何况 他连强龙都不算 顶多算是过疆的尼菩萨 如果跟当地的势力起冲突 肯定是件麻烦事 自古涉及到吃食 找麻烦太简单了 比如找几个人 说吃了冰雪冷原子拉肚子 即便是他努力澄清 以后再想扩大生意 也难了 必须趁着对方尚未出手之前 扩大销量 手里有了钱 才有更好的应对能力 而且 即便是没有忽然出现对手 叶琛也得抓紧 因为正如对方所言 过了夏天 这个买卖就没法做了 叶琛将视线放在了 朝着清风书院的门口走去 几个娃子不明所以 连忙挑着东西跟随 清风书院禁止外人入内 门口有个五十多岁的老温看守 叶琛将木桶里剩下的冰雪 冷原子产品收拾收拾 弄成一碗 递了过去 笑音音道 大爷 您尝尝 像急了后市跑业务 给门卫送烟的销售员 看守老大爷警惕地看着叶琛 后生 你想坐肾 大爷 我想让您帮忙搭个线 我想和清风书院的后厨管事聊聊 叶琛顺手又掏出二十文钱 塞到老大爷的袖口里 这点闲钱您拿去喝茶 试成之后 还有重险 看守大爷不动声色地 将手伸到袖子里 点了点铜钱 这才结果冰雪冷原子 美美地吃上了半碗 然后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难怪学院的孩子们都在称颂 这玩意确实结束 吃进去半碗 浑身舒畅 而且这玩意不贵 便宜地采五文钱 等着 大爷将碗递了回来 起身去寻人了 此时正是正午 学院里的学子们正在进食 正是后厨最为忙碌的时候 叶琛和孩子们 等了将近半炷香的功夫 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 才被门房看守 带着走了出来 后厨管事姓刘 叫刘松 长得圆乎乎的 有个大肚腩 脸上似乎铺着一层厚厚的油渍 一看就是后厨的老人 一看到叶琛 他的脸色就不好看 我就说 这两天后厨的饭菜 没大有人来买 原来是你在搞鬼 叶琛后世收破烂的时候 啥人都遇到过 前脚收了钱 后脚骂自己祖宗的甲方都有 这些对于叶琛来说 都无所谓 只要他能帮自己赚到钱 他爱怎么说 那是他的事 反正自己不掉肉 他笑音音地端起一碗冰雪冷园子 刘管事 您别瞧着我这是一大碗 但实际上不顶饱的 那些孩子们来我这卖吃食 回去照样得去食堂打饭 而且这大热点的 闷在屋子里读书识字 学子们年纪小 哪里受得了 买我这吃食用来解暑 也是一桩好事 刘管事 您尝尝 算是兄弟请你的 叶琛一脸笑淫淫的样子 而且叶琛毕竟是读书人出身 迈向极佳 让人生不起反感之心 刘松也便没有继续板着脸 而且 他也想尝尝 这冰雪冷园子到底是啥味 为何学子们都会喜欢呢 他将碗接过去 才尝了一下口 就愣住了 本来天气燥热 他闷在后厨 就很难受 一肚子的邪火 可是这玩意吃进肚子里去之后 肚子里的火气立刻消散了 他一个这儿八斤的厨子 刚刚还吃了一大盆面 在吃饱了的情况下 竟然也能再吃一大碗冰雪冷园子 刘松忍不住给叶琛伸了的大拇指 叶琛脸上的笑容依旧 刘管事 你说这东西 如果拿到食堂售卖 能卖得出去吗 刘管事心头一动 他有些明白 眼前这个男人 叫他来干啥了 但是又不敢确定 试探性地开口道 这位兄台 你的意思是 我提供货源 刘管事在食堂售卖如何 叶琛继续道 我在学院门口售卖了有几日了 也算了一笔账 咱们清风书院大约有五百人 加上管事 杂役 夫子 来往的家长 大概有个八百人 就算是一半人吃冰雪冷园子 一天也可以卖出去 三百到四百碗之间 也就是说 一天保底一两半银子 刘管事自然能算得通这笔账 他在清风书院做了五六年了 表面上看着还行 但是实际上收益不算高 一方面 开出去不少月钱 再者 他还得定期孝敬上面 算下来一个月能挣三五两银子 便是老天爷开恩了 如果平摊下来 一天也不过一百文钱多一些 而眼前这位兄台 别看穿得朴素 一天就能挣一两半银子 想通这一点 刚才还端着架子的流松 瞬间放低了身段 甚至于用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 不知道兄台这货 净价几何 叶琛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冰雪冷原子制作实属不易 尤其是这冰块 成本极高 别看我卖五文钱 加了蜜料得要十文钱 但是基本上每一碗 我也只能挣半文钱到一文钱之间 而且 我还要拖家带口 一家子拴在这里 不然我也不会想着和您合作 这样 我跟您合作 一般的 我给您按照四文钱 加蜜料的按照八文钱 当然 糖 山楂这些辅料 您要自己承担 如何 刘松心里的小算盘 已经霹里啪啦了 两种货物 一种竞价四文 一种竞价八文 一天卖出去三百万 收益在三百文到五百文之间 一个月就是十余两银子 至于他说的那些糖啊 山楂啊 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省着点用 总算是能将成本降下来 想通这些关节之后 刘松咽了一口唾沫 他极力克制内心的激动 声音尽量地平静道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合作 叶琛笑了 明日 我跟我儿子前来送货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如何 刘松猛地点点头 好兄弟 哥哥定然不会亏待你的 一桩生意 便这般谈妥了 一桩大买卖谈成了 叶琛的心情大好 但是一转头 就见壮壮们 一排苦哈哈的脸 看起来沮丧极了 叶大壮犹豫了半上 才开口劝说道 爹 这买卖 我们自己能干 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挣的钱多 也踏实 二壮也极其不满道 那个刘管氏 肥头大耳的 一看就不是好人 凭什么白白送钱给他 叶琛笑了起来 这几个傻儿子 典型的小农思维 不知道合作共赢的好处 一个人即便是在强壮 他能耕种几亩地 但若是让其他人参与进来 将田地的收成分一些出去 别说几亩 上百亩也不在话下 而且让一些利润出去 别人去开拓 绝对比自己折腾轻松多了 叶琛问道 咱们家的消食 可以重复利用 你们谁计算过 咱们家如果全力开动 一天可以制造多少冰雪冷原子 二壮的脑子转得飞快 立刻回应道 我知道的 咱们能做十几筒吗 叶琛点点头道 如果我们做出来十几筒 要怎么卖出去呢 这几个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三筒对他们来说 都已经非常辛苦了 十几筒那不得把人活活累死 而且时间有限 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到时候咱们怎么办呢 叶琛又问道 见几个孩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叶琛解释道 这就跟当初咱们挖水区一样 任凭咱们一家人再怎么努力 这水区也不可能挖成 但是如果分成若干的小段 承包给不同的人 水区也就成了 这卖冰雪冷原子也是这个道理 而且跟挖水区不一样的是 虽然此事人人可以受益 但是或是从咱们家出的 相当于水区的水是咱们家的 每个人想交地 就要给咱们钱 你们想想 这是多大的好处 明白了吗 小壮眨了眨眼睛说道 爹 我明白了 叶琛脑子里算着账 许久之后开口道 如果我们一口气做十几筒 全都通过这种方式卖出去 那我们每天就能挣一万多文钱啊 具体多少钱 它是算不出来的 但是仅仅是估算 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叶琛开口笑道 如果采取铺设渠道的方式 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全家人风里来 雨里去了 我们就可以开动脑筋 干其他的事情 比如改进口味 研究新产品 只要将水握在手里 就有源源不断的钱财 不是吗 爹 您真厉害 一群小子 全都给了叶琛崇拜的眼神 叶琛带着儿子们 走在街道上 这几日来到清风镇 他在卖完冰雪冷原子之后 都会转悠转悠 摸清楚当地的情况 清风镇大小酒馆 饭馆八九家 最大的酒馆是明月楼 他走到明月楼门口 就看到了之前 要买他秘方的掌柜 那掌柜拂袖走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要不是担心这掌柜的搞事情 他也不会想到 走渠道这个法子 叶琛秉承着生意人的风范 朝着这个掌柜笑了笑 明月楼的掌柜姓胡 他冷笑了一声 这才一个时辰不到 这个汉子就后悔了 五十两肯定不可能给的 现如今他后悔了 最多给三十两 胡掌柜正琢磨着 怎么教训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汉子的时候 就见叶琛身子一转 朝着明月楼对面的惠中居 走了过去 胡掌柜猛然起身 要糟 这个汉子 不会是想把秘方 卖给惠中居吧 惠中居一直被他们明月楼 压得抬不起头来 如果得了这个冰雪冷原子的秘方 在这个季节大肆贩卖 肯定能闲鱼翻身 胡掌柜立刻冲过去 想要喊住叶琛 可还是晚了 叶琛带着儿子们 进了惠中居 这会儿已经过了正午用餐的时间 酒楼里没有什么人 掌柜的正带着店小二 一边收拾卫生 一边聊着闲磕 看到打着补丁衣服的叶琛一行人 店小二歪了歪嘴 徐掌柜年纪大一些 见过的世面多一些 一看叶琛的眼神 就知道眼前的年轻人不似非凡 便瞪了店小二一眼 赶紧过去招呼 言语客气些 店小二赶忙过去 将菜单递了过去 又擦了擦桌子 忙不停地给倒了茶水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吉祥话 叶琛看着手里的菜单 难怪叫会中居 里面的饭菜都不贵 主打的是一个实惠 不过眼下年景不好 即便是他家实惠 一道简单的肉丝面 也要食文钱一碗了 叶琛心里盘算了一下 就时下这种情况 一个壮劳力干一天的工钱 顶多吃两顿这种精细些的面食 真的是要了百姓的命了 叶琛一口气点了五碗肉丝面 小二有些惊讶 心中更加佩服掌柜的老眼石珠 小二朝着后厨喊了下点餐内容 这时又来了一桌客人 穿得零锣绸缎 店小二告饶离去 引到了二楼包间 不时就传来了点菜的声音 什么水盆羊肉 火金柿子 五色馄饨 听得父子一行人不停地咽口水 听名字就高大上 实际上不知道的有多好吃 菜单叶琛刚才也看了 这一行人估摸着一口气 得花上七八两银子 自己还是太穷了 忙活十天半个月 甚至于不如一家人炖饭花得多 接下来 还是得努力挣钱 争取过上想吃啥就吃啥的日子 快吃 别凉了 叶琛招呼一声 叶家一行人便开始化蝉欲为力量 对着肉丝面疯狂躲移 肉丝面量很足 而且汤汁很好喝 这群小子内心还不知足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火金柿子 五色馄饨云云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怎么才能做出五种颜色的馄饨 火金柿子又是什么玩意 父子五人很快吃完午饭 叶琛拿出五十文钱 走到柜台去会超 掌柜的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 见叶琛走了过来 清点了一下铜钱 然后笑道 贵客慢走 好吃下次再来 叶琛却并没有离开 笑音的说道 徐掌柜 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冰雪冷园子 掌柜的顿时顿住了 这清风震出了新鲜吃食 他肯定是派人搜集过的 这玩意炒豆子很好模仿 但是有两个东西 他们无论如何也模仿不了 第一那就是冰块 这东西太贵了 镇上就没听说谁家存了冰块的 第二就是他们家的蜜汁 那种酸并不是单纯的山楂酸 根本模仿不了 此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人家的糖也不是一般的糖 跟大洲石下的糖不是一种味道 叶琛的木桶里还有些存货 虽然有些不成样子 卖相一般 但是味道没啥变化 他将冰雪冷园子推了过去 徐掌柜可以试试看 如果觉得还不错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的事情 如果您觉得不合适 我在镇上再转转 一听这话 会中居的徐掌柜双眼顿时瞪圆了 这东西万一让明月楼得了 他们的日子更别想过了 这会中居是儿子给自己置办的产业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让儿子的孝心付诸东流 他吃了一口冰雪冷园子 虽然只是剩下的残货 但是味道极佳 酸爽感不停地冲击着心神 思索了片刻 开口道 秘方二百两银子 成不成 叶琛 古人这奇葩的脑回落 怎么总是惦记我们家的专脸 见叶琛面露难色 徐掌柜咬咬牙继续道 二百七十四两 这是我们徐家能出的最高价格了 叶琛微微摇头 徐掌柜 一口气压那么多人银子 太不合算了 不如咱们换个思路 如果我们这样操作的话 叶琛将自己的想法 简单地跟徐掌柜说了说 叶琛潜意识 作为典型的商人 谈合作 不知道谈了多少次 在商场上 那叫一个纵横百合 一个小小的冰雪冷园子合作 自然不在话下 简明扼药 调理清晰 前景无限 听得徐掌柜目瞪口呆 他觉得叶琛说的话 太有道理了 原来自己根本没有必要花巨资 买下所谓的秘方 只需要跟叶琛合作 每天准备好糖和山楂等物 然后再备好碗筷 就可以直接对外销售了 听刚才叶琛那意思 他们甚至连糖都可以低价提供 会中居一天的客流量 大概有四十来桌 加起来一百人出头 若是一天能够卖出去 一百碗冰雪冷园子 它的净利润 起码可以达到三百文到五百文之间 一个月下来 就是十几两银子 这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呢 赚钱多少暂且不说 在徐掌柜看来 市面上有了的新墙首货 会终居也有 这样才能留住更多的客人 而且 眼前这位后生 年纪不大 想法却这么灵动 将来肯定不是尺中之物 自己能够在他发达前 跟他搭上线 将来肯定也能跟着沾光 自然而然的徐掌柜 对叶琛越发的客气 叶琛知道徐掌柜心动了 他继续说道 不过先小人 后君子 有一点我得说清楚 我们家的买卖很抢手 不可能只攻击 你们会终居一家 只要愿意与我们合作 我都是四文和八文 两种价格出售 徐掌柜当时有些急了 他还想着 借着叶家的冰雪冷原子发财呢 当下给叶琛倒了一杯茶 近乎于哀求的语气说道 小哥 条件你尽管开 我 我们家的货量很大 你们家消化不了 叶琛实话实说 我已经跟清风书院 谈好了合作 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 他家一天 至少可以做出 一千二百多碗冰雪冷原子 甚至努努力 一千五百碗都有可能 清风镇的市场有限 他还得去麒麟镇 和朱须镇试一试 徐掌柜听了叶琛的话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他们惠中居的体量 确实小了些 而且 人家不额外收渠道费用 他如何有资格 让人家独家供货 他没有再提这一茬 和叶琛签好了气书 订好了供货时间 并送了不少吃食作为礼物 从惠中居出来 叶琛一眼就看见了 站在明月楼门口的胡掌柜 胡掌柜刚才见叶琛的时候 还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这会儿在门口走来走去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叶琛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身边的儿子们 我刚才如何跟徐掌柜谈判的 你们都记住了吗 叶大壮挠挠头 刚才光吃水晶柿子了 具体爹爹怎么谈的 一点都没有记住 只觉得爹爹意气风发 惠中居那么大的老板 都对爹爹点头哈腰的 然后痛快地签了气书 明天就可以供货了 二壮思索了片刻 爹 我来试一试可以吗 我觉得我能行 叶琛在心里默默地 给二壮点了个赞 这小家伙聪明好学 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的 叶琛笑道 二壮 刚才徐掌柜对我们不错 又是糕点 又是茶水的 连水晶柿子 都给了塞了两个 咱们一转眼 就跑去跟他的竞争对手合作 是不是有些不讲道义 二壮抬着头说道 爹 再商言商 咱们刚才跟徐掌柜说得清楚 不会攻击他们一家 谈明月楼有何不可 而且 明月楼的胡掌柜 之前对您不敬 若是跟咱们谈成了合作 尝到了甜头 就被咱们拿捏住了 以后 我看他还敢不敢跟您狂 叶琛点点头 笑道 好 我儿子有掌进 这桩买卖交给你去谈 如果你谈成了 咱们叶家多一笔收入 若是谈不成 咱们就帮着徐掌柜 灭了他们明月楼 爹 要是谈成了 有没有奖励 二壮有些不好意思道 叶琛笑眯眯地打量着儿子 怎么能没有奖励 你也算是爹的员工了 事成之后 可以给你五文钱花 五文钱虽然不算多 但是对于二壮这么大美 怎么见过钱的孩子 确实不算少了 小家伙心里美得不行 提着木桶 气势汹汹地 朝着明月楼走了过去 叶琛则带着其余的壮壮们 在外面等着 叶琛继续观察着眼前这条街 清风镇确实比麒麟镇繁华 大大小小的铺子四五十家 要是在这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铺子 他们一家人 就不用每天那么辛苦来回奔波了 叶琛正琢磨着 二壮一眨眼的功夫 就从明月楼里走了出来 一脸的喜气 小壮飞快地奔了过去 二哥 二哥 怎么样 叶琛嘴角一笑 这还用说吗 明月楼的老板又不是傻子 会中居都接受了的条件 他如何敢不接受 今天这桩生意 不论怎么谈 都会成的 二壮点点头 爹已经谈成了 供货的时候 可以签气书 不过明月楼的胡掌柜 希望我们一天可以供应二百八十万 他在隔壁朱旭镇 还有一家酒楼 我们送过来之后 他自己再安排人送过去 二壮继续说道 明月楼我观察了 他们家菜品的价格比会中居略高 但是客流量也大 客户穿得也漂亮 饭菜的香味似乎比会中居好闻 他们家的冰雪冷原子 应该也比会中居卖得好 叶琛心里越发地喜欢二小子了 这小子确实有经商天赋 第一次谈判就知道主动观察 这是爹答应你的酬劳 拿好了 二壮郑重其事地接过铜板 放紧腰包 然后对叶琛说道 爹 我们家一天可以生产一千多万 剩下的交给我去谈吧 叶琛一脸的欣慰 自己家的壮壮 终于会自己搞钱了 叶琛对他说道 清风镇的市场也就那么大 接下来我们去其他镇看看 顺便 叶琛所谓的顺便 就是去麒麟镇看看读书的情况 他想趁着今天有时间 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叶琛顺的牛车 在城墙门口的阴影处 这个时候正躺在车上睡觉 草猫盖在头上 呼噜打得很响 打雷了 下雨了 赶紧回家了 小庄恶作剧地大喊一声 叶琛顺一个机灵 从马车上坐起来 气得提起小庄 骂道 小兔崽子 你再敢吓唬我一下试试 小庄一点不怕 被重新放在地上之后 端来了一碗冰雪冷园子 风顺大叔 这是爹爹送你的 吃完了 我们要去屈临镇 叶琛顺跟着叶琛他们跑车 待遇其实相当不错 这几天没少吃冰雪冷园子 虽然说卖相一般 但是管够 量大 连放出来的屁都臭了不少 一行人坐上车 叶琛和叶琛顺聊道 他风顺书 我想跟您谈的合作 叶琛顺干着牛车 甩着鞭子 啥合作 从明天开始 我让二撞 三撞两个人来送货 叶琛笑着说道 每天猫时就得走 先去清风镇 大概还得去一趟屈临镇 五十就可以回来 您看看这一趟 你要多少钱 叶琛顺开口说道 两个人 算上货 给八文钱吧 叶琛内心很是感慨 叶家人对自己 其实一直很支持 他知道 村长专门找过叶琛顺 要求他必须控制价格 给自己支持 若是支撑不住 组里会给他补贴 但是不允许跟自己多要 但是叶琛不想因为这点小事 就成家族的恩惠 便顿了顿开口继续道 他风顺书 您看这样行不行 以后卯市到五十之间这段时间 这辆牛车只能坐我们家的人 相当于包车 您看行不行 叶峰顺是个老实人 由于有村长的交代 即便是叶琛不说 他也不愿意拉别人 但是他也知道 叶琛这个小伙子有主意 自己若是不同意 估计他得找别人 叶琛这边的钱很稳当 他都挣习惯了 肯定不想丢 犹豫了半想 这才开口说道 老年 你看这样行不行 十二文钱 忙的时候 我也帮着搬搬货啥的 如何 叶琛点头道 好 那就麻烦您了 油车一路摇晃到了麒麟镇 这时已经是未时 日头很烈 街上不见多少行人 叶琛跟壮壮们 兵分两路 二壮作为主力 三壮作为武力 二人去谈判合作的事情 叶琛自己 带着大壮和小壮 前往麒麟镇的学堂 他在自家镇上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 原来这年头 像点样子的学堂 都只收同生 虽然麒麟镇的学堂 这两年不咋地 但是还是有所坚持的 叶琛甚至于都想自己教孩子读书了 但是一想到自己教孩子 可能不出三个月 就将他们活活打死 叶琛就放弃了 叶琛继续打听 麒麟镇 还有没有其他的私塾 比较出名的 还有流云外家里的私塾 流云外家里人口不多 确实对外招生 不过最低要求 也是熟读 急救片 签字文 开盟要训 九张算术 卖书籍的掌柜的 看了叶琛身后的孩子 像是宁镇年纪的孩子 要是一个字都不认识 怕是没有学堂敢收 古人教育后代 也是从娃娃抓起的 到了小壮这个年纪 基本上就没有人愿意收了 叶琛叹了一口气 小壮不是没有读书的天赋 这是实打实地 被自己给耽误了 看来 只能辛苦下自己 给孩子做一下强化训练 再送出来读书了 爹 您可以教我呀 小壮非常乐观 您的学问很厉害的 村长都一直夸您呢 小凡哥哥也识字呢 我也可以跟小凡哥哥学一点 叶琛嘴角抽了抽 自己这个半调子 能教你多少 至于小凡更别说了 只会画某某的学苏 风一吹就飞了 看来让孩子读书这个事情 还得从长计议 叶琛这边的进展不顺利 但是二壮和三壮 却一路大杀四方 一口气谈下了两家酒楼 不过麒麟镇 确实不如清风镇繁华 最大的两家酒楼 一共预定了160万 就不敢多收了 清风镇一共要了将近700万 按照最低价位计算 他一天都能收三两半银子 麒麟镇的价格一直比较低 按照三文钱算 便是480文钱不到半两银子 这样扣除掉成本 一天能盈利三两银子多 家中所有人都出力了 不光大家只干活不给钱 他得算算一人 开出多少钱工钱 工钱少了肯定不行 显得他这个做跌的太小气 开太多了 肯定也不好 古人云 穷雅儿 富养女 叶琛可不想 这群小犊子 小小年纪 就开始过上灰金如土的日子 叶琛一路上琢磨着事情 牛车晃晃悠悠地进了清河村 叶丰顺还有事情要做 去大山接送一些乡亲们的野物 叶琛父子便提前下车 挑着担子 朝着家里走去 村里人不少人家 正在房顶上晒一些野果 虽然今年村里粮食不用过分担心了 但是百姓依然想尽一切办法采摘野果 储存粮食 叶琛忽然想到 自己家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自己家房顶上有洞 晚上可以看星星 文雅倒是文雅了 就怕刮风下雨 叶琛开口道 等有钱了 咱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盖房 叶大壮立刻点头道 从明天开始 我就一点点去山上挖土 然后割一些茅草 然后再去问问 谁家有稻草敢 小麦敢卖 做准备 三壮跟着说道 我跟着打土批吧 大哥 三壮觉得自己找不到媳妇 就是因为家里穷 要是能够盖上几间泥土房 肯定阔气了 二哥也得娶媳妇 二哥力气小 身子骨也不如壮士 找媳妇比自己还难呢 没有房子肯定不行 叶琛知道土批是啥 小时候在村里也住过 就是用方方正正的泥模 往里面放混合了水的泥浆 同时还要将稻草或麦阶 剁成一指肠混合进去 泥浆和稻草充分混合后凝固 再将土批倒出来晒干 就成了土砖 倒石盖房子 就是用这些一块一块 打出来的土批建成的 这种房子冬暖夏凉 住着非常舒服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也怕刮风下雨 一旦下大雨 过后就得胡强 清河村的房子 大多数是这样的 村长家的房子略微好一点 上面有瓦片 然后有些关键部位 有石砖 但是大多数也是土批制作的 这也是穷人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纯粹的砖石房很贵 连地主都未必折腾得起 而土批房相对来说便宜 而且这个时候 都是一大家子人干活 只要抽时间去做 肯定能盖好土批房 但是叶琛不太想住土批房 但是现在盖砖瓦房 又没有那个条件 而且大家都是穷光蛋 自己盖一套砖瓦房 容易让人眼红 叶琛父子走了没有几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叶琛转过头来 就见身后竟然有一架马车急驰而来 赶车的人员的一声 马车在路边停下 车帘掀开 村长意气风发地从马车上跳下来 赶车的人朝着村长拱弓手 调转车头离去 这还是叶琛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马车 镇上倒是有些马车 但是都是廉价版 没有那么多装饰品 清河村不少村民 甚至是第一次见到马车 纷纷扔掉手里的活 围了过来 村长捋着胡须 一脸端正地说道 呀 村长雄起了呀 竟然能做县令大人的乡车呢 咱们清河村的村长就是厉害 连县令大人都另眼相看呢 村长活了大半辈子 一心为攻 不就是图村里人的一身恭维 眼下众人纷纷开口 村长也是满脸的舒展 当下 笑着说道 我能被县令大人召见 也是因为咱们清河村 有劲往一处使 前些日子开山挖渠的事情 被县令知道了 将我叫过去 问了问具体情况 以前像是我这种的小名 怎么可能见到县令 如今都有机会喝县令的煮茶了 你们是不知道 那茶叶里的蒜和姜吃进肚子里 是何等的美味 村里人都羡慕极了 连忙追着问道 县令今年方陵几何 听说是女皇派出来的第一批女官 可漂亮了呢 村长也是第一次被那么多人恭维 炫耀的欲望极其强烈 尤其是被县令接见 还做了人家的香车 整个人都飘飘然 自然而然地 一个一个地回答着众人的问题 等众人说得差不多了 叶琛这才开口道 村长说 县令是不是有什么安排 不然不会无故地打听咱们村的事情的 村长立刻没有了炫耀的念头 他没想到 叶老年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 县令召见他的意图 他点头说道 咱们县几乎村村干旱 县令大人想要将开渠的事情推广 问我是否可行 边上的村民纷纷笑了起来 开渠可不容易呢 其他人又不像咱们村友老年 连大石头都能劈了 是里 孙家庄学咱们村那么久 都做不到 其他 更没希望了 县令终究是一介女流 能成什么大事 众人都看不起女县令 但是村长却不这么认为 县令以尊贵官身 可以召见自己一个平头小名 而且又是喝茶 又是车送 单凭这份尊重和气度 就肯定不一般 而且他觉得 对于此事 老年肯定有他的看法 叶琛看向孩子们 你们带着东西 回去收拾收拾 我等会回来 村长和叶琛 走向戏台上的棚子 其他人自然不敢凑热闹 自从上次挖渠之后 他们对叶琛 都有了一份敬畏之心 而且 连村长有事情都凑过去商量的人 他们谁敢小瞧一份 夕阳西下 清河村的空气 依然很是燥热 戏台上的凉棚里 有一丝凉风 但是却不解鼠意 不一会儿就满身大汗 叶琛看向村长 开口说道 金碎北方大汗 其他村子怕是会颗粒无收 届时清河村丰收满仓 满是要引来不小的麻烦 村长疑惑道 咱们村丰收 怎么反而有麻烦 叶琛 这还是问题吗 当然会有麻烦了 叶琛继续说道 县令大人 现在想尽办法解决旱灾 可是如今距离收粮已经很近了 若是能开辟出水源 或许还好一些 多少能收获一些粮食 可再晚了 怕是真的颗粒无收 而且 有些村子 未必能找到水源 到时候 大家会怨恨我们 这就是红眼病 老念 你是怎么找到水源的 村长焦急地问道 县令大人 说希望我们清河村 派一些聪明的人去 帮忙寻找水源 规划挖取的线路 叶琛点点头 却并未着急回答 反而问道 这几天 村里没有异动 我看村里的团练 似乎松懈了许多 村长不知道 为何叶琛忽然提起这个问题 不过还是附和道 现在咱们有水了 地里的庄家长是喜人 不过田里的杂草也多 还有很多虫子生出来 不仅要拔草除虫 还要施肥 地里忙得很 团练的事情 就没有那么上心了 叶琛知道 现在村长也一门心思搞生产 这武装保护自己的事情 就懈怠了 叶琛严肃道 因为这团练 是咱们整个村子的好处 而田地里是自家的好处 所以 一旦没有外面的威胁 村里人自然而然的 就开始不上心了 村长 大灾之年 可不敢松懈 我觉得 团练一天都不能停 后期还不知道 乱成什么样子 咱们不能将安危 全都放在朝廷身上 咱们要有保护自身的力量 我建议 团练可以将队伍精简 同时发放一定的月前 这灾荒之年 刘明和盗匪都是大问题 叶琛不希望村里的人 辛苦忙活了半年 然后被盗匪 将粮食一口气打包带走 村长叹了一口气 先前挖渠 还有团练都花了不少存粮 如今村里 没有闲钱给他们发放了 叶琛笑着说道 这次挖渠出人就是个机会 清河村给县令大人 解决燃眉之急 怎么也算是个模范村了 县令是不是该给我们点银子 以示支持 村长经的下巴都要掉了 自古以来 都是官跟民要钱 这民跟官要钱 还是头一遭听说 但是仔细一琢磨 又觉得老年说得非常有道理的 县令是个讲道理的 清河村出人 而且帮着他解决大问题 是雪中送炭 县令怎么也该给一些支持的 而且老年说得非常有道理 清河村活得好 外人肯定极度 这团练的事情 是一点都不能松懈 若是县令大人给一定的支持 团练长久稳定 那么村里的乡亲们 就不用担心粮食被偷走了 和村长聊得差不多了之后 叶琛就转身回家 走到家门口 他就看到 小院里的菜田里 竟然冒出了绿油油的菜芽 这乡亲们家里的种子质量就是好 长是喜人 等到房前屋后的青菜都长起来 以后饭桌上就可以加几个青菜了 菜地边上 母鸡和小鸭子正穿梭着走来走去觅食 大公鸡站在柴堆上窝窝地叫着 大壮是不肯闲着的 回来之后 就跟媳妇说了两句话 下地去了 站在家门口 就能看到长子在农田里 挥汗如雨的身影 二壮则在家里给菜地浇水 天气热 菜地里一天不浇水 就会有裂缝 三壮则去砍柴了 每天熬至消食 制作炒豆子 是需要大量的柴火的 叶家寒门小户的 能自己解决的东西 肯定更倾向于自己解决 小壮也背着竹框 去地里打野菜 回来喂鸡鸭 天色畅晚 黄昏卷起晚霞 在天边描摹壁画 村里的炊烟鸟鸟 黄色的稻碎在风中摇曳 此情此景 真的让人沉醉其中 这一刻 叶琛的心情极其美丽 上辈子 一个人在大城市里打拼 是一种生活 这辈子 带着一家人奋斗 在乡村里 慢慢地过上好日子 也是一种生活 她走进屋子 看到赵晶晶正坐在桌子上切菜 看到公公进来 赵晶晶习惯性地就要起身 叶琛示意不必 接着说道 你去裁剪衣服吧 今晚我来做饭 赵晶晶连忙道 爹 我今天身子好多了 干点活没啥的 行了 别逞强 再出点什么事情 家里人都心疼死了 等你彻底好了 再说 叶琛扔下一句话 就走向了隔壁的造房 中午赵晶晶一个人吃饭 随便吃点啥都可以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晚饭却是要做六个人了 不是一时半会能搞完的 上一辈中 叶琛的大多数记忆 就是买买买 各种外卖 各种酒店 就没怎么自己做过饭 不过他旗下的女艺人之中 有一个是做饭菜直播的 人美生甜厨艺好 还喜欢穿叶琛喜欢的厨娘制服 所以叶琛就难免 多看了几次他的直播 所以理论技术上来说 叶琛还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 都是在农村生活过的男孩子 怎么生活他 还是知道的 无非就是用干柴火引火 然后放木柴 让火慢慢烧起来 最关键的是 他有打火机啊 先用锅将大米蒸上 一比二的黄金比例 拿着手指探了探 就知道差不多 然后在另外一口锅里放油 将切好的葱姜蒜放进里面 开始呛锅 只是大铁锅的火候不好把握 这一伸手 见了自己一手的油 白色的水泡立刻起来了 叶琛根本顾不得手疼 赶忙将青菜扔进锅里 再慢一会儿 就要糊锅了 约莫半个时辰 叶琛这个操汉子 便将饭菜准备当了 一个青菜炒肉 一个蒜泥海带 一个油炸枝了猴 还有一碟腌辣鱼 一锅蛋花汤 六大碗米饭 不过青菜炒肉都少有点糊 蒜泥海带有点太辣了 叶琛吃了一口 就一脸的绝望 不过壮壮们和儿媳吃的 没啥一样 很是开心的 将一大桌子 才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后 赵晶晶才小心翼翼地开口 爹 以后还是我来做饭吧 我坐凳子上 让小壮帮忙烧火 没啥问题的 并不是因为难吃 这年头 公共亲自下厨做饭 简直耸人听闻 传出去赵晶晶 都得让人家唾沫心子淹死 叶琛摇摇头 等过些日子 你吃完药 再休息休息再说 叶琛无法接受 让一个病号伺候的事情 一家人吃完饭 轮到二状洗碗 家里点燃了油灯 还是制作冰雪冷园子 一口气制作了八百碗 大概八桶 这工作量着实不小 白天时 村里人会送来一些干草根 赵晶晶学了些浅薄的数学 便在家中负责收下结算 仅仅是白天 一口气就收了将近五十斤的干草根 赵晶晶除了裁剪制作衣服 就是对干草根 进行简单的加工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拿着剪刀 将干草根捡得尽量碎一些 这个活需要的就是耐心 而且耗费时间 不过赵晶晶一个孕妇 有的是时间 一天就弄出来十来斤 叶琛烧了一大锅热水 开始加工干草根 干草糖不仅味道甘甜可口 而且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能够清热解毒 润喉止咳 调理肠胃 是难得的佳品 三状没闲着 继续在院子里劈柴 刚刚准备的柴火 刚才都用了 他觉得不太够 就提着斧头上山了 二状提着扁蛋 去水区挑水 叶家干的活 需要的谁很多 大状穿着叶琛 给他特制的服装 戴着面具 藏身在地窖里 不停地搅拌着消食 制作更多的冰款 叶琛制作完干草糖的流程之后 就开始制作冰雪冷原子 并且尝试加入一些其他的佐料 提高口味和美感 生意越做越大 家里的木桶有些不够用了 他将在外面收集粪便 准备堆起来 欧肥的小状喊进来 去你祖母那里 借几个木桶和木盆回来 还有拿石温钱 给你夕月姐姐送过去 今天家里的鸡鸭 都是夕月帮忙照看的 还给打了很多野菜 小状小心翼翼地 拿着个布袋 将钱装好 然后拿着大宝剑就出门了 这会儿 天空中已经是星辰点点 小家伙手里的宝剑四处翻飞 像是剑侠一样 将周围的野草砍杀了一遍 此时叶家的人 都坐在院子里乘凉 或者匹柴 或者僵洗 缝补 夜五四拿着个磨刀石 在修理农具 大家一边干活 一边聊着家常里短 好不热闹 小状来了 家里的老狗率先迎了过去 当头被小状踢了一脚 你小子咋来了 老太太听见老狗惨叫 用袖子擦了擦小状的额头 干啥去了 弄得满头大汗 喝点水 小状从袖子里拿出石温钱 递了过去 来 这是我爹付给家里的工钱 石温钱 老太太的无情铁手过一下 便只剩下五文 夕月接过钱 转头就递给了他娘 叶老二的媳妇接过钱 直接全都放紧了腰包 笑呵呵地说道 夕月 你还小 这钱娘给你攒着 等你长大了 给你做嫁妆用 明天你可要多干点活给你四叔 满屯和满仓一脸绝望 本来还想着 跟着混点灵嘴 结果飞走了 夕月倒是一脸的无所谓 娘 我晓得的 金金嫂子人很好 中午给我吃了蜜饯 还有肉呢 看到这一幕 三方的孙氏 不知道有多眼红 那可是五文钱啊 村里人如果不去镇上卖苦力 去哪里挣这五文钱 这可是本来属于春月的钱 属于他的钱 他酸溜溜地说道 老年真的大方呢 想来是赚了不少钱 不像是我们 每天只能在土里辛苦地刨石 老太太一听三方说话 就生气 他都明里暗里敲打了多少次了 这三方的媳妇 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老太太懒得搭理他 转头说道 小壮 是不是还有啥事 小壮点点头说道 祖母 让我来借几个桶和盆 若是放在从前 老太太肯定是不会出借这些家用物品的 主要是老大不是生产 给了他 他回头可能就拿到镇上卖了 但是这段时间 老年隔三差五地往老宅送吃时 为人处事 不知道比之前敞亮了多少倍 而且 人家也主动做生意 借点东西过去没什么 老太太扫了一眼开口道 满仓 满臀 帮着小壮拿些木桶 木盆过去 孙氏眉头一挑 立刻不约道 娘 等会儿晚点 还得去挑水 木桶借出去了 咱们怎么办 老太太尚未说话 老三叶福 又叫叶大福 开口道 刚才不是挑了水回来吗 家里的谁满当当的 咋的 不够你用 老三被叶五四揍了一顿之后 果然跟之前不一样了 孙氏却气得牙根痒痒 虽然刚才叶小壮没有明说 但是他也能猜到 老年借筒和盆过去干啥 肯定是去做冰雪冷园子 借老宅的东西过去做生意 怎么也得给点好处费吧 结果他刚一开口 就被自己家没有脑袋的男人 给顶了回来 甩手就进了房间 你个憨婆娘 一天天不知道算计什么 叶大福没有好气地骂道 整天下地干活 草鞋都不够穿 你要是有时间 给我编几双草鞋 孙氏躲在房间里呜呜地哭 被这一家子气得心肝疼 他家的爷们太不是东西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 一点都不给自己面子 不就是因为三房没有儿子吗 若是生上几个男丁 老太太和他爷们 谁敢给他脸色看 叶大福在外面继续干活 叶五四抽了一口汗烟说道 大福 这年 叶五四走南闯北 学过不少手艺 什么灭匠 木匠 菊碗匠的活都会一些 不过都是偷学的 只会写粗浅的表面功夫 精细的东西做不来 不过做个木桶 木盆啥的 对他老人家来说 没啥问题 叶老三知道砍树干啥 提着斧头就出门了 快到山脚下 就碰到了村里的小寡妇潘氏 潘氏今年二十岁出头 男人的疾病死的 如今守了好几年的寡 不过衣服上没有那么多补丁 手里拿着个小铲子 正在地里刨干草根 见到叶大福 开口道 大福哥 这是去哪儿 叶大福远远地避开了几步 去山上砍棵树 潘氏见到他身上露出来的 熊壮的肌肉 不由自主地往前靠近了几步 大福哥 我家里也缺柴火呢 你知道我一个父道 人家不容易 你能帮帮我吗 说着 就朝着叶大福走了过来 还故意露出一小节雪白的手臂 叶大福退后一步 不给工钱免谈 说完就扛着斧头 给钱啊 有给人香 就这么直白地走掉了 他怎么跺脚都没有用 因为叶大福的身影 已经彻底消失在山林之中 他背着竹框 走到叶琛家门口停了下来 他站在院门口 透过篱笆缝网里面看 锅里不知道煮着啥 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弥漫着 院子里有人在忙碌 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干啥 院子里堆着不少干草根 显然是没来得及加工的 潘氏不太懂这些东西 也看不出什么来 这个时候 小壮推门走了出来 一脸小侦探的模样 潘婶 你在这干啥 潘氏立刻满脸的笑意 我刚才挖了些干草根 差不多三斤的样子 你爹收不收 赵晶晶从屋内走了出来 将竹框撑了一下 确实是三斤 回屋取了钱 递了过来 拿了钱 潘氏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反而开口道 你爹呢 叶琛抬起头来 疑惑地看了一眼院门口 他看着面前的潘氏 他不觉得自己 和他有什么牵扯 同样是早早地丧失了另外一半 叶老年在村里的名声很差 但是潘氏就不一样了 人家潘氏温柔似水 在村里说话柔声细语 谁家要是需要帮忙啥的 人家从来不含糊 在村里的名声极佳 村里的人并不因为他是寡妇 便小瞧了他 甚至多愿意给他帮助 见叶琛看过来 潘氏开口道 老年 我的家的日子你也知道 叶琛更加疑惑 你家的日子跟我有啥关系 就听潘氏继续说道 闺女小子一大堆 一个个张着嘴等着我呢 我家没有男人 我一个婆娘含心如苦地拉扯他们 我比你还年轻呢 但是看起来却要成老太婆了 这样的日子可真难熬 听到这话 叶家的几个小子瞬间警惕起来 尤其是三壮 已经下意识的小壮 我的铁棒在哪里 叶琛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潘氏却不管不顾地继续说道 老年 你做的吃食生意 能不能代代我 我不求挣钱 只跟着你打打下手 挣个辛苦钱就可以了 叶琛的面色很淡一个富道人家 手不能抗 肩不能提 顶破天一天整个三五文 尚不如挖几斤甘草根 你来我这里做工 图什么 潘氏的脸色一僵 我 我这不是想谋个长远的婴生吗 叶琛却很直白地拒绝了 自家的亲戚都图谋自己家的生意 更不要说 各不熟悉的人了 叶琛转身进了屋 叶大壮直接将潘氏推了出去 拉着媳妇的手往回走 小生说道 以后这种坏人 直接喊老三打出去就是 如今咱爹有钱了 惦记咱爹的女人多了事 赵晶晶小声道 这个潘氏长得挺翘 说不准 罕见生气的叶大壮瞪眼道 那也不行 这种乡村婆子 如何配得上爹爹 门外的潘氏尚未离去 两个孩子的交谈他 听得真真的 气得额头上 清惊爆起 什么东西 不就是一点吃食生意 赚了点钱吗 真的以为自己才主爷了 他转身就要走 刚迈出去几步 角落里就有一张手臂 将他拽到大树后 他看过去 竟然是张大雷 他正脱开 低声骂道 拉拉扯扯地做什么 被人看到成啥样子 你个婆姨装什么 真结烈女 当初你家男人生病 是谁拿水泼我 张大雷狠狠地 抓了抓他的胸口 是上山去 还是找个草堆 潘氏伸出手来 一脸恼火道 给钱 要不别想 张大雷骂骂咧咧地 从袖子里掏出来两文钱 然后拽着潘氏进了草堆 不一会儿 就传来了粗重的喘息声 天色越发地暗淡 叶琛带着孩子们还在忙活 前两天坐三四桶 都要坐到很晚 如今直接翻倍的工作量 大家都是紧赶慢赶 一直折腾到了紫时 都没来得及休息 屋子里点着火把 叶琛仔细炒着黄豆 二壮在旁边帮忙 忙着忙着 就听三壮惊呼一声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叶琛放下手里的火走过去 借着火把往地窖看去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大壮面色潮红地躺在地上 脸上都是痘大的汗珠 防护浮不透气 再加上地窖里一点风都没有 这傻子竟然憋着自己中暑了 叶琛的心疼得厉害 想象和美好 一天卖出去几百碗冰雪冷园子 一天可以挣好几两银子 但现实是 卖出去的越多 一家人就越累 今天才是第一天 大壮就中暑了 一家人将大壮转移到凉快的地方 将衣服脱了 小壮在叶琛的指挥下 给大壮擦拭身体 自己则偷摸地 换来货香蒸汽水 给他灌下去 大壮憨憨地笑道 爹 我没事 就是刚才累了 我缓缓还能干 三壮开口道 大哥 你别逞强了 这活交给我吧 我皮糙弱厚的 耐热 叶琛看了眼地窖里的木桶 还有起码三分之一的冰块 需要制作 若是做不完 明天肯定无法准时送货 叶琛从来不是一个失信的商人 大壮 你负责量炒好的冰雪冷原子 同时添加基本的调料 叶琛主动穿上防护服 戴好口罩 晾晒的时候要注意 不能有脏东西掺进去 尤其是飞虫什么的 叶大壮不愿意 但是却无法违抗老父亲的命令 叶琛穿着防护服进入地窖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感觉闷热得厉害 甚至喘不上气来 叶琛只能先弄了一瓶 货香蒸汽水喝下去 这才勉强好了一点 制冰不是一个简单的活 要不停地摇晃 使消食充分融入水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吸热 这个过程中 双臂要不停地用力 这一忙活 就是半个多时辰 等到叶琛爬出地窖 也是同样的满头大汉 叶大壮自责到了极点 爹 是我太没用了 二壮开口道 爹 以后这个活不能交给一个人单独做 这个衣服太热了 咱们家的男丁轮流来 每个人忙活完之后 吃点冰块 透透气 三壮也说道 爹每天带着我们做生意 已经很累了 这个活不能让爹干 叶琛的心里 熨烫得厉害 最开始 叶琛只是把培养这个几个小家伙 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没想到 这几个孩子 把自己的心弄得烫烫的 他担心孩子们受苦 孩子们也孝顺他 真的拿他当爹 不过这致兵确实挺辛苦的 现在还可以勉强 将来越做越大 就只能想办法分包出去了 不过具体怎么分包出去 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 一家子人折腾了大半宿 总算是将明天需要的冰雪冷园子做好 一家人几乎一沾上床 就呼呼地睡了过去 楼 楼 楼 大公鸡飞到柴桌上打鸣 将沉睡中的清河村唤醒 叶琛躺在床上 根本不想起床 他的胳膊很酸 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他看了一眼窗外 灰蒙蒙的一片 天色上澡 几个小家伙还打着呼噜 再眯一会儿 就一会儿 叶琛闭上眼睛 继续睡 一直到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 叶琛才起身走了出去 原来是夕月来了 他背着个大竹篓 里面装满了野菜 然后拿着木板 用刀都剁碎了 又缠火了一些草子进去 这才倒进木槽里 小家伙看鸡鸭吃得飞快 不敢歇着 又开始继续剁 一边剁 一边往木槽里丢 叶琛走了过去 拿出一把冬枣递了过去 夕月 差不多了 在位就把他们撑死了 夕月笑嘻嘻地收过冬枣 拿了一颗放进嘴里 然后感受到甜意 立刻眯起了一双大眼睛 小心翼翼地将其他枣子 放进小兜兜里 准备分给满仓 满屯吃 自己则对叶琛说道 四叔 鸡鸭皮试得累 我多喂一些 回头多下蛋给嫂子吃 祖母说 有了身子的女人 得多吃好的呢 叶琛轻叹 夕月真是个实诚的孩子 这活干的一点都不脱功减料 而且还起那么早 或许叶家的基因里 就有一种奋斗的精神吧 天刚蒙蒙亮 太阳还没出来 地里的草上面都是露水 这个时候是最凉快的 叶夕月在院子里照看鸡鸭 大壮 天还没亮 就扛着锄头下田 除草施肥去了 二壮和三壮 就坐着风顺牛车去送货 小壮也不玩耍了 认真地跟着帮忙 赵晶晶有叶琛的时候 更不敢干活了 她坐在院子里 继续裁剪衣服 小姑娘的手工活很不错 两件衣服 马上就成型了 叶琛在厨房里做早餐 摊得薄饼 加上野菜 鸡蛋 咸菜 小葱 卷橙卷 家里人多 一人吃两个 再加上叶夕月的 一共做了十五个 这一次 叶琛的火候掌握得不错 没再有糊了的 出锅的时候 一股浓郁的香气 迷人的不行 大壮一时半会儿 不会回来的 便将三个卷饼 温在锅里 叶琛喊所有人 过来吃早饭 叶琛月洗了洗手 四叔 我活干完了 我先回去了 叶琛连忙叫住她 急着回去干什么 先吃饭 然后把今天的钱领着 叶琛月连忙白手 老宅那边的习惯 一天只吃两顿饭 第一顿饭的时间 还要早着呢 她没有这么早吃饭的习惯 虽然说干了一通活 她早就饿得不行了 看着叶琛手里的卷饼 而且是白面的 她更是一动 但是出门前 娘亲交代了 她更是不敢拿 她背着竹篓就要走 叶琛赶忙追上去 先将食文钱塞给她 然后将两个薄饼包裹好 递给她 四叔 我真的不能要 叶琛月急得不行 拿了工钱就够了 饼子留给哥哥们吃吧 叶琛的动作很强势 叶琛月最后只好将饼子接住 朝着叶琛弯腰行了一礼 然后小跑回家去 屋里的坏小子们已经吃上 加了鸡蛋的饼子 还有一点肉丁 每个人都吃得很香 吃完饭后 二状和三状去送货 叶琛拍了拍两个小家伙的肩膀 路上一定要小心 遇到盗贼 强盗 跑路围上 活着才能挣钱 送货之后 要当面点清楚钱 少了要大方的药 多了 要礼貌地给人家还回去 知道了 爹 两个孩子点点头 看着牛车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清河村 叶琛的一颗心 赶翅飞翔的 自己担心也没有用 爹 来试试衣服 赵晶晶咬断了线头 将一件黑色的袍衫递了过来 叶琛不得不赞叹一句 而媳妇心灵手巧 这才两三天的功夫 就做成了一件 极具出唐风采的衣服 因为是粗布 没有什么花纹刺绣 衣服很简单 不过整体看起来很不错 辛苦了 叶琛拿着衣服 回房间换好 顿时感觉换了个人一样 不过说到底是庄稼人 不管头一天都累 新的一天 只要太阳升起 就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三壮一大早 就挑了很多水回来 他拿起水瓢 开始房前捂后的浇水 等这些青菜全部冒芽之后 就要开始施肥了 叶琛浇水的时候 看到两只毛茸茸的小鸭子 在打摆子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 死在了自己的眼前 叶琛扭头看了看 见没有人注意 赶忙挖个坑 毁尸灭迹 然后在大米商城里 重新兑换了两只小鸭子 放进了鸭群里 商城里的小鸭子刚出来 不太熟悉周围的环境 傻傻乎乎地左顾右盼 等听到周围的鸭叫声 两只鸭子立刻跑了过去 叶琛看了看鸭棚的环境 虽然经常打扫 但是终究是原始了太多 没有后世那种鸭场的环境 而且鸭子小的时候 抵抗力稍微弱了一些 而且一只鸭子生病 就容易通过食槽传染给其他鸭子 他发现其他的鸭子 似乎也有些打粘 他打开大米商城 买了些家禽专用抵抗病菌感染的药粉 这东西很便宜 几十文可以买整整的一大袋子 就在这时 一只蝗虫飞到叶琛面前 叶琛顿时愣了 家里也开始有蝗虫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苗头 小壮 叶琛喊了一声 小壮正拿着剪刀处理干草根 这是他主动干的 他准备替嫂子多干一点 听到叶琛喊道 小壮提着裤子跑了过来 爹 我在呢 叶琛给他做了一根小皮鞭 你赶着鸭子 去咱们家稻田转一转 他们要吃庄稼的时候 就赶紧抽 还有 让你大哥做一些稻草人 吓唬飞鸟 蝗虫 遵命 小家伙终于阔气起来了 有了一群小鸭子 就像是有了千军万马一般 浩浩荡荡地出门了 叶琛知道 稻田里是可以养鸭子的 稻田里有水 有杂草和微生物 可以供鸭子食用 而鸭子的粪便 则会成为稻田的肥料 最关键的是 如今忽然家里冒出来蝗虫 让叶琛内心很不安 他准备让鸭子们 先适应下自己家的稻田 到时候 真的有蝗虫大军 便让小壮赶着鸭子大军消灭它们 叶琛家里有十几亩地 其中有五亩挨着沟渠 是彻底的水田 远远地望去 波光凌凌 二十只小鸭子 进去就看不到踪影了 其实一亩地可以放养十几只鸭子 叶琛这点东西 真的是毛毛鱼 他琢磨着 找个机会得再搞一些 起码得将自己这十几亩地保住 叶琛正要回家忙活 就见清河村的主干道上 缓缓出现了一架豪华马车 正是昨天见过的那辆 马车在村口停下来 赶车的小丽跳下马车 跟附近的农夫不知道说些什么 农夫扔下锄头 转身朝着村长家里狂奔 马车的车帘被掀开 走出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女官 瞧着三十多岁 宽大的官袍 遮不住太窈窕的身材 女人头顶扶头 全村人除了村长 没有人见过县令大人 但是一看她这一身装束 大家就知道县令大人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嬷嬷 浑身上下散发着书香气 叶琛估计是幕僚之流 村里的百姓 纷纷放下手里的活 拄着锄头 远远的官桥 小声地议论着 大舟有女皇 有女官 但是传闻很遥远 但真的女县令出现在众人眼前 心里那份震惊 却是实打实的 日头升起 虽然这个时候 清晨刚过 但是日头便开始冒火 晒一会儿 就得汗流加倍 村长来得急匆匆地 穿上了一件体面的袍衫 从头到脚也没有补丁 鞋子也不再是平日下的草鞋 而是一双黑色的布鞋 里面还罕见地穿了足衣 草民见过县令 村长跑过来 也不管什么理解 直接跪在地上 磕头 远远围观的村民 见了这种场面 立刻缩了缩鼻子 藏匿在农田里 生怕被县令看见 拉过去磕头 女县令的声音有些冷淡 起来吧 先带本官去看看 你们村挖出来的水渠 村长满头大汗地起身 原本他计划 一大清早去拜见县令 但是听了叶琛的建议之后 决定带准备充足之后 再去 从昨天晚上 他就开始对着锄头演练 生怕到时候要钱 惹出笑话来 谁曾想 他这边还没出发 县尊竟然亲自来了 他听说这个消息 差点尿了裤子 村长颤颤巍巍地低着头 在头前带路 主路可以上山 这座荒山隶属于清河村 不需要走太高 站在半山腰 就能看见蜿蜒的沟渠 往下看 能够看到泉水流入田间 不过村中稻田都灌溉了水 入田的口子被封死了 沟渠里的水 静静地流淌着 带本官去看看源头处 县令的语气微微变化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条宽阔的水渠 竟然是一个村子 自发修成的 县令不经意地看了一眼 忽然间意识到 这村子里当游也闲 县令再次发话 村长只能继续投钱带路 上山的路不算崎岖 但是距离确实有些远了 这个时候 女流围观的缺点就涌现出来 体力比男子差很多 走了没有多远 就累得气喘吁吁 边上的侍女连忙上前搀扶 跟着一道来的嬷嬷 也是累得不行 建议道 大人 不如找几个汉子 拿竹鱼抬着您吧 听到这话 村长的脑袋都疼 村子里汉子倒是有的事 但是竹鱼是去哪里给你弄去 用门板 但是那玩意 是死人躺的 让县令坐着 不就去西天剑如来佛祖了 县令摆摆手 还有多久可以到水源 村长连忙说道 启禀大人 还需要差不多一盏茶的时间 对他来说 确实一盏茶的时间 不过县令确实不太行 别看县令的腿挺长 但是走起路来 一直皱眉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估计起码得一炷香的时间 一行人 除了村长和小司 走得还算是轻松 县令和幕僚都累成了狗 折腾了半天 总算是找到了水源处 这一次 县令更算是见识到了 清河村的力量 因为这条水渠 修成真的不简单 因为沟渠边上 还有大石头 可见 当初村里肯定使了不小的力气 这里是地下河 不断涌出来的地方 最开始 水闸是完全放开的 便与水进入稻田 后来村里不缺水了 村长便让人调整了水闸 降低了水的流速 防止浪费水 幕僚一脸震惊到 前阵子 县衙里连风水先生都请来了 却什么都查不到 而一向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清河村 竟然自己解决了用水问题 村长观察着水闸 他现在对于眼前 这个清河村的野嫌 越来越好奇了 因为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就是 水渠因为是临时挖掘的 很容易阻塞 所以才修了这个水闸 而经过他观察之后 果然沟渠边缘有不少淤泥 看样子 应该是清淤实清出来的淤泥 这证明 水闸是非常有效的 在连想来的时候 所观察沟渠的样子 这位野嫌在修筑沟渠之前 应该就把路线 清淤等一系列的事项 都安排妥当了 见村长在那边说不出来 幕僚则自顾地总结道 是不是你们村里的人上山打猎时 因为发现这里湿气重 草木旺盛 机缘巧合下 发现了水源 县令摇头道 这大山上 湿气重的地方可不少见 但是能够形成水源的 却不多见 你这种方式 只能撞大运 我们没时间尝试的 说完 二人再次看向村长 村长 村长心想 你们看我干啥 我懂个屁 老年又没告诉我 他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这事儿 是我们村一个落地的 书生无意间发现的 不如县令大人和小老 一起去他家问问 老年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 还是让他来应付县令吧 他都不敢跟县令对视 看一眼就双腿发软 心里发慌 于是 悲催的县令 又带着幕僚下山 这一路折腾 将县令累得够呛 村长倒是还凑合 但是心买得不邪 却磨损得厉害 早知道上山 走那么远 就穿草鞋出门了 叶琛正在院子里 做一种网 他想着 万一蝗虫大军真的来了 他是不是可以 做一种大网 将村里的农田 全部遮住 或者挡住 蝗虫的进攻路线 这样就可以保住 村里的农田了 这时 县令和幕僚 在村长的带领下 来到了叶琛家门口 女县令来到 村子里的动静很大 叶琛早就看见了 他不好奇什么女官 在他那个时代 别说是女县令 再大的女官 他都见过 他只需要干好 自己的活就够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一行人朝自己家来了 他赶忙放下手里的活 去开门 村长咳了咳 老年 这是县令大人 这是宋夫人 是县令大人的嬉戏 叶琛赶忙行插手里 学生见过县令大人 见过宋夫人 里面请 晶晶 倒一些热蜂蜜水来 赵晶晶正在屋里干活 听了公公吩咐 赶忙起身倒水 一走出来 见到县令大人 穿着一身官袍 吓得双腿发软 差一点跪在地上 宋夫人一看 那晚上有裂纹 也不知道水干不干净 刚想拒绝 就见县令接过破碗 一口气将蜂蜜水 喝了个精光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端着碗 没想到这村里 还有这好东西 上等的蜂蜜 喝进肚子里 还挺甜 而且这个书生还挺细腻 只看了自己一眼 就知道自己来了月室 知道给自己送热蜂蜜水 一看就是个体贴人哪 村长喝了热蜂蜜水 有些恼火道 老年 你也太不懂待客了 县令大人来了 你不弄点凉水 弄热蜂蜜水干肾 怪热的 宋夫人开口道 村长 说正事 村长这才回过神来 道 老年 县令大人这次来 是想问问 水源是如何寻道的 可有什么方法 我家三小子喜欢兵士 这是跟一个退伍的 老府兵学的本事 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 叶琛说道 不过我们家老三 去镇上送货了 得下午回来再说了 农家人 地里还有活 得等晚上才有时间了 混账 宋夫人怒斥道 县令大人在前 你还敢推辞 你莫非不想活了 村长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这个时候 老年竟然昏病又犯了 本能地挡在夜称面前 卑躬屈膝地说道 县令大人 宋夫人有所不知 天逢大汉 久不降雨 村里人绝望之时 终于有了水源 还有不到半月 就要收稻子了 地里人的活当个不得 村里人的丫头 都要帮着干农活 确实不是故意怠慢大人 县令看了眼宋夫人 这里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 你把你的世家夫人 习气收一收 宋夫人连忙点头称事 是事事 大人说的是 夜称有些意外 这位县令大人 竟然这般地有不良 他给了村长一个眼神 是以昨天自己 交给他的话可以说了 无数次的模拟 终于派上了用处 村长一抬头 却发现县令大人跟锄头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嘴巴开开合合 半天硬是一个字 都说不出来 五周代堂这件事情 夜称是知道的 但是这件事情之后 到底有没有女官之事 甚至女官还能做地方官一事 夜称并不知晓 不过夜称知道 那就是 不论是谁为官 只要他穿着这身虎皮 老百姓便要是他为天 聂门之府 破家县令 这一句话可不是说说的 彼时 村长低着头 看着地面 再看看村里平日里 动不动就说 自己能当皇上的农夫农妇 哪一个不是静若寒蝉 要么躲在家中 要么闭门不出 仿佛县令就是能吃人的老虎 见村长歇菜了 夜称只能取而代之了 看了一眼村长 见村长猛烈地点头 夜称开口道 我们家两个孩子 都是家里赚钱的主力 家里离不开的 若是为官府做事 帮忙寻找水源 怕是没有个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到时候 家里欠收的粮食又该如何 夜称一开口 村长也终于横下心来 与夜称一唱一喝道 这没事 老年你孩子去帮着找水源 家里的田地 我让乡亲们帮忙照看便是 夜称叹了一口气道 谁家没有农田 农忙是都是抽不出身的 若是让他们帮衬 总是要付工钱的 我家现在一瓶如洗 怕是拿不出钱才来 县令间夜称故作为难 立刻醒悟道 若是你家小子 能够帮着本县寻找到水源 便是大功一见 本官会好生嘉奖一番 夜称默默付匪 嘉奖就是口头奖励吗 不来点实惠的吗 夜称顿了顿说道 从发现水源 设计水区的路线 到组织群众挖渠 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情 现在时间紧迫 清河村起码要派出去 四五名有经验的村民协助 正是农忙之时 怕是一般的嘉奖 难以让乡亲们 齐心协力地做事 毕竟百姓靠庄稼吃饭 而这庄稼 一年也只熟这一两回 万一比别人家少收了粮食 这一大家子人 可就只能饿肚子了 宋夫人的怒气立刻上来了 县令大人的吩咐 也敢怠慢 夜称丝毫不惧 学生只是照实眼禀罢了 距离秋收已经不远 谁愿意家中的壮劳力 哪年女人 我在行 县令咀嚼着夜称的话 他觉得非常有道理 老百姓有什么家国情怀 他们只想要一口吃的罢了 若是自己强行蒸发摇曳 村里人确实不得不去 但是却未必能心甘情愿 认真仔细地去做 认认真真的去做和敷衍了事 可是不一样的 这次大旱 县里大多数村镇都遭了灾 只有他们清风镇 发现了水源 这是他做政绩 向朝廷表明 他们女官也能做出一番政绩 给陛下长脸面的大好时机 若是做出政绩来 力不考核时 他也有机会升迁 宋夫人看了眼县令 知晓他的意图 虽然不愿 但依然开口道 清河村所有帮忙寻找水源 挖沟渠的百姓 一天赏铜钱一百五十文 这是镇上或者县里 平常撞劳力五倍的收入 村长瞪大了眼睛 我弟老天爷 一天一百五十文 这是去哪里 都找不到的好差事 县令大人真大方 这钱到了他手里 他可以每人扣掉一百文 当成村里的工产 到时候 用来支付团练的花销 县令大人 学生并非这个意思 叶琛淡然地说道 为县里百姓做事 在没有结果之前 怎么能拿工钱呢 要是一处水源都未曾寻到 岂不是要让县令大人 背负十人不明的冤屈 县令有些不悦地看着叶琛 他觉得这个读书人 过于得寸进尺了 每天一百五十文都嫌少 真的当他是一介女流 好欺负不成 不过 县令也是第一次见到 那么勇敢的读书人 也觉得稀奇 再则 这书生怕是穷怕了 想要多要点钱 补贴家用 毕竟寒门小户读书 可真的不容易 这对于县令来说 是无所谓的事情 只要可以提高正极 多点铜钱 也不算什么大事 县令开口道 那依你之见 该当如何 学生以为 当以结果为导向 若是一处水源都未曾寻到 那是我们清河村人 自大自夸 何该一文钱不拿 叶琛嘴角泛起笑意 若是发现了水源 设置好路线 能救助当地百姓 再行嘉奖 一来大人可得正极 二来钱用在了实处 别人也无法指摘大人什么 一直脾气显得很暴躁的宋夫人 多看了叶琛两眼 一个落地的农家书生 竟然能想出这种法子 看来他真的是小去了庄家人了 他给了县令 一个可行的眼神 县令点头开口道 找到一处水源 挖掘成渠 可奖励三两银子 村长的眼睛 猛然间瞪得跟同龄一般 乖乖 三两银子 他们一家人种地 再加上去镇上打工的钱 也未必能攒下这么多钱 县里这么多村子 要是能找出实际处水源 岂不是能挣上三五十两银子 这样操作起来 虽然有一文钱都挣不到的风险 但是收益明显更高 而且 老年能在清河村发现水源 就肯定有法子 在别的地方发现水源 我爹老天爷啊 老年是怎么把县令 都说服了的呀 叶琛勾勾嘴唇 青州本身就不缺水 而且 现如今还是地下水尚未被开发的古代 他对于发现水源 是非常有信心的 县令赞许道 叶先生和普通的村夫果然不一样 难怪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 叶琛保持低调 这都是孩子勤奋好学 跟我没多大关系 我若是真的有本事 怕是早就科举登科 何至于在这荒村里种田为生 县令叹气 虽然说女皇登基 一改前堂的风气 设立女子科 连女子都可以围观 但是科举却变得越发严格了 甚至为了考核读书人是否合格 还亲自举行电视 如果一个年轻人 有无头卷的机会 科举又考不了功名 想要做官就太难了 正说着 门口一架牛车停了下来 二状和三状将木桶搬下来 两个人颤颤巍巍地往屋子里走 目光呆滞 连坐在院子里的县令都没看到 走进来之后 还绊了一脚 差点摔倒 叶琛解释道 学生的两个孩子 去镇上送货回来了 学生让他们去屋里换一身衣服 再来见过大人 叶琛的面色有些凝重 这两个小子送货回来 怎么一脸的呆滞 莫非是出了什么事情 早知道 叶琛有些后悔 没跟他们一起去 他不再多想 跟着进屋 就见两个小子 将自己关在屋里 他抬手敲了敲 小声道 出了啥事了 二狗将叶琛拽了进去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爹 是银子 白花花的银子 叶琛看过去 布包里是一定银子 二状和三状 满身都是汉字 此次兄弟二人 去清风和林区二镇送货 格外顺利 不仅带回了汽书 还拢共赚了五千零一百个铜板 两个水桶 里面装了大半的铜钱 走起路来 时而发出玉耳的交机声 两个人在街道上走一圈 总觉得街道上的青皮 闲汉在盯着他们看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万一被打劫了 怎么办 两个小家伙一合计 去钱庄 将铜钱换成了一定无良的银子 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 两个小子活那么大 还从来没见过 当初叶琛他媳妇 虽然攒下不少银子 但是一直用来补贴文化读书 所以说 叶家虽然有过钱 但是家里却没有多少积蓄 五两银子被二状揣着在怀里 除缺兑换银子的费用之外 剩下的几十文钱 被三状揣在腰包里 三个人坐着牛车回来 两双眼睛一直四处看 紧张得浑身都是汗 叶琛 这两个小家伙 第一次替自己行动 看他们无知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真的是让人好笑又心疼 以后有机会 他一定要让几个小子 多出去走走 见识多了 自然不会因为几两银子 就吓得浑身都是汗 屋外 村长满头大汗 心里埋怨夜称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嘴上却跟县令搭话道 大人 您瞧瞧这两个孩子 都累成什么样了 走路都不稳 这个家是真的穷 不然何至于让这么小的孩子 四处奔波 县令您瞧瞧 这房顶上的大洞 都没钱修补 一家人住在这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里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读书人 这家如此 这个村最好的也就是土坯房 像是这种茅草房不在少数 这要是下暴雨 这样的茅草屋根本顶不住 难怪历布派自己来这种地方 实在是底下的村长太穷了 没解决一出用水问题 赏银五两吧 什么 村长瞪大了眼睛 五两银子 五千个铜板 是他耳朵出问题了吗 还是他想钱想风了 宋夫人诧异地看了一眼县令 张了张口 并没有说什么 要是真的能够发现水源 能够收上来粮食 县里也能足额交税 一个村收上来的粮食换成银子 何止是无粮 这钱反正也不是县令自己掏腰包 跟他更没有关系 不多时 叶琛带着两个儿子 从屋子里走出来 叶二状和叶三状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草民方才没看到县令大人 还请大人降罪 县令大人摆摆手没当回事 他看向村长 不是说四五个人吗 叫上一起走 可能三四日内都不能回来 村长赶紧去叫人 村长自己一个 叶三状一个 村长儿子叶江殿 还有另外在挖沟渠时 特别出力的两个汉子 去叫人的时候 没有县令跟着 一群村妇围上来 村长 咋地了 县令大人咋去老年家了 发生啥事了 村长长话短说 县令大人找人帮忙办事 赏钱不少 刘志刚 刘全友 叶江殿 你们赶紧随我来 刘志刚是叶琛隔壁栓子的爹 刘全友是刘玉柱的爹 刘玉柱就是和孙玉芬好上的那个 村子里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给县令大人办事啊 咋不叫我家男人 我家男人力气大 也跟着一起去吧 村长没好气地骂道 当初挖沟渠 你们又没第一个响应 干活的时候还怨天尤人 我可不敢带着 老老实实在村里团练自保 谁干得好 以后再有这种好事 我第一个想到他 村里几个富人撇撇嘴 团练巡逻自保没供钱就算了 还耽误自己家田里的事 一点都不想自己男人去 不过也有几个富人 很听村长的话 回去就交代自己男人 巡逻的时候上点心 别敷衍了事 县令的马车不大也不小 里头挤着能坐六个人 外头再坐三个 一路急驰着前往东面的毕加洼 去毕加洼时 经过孙家庄 因车里人多比较急 马车帘子是掀开的 村长一眼就看到了 大河村大东山 另一边的山腰上 全是人 叶江殿惊奇道 孙家庄挖沟的事 不是组织不起来吗 宋夫人冷笑 水源就在山上 这群乌合之众 竟然毫不齐心 那便只能让衙役过来盯着干活 孙家庄自己就能解决的事 偏偏劳动衙役 到时候 县令又能以这个名目 从孙家庄多收一点税 五周实行拥调制度 凡是得到受田的 每丁纳素两湖或到三湖 这是所谓的租 PS五周 一湖等于十斗 可朝廷肯定不能 白白派人帮忙寻找水源 到时候 就不是两湖或者三湖可以了事 起码要多出两斗的任务 若是有些村子人手不足 县里会帮忙调剂其他村的汉子来帮忙 县里出劳误费 到时 这些村至少要多交五斗的税 车还没完全驶过去 孙家庄那边 就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 原来是挖钩时碰到了大石头 挡住了前面的路 一群人干不下去了想集体造反 这巨石 可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不过这事村长很熟悉 因为之前老年交代过 之前用火药炸开石头 那是因为石头太大 而且清河村需要解决时间 其实一般的石头 可以采取掏方法和火烧法制服石头 村长胸有成竹地跳下马车 带着叶三壮一起过去 尝试帮忙 好在孙家庄的村长算明事里 且有县令大人的马车就停在远处 他也不敢造次 赵村长在他面前指手画脚说了一堆 孙家庄村长没有反驳 赶紧让人去捡柴生火挑水 回到马车上 村长收到了县令大人赞许的目光 村长咳了咳道 这主意是三壮他爹想出来的 要不是三壮爹 我们大河村的这条沟渠也挖不出来 县令点头 那书生一看就是个见多识广的 三壮默默地没说话 他很想说 发现水源的办法 其实也是他爹想出来的 但是爹不许他告诉其他人 爹真的很疼他 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了他 他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爹 让爹成为全村所有人最羡慕的男人 马车急速离开清河村 村子里煞事间热闹起来 因为大家发现孙家庄又开始挖渠了 团恋是为了保护粮食 但也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快饿死的人 我们是打不过的 叶琛缓声开口 就算没有人抢粮食 镇上也会征收我们的粮食 然后平均分发给每个村 到时候就只能天天吃野菜吸汤了 村里的人听懂吗 今日孙家庄突然开始挖沟渠 从他们村的大山饮水 大部分人心里意见很大 但是有牙医守着 也不敢上前闹事 这会儿叶琛一说 他们才知道 差点做了错事 孙家庄必须要有水 其他村最好也发现水 必须得挖沟 否则清河村丰收那一天 还不知道会遭多少人惦记极恨 天阳当空照 花草都粘了 远远地望去 田野里似乎有烟火在生腾 其实是真的太热了 这个时候 在田里劳碌的乡亲们 都回家避暑去了 叶琛在张罗着家里人的饭时 赵晶晶也没闲着 家里的海带确实不少 让他调个凉菜 总之叶琛在家 是不舍得让媳妇干累活的 叶琛则坐在灶台边上 一边烧火 一边研究着一本食谱 天气燥热 午饭煮的是绿豆汤 配上一盆豆腐炖肉 还唠了些薄饼 家里的母鸡勤不勤快 外人无从知晓 反正叶琛挺勤快的 总是从商城里买鸡蛋 放进鸡窝里 如今家里都存了十几个鸡蛋了 以至于赵晶晶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家里的母鸡 跟公公更亲近一些 不然 为何每次自己去摸 只有干燥的杂草 而只要公公一探手 就准有鸡蛋呢 这时 二状砍柴回来了 累得大汗淋漓 喝了一口 加了冰块的蜂蜜西瓜汁结束 二状瞪大眼睛 爹 好甜 好舒服 咱们卖这个吧 叶琛扭头笑笑道 哪有那么容易 爹转遍了大山 也才发现 这三个野生的西瓜 自己吃吧 所谓的西瓜 在古代又叫寒瓜 叶琛实在是太馋了 便夹接在野外发现 给大家扎了西瓜汁喝 这东西比冰雪冷原子更加纯粹 喝进肚子里 是真的爽 我去地里喊你大哥和四弟回来吃饭 你先些会 叶琛说道 这两天忙着做生意 地里的活都疏忽了 大中午的 别人都回去休息了 叶大壮还在地里挥汗如雨的忙活 他头上戴着柳条编织的帽子 脚上没穿鞋 踩在水田的淤泥里 裤腿卷到膝盖之上 正弯腰在稻田里拔草 村里突然有了水 这些杂草猛涨 一天不打理 草就长出一大片 抢夺地里的肥料 大壮 先穿上鞋 回去吃饭 叶琛将带拐的草鞋扔在田梗上 叶大壮憨憨一笑 爹 这母田的草拔完了就回去 叶琛摇头 等会太阳没那么热了再来 万一再中暑 可受不了 赶紧回去洗洗手吃饭 我去叫小壮 他顺着田笼继续往里走 他们家的水田是五亩 不多也不少 走了十几步 就看到 小壮蹲在田梗上挖野菜 这小子身边的被楼里 装满了苦炬菜 脚边还有他顺手 从稻田里拔出来的杂草 因为年纪小 不会使力气 摔了不少屁蹲 屁股上都是泥巴 小脸也脏兮兮的 全都是泥巴 但是小家伙干得非常专注 叶琛轻叹 这几个孩子都太懂事了 懂事得让他心疼 他开口 小壮 饭做好了 跟爹一起 把鸭子赶回去 你去那边 我在这边 二十只小鸭子 在稻田清浅的水里 悠哉悠哉地游着 时不时猛地啄一下 一只炸猛就被咽下去了 鸭子们玩得正畅快 突然要被赶回去 一个个到处乱蹦打 叶小壮是第一次赶鸭子 叶琛也没啥子经验 父子两人手忙脚乱 隔壁田里的刘老太太 突然冒出脑袋 哎呦 天杀地老年 这鸭子咋 飞到我家田里来了 老年 小壮 赶紧抓回去 有点粮食可不容易 别点祸害了 叶小壮蹬蹬跑过去解释 刘奶奶 鸭子规矩得很 他们吃虫子 不吃粮食的 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一样 小鸭子扑腾着小翅膀 停在刘老太太脚上 一口啄住了 他裤腿上的一只蚱蚂 古代人将蚱蚂蚂 也称之为蝗虫 一看到这东西 刘老太太脸都白了 我家稻田里咋有蝗虫 哪来的蝗虫 叶琛的声音有点沉 几天前我就发现 村子里有蝗虫 不过数量不多 我担心今年有蝗灾 所以我买了点小鸭子 回来守稻田 小鸭子张口 就将蝗虫咽下去 动作极快地 又抓住了下一只 刘老太太年纪大了 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 叶琛一说 她便在记忆里 想起了那些 被蝗虫支配的恐惧 漫天如同乌云的蝗虫飞来 不到半日的时间 便会将整个村子的粮食 吃得一干二净 蝗灾是最恐怖的天灾 是庄稼人的噩梦 哪怕眼下只有灵星的几只 也叫她脸色发白 她一直在拔草 没注意过 田里竟然生了蝗虫 现在既然看到了 那就不可能不管 人抓蝗虫很困难 但是这小鸭子有多厉害 她是亲眼看到了的 她立马就道 老年 小鸭子你在哪里买的 多少钱一只 我也去买点回来 放田里养着 麒麟镇没看到有卖鸭子的 青丰镇才有 我明儿要去一趟青丰镇 要是看到了 就给你带回来 刘老太太千恩万谢 还帮忙一起 将小鸭子赶回去 三个人合作 二十只鸭子不敢再乱飞 乖乖跟着进了院子 院子的地上 有刚刚叶二壮收拾的碎野菜 不过二十只小鸭子 在稻田里已经吃饱了 看都没看碎野菜也 叶小壮笑嘻嘻地说道 鸭子吃虫子 蝗虫就能吃饱 以后不需要熹岳姐 帮忙挖野菜了 叶琛点头 鸭子一天的吃食完美解决 确实不需要熹岳再来了 不过 熹岳是个勤快的小姑娘 留下熹岳大有用处 比如说 她发现叶家欧肥 便主动背着竹框 沿着官道去捡一些牲畜粪便 连村里放羊的 豆粒大小的粪球都不放过 一家人围坐下来吃午餐 叶三壮不在 叶琛竟然有点不习惯 也不知道县令大人 有没有带三壮他们去吃点东西 也不知道三壮有没有 把他叮嘱的话听进去 只希望一切顺利 午餐过后 叶琛换上了新衣服 这是最便宜的布匹 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新衣服 没有补丁 领口袖口 也没有常年累积的污垢 他看了一眼摆在院子里的 七八个木桶木盆 暂时没打算还回去 于是带了点刚才榨的西瓜汁 又加了些冰块 朝叶家老屋走去 大中午的 庄家人多在午睡 不过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睡也睡不着 叶五四坐在门口收拾木材 拿着豹子 一下一下往前平推 本来还圆润的木头 瞬间平整起来 地上堆满了爆花 看起来很漂亮 叶大旺和叶大福在边草鞋 庄家人经常下田 这草鞋磨损得很厉害 二房媳妇秦氏和孙氏 肘里二人手里 也在忙活各种事 叶琛一走进来 习惯性地踹了一下 铁人的老狗 老狗不满地嚎了一声 院子里的人都抬头看向他 孙氏的眸子闪了一下 老四竟然穿上了新衣服 黑色的衣服 配上叶琛挺拔的身姿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风神俊朗 他心里发酸 嘴上也带出了几分酸味 老四这是赚大钱了呀 不年不节的 竟然穿上了新衣服 好叫人羡慕 再看看 你这两个哥哥 土里土气的 二房的媳妇情势文言看去 心里也有些羡慕 他只有过年时 才能得一身新衣服 不过去岁收成不好 过来的苦年 全家都没做上新衣服 叶琛都笑了 他手上有钱 难不成还要天天穿破烂衣服 赚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而不是怕这怕那 不敢吃也不敢穿 他三伯母说笑了 要是赚了大钱 我该去买零罗绸缎 有钱人谁还穿这种衣裳 叶琛诞生到 土布也不贵 他三婶要是想穿新衣服 也不是穿不起 孙氏有些恼 他这些年 确实暗暗攒下来了 一百多个铜板 但是叫他拿钱去买部做衣裳 犹如在他身上割一块肉下来 他怎么可能舍得 叶老太太美好气地道 老三媳妇 你要是没事干 就去地里砸土克拉 孙氏甩手去了后屋 叶琛将他带来的西瓜汁 拿了出来 之前家里的碗不够用 特意去镇上买的碗 走得大米商城的渠道 如今不需要自己摆摊了 家里便多了不少碗 都是精致的白瓷底 上面印了喜洋洋 美洋洋的卡通形象 格外地好看 见叶琛又研究出西汉物件 老叶家一人捧着一个碗 咕咚咕咚地喝着 表情格外地满足 老太太冷哼了一声 春月 给你娘端一碗过去 西月 你也别闲着 把碗都洗了 给你四叔放回框子里 吩咐完之后 有头骂了一句 悠哉悠哉 抽着叶琛递过来的 画子的叶五四 抽 抽 早晚抽死你 叶五四的画子 是叶琛在空间买的 但对外说是 自己在山上 摘得野草晾晒的 为此叶琛还花费心思卷烟 生怕让人家看出来 叶五四年纪大了 抽汗烟劲太大 他真担心老爷子得了肺癌 骂完叶五四之后 老太太又看向了叶琛 老年 以后这种好东西 就别往这边送了 这些精细物 城里的贵人肯定稀罕 咱们都是庄家人 享受这些东西 不得折授吗 就拿刚才那红红的汁水 看着就喜庆 喝进肚子里 美得浑身舒服 老太太这辈子 就没那么享受过 感觉就跟神仙一样 叶琛笑着说道 当儿子的 怎么能不孝敬老人呢 再说了 我也是有事相求 二哥夜望 起身 打了阁 感觉凉气都从嗓子眼冒出来了 老四 都是一家人 有啥事让小壮跑一趟就行 你有这时间 不如多看看书 多研究些发财的法子 叶大夫也说道 是啊 都是一家子 你还那么客气 叶琛叹了一口气 这冰雪冷园子 做起来很麻烦 主要是置冰要进地窖 还要穿特制的衣服 时间太久了 热得厉害 大壮一个人挺不住 我先请二哥 三哥去帮忙 具体做啥 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老二踹了一脚老三 你屁股上有锁呀 走 唉 老三放下手里不舍地吻 跟着起身一起走 在后屋收拾屋子的孙氏 听了叶琛的话 恨不得冲过去 阻止自己家的傻男人 大壮那么壮的身子 都顶不住 老年心疼儿子 他更心疼自己家的男人 不过到底是不敢再继续 惹老太太嫌 孙氏生生把这口气忍下去了 叶琛还在说话 西月 你明儿不需要再去 给鸡鸭挖野菜了 不过四叔 有另外的事让你帮忙 明儿你吃了早饭再过去 西月一听说 不需要给鸡鸭挖野菜 心都凉了半截 但又听到 还有别的事需要帮忙 脸上立即露出笑容 我都听四叔的 叶琛交代完了事情 准备回去忙活 做冰雪冷园子 还没转身 就被叶五四叫住了 老年 你过来看看 木桶做这么高 能行不 叶琛错愕了一下 他一进门 就看见老爷子抽着汗烟 在那推爆花 他还有点心疼 这玩意 要是搁在他们那个时代 还能整个工艺品 啥的呢 没想到 老爷子竟然是给他做木桶 之前他还琢磨 是不是买一些回来 一时间 叶琛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穿越过来之后 对老头老太太表示关怀 那是纯粹的责任心 至于回报 他是从来没想过的 在他的潜意识里 不给他添乱就不错了 可从上一次发现鱼泉到现在 老爷子的每次表现 以及老太太的行径 都让叶琛很感动 叶琛的笑容越发的真诚 爹 跟家里的木桶一样就行 到时候 我按市价在爹这里买 抽惯了老年送的花子 再抽汗烟太不得劲了 老头点了一根花子 用食指和中指夹着 你是老子儿子 老子踹你得瘦着 给你东西你得拿着 给老子钱带啥 对了 回头别忘了 拿到镇上刷童油 您说得很对 您要是踹我 我还真的瘦着 他笑着 接受了老头的好意 又掏了一堆 用木盒装着的花子 这才离开 在后面收拾房间的孙氏 差点把墙给扫秃了 老太太偏心 老四也就算了 老头子竟然也这般模样 之前借出去的木桶 还没还回来 这会儿 又要做新的送过去 孙氏快被气炸了 他一甩手 从屋里跑了出来 憋着火气道 爹 水刚都见地了 家里不留两个桶 回头怎么挑水 他话音刚落 二状就挑着水 走到了门口 他肩上挑着两弹水 往里走 阿乃 这两天出货量长得厉害 水桶都站着 我们家还得用 这几天 我来给您挑水 老太太看着 又长高了二状 这老年家的伙食 是真好啊 家里的孩子 就跟何苗一样 一天窜一窜 老太太如今用袖子 给他擦额头的汗水 都有些吃力了 来来来 孙儿喝水 老太太又给二状 倒了一碗水 说着 还瞥了一眼三房媳妇 孙氏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 他还以为老四后脸皮 白吃白拿 没想到 竟然包下了老屋 挑水的事 虽说挑水的地不远 但老屋人多 十二口人用水量很大 一天挑几趟 谁也不容易 二状忙了好几趟 才把老屋的水缸倒满 他拎着木桶回去 赶紧帮着一起生产 叶琛神神秘密地 将两位兄长引入地窖 叶大旺和叶大福 看到面前一堆东西 有些傻眼 这哥俩一直以为 老年生产冰块 是跟戏台上的神仙一样 用手一指 冰块就自己蹦出来了 没想到 竟然是用各种工具 叶琛看着他们说道 二哥 三哥 这活可真热 你们要想清楚了再做 叶大旺满不在乎 但庄稼活 也不是没被太阳晒过 都是小事 叶大福顿了顿开口问 这工钱是咋算的 叶大旺愣住 他们不是来帮忙的吗 咋还扯到工钱上去了 抬手就要打 这一幕 叶琛看在眼底 狗日的老三 自己家弟兄 还敢要钱 要是大哥还在 不得宰了你 老二气得不行 叶琛笑着说道 二哥莫及 俗话说得好 亲兄弟名算账 就算是大哥还在 我也不能让你们白忙活 这活不仅热 而且还要控制分量和节奏 不生产出来的兵不成形 这样每斤兵一文钱 每个人最多生产二十斤 叶琛估算着时间 既能生产最大化 又不至于中暑 老二和老三 都是一点的不可思议 一斤一文钱 二十斤就是二十文 叶琛继续道 不过我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我这里做了啥 看到了啥 回去都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们也知道 我这门生意 能坚持到今天 靠的就是治兵的手艺 只有我自己知道 叶大王立即表态 老四你放心 就算咱娘问起来 我也一个字都不会说 叶大夫点头如捣蒜 就算我家婆娘抓着我耳朵问 我也烂进肚子里 事情谈妥之后 两人开始在地窖里治兵 两个人都很小心 第一次忙活 时间不免长了一些 但是质量没得挑 完事之后 叶琛很大方地 每人给了二十文钱 叶大王和叶大夫 手里揣着十个铜板 走路都有些发飘 回到家的时候 还像是做梦一样 尤其是叶大王 他压根就没想过 帮忙会有钱 这十文钱 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 叶琛走后 叶五四就去门口 坐着抽烟去了 逢人就说 看 我儿送的 叫华子烟 好抽得很 赶上好事的 还会给人家抽一口 让人家体验体验 不过若是小抽一口无所谓 若是抽上一大口 老头就会皱眉 呛死你 这是宝贝 宝贝能那么完兵抽吗 老太太觉得 叶五四没救了 索性最近挣的钱多 老太太没心思搭理她 最近又是挖干草根 又是西月给老年干活 挣了不少钱 老太太一边数 一边用麻绳穿好 然后准备藏在钱罐子里 这是一家的命根子 也是老年 万一生意做赔了 东山再起的希望 老太太的眼睛 都快眯成一条线了 钱越来越多了 一抬头 看见两个儿子 傻乎乎地走过来 没好气地骂道 这是喝了猫尿了 还是跑老年家睡大觉了 叶大旺赶忙将钱掏出来 递了过去 娘 老年给的工钱 叶大福看着钱 吞了口唾沫 活倒是挺轻松的 老年也太大方了 招了过来 冷声道 简单傻 你瞅瞅你额头上的汗 再多做几天 不得累病了 那好 老太太点头道 老三 明天你不用去老四那边了 我去学某个靠谱的人替你去 孙师一听极了 我就是心疼我男人 不是真的抱怨 老四给的少 去哪里干活 都是又热又累 可干别的活 又没人给二十文钱 老太太一般会扣走一半的钱充公 剩下的一半 他们能攒下来当私房钱 叶老太太从两个儿子手上 各拿走了十文钱 但声吩咐 帮你们老四做事 也不能耽误地理的活计 休息一会就赶紧下地 这会子天没那么热了 干活也舒服一点 孙师拽着自家男人回房 仔细地问道 老四让你干啥子去了 热成这个样子 快喝点水 快凉快凉快 叶大福搓了搓耳朵 老四交代过了 不许说 孙师暗恨 老四这是生怕被他把方子 给学走了呀 不说就不说 他还能猜不到吗 当年温云恒做的糖 他就吃过 无非就是切碎了 主主 晒晒啥的 孙师下意识地 看向了屋檐下 那是春月挖回来的干草根 整齐地堆放好 小姑娘干活很认真 准备晒干了 之后送到他四叔那里换钱 孙师手里拿着一条干草根 还有一把洞硝土 这两样东西 他都尝试过 他实在是无法判定 这玩意怎么治兵 又怎么治糖 孙师一直站在屋檐下琢磨 他觉得 他离发财只有一步之遥 但似乎又那么遥远 另一边 秦氏和叶大望夫妻俩也在说话 他将食文钱收好 藏在床下的地洞里 叮嘱道 老四能让你干这个活 是因为咱们都姓叶 是一家人 你可得好好干 千万别偷懒 哼 老年年我的好恋 小时候为他打架 我跟老三头都让人家垂破了 我硬是追出对方六里地 叶大望昂着头说道 当家的 你快别吹了 老年让土匪结了 也没见你这个当哥哥的出头 秦氏小声道 这不是舍不得你跟孩子们吗 叶旺嘀咕道 叶琛和儿子还在忙碌 虽然有叶大望和叶大福 分担了部分治兵的工作 但是还剩下一部分需要处理 他跟三壮分头搞的 治兵和治堂都不是清闲活 尤其是制作甘草堂 工序极其复杂 三壮这种笨蛋是做不来的 只能叶琛一个人自己做 以后生意再扩大 叶琛感觉自己会越来越累 真的怀念当初机械化 自己躺在空调房吹空调的日子 等到日头吸血时 几大桶冰雪冷原子 总算是做完了 然后放进去一些佐料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天黑之前完成了主要工作 一大家子人 今晚就不需要熬夜了 叶琛捶了捶酸色的老妖 起身准备去做饭 他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一个人在院子外头 猫着妖四处乱看 他皱眉喊了一声 三嫂 你在干啥呢 孙氏吓了一跳 立马站直了身体 咳了咳道 我来送甘草根 呵 老四还没吃呢 叶琛走过去 将院子的门拉开 他看向孙氏手里的篮子 装的不仅仅是甘草根 里面还有些洞硝土 他的眉心跳了跳 老三这么不靠谱吗 一回去就把这边的事捅出去了 孙氏将地上另一个篮子拎起来 里头装着被剪碎的甘草根 也是满满一篮子 叶琛更加怀疑了 老年 这都是秋月糟蹋的 孙氏叹气 他怕洗不干净 就将甘草根给剪碎了 我也不知道 这碎了的甘草根 跟完整的甘草根 哪种可以制糖 就都带来了 叶琛听出来了几分意思 看来叶大夫没那么不靠谱 不然孙氏不会多此一举前来试探 不过这孙氏还真有几分小聪明 为了打探冰雪冷原子方子 竟然连这事都琢磨出来了 用冻销土制作冰块 用甘草根制糖 这两件事 在叶琛那个时代 根本不是啥秘密 但是就算是自己 没有实验说明书 自己也做不出成品来 孙氏能第一个琢磨出来 其他人也能猜到一二 既然不是秘密 那他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而此事摆在明面上之后 他还能再分出去一个活计 全家人也能再轻松一点 叶琛笑了笑 真的辛苦三审了 我们本来也是要捡的 他把甘草根全都撑了撑 一共四斤 然后拿出铜钱递了过去 孙氏拿着铜板 还不打算走 就算知道了甘草根得捡碎 也不知道怎么制作成为糖 孙氏舔着脸笑道 老年 我看你一天到晚都在忙 这捡甘草根也需要不少功夫 比如我来帮你捡吧 宫钱开着给就行 都是一家人 叶琛的嘴角拉出一抹弧度 十斤按照一文钱算 孙氏立马点头 好好好 等答应下来 他又后悔了 刚才捡了两斤 就花了好长时间 十斤岂不是大半天时间 才给一文钱 这相当于白杆啊 不过 只要能来老年家里待个一两天 他肯定能偷学到 如何做冰学冷原子 就算是学不会复杂的 起码做糖也能学会 他这心思 叶琛又如何看不明白 整个老叶家十几口人 就出了这么一个奇葩 尚在他的忍受范围之内 这孙氏虽然斤斤计较 但是和三哥感情还不错 应该是一辈子都会过下去 也就是说 只要他不离开清河村 那就会跟孙氏这个嫂子 打一辈子交道 与其让孙氏日日来隔应 还不如给孙氏找点事情做 叶琛开口道 我们家院子窄 三嫂可能要在老宅那边 捡好了送过来 孙氏的脸瞬间绿了 一文钱让他干活 还不许他留在这边偷师 这种亏本的买卖他才不干 叶琛继续道 我打算让他二嫂帮我收干草根 干草根收好后就放在老宅 麻烦他三嫂帮忙捡出来 不过十斤才给一文钱 确实是太少了 三斤给一文工钱如何 刚刚是十斤给一文 现在变成三斤给一文 这种惊喜感 让孙氏有些合不容嘴 他本来是想打探冰雪冷园子方子的 这会儿觉得捡干草根也挺赚钱的 这活儿不难 坐着躺着都能干 还能让秋月一起做 老四一天估摸着能收三四十斤 全部捡好了 怎么也得挣十几文钱 孙氏迫不及待 就硬下来了 叶琛的嘴角勾起一抹深意 这可是孙氏自找的 他关上院门 和孙氏一起去老宅那边 交代秦氏收干草根的事 叶琛登门又送了点西瓜汁过来 此外还有几把蒲葵扇 蒲葵是南方的一种桥木 此时江南尚未开发 蒲葵扇在北方并不多见 一般只是贵族使用 叶琛见家里人 总是拿着木板狂山峰 就有些心疼 所以从大米商城 买了几面送过来 老太太又是一通抱怨 埋怨叶琛不会过日子 叶琛安抚完老太太 这才跟二嫂开口 情势连工钱多少都没问 直接就硬下来 她一般上午去农田里 跟着忙活忙活 下午基本上 就是在家里干点针线活 收干草这点事情 顺手就做了 叶琛笑道 那我就一天给五文钱 承过 一边的孙氏听了 眼中浮现出一丝得意 二嫂只知道 天天闷头干活 不知道争取 老四狡猾得很 连二嫂都欺负 帮忙收干草根 竟然才给五文钱 则则 她捡干草根一天的进账 至少是十个铜板 老太太一把将叶琛拽到边上 你是大财主吗 给这么多钱 你要是怕忙不过来 我给你收 还能收你钱不成 叶琛开口道 娘 我咋会让自己亏本 放心 亏不了 叶琛之所以给那么多 其实也有二哥 一直帮衬自己 夕月干活努力有关 她这算是变相的投套暴力 而且 叶琛对二嫂的印象不错 她觉得 这个活交给二嫂 值这个价钱 十斤甘草根的挖掘费用 是三十文钱 捡出来又得花三文钱 至兵工人一天是四十文钱 加起来 一天最少要消耗七八十文钱 而且 这还不算是山楂 黄豆 和自家的人工成本 但是甘草糖也好 兑换出来的白砂糖也罢 消耗的数量都不大 而且自己一口气 就能卖好几百万 一天到手的钱 能有无粮以上 这点工钱 资本家看到都会流泪的 如此廉价的劳动力 在现代社会 根本就不可能 她也想通了 与其藏着掖着 让自己累个半死 还不如请人帮忙 大家一起赚钱 谁也没功夫算计谁 老太太不忘叮嘱道 老年这是怕你们受穷 干活的时候都仔细点 若是出了岔子 别怪老太太 我翻脸不认人 省的娘 孙氏和秦氏赶忙回应 这会儿 不少人从家门口经过 叶琛顺口冲路过的人道 以后大家有干草根 都送到这边来 一样的价钱 村里人回去互相转告 不一会儿 就有人将白天孩子 挖的干草根送过来 秦氏将家里的称拿出来 口袋里揣着叶琛 刚刚给的一百文钱 开始第一次收干草根 过程很简单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瞬间就完成了 收下的干草根 送到孙氏那边 孙氏坐在石头上 开始捡干草根 最初 他心里很是得意 可是慢慢的 他就笑不出来了 他一直坐着不动捡干草根 什么活都干不成 而且那时草根 捡起来很费力气 磨得手疼 不一会儿都清了 反观二嫂 收完一个人的干草根后 就能继续坐下来 编草鞋缝补衣服 两样事都不耽搁 而他两只手都在忙 马不停蹄捡干草根 老太太还在边上叮嘱 你们干活收钱 这是你们自个的事 家里的活也不能落下 老三媳妇 该你去浇菜园子了 孙氏只好暂时 放下捡干草根的事 转身去浇菜园子 他吩咐春月秋月帮着一起捡 秋月年龄还小 坐不住 捡了一会就跑出去玩了 而春月是年纪最大的丫头 老太太时不时让她做点什么杂事 也没法一直坐着干活 这个晚上 秦氏轻轻松松收了25斤干草根 收好清账之后就睡下了 而孙氏则坐在床边 揪着两个丫头一起捡 一直捡到紫时 连一半都没捡出来 第二天 孙氏是顶着两个黑眼圈起来的 连带着两个闺女 也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没睡好 也不能继续睡 趁早上太阳不大 她要下地拔草 但是干草根没有捡完 只能叮嘱两个丫头上点心 叶琛起床到院子里收拾的时候 就看到远处 孙氏马不停蹄往田里走 一副着急忙慌的样子 她轻轻笑了笑 一天二十多斤干草根草 至少要五六个时辰捡完 有春月和秋月一起帮忙 那也得两个时辰 小半天就过去了 孙氏忙成这样 短时间内 是不可能再来找麻烦的 不过叶琛还是低估了孙氏的脸皮 孙氏把自己两母弟的草拔完之后 就在她家门口晃的 看到叶峰顺的牛车 停在叶琛家院子门口 孙氏换着花样打听 三嫂 闲着呢 叶琛淡淡开口催促 昨儿说的干草根捡完没有 我这边要用了 三嫂要是做不完 我就让孙子娘一起帮忙做 我这生意等不得 孙氏立马道 马上就捡完了 等会让春月送过来 她转身往家里赶 这活儿虽然麻烦费时 但确实也挺赚钱 她咋能让给留家 她回去看到 秦氏悠哉悠哉 给孩子缝补衣服 心里又开始犯酸 二嫂坐着收点干草根 就能拿五文钱 这五文钱真像是白捡的 而她 赚五文钱太难了 两两一对比 孙氏更加心塞 但又不敢抱怨 万一老四真不让她干了 她一文钱都拿不到 孙氏哀声叹气做早饭 她得做完了全家人的早饭 才能开始干自己的活 叶琛一家人已经早早吃过了 昨夜叶三壮未归 她一颗老父亲的心 迟迟落不到肚子里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她竟然真的把这几个小子 当成了亲儿子 担心他们吃不饱 担心穿不暖 担心孩子们出门被欺负 三壮不在家 叶琛和二壮去镇上送货 几大桶冰雪冷园子 放在牛车上 父子二人各坐在一边 牛车先去麒麟镇 两家酒楼各送半桶 然后前往青丰镇 先去两家对门开的酒楼 然后再去书院 送完货还不到五十 叶琛让叶峰顺在城门口等着 她带着二壮去逛一圈 她自己想买点鸡鸭 刘老太太也扬了她 带点鸭子回去 街上果然有卖鸡鸭的 还是上次那个小贩 看到叶琛 立马热情的招呼 我家的小鸡小鸭便宜卖了呀 八文钱一只 随便挑随便选 供的不要钱 两个笼子里 各有鸡鸭四五十只 鸡鸡喳喳喳喳喳叫个不停 这次的鸡鸭 看起来比上次有精神多了 但价格也贵了 叶琛开口砍价 鸭子我全要了 小鸡要二十只 你给个十再价 男人唉声叹气 这次的小鸡小鸭多养了几天 不然哪能这么壮实 这几天 他们吃的粮食 我得算钱吧 一只八文钱 真的很便宜了 不过您是老顾客 我也想做回头生意 七文钱一只 成不 这样吧 要是买到了公鸡鸭 不需要你退钱 六文钱一只 叶琛摇摇头 他做事要走 男人无可奈何将他喊回来 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想要 那就六文钱一只 全部带走吧 小鸡也都带走 挑剩下几只 别人也不会要是不 两人一来一回 就把价格给敲定了 五十只鸭子 三十九只鸡仔 叶琛多掏五文钱 连两个笼子一起买下来了 买完了鸡鸭 叶琛卖不去卖 笔墨纸验的地方 在五周朝 养一个正经的读书人 是非常 好钱的事情 不然一老太太 对叶老年的溺爱 也不可能一提到读书 就立刻变脸 实在是他站着一个大活人 而且还如同吞金巨兽一般 根本不是一般的家庭 可以负担得起的 读书人的书本贵 拜师贵 甚至连日常练习的笔墨纸验 动不动就是几两银子 叶琛带着二状 在顺德斋转了一圈 不停地扎舌 之前他觉得 自己一天可以挣五两银子 已经是一笔庞大的巨款了 可是看着眼前的文房四宝 他才知道 五两银子在这里 连个屁都算不上 除非将自己的私房钱 全都拿出来 不然根本就砸不出 一个读书人来 二状在一旁 不停地倒吸凉气 爹爹啊 这里面的东西 也太贵了吧 一个雁台 竟然要五两银子 五两银子放在过去 够他们家吃上小半年了 他有些不想在这里看下去了 他很想逃离 这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叶琛知道 老二来这种地方 浑身都不舒服 他也没有继续看文房四宝 而是去看书籍 既然打算让小壮读书 那就得先把启蒙书籍买下来 现在他觉得 原主真的愚蠢 就算是帮衬温华 需要卖辛苦攒下来的书籍 也不至于把启蒙书籍都卖了呀 自家还有好几个孩子呢 这书架上的书 基本上都是手抄书 雕板印刷出来的书很贵 所以很多书铺 会跟一些读书人合作 不过 即便是手抄书也有好坏 价格也完全不一样 就拿只有一千字的签字文来说 最便宜的 竟然也要五十文钱 最贵的竟然要三百文 读书人了不起是吧 他将两本书拿出来对比了一下 便宜的那本书 字体写得有点类似于 他那个时代的小学生体 方方正正的 一笔一画的 就是没有灵魂的文字 而那个三百文的 一手毛笔字 颇有风韵 一看就是勤学苦练的手笔 这东西 就像是超学扎和学霸的作业 即便是都是对的 超学霸的 也更能激励人一些 叶琛一咬牙 买了最贵的这本 顺德书斋的掌柜 忍不住称赞道 这位大哥好眼光 这本签字文 是清风书院的 最优秀的学子抄写的 除了正文 后面还附有注视 很适合启蒙 这是正常操作 他小时候学古文 也有注视的 他翻到书本的末尾 发现落款 竟然是温华二子 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不然 为何他第一次买书 就买到了温华抄的 顺德斋的掌柜 笑音音地说道 温华是个好孩子 家中清平 却能坚持上进 为了抄书 甚至抓引火虫照明 比那个什么车印都强呢 听清风书院的山长说 明年院士 温华必中秀才 叶琛也没有想到 温华竟然这般努力 但是也没多说什么 付了钱之后 带着书本 走出了顺德书斋 二状时不时地 看着背楼里的书 一张脸皱成了苦瓜 完了 完了 从今天开始 他们要学习读书了 刚刚勉强接受算术 又开始识字了 关键是跟爹读书 语跟娘学习式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娘亲教授孩子 那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里面有各种文人猛事 让人向往 可是爹爹教学 就很残暴 不喜欢解释也就罢了 还喜欢打人 着急的时候 甚至会说一些 人家都会 你为什么不会 他不想跟着爹爹学习 但是他又知道 爹爹喜欢上进的孩子 温华表哥读书很厉害 所以爹爹散尽家财 也要帮他 如今又开始了 二状真的担心 爹爹为了支持 他们兄弟几个读书 在走火入魔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家在败了 二状安安在心里决定 别管爹爹教的如何 自己都要努力去学 小庄都能记住 自己更能记住了 再怎么说 自己都是老叶家最聪明的男人 买完书之后 叶琛去县衙门口转了一圈 大门紧闭 看来县令大人 昨夜也没回来 回到清河村时 还没过五十 赵晶晶已经做好了午餐 这些日子 安太要喝下去 赵晶晶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至少做饭不成问题 叶琛也终于放心 让他活动了 桌子上是简单的白面做的疙瘩汤 加上一个清炒胡瓜 还有一盘鸡蛋 一盘鱼 水煮蛋熟了之后 一个蛋切成六半 放在一个盘子里 一人能吃上一小块 中午饭 瞧着挺简单 但在清河村 绝对是独一份 在其他人还在喝野菜汤西米粥的时候 他们全家人都能吃饱 而且吃得很满足 五十末 孙氏将昨天的二十多斤甘草根 剪好之后送过来 叶琛当场跟他把账结清 叶大旺和叶大福 也是这回最热的时候 来制作冰块 家里再次忙碌起来 孙氏本来还想混进去偷学一点 外头情势喊他回去剪干草根 他一刻都不得停歇 只得往回走 叶大旺和叶大福有了经验 今天很快就完成了工作量 两人看了一眼外头的太阳 还在半空中挂着 这会儿下地能把人给热死 于是 两人十分有默契的请求 可以再多加点亮 叶琛观察了一下两个人的状态 虽然有点汗 但毕竟是老把式了 明显是顶得住 他便将自己跟二状的活 交给了两人 不一会儿 冰块便都做出来了 叶琛给了他们一人三十文钱 叶琛坐在院子里制作干草堂 抬头看了一眼 刚把鸭子赶回来的叶小壮 你去村长家 把你小凡哥喊过来 叶小壮乖巧地道 小凡哥应该不在家里 上山挖野菜去了 这时 院子里 响起刘老太太爽力的声音 老年 在不在 叶琛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去 指了指院子里一片鸭子 今儿买了些鸭子回来 六文钱一只 您要多少只自己挑 这群鸭子精神百倍 刘老太太随便抓了二十只 带回自家院子 准备等会 就让小花把鸭子赶到田里去吃蝗虫 叶琛看向自家院子 一半是菜地 地里的菜场是很好 菜地前面挖了一个小小的水塘 这是给最先的二十只鸭子准备的 现在鸭群增多 水塘已经用不上了 而院子另一半 是圈养鸭的地方 两只大母鸡 一只大公鸡 一堆小鸭子 小鸡仔 各种叫声不绝于耳 之前鸭少 搞卫生是随手的事 现在突然多了这么多家禽 鸭混养 又是大夏天 很容易生病 卫生的问题必须重视起来 叶琛让叶二壮去砍树来 让叶小壮去捡甘草 等叶大壮回来之后 做一个鸡舍 一个鸭棚 鸭分开养 圈养在指定的地方 时不时放出去兜一圈 有利于积压生长 家里的卫生环境 也会好一点 又是忙碌的一天 叶琛觉得 自从穿越以来 每天充实且有意义 不是简单的金钱 也不是快活玩 连模样都记不住的网红美女 而是与家人在一起 共同奔赴美好 哪怕辛苦一点也无妨 赵晶晶已经开始做晚餐了 小壮在院子里数鸭子 是叶琛让她数的 可以练习数数 数累了 就拉着二个和隔壁的栓子 玩数鸭子 抓鸭子 抓几只 结果二壮这丝凶狠地喊了一句 抓一万只 然后小伙伴三个人 就成了无情的坐府卧撑机器 看得干活的叶琛 笑得前仰后合 就在这时 小壮跑过来 指着大壮那边说道 爹 我看到小凡哥哥下山了 要将他叫过来吗 去 叫你小凡哥来咱家做客 叶凡是村长家的大孙子 今年十二岁 之前送到镇上 跟着掌柜当学徒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就没去学了 他也算是清河村 最见多识广的孩子 他挖了一备楼的野菜 蕨菜 马齿县 蒲公英等 可见这孩子不是个偷懒的 他走进院子 看到叶琛也在 莫名有些怕 以前他来喊三壮哥 和小壮出去玩的时候 被叶老年狠狠训斥了一通 他不是很赶来这边 叶琛努力摆出温和的笑容 小凡 你过来 老年叔问你一件事 叶凡慢吞吞地走过去 他刚想说 家里人都在等他回去 一抬头 就看到赵晶晶 从鸡窝里摸到了一个鸡蛋 然后当着他的面 打碎进了碗里 一看就是要煎蛋 他没忍住舔了舔嘴唇 上回上山 老年叔家里抓到了鸡类 馋得他不行 自从闹灾 他都好久没吃过鸡蛋了 叶琛笑眯眯地问他 小凡 你是个十字的孩子 那你读过千字文吗 叶凡立马点头 千字文我知道 以前掌柜的儿子读书 天天在店里背 我学会了一点 自己跟村长的合作 越发地深化了 他虽然没有染指村里权利的想法 但是跟村长搞好关系 总归有不小的便利 村长年纪大了 唯一担忧的便是子孙的问题 自己恰好可以拉一把这个孩子 也算是润一润和村长的关系 叶琛是个商人 肯定不会纯粹地搞光伪证那一套 适当地调剂他 还是懂的 见小凡说他十字 叶琛满意地点点头 他想 现在小凡身上试验下 若是小凡能学会 自己再教自家的孩子 同样是没有多少基础 自己不会因为缺乏比较 就对儿子们痛下杀手 同时 适当地引入外部竞争 也可以提高家里孩子的积极性 叶琛将家里的签字文拿了出来 拿 你念给书听听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字 陈秀列章 最开始 叶琛还读得很顺流 毕竟他会背一点 到了后面 他需要认字 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 然后就碰到了不认识的字 顿时就卡住了 签字文一共有一千多个字 能熟读签字文就算是开门了 叶琛看了一下 叶琛能读大概四十来句 读到狭儿一体 率冰龟王这里 后面一堆字不认识 这些字 给正常五岁的孩子 也能学两个月 叶琛鼓励道 小凡 你真厉害 叶琛仰起下巴 这有啥 我叶琛一生 不弱于人 人家能学会的东西 我也能学会 那你愿不愿意 跟老年书读一段时间书 你爷爷总是要看农书 有太多字不认识 耽误农事 而且 老年书不仅不跟你要书修 只要你先比小壮他们学的会 老年书 还给你鸡蛋吃 二状一脸的激动 难怪老爹要叫小凡过来 这是要拿小凡钓鱼啊 可那本来是该他们吃的鱼儿啊 叶琛咽了一下口水 老年书 可不能骗小孩啊 叶琛笑起来 我骗你干啥 今天就先给你一个鸡蛋 你给我背两句 他从屋子里拿出一个蛋 递到了叶琛手上 叶琛生怕他反悔 连忙将鸡蛋藏进衣服里 立即到 第一句 天地玄黄 他被玩了这一句 拔腿就走 叶琛 在他的观念里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才是一句 这小子不讲武德 坑了他半个鸡蛋 明天必须让这小子多背一句 叶小壮追上去 小凡哥 你别跑 我也能背 小凡 我先背的 叶琛叹气 二状 小壮 看见没 从今天开始 你们如果不超过小凡 这鸡蛋 可就是人家的了 叶二状 没想到 还是逃不过学习的命运 太惨了 叶小壮赶紧凑过去 爹 这不公平 小凡哥本来就会 叶琛开口道 这天底下 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天底下比咱家 有钱的人家多的是 爹难道就不去挣钱了吗 来 跟爹学 天地玄黄 你们先熟读这句话 然后对照这本书 慢慢认识这三个字 走到院外的叶凡惊呆了 老年叔说的太有道理了 关键是 以后自己 也可以有鸡蛋吃啊 屋子里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叶凡突然很想加入进去 他虽然会了 但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过 这种感觉 他很想体会 他背着野菜回家 将兜里的鸡蛋 小心翼翼拿出来 村长老伴瞪着眼睛 哪来的鸡蛋 莫不是在别人家鸡窝里偷的吧 阿奶 我才不偷东西呢 叶凡笑嘻嘻地说道 是小庄爹给我的 小庄爹说 让我以后跟小庄他们比赛 我只要学得快 就给我鸡蛋吃 我一共会三十多具 可以吃三十多个鸡蛋呢 村长老伴愣了一下 老年开始教他们 孩子读书了 还带着你 小凡娘随口道 温家村那边有私塾 温家不是有个孩子读出来了吗 老年估计是想跟温家那边的人较劲吧 这有啥子必要哦 村长老伴摇摇头 温家那小子都成童生了 小壮十岁才开始念书 哪追得上人家 老年以前光补贴丈人家 这回为了怨气 又跟丈人家叫起进来 这不是平白浪费鸡蛋吗 叶凡不满了 鸡蛋给我吃能浪费吗 不叫不叫 村长老伴失笑 不过呀 你才背一句就得一个鸡蛋 这不行 你得多背两句 不然老年的孩子学得快 你们得不到鸡蛋了 还有 你啊 想法子让人叫你多会几句 这事也能长久一点 叶凡眼睛一亮 等阿爷回来了 让阿爷带我去镇上 我找方平哥去 让他教我背 不认识字没关系 会背就行了 对照着书读出来就有鸡蛋 他可真聪明啊 主要还是 咱们村没有出个读书人 也没人牵头创私书 咱们清河村要读书太难了 村长老伴哀声叹气 谁都知道读书重要 但谁都供不起孩子念书 自家村里建学堂 孩子们念书也能便宜一点 不过这个想法太贪心了 这年头吃都吃不饱 还想念书 做啥子美梦吗 老年也就是跟丈人家怄气 这震气性过了 读书的事也就不会再提了 天黑下来 天地玄黄 屋子里几个孩子轮流背这句话 学会背还不行 还要回认字 最好能学会怎么写 只有叶小壮学得最带劲 叶大壮和叶二壮一脸苦瓜相 赵晶晶尽力跟上节奏 他心思比较细 任字学得不算慢 这个夜晚 在朗朗读书声中结束 睡到大半夜 叶琛突然听到 院子里的鸡鸭闹腾起来 他连忙起身出去 就见隔壁的刘老太太 已经大声骂起来了 天杀的黄鼠狼 把我家鸭子咬死了两只 栓子 大晚上的别追了 你两条腿追得上他四条腿吗 叶琛连忙去看自家鸡窝 两只鸭子的脖子被咬破了 血淋淋的 他数了数 死了两只鸭 少了一只小鸡 应该是被黄鼠狼给偷走了 叶小壮眼眶红红地 把两只死鸭子给埋了 鸭子买回来之后 大多时候都是他在喂食 他对鸭子的感情很深 叶二壮咬牙道 之后 我就在院子里打地铺 一定要活捉黄鼠狼烤了吃 刘老太太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黄鼠狼跑得快 你捉得住才有鬼了 看来得养一只狗 不然家里的鸡鸭 全都会被黄鼠狼给偷光 叶琛问他 而且狗是杂食动物 很好养活 明儿一早我回娘家走亲 正好问问 这事儿虽然交给了刘老太太 但是第二天去镇上送货时 叶琛还是在镇上走了一圈 但街上并没有卖狗崽子的 这三天送货 叶琛手上过能见人的现银 有了二十两左右 等吃冰雪冷原子的季节过去 赚来的钱 应该够把山脚下的那块荒地买下来 年底买地 农咸挖糖 开春就能蓄水养鱼养鸭了 在镇上逛了一圈 买了些必要的调料 又去裁缝店买了一些针线 各种颜色都买了一点 准备打到回府时 一个中年男子坐着马车飞快追了上来 我是朱须振喜来客酒楼的范掌柜 不知兄台这边 还能云一点冰雪冷原子出来吗 叶琛露出商业性的微笑 不知范掌柜一日需要多少 喜来客酒楼虽不是朱须振最大的酒楼 但生意也还行 一天应该能售出一 晚 范掌柜并没有端着架子 他儿子在清风书院读书 普通的小吃换了个比较解暑的名字 谁能想到 短短两天过去 冰雪冷原子竟成了大多酒楼的标配 朱须振的明月楼就有冰雪冷原子 以前喜来客酒楼的老客户 为了吃一口冰雪冷原子 全都跑到明月楼去了 他到处打听 才知道原来冰雪冷原子 是出自这位男子之手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若是叶琛没找到人帮忙 这单生意 他还真不敢接 但现在有叶大旺和叶大福 任劳任怨治兵 又有孙氏马不停蹄捡干草根 生意确实能继续扩大 他笑眯眯地应下来 行 朱须振得起来客酒楼 一天一百晚 四文前一晚 密料加三文 明早我带儿子去送货 范掌柜连忙从衣袖里 掏出五十个铜板递过去 这是定金 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叶琛多看了范掌柜两眼 提前交定金 是一种契约精神 也表示 这位范掌柜信任他 有契约精神的人 很适合开展深度合作 和范掌柜道别之后 叶琛和叶二壮回到清河村 刚到家 一只黑色的小狗崽子 就扑了上来 抱着叶琛的裤腿 不停地撒娇 叶小壮蹬蹬跑过来 爹 这是刘老太太送来的小狗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小黑 成不 叶二壮摇头 小黑听起来太弱了 叫旺财吧 咱家也沾沾喜气 叶小壮皱眉道 嗯 那就听二哥的吧 以后就叫你旺财了 叶琛 他弯腰将小狗仔抱起来 这只狗应该是有一个月大了 但很瘦 身上一摸都是骨头 想想也是 年成这么差 人都没有吃的 哪有能力养活一只畜生 不过 既然到了他们家 那以后就是家庭中的一员 他们吃什么 旺财就吃什么 叶琛让叶小壮去家里 拿两个鸡蛋出来 他揣着鸡蛋 到了隔壁刘老太太家里 刘老太太正在做午时 锅里烧开了一锅水 把糊了水的黑面扔进去 再搅拌野菜 谁很多 野菜也多 糊糊几乎看不见 而且也没有放言 一家执主刘志刚 跟着县林一起走了 家里就一个大人四个孩子 小花 小草 栓子 还有个最小的妹妹 小牙 地上有一只土黄色的小狗 跑来跑去 同样很瘦 一看就营养不良 老年 你咋来了 刘老太太 停下手中的火走了出来 叶琛把两个鸡蛋塞过去 我也不知道 一只狗崽子要几个铜板 给两个鸡蛋乘步 狗崽子不值钱 刘老太太连忙推辞 这狗崽子身上没肉 瞧着 也活不了几天 我回娘家的时候 村里大爷正准备把狗崽子 扔山上去喂狼 两只狗就是白捡的 哪能要你家鸡蛋 我家准备吃饭了 你赶紧回去吧 走走走 刘老太太将叶琛 直接推出了院门 叶琛看着手里两个 没能送出去的鸡蛋 无奈地叹了口气 俗话说 人穷至短 刘老太太虽穷 却从不贪别人一口吃的 这样有骨气的人 都没喝过 养狗的大爷说 应该活不了几天 我要是收了他的鸡蛋 等狗崽子死了 他不得找我赔命 别看他现在挺和气的 发飙的时候 可吓人哪 老年不怕村里的混账 也就算了 竟然连县令大人都不怕 四个孩子也七七点头 赵晶晶已经做好了午餐 煮米饭的时候 盛了一点点米汤 出来喂小狗崽 小狗崽 大概是真的没吃过多少东西 忽吃忽吃 就把一碗米汤给喝光了 缠着赵晶晶还要吃 赵晶晶温柔地道 你还太小了 一顿只能吃这么多 晚上再给你加量 小狗崽委屈地呜呜叫了两声 只好趴到院子的树荫下去睡觉 叶琛感觉到 这只狗精神真的不太好 怕是真的如刘老太太所说 活不了几天 他趁家里几人不注意 给小家伙为了点狗类抗生素之类的药 还偷偷买了点狗奶粉 要混合进奶粉里 加了药的奶粉喂下去 过了一会儿就精神百倍 刚刚还一直缠着赵晶晶 这会直接任叶琛当爹 一直抱着他大腿不愿放开 正午的太阳很是炽热 也是一天之中相对比较惬意的时候 刚吃饱饭 可以靠在床上休息片刻 这个时候不要直接躺 对身体不太好 大家围在一起 聊聊说说话 悠闲自在 大壮是个片刻都闲不住的人 他一想到三弟在为了家庭而努力 自己却闲着 就会浑身难受 家里的畜生家庭多了 他准备搭建一个鸭棚和鸡窝 弟弟们砍了足够的木柴 还有干柴 还想着打一个狗窝 二壮和小壮见大哥忙碌 他们也跟着过去帮衬 兄弟三人弄了浑身脏兮兮的 却充斥着欢声笑语 五十末 叶大旺和叶大福过来过来帮忙治兵 也不需要有人盯着 如今都是熟手了 赵晶晶偶尔给递个水 或者帮忙照看一下 叶琛准备去大山里转悠转悠 之前就是个土鳖 觉得手里有点银子 就是土豪了 后来去了几次清风镇 他才清醒过来 这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时代 自己所谓的极品玉石 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小百剑罢了 穷苦人家 一年花费也就五两银子 而有钱人家 一顿饭可能就要花几十两 他和他的壮壮们 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大山脚下 他觉得人生不该止步于此 他想和孩子们一起出去走走 银子 是让做事情有底气的东西 叶琛背着竹筐上山 刚走了没多远 小旺财就跟了上来 小家伙虽然没有肉 但是身上的毛发 被收拾得非常蓬松 看起来是肉糊糊的一小团 跟个团子一样撞了过来 咬着他的裤腿撒娇 旺财呜呜地叫着 把隔壁刘老太太家的小狗 也给引了出来 这才多久的功夫 两只狗狗就有了明显的差距 叶琛家的小狗子精神很不错 皮实得很 而刘老太太家的狗 明显是生病了 狗崽子太小 又突然换了个生活环境 生病太正常了 叶琛左看右看 见没有人注意这边 飞快从商城里买了一粒药 塞进了隔壁小狗的嘴巴里 这颗药 就当是买狗的钱吧 药是苦涩的 味道不好 小狗抵触地想吐出来 叶琛连忙捏住小狗的嘴巴 见小家伙无奈把腰吃下去了 叶琛才松了一口气 这下刘老太家的狗子 应该不会因为生病而凉凉了 叶琛继续朝着大山走去 水渠蜿蜒而取水澄澈 顺着沟渠往山上走去 能够碰到很多富人 因为清河村通水 农田可以得到浇灌 村里人吃粮 也不在四仙钱那么节省了 反正半个来月 地里就能丰收了 虽然收成不如光景好的时候 但是只要能够收上来粮食 就可以拿着粮食 去镇上换一些粗粮 这样下去 怎么也能支撑着 把日子过下去了 所有人都在期待丰收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希望 叶琛的心情也很好 他身后跟着小狗仔 狗仔子走了才几百米 就走不动了 抱着他裤腿撒娇 叶琛只好将小家伙拎起来 抱在怀里 走到了沟渠的尽头 站在高一点的石头上 能看到半山腰正在挖沟的 孙家庄的村民 照这个速度 今天下午应该就能挖通沟渠了 也不知道三壮大边情况如何 叶琛往另一边的深山走去 他还从来没到过这边 河守屋 一种常用药材 据说有生发活血的功能 叶琛仔细看了一眼脑海之中的电脑 电脑显示的图片上是一片空地 他顺着提示 走到了一棵大松树下 树木苍翠 常年遮天蔽日 土质比较疏松 他轻轻挖开 这里的土都是黑褐色 树叶树根都烂在地里 他继续往下挖 果然碰到了块状的东西 最后 挖出来三个大核手屋 一个就有七八斤 叮 天然核手屋二十五斤 价值五千二百七十文 是否提取售卖 是 叶琛有些感慨 全家人一天辛辛苦苦卖冰雪冷原子 也就收入几两银子 他就在大山转了转 就卖了五两银子的中药材 有资源回收中心 已经非常明显 一般距离不超过两米 就能发出提取售卖的提示音 他站起身 继续往山里走 旺财已经饿了 乌叶者咬自己的尾巴转圈圈 叶琛只好暂停 从商城里买奶粉 给小家伙喂奶 打黑咕噜咕噜 就把一瓶奶给喝光了 这下子有了力气 也不需要叶琛抱着了 卖着四只小短腿 四处撒欢 叮 发现野生灵芝 叶琛并不认识灵芝 不过既然被资源回收中心 看中了 那肯定是好东西 他抬头看 那边的树干旁 有不少灵芝 大大小小的 也不知道这玩意有啥功效 看来 回头得买一本中药典籍 在古代生病是要命的事 掌握一点医药基础 说不定能救命 等叶琛踩了灵芝 卖给资源回收中心后 回头就没看到旺财的影子了 旺财 旺旺旺旺 叶琛顺着声音走过去 他看到旺财站在一个深坑边上 乃凶乃凶地冲着坑里大吼 他弯腰看去 就见坑里竟然有一只小狗 小狗的后腿被捕兽家夹住了 一直在流血 发出乌业的哀鸣 这小狗比旺财还小 应该是刚生下来 顶多六七天的样子 不过 这深山里 怎么会有刚生下来的狗呢 该不会是谁家养不起扔山里了吧 正好他们家需要狗看家 一只狗不嫌少 两只也不会嫌多 叶琛放下背篓 跳下深坑 将捕兽家连同小狗一起拿了上来 小狗的后腿鲜血淋漓 他小心翼翼地取下捕兽家 小狗躺在地上 完全动弹不得 他将捕兽家 重新扔回陷阱里 村里有几个猎户 就是靠打猎为生 这一个捕兽家可不便宜 他从商城里买了消毒药水 买了纱布缠在最里层 然后从自己身上 撕下一块布料包在外面 他无比庆幸自己穿的是旧衣服 撕下来一块也不会心疼 小家伙呜呜叫着 眼角都是湿润的 叶琛又拿出奶瓶 叶琛把他拎进被楼里放着 以后你有伴儿了 不许这么霸道 叶琛把小狗放在膝盖上 小心地喂奶 这只小狗也是黑色的 他都已经猜到 小壮他们会给小狗取什么名字了 无非就是小黑 大黑之类的 太难听了 干脆提前取了一个 以后就叫你来服吧 一个旺财 一个来服 以后我们家的鸡鸭 就靠你们两个守护了 旺财 汪汪汪 来服 给小狗处理完伤口之后 时间已经不早了 回去还要制作冰雪冷园子 叶琛收拾一下 打道回服 他的身影刚消失在山道上 一群野狼 就从密林丛中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只母狼 他嗅着气息找到了陷阱 他舔了舔粘在草地上的血 匍匐在地 发出一声悲鸣 叶琛回来的时候 天色上早 大壮已经将狗窝做好了 简单的木板而已 上面盖上茅草 又撒了一层土 受伤的小来福 放在里面养伤 活跃的旺财四处乱窜 吓得小鸡小鸭 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叶小壮本来正在剁野菜 见状气得大叫 你再欺负小鸡小鸭 今晚就不许吃饭 别看小壮年纪不大 对旺财却有十足的威慑力 旺财立刻认怂 乖乖回了自己的狗窝 和来福一人占据一半 和平共处起来 这会儿 西月也过来了 在院子里帮忙晾晒处理过的甘草 这是叶琛给他重新安排的活 收拾完甘草之后 再把家里劈好的柴火堆放整齐 一天可以拿到五文钱 西月不爱说话 老老实实低头干活 叶小壮赶着鸭子去田里吃食 不过鸭子实在是太多了 他有些手忙脚乱 最后还是叶琛看不下去 帮着他一起把鸭子赶下地 叶小壮一边放鸭子 一边挖野菜 顺道把小鸡的吃食也解决了 叶琛在屋子里制作冰雪冷原子 今天要一口气搞八桶 着实压力不小 他正忙活着 屋外干活的西月忽然冲进来 四叔 一辆马车停在门口了 叶琛赶紧擦了擦手走出去 果然看到了马车 不过这辆马车 不如县令大人那辆车豪华 但就算不豪华 在清河村也是稀奇东西 就这么一会子的功夫 附近干活的人全都围了过来 一个男人从车上那跳下来 叶琛认识他 是麒麟镇兵制酒楼的王掌柜 王掌柜朝叶琛走来 叶兄的家可真是叫我好找 总算是找着了 叶琛笑着开口 今日的冰雪冷原子早上就已经送到了 不知王掌柜这回过来所为何事 半个时辰前 县令大人带着几十个牙医 还有十几个汉子 突然光顾我们冰制酒楼 一开口就点了冰雪冷原子 王掌柜叹气 冰雪冷原子是一大早上送去的 中午就卖得差不多了 哪有剩下的留给县令大人 可县令大人指明要 我没办法 只得亲自来一趟 不知叶兄家中可还有剩余 叶琛抬眸 县令大人回去临阵了 王掌柜笑起来 听他们议论 似乎是找到啥子水源了 田里的稻子大概是有救了 这是好事 天大的好事 那王掌柜略等一会 我进去拿冰雪冷原子 叶琛进屋 从柜子里取出柠檬汁 搅拌进一桶冰雪冷原子之中 他交代王掌柜 马车一路去麒麟镇 大概是小半个时辰 千万不要打开保温筒 王掌柜感激不尽 马上就要掏钱 叶琛看了一眼围在院子外 看热闹的人群 笑着道 明早再去结账也不迟 一桶冰雪冷原子一百碗 就是几百文 这钱不多 但当这么多人面 哗啦啦一堆铜板进账 很容易遭人眼红 王掌柜听懂了这意思 拱拱手 拎起冰雪冷原子桶 赶紧走了 他一走 门口围着的人 呼啦啦涌进来 老年 刚当那位是 冰制酒楼的王掌柜吧 我还以为 老年做的是小本买卖 原来是跟王掌柜 这样的大人物做生意 老年不得了啊 难怪有钱 买这么多鸡鸭养着 泽泽 还为了两只狗 这家里不愁吃喝啊 这些乡亲们羡慕至极 说出的话 不免带了些酸味 有啥钱 为了一点亏本的买卖 地里的活都没人做了 叶老太太突然起进来 骂道 老年 我看你这生意也不用做了 瞅瞅你家稻田里 杂草快一人高 等半个月后 别人收粮食 你收一堆草回来喂鸡 众人回头看向稻田 齐人高的杂草没看到 但是看到了到处铺腾的小鸭子 把鸭子赶到稻田里去 这不是糟蹋粮食吗 本来还觉得老年靠谱了不少 咋又开始干不着掉的事 站在外围的孙氏 气得咬牙 老太太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老四要是没赚到钱 怎么可能给他男人 开那么高的工钱 生怕老四被村里人嫉妒 老太太还编出一套谎话来 他偏要告诉所有人 老四赚到钱了 看老太太还咋鬼扯 孙氏拎着一筐子干草根挤进去 老四 把铜钱给了他 孙氏故意一枚一枚数 村里人都惊呆了 原来剪碎干草根还能挣钱 这么多干草根 能不能做出一桶冰雪冷原子哦 搞得他们还以为老年赚了大钱 这么算下来 几文钱的一碗冰雪冷原子 根本就没什么赚头 在他们看来 老年就是太懒了 要是自己挖干草根 自己剪碎 这些成本就全部可以省下来 都是净赚的 老年懒是懒了点 这样他们不就可以趁机赚点了吗 有夫人开口 原来老年是收剪碎的干草根啊 我家两丫头一天到晚没事干 我干脆让他们剪好了再送过来 咋样 一听这话 孙氏呆住了 咋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村里人不是该打听 老四究竟赚了多少钱吗 他立马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活是我的 都不许抢 大夫媳妇 你这话就不中听了 大家都有手 咋能是你一个人的活呢 你一双手也搞不赢是不是 老年的生意这么好 人家王掌柜都亲自来拿货了 你动作太慢 万一断货了咋办 就是就是 老年 我家也能捡好了送来 成不 孙氏差点给气死 他是为了算计老四 哪能让这些人跟自己抢活干 他还想说点什么 叶老太太就冷冷瞪了他一眼 你老四做点生意不容易 可不能被你耽搁 你一个人忙死忙活也供应不上 其他人搭把手这生意 才能长久做下去 叶琛有些失效 老太太刚刚还在骂他做亏本买卖 这会儿又担心这生意 没法长久做下去 他这个婆婆 真是越来越可爱了 他看都没看孙氏一眼 对众人道 甘草根三文钱一斤 捡好的甘草根 可以另外加钱 不管是什么 都送去老屋那边清算 村里人立刻盯着孙氏手里的铜钱 开始算账 忽然间有了另外的收入 大家都很兴奋 老年真是个爽快人 我这就回去 让孩子赶紧把甘草根捡碎送过来 孙氏的眼睛猛得瞪大 这钱虽然挣得很辛苦 但确确实实挣到自己手上了 可现在 连这个辛苦活都没了 叶老太太狠狠瞪了他一眼 骂道 活该 门口看热闹的人 哪有心思嘲笑孙氏 他们得赶紧 让孩子上山多采点甘草根下来 然后捡碎了 拿来换钱 人群中 一双眼睛极度地盯着叶琛 是村里的赵大雷 路边 老槐树下 赵大雷背着箩筐 里面装着一些刚挖回来的野菜 他看着不远处被人围观的叶琛 心里妒忌得要命 他跟他兄弟大广和叶琛 是无话不说的玩伴 后来叶老年读书 村里人都夸叶琛聪明 有前途 他心里就很难受 后来好不容易老年落难 媳妇跑了 他终于将叶老年比了下去 谁曾想 这叶老年沉寂了没有几年 竟然开始做生意 村里其他人 也有不少去镇上做小买卖的 可结果是 不赔钱就不错了 还想跟宾至酒楼的掌柜 搭上关系 人家不把人轰出来 就不错了 像是叶老年这种 一个堂堂的大掌柜 竟然还要登门拜访 简直是莫大的荣耀 去别的村溜大的时候 都能下巴朝天好生吹嘘一番 赵大雷觉得 叶老年肯定是走了狗屎运了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若是将狗屎运给自己 自己肯定比老年更好 可是老天爷根本不帮助自己 赵大雷一抬头 看到另外一边 自己那婆姨站得远远的 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叶老年 看模样 似乎都能流出谁来 赵大雷气得心甘疼 他比叶老年年轻 他比叶老年更加壮实 比叶老年更知道疼女人 谁曾想自己那婆姨 竟然还对叶老年念念不忘 气愤地赵大雷扭过头去 不想看他那丢人的魂家 却见不远处 潘氏也死死地盯着叶老年 口水都要喷出来了 他背着筐子 心里冒火 脸上却似乎充斥着万分的柔情 潘家妹子 我摘了些野菜 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我送你点吧 潘氏远远地看着叶老年 此时叶老年的身躯 在他的眼神之中 无限放大 恍惚间 就成了清河村最威武的男人 如果能被这样的男人睡 那该多好啊 他随便从袖子里拿出点铜钱 自己就能吃上几顿肉了吧 叶家的男人 一个赛一个的好 潘氏寻思找个机会 勾搭叶家的男人 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尤其是最近 叶琛越发的能耐 急得潘氏不行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去见了叶老年一面 还让人家赶出来 看着不远处 身材明明比叶老年高大的赵大雷 在潘氏看来 却如同三寸豆丁一般 算了 蚊子腿也是肉 他看了一眼赵大雷 我家孩子跟婆婆一起 上山挖干草根去了 这话的意味非常明显 赵大雷嘴角裂出一抹笑意 两个人一前一后 中间隔着将近几十米 任谁都看不出 两个人是朝一个地方去的 潘氏先回家 过了好一阵子 赵大雷偷偷摸摸地翻墙头 跳了进去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投欢 赵大雷见到潘氏 就忍不住将他铺在了地上 潘氏抓着赵大雷的衣服说道 在院子里得加钱 赵大雷蹂躏着他的衣服 老想好了 这点小事还要加钱 也罢 今日心情烦闷 让你多挣点 那我也不让你白花钱 好好伺候你 赵大雷直接解开腰带 两个人扶着墙 折腾了一阵 赵大雷眼底露出了算计的光芒 我咋感觉 你看上老年了 潘氏立刻否认道 别胡说八道了 那家伙说话傲得很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好妹子 你要是真的喜欢老年 我可以帮你 赵大雷用着他的肩膀 咱们第一次好的时候 不是你故意假装衣服淋湿了 带我去小树林烘干了吗 你咋不再来一次 老年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如何禁得住这种诱惑 潘氏眯缝着眼睛 我咋感觉 你想祸害叶老年呢 叶家家大叶大 好几百口子 闹起来 还不烧了我 我不干 赵大雷气得咬牙 连个娼妇都不愿意 听自己的话吗 叶老年到底有什么 不同反响之处 让所有人都拒他三分 潘嫂子 在家吗 门外忽然传来了 赵大雷魂家的声音 赵大雷吓得一个机灵 身子软了下来 连忙扒拉了衣服 飞快地爬上了墙 赵大雷婆姨从大门进来 只见一个身影 从眼前一会儿过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那个影子 竟然飞快地跑到了墙上 而因为刚刚虚脱了原因 男人竟然爬墙的时候 慢了几分 赵大雷婆姨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男人 赫然就是赵大雷 而潘氏则一脸猛逼 赤条条地看着自己 周围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赵大雷 你个天杀的 赵大雷婆姨 发出了愤怒的嚎叫 他猛地上前 一巴掌抽在潘氏脸上 然后想一股脑追了出去 却不知道怎滴 这潘氏平时挺温和 被人撞破了好事 一时怒急 竟然跟赵大雷魂家 赤身裸体的牛打起来 带将潘氏打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才重新扭头追了出去 潘氏被赵大雷的魂家 打得鼻青脸肿 一肚子怒气 但这般赤身裸体 着实难堪 便着急忙慌地将衣服穿上 但穿着穿着 却发现身上多了一条 赵大雷魂家胸围子 他一脸嫌弃地 将胸围子扔在一边 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又弯腰 将裤子捡起来 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赵大雷魂家出去追了一圈 也没追上赵大雷 村里人问他在找啥 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口 他拿人背着他偷人 这种事 叫他咋说 赵大雷魂家回到家 把孩子们全部赶出去 关上院门 大闹起来 隔壁的人只听得到在吵架 却不知道在闹什么 有心进去劝几句 但院门紧闭 只好当作没听到 再说了 这年头 谁家两口子不吵架 床头打架床尾 怎么吵都是一家人 吵架声终于低下去了 赵大雷魂家骂完之后 坐在床边大哭起来 赵富贵只觉得烦 怒声道 天天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闹闹闹 就你这副德行 谁受得了 我在外面偷人 也是被你逼的 你瞅瞅自己这样子 又老又丑还黑 谁下得去嘴 再敢吵 老子把你修回娘家 说完 他摔门而出 赵大雷魂家哭得差点晕过去 他一早就知道自己男人不安分 没想到 竟然赤身裸体地在人家院子里 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潘氏这个贱人 但奈何自家男人理亏 跑到人家去作孽 赵大雷被媳妇折腾得一肚子火 不想在家里待着 便晃晃悠悠出了家门 他心里急急窝火 凭什么叶老年 整天有妇人看着眼馋 而自己睡个攀氏 就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赵大雷走着走着 不知道 怎么就鬼使神差地 走到了叶老年家 一抬头 正好看见自己魂家 那胸围子 在黎巴苑墙角下的草堆地下扔着 自己魂家的胸围子 自己怎么能不认识 赵大雷的脑海里 瞬间过了一场精彩分成的大戏 狗日的贱人 竟然敢贼喊捉贼 老子在外面偷家 结果自己家跑了 赵大雷直接炸开了 蹬蹬地冲过去 将胸围子建起来 惊得叶琛家的小鸡 小鸭四处乱飞 赵大雷魂家 你干啥 叶琛从门口走进来 他刚才去寻老爹拿木桶了 顺道听老头叼着烟 吹了半天水 他其实是在看桶的质量 赵大雷手里 拿着个破破烂烂的胸围子 盯着叶琛 你说 这是啥 你不是号称要等温云恒一辈子吗 你他娘的 真会装啊 老子弄死你 赵大雷气势汹汹冲过来 二状正在屋子里干活 明天需要增加些冰雪冷园子 他正在忙活 他听到外面有人骂他爹 气得扔掉手里的活 提起一根棍子 朝着赵大雷便砸了过去 赵大雷一时不防 哀悠一声 被砸倒在地 叶家小院外 乡亲们的速度很快 基本上这边一动手 外面就堆满了人 两个小孩打架斗殴 村里人都能围着一旁看热闹 加油打气 更别说涉及偷人的这种桃色厌世 还涉及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叶老年 这还了得 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 正在忙碌的 还是不忙的 都扔下手里的事情 围在叶家小院外头 大雷 这到底是咋回事 你说老年勾搭你婆姨 你总得有证据吧 就你媳妇那货色 也不像有人偷啊 老年每天忙得脚步沾地 哪有时间干这事 赵大雷被二状一棍子 拍得有点头晕目眩 他手里 攥着婆姨的胸围子 好道 我咋能搞错 这是我婆姨的胸围子 在他家草堆边上发现的 我这是造的啥念 每天辛辛苦苦挖野菜 去地里干活 就想养活婆姨 叶老年不当人 竟然偷我家里 老天爷 怎么不批死叶老年 剑打不过 赵大雷便迈其惨来 呜呜地哭泣着 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人却满不在乎地说道 凭什么认定一条胸围子 就说我偷人 这未免也太可笑了 这破玩意 一看就是被人扔进来的 这是栽赃 再说了 乡亲们眼睛也不是瞎的 你婆姨跟温云恒差多少 你心里没数 不是你还能是谁 赵大雷怒吓 你是光棍 你没有女人 除了你 谁还会惦记别人的女人 叶琛冷笑道 正常爷们 谁不想着正个万贯家财 庇佑子孙 整天想着裤装里的那点事 那是你 一条胸围子而已 说明不了啥 村长老伴算是听明白了 有没有抓奸在床 而且老年 最近教自己孙子读书 还给鸡蛋吃 他肯定的两句公道话 这两天风大 你婆姨又是个不注意的 没准风吹过来的呢 为了这点破事 邻居家家的 大打出手 不值当的 村长老伴走过去 将坐在地上的赵大雷搀扶起来 赵大雷哪里会善罢甘休 脸面都丢尽了 今天必须跟叶老年掰扯掰扯 他的眼神在叶琛身上不断地打转 想着主意 叶琛抬头远远地看了一眼赵大雷魂家 冷声道 二状 将你大雷婶子请过来 二状立刻去叫赵大雷婆姨 他一个男孩子 肯定不能去拉扯赵大雷婆姨 但是周围看热闹的妇人太多了 一人推嗓一把 就将赵大雷婆姨给推了进来 看到赵大雷手里攥着的胸围子 他魂家也是脸色大变 知道这种事情解释不清 便瞪了赵大雷一眼 你个大老爷们 一天到晚得没事干 今天下午我在大山上挖野菜 怎么可能干丧尽天良的事情 那是要断子绝孙的 走跟我回家 说着 他就上前去拽赵大雷 叶琛眼间 一眼就看到了 他脖子上的指甲刮痕 明显是最近有过斗殴的痕迹 叶琛又扫了下赵大雷手里的胸围子 只见上面有些已经风干的血子 叶琛转身看向了赵大雷 面色淡漠道 赵大雷 把你手里的胸围子 拿出来 给我看看 赵大雷哪里会乖乖听野狠的话 他指着叶琛的鼻子 想继续骂 不过他一伸手 就被叶琛看得清清楚楚 赵大雷经常下地 手指磨损得厉害 根本没有指甲 怎么可能在魂家身上留下抓痕 叶琛的脑海里 忽然想起了 那日潘氏来送甘草根的模样 潘氏虽然是个寡妇 辛苦地带着孩子 但是 她是留着长长的指甲的 叶琛当即说道 大雷魂家 今日想必没有去大山里挖甘草根吧 而是打架去了 这脖子上的抓痕就是证明 叶琛冷冷道 我不管你们两口子跟谁打架 这凶围子 又是让谁抢走了 跑到我叶家门口闹事 就不怕我带着儿子们 烧了你们家房子 叶琛这么一开口 所有人都看向了赵大雷魂家 而此时看热闹的潘氏 正站在不远处 下意识地 将手藏进袖子里 叶琛是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村里的妇人们 如果不是为了讨好男人 谁会留下那么长的指甲 而赵大雷也是一脸心虚的模样 叶老年好厉害 再让他分析下去 怕是事情要水落石出 他叶老年未必有过错 自己跟潘氏的事情 怕是要人尽皆知 这时候 牛蛋不知道什么时候挤进来 开口道 我跟小伙伴们 刚才还趴墙上 看大雷叔跟潘婶子 在院子里拖得光光地干坏事呢 然后大雷婶子就来了 两个人撕打在了一起 村里的孩子 喜欢趴寡妇的墙头 不是什么稀罕事 他一开口 旁边竟然有四五个小子一起点头 紫衣镇 他娘的 合着当时他在院子里 给一群娃娃现场表演了 赵大雷婶家先炸了 他朝着潘氏扑了过去 都是你个贱人 勾到我男人也就算了 还光天化日地陷害我 我杀你 潘氏很少干重活 根本没多少力气 直接被赵大雷婶家压在地上 一顿王八拳就砸了过去 瞬间打得潘氏头晕眼花 一把铜钱 从潘氏的腰包里溜了出来 大雷媳妇的眼睛瞬间红了 这是自己这段时间 连吃口饭的时间都舍不得 挖来的甘草根 现在甘草根是抢手货 他为了挣甘草根 也没少跟村里的妇人们争吵 没想到自己挣来的钱 却被自己的男人送了人 大雷媳妇 瞬间没有心思闹下去了 打死潘氏又怎么样 他的男人已经变心了 再也不会像是刚成亲的时候 那么体贴了 大雷媳妇摊在地上 默默地流泪 潘寡妇也不敢多呆了 起身就跑 生怕被人抓起来进猪笼 赵大雷气得要死 恨不得将自己的婆姨 抓起来揍一顿 可是那么多人看着 吉佑做了混账事 他也不敢动手 低着头溜了 大雷媳妇坐在地上 无声地抽泣 边上有妇人过来安慰 男人吗 不就是那回事 管不住自己身上二两肉 晾攀寡妇以后 也不敢再勾搭你男人了 别闹太凶 男人不能管太紧 这日子还得继续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听到边上人劝慰的话 叶琛脸上浮现出一丝不赞同 不过他并没说什么 这个世界的男人都差不多 别看有的男人穷 不代表他没有花花心思 有些男人 越是穷困潦倒 干事情越是偷偷摸摸 让人恶心 不过这种事情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虽然他们来闹事 但是大雷媳妇明显是受害者 自己总不能劝人家合理吧 他让赵晶晶进屋端出来一盆水 赵晶晶说道 大雷婶子 洗洗脸再回去吧 闹了一出 一身是汗 地上滚了一圈 从头到脚都是泥巴鸡屎 大雷媳妇筋疲力尽 他看着面前一盆水 抬头轻声道 老年 对不住了 是我们家的糟心事 给你惹了大麻烦 他默默地洗了把脸 胡乱地整理了一下头发 挤开人群默默地回家了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彼此之间都很熟悉 赵大雷不是村里最懒的 但也属于混不吝的那一波 平时咋混都行 咋经跟寡妇搞到一起了呢 这事儿 也给了村里不少妇人警醒 一定要让自家男人 离潘寡妇远一点 夜色深沉 赵家却显得很不安宁 赵大雷的儿子 马上要成年了 五周百姓 一般十四五岁就开始成青 十六就算有些大了 赵大雷这是马上 要当公公的人了 却闹出这种破事 这就意味着 孩子在想讨婆姨 可不容易了 大雷婆姨回家之后 就开始一言不发 连饭都没做 失魂落魄地望着窗外 赵大雷一肚子气 攥起拳头来 就要动手 爹你要干啥 赵大海一把将他娘护在身后 你个臭婆娘 把老子的脸都丢光了 看老子不打死你 大海 你给老子滚一遍去 富贵沈冷冷站起来 把手里的东西一扔 这日子我也过不下去了 大海 小海 你们是留在这个家里 还是跟我一起走 赵大海和赵小海 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亲娘身边 行啊你们 一个个要造反 不过就不过 老子要休了 你这个恶婆娘 赵富贵一脚将屋里的桌子给踹翻 转身就出去 他走到院子里 就被他老爹老娘给抓住 把你婆娘弃回娘家 看以后哪个给你洗衣服烧火 赶紧服个软 以后日子该咋过还是咋过 凭啥我服软 我的脸全丢光了 都是他的错 赵富贵把自己爹娘推开 转身就跑出去了 可村里到处都是人 全在议论这件事 他只能往后扇走 潘氏也是走后山这条路躲清静 两人在野林子里 不弃而遇 赵大雷气的一耳光扇过去 臭婆娘 是你把我婆姨胸围子 扔老年家里的事吧 潘氏捂着脸 愤怒道 我的名声全被你败光了 我不管 你必须要对我负责 从今儿开始我就赖上你了 反正 你跟你婆娘这日子 也过不下去了 发生了这事 他肯定会天天跟你闹 你休了他 娶我 难不成我还比不上你家恶婆娘 赵大雷一脸嫌弃 他婆娘虽然不咋的 但好歹 给他生了几个孩子 里里外外的事 也都是他婆娘在做 潘氏手上留这么长指甲 一看就不经常下地 他是疯了 才会娶个懒婆娘回家 就算要娶懒婆娘 也得娶个有钱的婆娘 比如说 大壮的娘 温云恒 如果没有温云恒 就凭老年 能有今天 村里人都说 老年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连镇上的宾至酒楼掌柜 都亲自来拿货 可见赚了不少 叶丰顺天天跟着一起去送货 肯定知道 每天赚多少 赵大雷眼珠子一转 去找叶丰顺 他身后的潘氏 气得直跺脚 想追上去 可他到底是女人 脸皮薄 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叶丰顺正在修理牛车 车咕噜每天都会检查一遍 免得半路上出事 听到赵大雷打听老年的事 叶丰顺挥挥手 我每天就负责把人和货送到 拿小的赚了几多 我说大雷啊 你一个大男人 有手有脚的 惦记人家的钱干啥 有这闲工夫 把你家田里的杂草拔了 别啥事 都交给你家婆娘 这时 门口有人叫他 赵大雷 今夜轮到你巡逻了 别又找借口偷懒 村里团练组织的巡逻队 虽然松懈了不少 但也还在暗点值班 只不过经常有人偷懒 不去就是了 赵大雷哪有心思巡逻 他刚想骂回去 眼珠子一转 记上心来 立马转身去交接 天色彻底暗下来 夜称关上院子门 明日需要的冰雪冷园子 已经准备妥当 鸡卷压棚里的鸡鸭 清点了两遍 两只小狗仔喝了米汤之后 乖乖在狗窝里睡着了 叶三壮还是没回来 他让叶大壮 在屋子里燃了火把 一家人进行今天的学习 下午的时候 叶凡来过 人家又领先一步 得了鸡蛋 而自己家的孩子 眼巴巴的 口水流了一地 晚上还要跟着叶琛上补习班 叶凡今天的教学内容是 复习天地玄黄 学习宇宙洪荒 考虑到这几人 都不太擅长学习认字 叶琛今天只教他们一句话 宇宙洪荒 他读一遍 几个孩子跟着读一遍 然后将昨天和今天学的 连在一起读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叶小壮歪着脑袋问道 爹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叶琛笑着说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天是青黑色的 地是黄色的 宇宙形成于混沌浓昧的状态中 叶小壮继续追问 那天上还有太阳 月亮 还有星星呢 它们是啥样的 这就是后面一句话 要表达的内容了 叶琛继续道 日月银字 陈锈列章 说的是 太阳正了又邪 月亮圆了又缺 星辰布满在无边的太空中 叶小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孩子们一脸崇拜地看着老父亲 虽然爹爹科举意志不重 但是这么复杂的东西 在爹爹口中 却说得那么清晰明了 他们只恨他们学得慢 让小凡将鸡蛋都引走了 几个孩子都憋着一股劲 一定要超过小凡 叶小壮学得最快 他学会之后 叶琛就解放了 他可以教叶大壮和二壮 叶琛觉得自己教的一定有问题 因为二壮很聪明 但是却学得没有小壮块 启蒙课结束后 就到了算术课 壮壮们更加绝望 算术比读书认字更难 叶琛也很绝望 这几个小子的脑子 到底是怎么长的 为什么十以内的加减法都学不会 二壮还好一点 大壮对于这些问题 简直是要了命了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叶大壮还在念叨 九减四等于五 九加四是多少 哎 媳妇 把你手指头借给我用用 赵晶晶默默闭上眼睛 把两只手都伸过去 任由叶大壮折腾 只是这折腾多少时间久了 有些不正经 惹得迷迷糊糊的赵晶晶 呵斥两句 夜色越来越沉 叶琛已经沉入了梦乡 身边俩孩子传来轻微的憨声 巡逻队的人从门口经过 这惠子只有两个人巡逻 一个是赵大雷 另一个是叶行人 赵大雷盯着黑暗的院子 哼哼道 我去尿个尿 别等我了 那人知道 赵大雷混不吝喜欢偷懒 还跟村里的寡妇勾搭不清 他懒得跟赵大雷扯 自个慢慢走着继续巡逻 赵大雷毛腰躲在草丛里 等那人走得不见了踪影 这才走出来 他没从正门走 而是一个翻身 从篱笆外墙偷偷翻进来 他知道这院子里养了鸡鸭 还养了狗 动作非常小心 慢慢地朝屋子摸过去 赵晶晶瞪了大壮一眼 这个憨厚的汉子 立刻老实了下去 这孩子乃是一家的大事 怎么敢马虎 大壮又开始了算术 只是这忙了一天 大脑是真的困 没有了爱情的滋润 大壮一会儿就睡着了 赵晶晶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忍不住用手去抚摸 公公和自己的男人 撑住了这个家 自己一个弱女子 也跟着想了福气 真希望这种日子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等到给爹爹养老送终 然后自己再死在大壮前头 躺在棺材里 听孩子们呜呜地哭泣 喊两声娘 这一声就圆满了 孕妇肚子里有孩子 就喜欢胡思乱想 而且夜尿频繁 外面天色很暗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 亲手亲脚下床 生怕弄醒了夜大壮 家里的事情 都是大壮在做 累了一天 公公还逼着他学习 身体和大脑都累到了极致 他希望大壮能好好休息 他走出里屋 带上了房门 继续往外走 他拉开堂屋的门栓 一个黑影突然窜进来 他没站稳 被壮得摔倒在地 他的小腹顿时传来脚痛 一股热流从身下涌出来 他疼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忍住疼 开口道 大壮 有 有贼 可他实在是太疼了 声音很小 夜深在屋子里听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 掉在了地上 发出冬的一声闷响 他掀开被子坐起身 一个黑影突然冲进里屋 直朝他这张床摸过来 爹 小心 二壮猛然起身 从枕头气 因人绝驾 他翻身下床 朝黑影冲去 这黑影就是赵大雷 他是有备而来 知道夜老年家里孩子多 而且新眼子越多 他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木棍 用力抽过去 猛地抽到了夜二壮的后背上 夜二壮痴痛摔倒在地 手里的刀子也掉在了地上 赵大雷的双眼 适应了黑暗 冷笑着将小刀捡起来 他婆娘不想过日子了 他又不想娶潘寡妇 家里总得要个婆娘张罗吧 张罗婆娘是需要钱的 那钱从哪里来 村里最有钱的 肯定是夜老年 每天那么多货物出去能没钱 要是再能把秘方抢到手 自己成为村里的首富 也不在话下 反正他已经成了村里人的笑料 和潘寡妇勾搭在一起 反正已经被人都知道了 再做一件恶事也没啥 大不了就远走高飞 去别的地方活去 之前又不是没干过 赵大雷一脚踹在夜二壮身上 夜二壮嗷的一声 从地上爬起来 却被赵大雷用刀子抵住了下巴 夜小壮彻底清醒了 他适应黑暗后 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立马挡在了夜称面前 另一个房间里 夜大壮也惊醒了 二话不说 要从门口冲进来 你们几个小子 最好乖乖滚出去 透出一丝冰冷的光 赵大雷觉得 夜老念一个酸书声 拿捏起来很方便 先喝退这几个小子 拿了钱和秘方就走 夜称冷冷笑了 一个赵大雷而已 三个赵大雷他都不怕 但赵大雷手上有刀子 一不小心就会伤到人 他不愿意让儿子们 受没必要的伤 他冷声开口 大壮 二壮 小壮 你们都先出去 夜小壮泪眼汪汪 爹 我要保护你 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 夜二壮怒目瞪着赵大雷 就算是死 他也不许任何人伤 他爹一根手指头 赵大雷冷笑道 谁说 我要欺负你爹了 我是要跟你爹好好谈谈 谁让他动我婆娘的 这事儿 是你们家里亏 闭嘴 夜称冷声打断了他的话 他将夜小壮拎起来扔下床 乖 都听爹的话 去外面等着 大壮虎视单单地看着赵大雷 恨不得当场撕了他 可是这家伙手里有刀 他怕他一不小心捅死他爹 可对上夜称坚定的眼神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让这个家伙伤着 这是每一次遇到危机 都是爹爹一个人扛 这让大壮心里很难受 但是却没有办法 负命如山 他沉声道 三牛 小壮 过来 夜二壮看了一眼夜称 又看了一眼自家大哥 捏着拳头走出去了 夜小壮的眼泪一直流 无奈跟上大哥三哥的步伐 等到了堂屋 他们才注意到 赵晶晶倒在进门口的地上 手捂着腹部 一脸痛苦不堪 夜大壮吓得魂飞破散 连忙将媳妇抱起来 放在床上 二壮 快 快去烧水 夜二壮也快吓死了 赶紧烧水 夜小壮从柜子里摸出一个鸡蛋 还有红糖 放进锅子里一起煮 一锅水还没有煮开 煮屋就传来了一声惨叫 夜二壮破门而入 就见地上 赵大雷瘫倒 不知生死 夜称淡然从床上下来 二壮 用绳子把他绑起来 还需要绑起来 那就证明没死 夜二壮松了一口气 杀人偿命的事 他还是知道的 他怕爹坐楼 这里他不知道的是 入室抢劫 还持刀 即便是夜称杀了他 也没啥 夜称之所以留着他的命 是不想沾染一个村人的血 同时要震慑村里那些 眼红自己挣钱的人 二壮赶紧找绳子 把赵大雷五花大绑 夜称低头 将电棍藏在袖子里 这是资源回收中心手来的 二手电棍 威力大 经过改装 能轻松放倒一个成年男子 夜称微微皱眉 心里有些担忧 这才刚刚开始 就已经有人念叨着他家的钱财了 今日只是来了一个 发了疯的赵大雷 若是多来些恶贼呢 他家岂不是要任人宰割 电棍还是不行 只能近距离作战 得寻把长兵器 爹 不好了 嫂子一直在流血 夜小壮满脸苍白地冲进来 这时候 造房里在烧水 屋子里亮了火把 能清晰地看到 赵晶晶身下的衣衫被染红了 夜称的心哥灯了一下 小壮 快 去找流浪中 快点 这大晚上的 路上黑漆漆的 他怕小壮出事 赶紧又喊二壮跟着一道去 他在床边坐下来 尽量平静地道 大壮 你去倒一碗热水来 夜大壮仿佛找到了主心谷 立马去倒水 夜称低头问 晶晶 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赵晶晶疼得直摇头 爹 我没事 我真的没事 一定要保住孩子 夜称心里有种极强的不祥预感 他让大壮紧紧握着而媳妇的手 他也不知道该咋办 只知道电视剧里都这么演 终于 流浪中急匆匆赶来了 他搭了一下脉 面色突变 脉相不稳 孩子大概是保不住了 先吃药 保住大人再说吧 赵晶晶的眼泪刷的一下流出来 不 保孩子 我要孩子 你都快死了 孩子又如何保得住 夜称立身开口 好好养身子 以后多的是机会要孩子 他缓和了一下语气 流浪中 麻烦您赶紧开药吧 流浪中也知道 这事情拖延不得 立马写方子 让夜小壮跟过去拿药 拿了药 夜小壮开始熬药 大火猛熬 总算是先熬出来了一碗药 夜大壮小心翼翼地 给赵晶晶喂下 赵晶晶精神不济 喝下药后 也不知是睡了还是晕了 这时候 刚过子时 正是清禾村最安静的时候 屋子里野进的下人 几张脸皆是惨白 夜称看向被绑在里屋的赵大雷 一字一顿道 二壮 拖着赵大雷跟我走 夜二壮不知道他要干啥 但他也不会乱问 乖乖拖着赵大雷 跟在夜称后面 夜晚微凉的风吹在父子二人身上 两人都没觉得有多凉快 心里头的那把火燃烧着 找不到发泄口 大风小说 夜称在村中间的大槐树下站立 大槐树是个神奇的树种 因为村里人总是说 他们从某棵大槐树 迁徙到了另外一棵大槐树下 此外还有类似于杂锅分家 几兄弟抱头痛哭的场景 眼下 这棵大槐树 据说也历史悠久 在他们举足搬过来之前 就有了 知凡夜茂 知夜深 开 挡住猎阳 树荫下一整天都有人坐着乘凉 这里 是清河村最热闹的地方 也是人来人往最爱驻足之处 村长开会 一般不在设系的戏台上 就会在这里 夜晚 这里没人 只有树叶被风吹过 发出来的声音 夜称缓声开口 二状 把赵大雷绑在大树上 夜二状照做 赵大雷被折腾来折腾去 也没醒 夜二状也不知道 自己爹对赵大雷到底干了啥 但只要还有气 就不是啥大事 他甚至还偷偷用膝盖 用力顶了一下赵大雷的裤裆 见赵大雷还是没反应 他又狠狠顶了好几下 那么小的玩意 还敢偷人 真的是难以理解 赵大雷被绑在了大槐树下 夜称继续道 二状 你回去拿铲锹 围着大槐树挖一圈坑 夜二状抓了抓后脑勺 听话地回去拿锄头 坑吃坑吃开始挖坑 他虽然很聪明 但是却也猜不透 爹爹想干啥 不过这种事情 听爹爹的就对了 夜称站在大槐树下 眼前浮现出了 资源回收中心的商城 趁着二状挖坑的功夫 夜称先将一套 太阳能电池板挂在树梢上 这玩意不会有人闲得 蛋疼爬上去看 又买了遥控开关 接着便用电线导入地下 这玩意 就跟之前资源回收中心的 墙头电网 是一个原理 东西都是现成的 他本来想直接启动电源 直接搞得这丝生不如死 不过他觉得太轻了 他想到了更恐怖的刑法 他感谢后世的某短视频软件 白天不是丝袜就是腿 晚上不是惊悚就是鬼 有一次他看到了一个 极其恐怖的刑法 滴水形 好了二状 你回去吧 夜称的语气里 带着命令的口吻 夜二状只好先走一步 他刚走 夜称就拿出一个漏壶 爬到了树上 然后挂在漏壶里 加了一些白糖 接着又用小刀 在他的头皮上 割了一个细微的小口子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夜称打开了漏壶的出水口 开始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 这样滴出来的水滴就是甜的 苍蝇落在伤口上 就会生躯 这些躯不仅会吃掉伤口上的腐肉 还会爬满全身 想想都觉得恶心 大槐树上 还有许多蚂蚁 这些蚂蚁会顺着甜甜的水流 爬满照大雷的全身 那种浑身起氧无比的感觉 简直让人难受得钻心挠肺 但是又动弹不了 简直就是 一种精神上的痛苦折磨 等太阳出来之后 这一片区域 无人能靠近 回到家中 叶琛去看了一眼赵晶晶 好在没继续流血了 脸上的气色也好了一些 不过 要是这个孩子真的留不住 他怕赵晶晶陷入自责 然后慢慢演变成抑郁 以前公司就有一个女员工 因为车祸导致孩子流产 孩子流掉之后 女同事就抑郁了 莫名其妙就想自杀 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抑郁症这种病 外人看不明白 但身在其中的人会很痛苦 叶琛躺在床上 根本就睡不着 他身边两个小家伙 家里的大母鸡杀了炖汤 给你们嫂子补身子 叶小壮很不舍 但还是极其乖巧地硬下来 那就杀肥一些的那只把 他比较懒 不爱生蛋 叶琛睡不着 再次将商城点开 他点开了药品一栏 有很多各种各样保胎的药 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他甚至不知道该买什么药 给赵晶晶服用 会缓解病情 他决定先买相关方面的书 大晚上的看书也没登 只能明天再说 天微微亮 叶大壮就起来了 一脸憔悴 一看就没睡着 叶琛诞生开口 你和二壮去送货 我在家里照看着 防止有人来闹事 顺道赵一下晶晶 你们走之前 将西月叫过来 女孩子帮衬着赵晶人方便一些 家里有我 别惦记 叶大壮点头 要不要买点啥回来 如果有卖鱼的 就买一条新鲜的 甭管多贵 都买 叶大壮将这事记住了 和叶二壮一起去送货 叶峰顺的牛车从村那边过来 一脸惊奇 我刚刚来 咋看到赵大雷 被绑在大槐树下头 这咋回事 出啥事了 叶大壮和叶二壮 一声不吭 他们也不知道爹想干啥 默默地拎着木桶上车 牛车晃悠悠走远 清河村的天渐渐亮起来 沉睡了一夜的人们 起床干活 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 因为赵大雷 被绑在大槐树下 引来无数人围观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不是 这 这咋回事 赵大雷昨儿跟寡妇偷人 不会是被自己婆娘绑树上的吧 没看出来 大雷婆姨还有这么大破裂 叫我说 管不住下半身的男人 就该这么教训一顿 大雷婆姨搞这么一出 你以为赵大雷能放过他 我看他们 这日子也过到头了 赵大雷被绑了一夜 当耳边传来人声时 他睁开了眼睛 他动了动 动他不得 顿时破口大骂 叶老年你个畜生 你对老子干了啥 等老子出来 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他使劲挣脱 也挣不出来 最关键的是 下体很痛很痛 边上的村民 嗅到了八卦的意味 纷纷询问 这跟老年有啥子关系 赵大雷 你跟潘寡妇的事 还没扯清楚 咋又攀扯别人 叶琛从人群里走出来 他一身土黑色的粗布衣衫 目光冷立透着很近 一字一顿道 是我把赵大雷绑在树上的 所有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 叶琛继续道 昨夜赵大雷偷偷摸摸潜入我家 推倒了身怀有孕的大壮媳妇 我大儿媳 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他还拿着刀子 要挟我交出冰雪冷园子的秘方 好在叶家老祖 赶念我家驻村挖渠之功 显灵我家 不然我怎么能制服 持刀行凶的赵大雷 老祖说了 大壮媳妇啥时候好起来 赵大雷啥时候 才能离开这棵大槐树 叶琛话音落下 周边一片寂静 别看大家总是给老祖宗烧纸祭奠 但是也都是求一些 风调雨顺这种 悬而又悬的诉求 但是说 保护人这种事情 大家是不怎么相信的 少在这里说些不着调的话 赵大雷的娘冲出来 我儿子要是真做了啥 你去报官啊 看官老爷会不会 把我儿子抓起来 叶琛冷笑 古代 皇权不下线 有啥事 自己宗族处置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 按照老传统 只要没死人 赵大雷顶多被打一顿 然后就没事了 这对于叶琛来说 太不公平 对儿媳妇太不公平 与其既希望于不健全的法律制度 还不如他自己来 他要杀鸡锦猴 赵大雷试鸡 村里其他泼皮是猴 他开口 由叶家老祖在天之灵保佑 赵大雷休想离开这棵大槐树一步 赵大雷的娘 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台不就冲过去 这地下埋着电线 昨夜叶琛 临走前又淋了水 不远处有太阳能电板 赵大雷的娘 一脚踩在土地上 叶琛就暗动开关 那感觉苏麻的触感 从脚底板窜上来 他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了 这电流电压夜称控制了一下 能让触电的人痛苦 却不至于把人电晕 毕竟村里孩子老人太多 万一误伤闹出人命来 就不好了 赵大雷的娘双腿发软 咬住后牙槽 老头子 你还带愣着干啥子 还不快去给大雷松绑 赵大雷的爹 不敢大大咧咧走过去 可不管他有多小心 还是落得了和赵大雷娘一样的下场 老两口瘫倒在地 眼中终于浮现出了恐惧 老祖宗真的显灵了 百姓愚昧 见状不少人已经跪在了地上 老年今年为村里干了不少时事 老祖宗庇佑一二 也是应该的 是啊 别说是前面的鱼泉和水渠 单单说老年这收干草根 就不知道是多大的功德了 起码谁家 要是馋了 可以拿钱买点肉了 人群之中 老太太的眼眶都红了 她心里难受 她觉得儿子终于出息了 得到了村中乡亲们的认可 也心疼自己的孙媳妇 孙媳妇是个不错的闺女 怎么就这么的多灾多难 都怪这个天杀的赵大雷 老年还是太善了 有老祖宗庇佑 怎么不直接弄死她 一想到 昨天晚上老年睡得迷迷糊糊 赵大雷手持利刃闯进住宅 儿子陷入莫大的危险 老太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利器 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块 就朝着赵大雷扔了过去 狗不理的玩意 自己挣不来钱 欺负我算什么本事 你再敢懂 我家老年一下试试 我们五四家十几口人 灭了你们 对 真的当我们叶家没人了不是 我们叶家二郎几百口 心骑着呢 谁敢欺负老年 烧他家 灭他们 谁敢欺负老年 烧他家 灭他们 村长走之前 叮嘱过团练的小伙子们 遇到急事 请教叶老年 虽然老年不是村长 却已然是叶家村 副村长一般的存在 所以 大家伙都愿意为叶琛发声 叶家的有不少在团练中习武 操练久了 有一股子煞气 一声奇鹤 吓得赵家一夹子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老嫂子 这事是大雷不对 我给您赔不是了 赵大雷的娘 抓住了叶老太太的手 哭泣着说道 说完之后 又扭头看了眼周围的村民 我们家大雷之错了 求老祖开恩 放了大雷吧 村里还是有些不信邪的人的 当然 大多数以赵家这种外来户为主 几个三四十岁 正值壮年的男人走过去 脚刚迈过 一股电流 就从脚底板往上窜 五大三粗的大男人 突如其来的痛马感 让所有人心有余悸 你们这些外来户 真的当我们叶家老祖不存在吗 村长老伴走过来 既然叶家老祖说了 啥时候等大壮媳妇没事了 才会放过赵大雷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村长虽然不在村里 但是叶家人还在 即便是老祖不显灵 叶家人也不能看任何人为非作歹 祠堂的规矩写得清楚明白 谁再敢胡作非为 就去祠堂说道说道 说着 还看了一眼赵大广 牛大海这群人 而赵大雷快疯了 他被绑在树上 浑身都疼 下体好像也肿了 他撕扯着嗓子 让人救他 但再也没人敢去 而且谁敢来救他 就浑身酥麻 抽搐地要命 可要是不救他 就有数不尽的蚂蚁 往他身上爬 这种痛苦 着实生不如死 叶老太太见无人敢救 这才放心下来 朝着赵大雷吐了口吐沫 转头对叶琛说道 大壮媳妇出啥事了 带我去看看 叶家的两个 轴里秦氏和孙氏 也赶紧跟上 秦氏是真的担心出了啥大事 孙氏也收起了 看热闹的表情 叶老太太有几日没来了 一进来 就看到了院子侧边 刚搭起来的鸡窝和鸭棚 还有一个狗窝 院子里鸡鸭乱飞 小狗仔四处乱跑 看着很乱 却又显出一丝 井井有条 叶老太太忍住没说什么 一走进屋子 看到赵晶晶煞白着一张脸 昏迷还没醒 一颗心顿时就落到了谷底 老祖宗显灵 又有啥用啊 这孩子 眼看就保不住了 这可是五四的长孙啊 要是孩子没了 他下去之后 怎么跟婆婆交代 杂搞成这样 秦氏的声音很低 刘郎中怕是看不好 得去镇上请郎中 叶老太太点头 不要怕花钱 钱没了还能赚 人没了就啥都没了 我这里还有些钱 你拿去镇上 请个衣术高的郎中 回来把把卖 他从裤腰带里 取出一个布包 这里头放着一百个铜钱 叶家挣的钱 他都过一手 老太太过日子戏 攒着一分钱不肯花 如今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不管家里人是否反对 就直接塞进了叶琛的手里 秦氏身上没带钱 他当时就到 这阵子 我手上也攒了二十几文 先拿去给大壮媳妇看病 孙氏默默低头 婆婆给钱 二嫂也给钱 他一句话都不说 好像显得自己像个另类 他扯了扯嘴角 从袖子里拿出十文钱 我就只有这么点了 老四你别嫌弃 叶琛能看出 孙氏不舍的 但好歹也给了十文 十文钱并不是那么容易挣回来的 虽说孙氏奇葩了点 但大是大非面前还拿得清楚 就有救 他没有接这些铜板 叹气道 刘郎中说 就算是镇上的郎中来 也没啥法子 只能慢慢养着 运气好能保住孩子 保不住也正常 只要大人没事 一切都好说 叶老太太将铜板重新收回去 也是 大壮媳妇还年轻 今年还不到十七吧 等身子调理好了 再生一个就是了 叶琛点头 将叶老太太和两个轴理送了出去 一行三人刚走 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了院子门口 是大雷媳妇 他一脸灰败之色 一看就是一宿没睡后 整个人精神奇差无比 叶琛不知道他来干什么 也没将人放进去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面前的人 大雷媳妇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布包 里头是几十个铜板 赵富贵伤了大壮媳妇 照理说 这医药费该我们家来出 但我家只有这些铜板了 叶琛这次没有拒绝 他将铜板接过来清点 这里一共是七十文钱 不过精精看病吃药 花了一百五十文 你们还欠八十文 大雷婆姨点点头 没说什么 转身就走了 看着她的身影 叶琛心情有点复杂 大雷婆姨以前是个 泼辣张扬的性子 总喜欢拿自己男人 跟自己对比 希望她男人 变成自己这样 结果自己男人不仅不上镜 还做出一堆破事 一个精神器 极好的中年妇人 竟然维米成了这样 这就是婚姻 看来还是单身好 谁知道自己的另一半 自己还得擦屁股 单身果然是贵族啊 大雷婆姨从叶琛家离开 走到村中间 要经过大槐树 赵大雷还被绑在大树上 她看到自己婆娘走过去 怒声道 你过来给我松绑 快点 大雷婆姨顿住脚步 目光淡漠地看了她一眼 你做的恶心事 跟我有啥子关系 臭婆娘 你要翻天了是不是 赵大雷用力挣扎 叶家活着的人 老子都不怕 更何况死鬼们 绑着她的是一条麻绳 不过这棵树实在是太粗壮了 叶三壮后 来是拿着草绳 又捆了几道 她这一骂街 顿时一阵电流 加大力度袭来 顿时浑身酥麻 整个人抽搐不已 都开始口吐白沫 她惊恐地左看右看 青天白日的 啥脏东西都没有 可这骨子难受尽 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真的有鬼 赵大雷声声吓出一身冷汗 又是一个艳阳天 大壮和二壮去镇上送货了 这个活不敢经他人之手 渠道必须握在自己手里 三壮去帮县林做事 至今未归 小壮懂事地赶着鸭子去了稻田 夕月在一旁伺候赵晶晶 其余时间干点杂活 赵晶晶躺在床上 一直昏迷不醒 叶琛坐在院子里 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遗书 上辈子忙活怎么搞钱 身体不舒服了 就去做个全身检查 对于医学上的事情 她是一窍不通 所以这辈子 就算是坐拥大米伤成 啥都能买 也不敢给赵晶晶瞎用药 万一没搞好 成了自转一良方 而习福之 足 那可成了千古笑谈了 所以 叶琛只能先买本妇科书籍 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书上说了 孕妇摔胶下体健红 要使用保胎的药 但也不能盲目使用 首先应该去医院 确定胎儿是否正常 要确定胎儿是否健康 需要监听胎心 她从大米商城 买了一个胎心仪 这东西倒是不复杂 基本类似于傻瓜操作 如果孩子已经胎死腹中 现在需要考虑的 该是怎么迎产 如果孩子还活着 那就太好了 总能找到最合适的保胎药 把孩子给保住 叶琛让西月将探头 放在赵晶晶衣服里 甚至为此 还专门请来了二嫂情侍帮忙 自己毕竟是老公公 这事没人在场 传出去太不好听了 当探头放好的那一刻 屋子里就响起了 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叶琛不敢高兴得太早 开始数一分钟 那心跳声有多少下 然后对照说明书 好险 孩子的心跳在正常范围内 也就是说 孩子没事 应该是母体太虚弱了 所以一直昏迷未醒 叶琛将胎心仪收起来 秦氏也知道 叶琛读过书 还喜欢瞎搞一些东西 冰雪冷原子这么神奇的东西 都能做出来 制作一个检查 其身体的东西 也不是不可能 也就没多说什么 回去忙活了 叶琛坐到屋后继续看书 主要是想找到 最适合赵晶晶 目前情况的保胎药 旺 旺财突然小跑着过来 趴在地上 咬住他的裤腿 那双漆黑黑的眼睛 满是自责地看着他 叶琛低头摸了一下他的脑袋 温柔地道 这件事不怪你 你还一个月都不到 是个小家伙呢 也不能怪来福 来福出生到现在十天都没有 后腿受了伤 走路都走不稳 不过小狗仔长得快 几天就一个样 再等半个月 这两只狗子 应该就能看家护院了 旺财在他边上趴下来 安静地不在坑上 叶琛迅速地看书 如一块甘北的海绵 吸收着源源不断的水分 终于 他确定了用药 这是新研发出来的一款 类似于黄体痛的保胎药 适用于多种胎儿不保的症状 不过药价很贵 一颗药五十两银子 说明书上说 三天一个疗程 也就是说 至少得买三颗药 一共一百五十两银子 叶琛有点肉疼 这笔账 他得算在赵大雷头上 让他再多吃几天苦头 他走进屋子 把药丸碾碎 用热水冲开 让夕月小心翼翼地 给赵晶晶喂下去 赵晶晶还有自我意识 也知道喝药能保住孩子 他张嘴咕噜咕噜 把一碗药给喝光了 刚喂完药 叶大壮和叶三壮就回来了 爹 镇上没有卖鱼的 叶大壮一脸沮丧 不过我买回来一只乳鸽 乳鸽比鸡鸭还贵 六十文钱 乳鸽很贵 他犹豫了很久才决定买下来 买乳鸽用的是爹赚来的钱 他以后一定要想法子还回去 叶琛暂许点头 鸽子虽然小 但是很有营养 富含各种维生素 最适合孕妇吃 他开口吩咐 大壮 你先把鸽子宰了 把毛洗干净 我来炖鸽子汤 叶大壮立马去忙活 叶二壮摸了摸脑袋说 爹 今儿我们去镇上 听人说县令大人找到了十几处水源 三弟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叶琛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一直没有三状的消息 他着实是有点担心 这会儿有了消息 又担心孩子这几天在外头没吃饱没睡好 他明明是个单身贵族 怎么突然就既要教孩子如何成为男子汉 又要像个老妈子一样开始瞎操心了 叶琛摇摇头 去造坊准备炖鸽子的调料 偷偷从商城里买了一点恶椒 这东西很补身体 上辈子都是别人伺候自己 这辈子自己隔三差五 就要给孩子们做饭 算不算是因果报应 不过跟家人其乐融融相处 为家人付出的感觉 真的好有满足感 鸽子汤炖在锅子里 然后弄了点白面混合桥面 打一个鸡蛋放在里头 再切点野菜混合 做成饼子贴在炖鸽子的锅盐边上 慢慢等着熟就好了 爹 又生了一个蛋 叶小壮捡了一个鸡蛋 献宝一样地递到叶琛面前 他眨巴着眼睛问道 爹 鸡汤和鸽子汤 哪个更补身体 叶琛开口 对你来说 鸡汤醉捕 鸡鱼汤 鲁鱼汤 都是饱胎安胎的圣品 叶小壮立马道 那我去山上的泉水那边捉鱼回来 爹是不是就不会杀掉咱家的下蛋鸡了 小壮 你呀 叶琛笑着摇了摇头 这孩子太纯善了 既想保住家中的老母鸡 又想让嫂子好起来 不过 有句话说得好 水至轻则无鱼 山上的泉水里 是不可能有鱼的 他开口道 咱们稻田里有水 你可以在稻田里找找看 叶小壮的双眼立马亮起来 转头就往稻田里跑 小壮 你等等 先把院子里的干草柴火 放造房里马整齐 叶小壮指的先干活 叶琛漫不经心地走出院子 然后飞快下地 偷偷地往自家稻田里放了几条大鸡鱼 大鸡鱼在稻田里 其实不符合常理 放小鸡鱼还能解释过去 可是田里有鸭子 小鸡鱼怕是刚下水 就进了鸭子的肚子 做完这些 他这才回到院子 诞生道 小壮 赶紧去找鱼吧 抓到了鱼 然后把鸭子赶回来 叶小壮点头 往稻田里冲 他看到鸭子已经吃饱了 有一下没一下地再啄稻碎 于是赶紧把鸭子赶回家 这才蛇身去找鱼 五母水田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他光着脚在稻田里走来走去 清凉的水里 小虫乍猛什么的都能看到 他干脆一边抓乍猛 一边找鱼 乍猛都抓了二三十只了 总算是看到了鱼的身影 叶小壮满脸不可置信 鱼 好大的鱼 自从干旱之后 河水迅速枯竭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鱼了 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猛地扑身压过去 整个人扑进了稻田的水里 身下压着鱼 嘿嘿 看你还怎么跑 叶小壮把鱼抓出来 却发现 身下竟然是两条鱼 他乐得合不拢嘴了 拎着两条鱼回家的时候 叶老太太也在 他老人家 手里拿着一碗露血 低声道 咱村里的猎户 昨晚上猎到了一只鹿 这事儿他一般不声张的 不过听说大壮 媳妇出了事 特意放了一碗露血 送到我们家 这不 我赶紧给你送来了 放在锅子里热一下 给晶晶灌下去 补补身体 话还没说完 老太太一回头 就见叶小壮拎着两条鱼 站在院子门口傻笑 见小壮抱着鱼跑回来 老太太整个人都惊呆了 小壮 你哪里来的鱼 鱼这个东西 平常时节不算少见 甚至老年发现鱼泉之后 家家户户 都有熏鱼啥的 可是这么肥 且活生生的鱼 怎么搞到的 要知道 水渠里是没有鱼的 清河村的清河 也早就干涸了 叶小壮浑身湿漉漉的 不过并不妨碍 他得意的眯起眼 来 我在稻田里抓到了两条鱼 还是活的 爹 赶紧给大嫂炖汤吧 小功臣都开始指挥 起他爹来了 叶琛让他先将鱼养起来 上午炖了乳鸽汤 这两条鱼 可以留着下午一条 明天再一条 叶琛故作狐一道 稻田里的水 引进去还不到十天 咋可能长出这么大的鱼呢 叶老太太猛点头 就是这个脸啊 一条小鱼仔 至少得三四个月 才能长这么大 可小壮的样子 也不像是说谎 老太太一时之间有些凌乱 古有卧兵求礼 估计是列祖列宗 心疼津津这孩子 故意借小壮之手赏赐的 叶琛继续叹气道 想当初 我一个落魄书生 多次科举不重 老祖宗不也赏赐 给我一个娘子吗 可见 咱们叶家 是真的有列祖列宗庇佑的 提起温云恒 老太太也有些眼红 她老人家擦拭了擦拭眼角 云恒那丫头嫁给你 确实是列祖列宗庇佑 当初也不知道 哪个眼睛瞎了看中了你 还给你生了四个大胖小子 如今云恒生死未知 你可要好好地带她的孩子 莫要辜负了她 叶琛沉默了片刻 并没有死 反而平安归来了 会不会一脸震惊地 看着自己这个穿越者 叶琛开口道 娘 这露血滋补 您带回去跟爹吃了吧 津津这边有鱼汤就够了 叶琛学习了 这露血是寒属性的 孕妇不能喝 喝了会出大事 叶老太太将露血放在桌子上 板着脸道 我跟你爹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了 还喝着干啥 你留着 等津津明儿喝 多放点盐进去 坏不了 她老人家说完 转身就走了 叶琛无奈处理露血 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凝固 切成薄片放起来 等会娘肚子里的孩子生了 可以含露血片补气血 忙碌着 一上午就过去了 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 一人一个野菜饼子 还有一小碗乳割肉 汤是没有的 都留着给赵晶晶喝 不过她还没醒 是叶大壮嘴对嘴 一小口一小口喂下去的 叶小壮看着这一幕 心头火大 要不是赵大雷那个王八蛋 嫂子根本就不会变成这样 她吃过饭 把碗洗干净 开口道 爹 我去抓点蝗虫回来喂鸡 她拎着贝瘤出门 却没有去到田里 而是走到了村中间的大槐树下 这回太阳正烈 赵大雷被捆在大槐树下 整个人憔悴又为民 路过不少人对她指指点点 她也没什么反应 叶小壮喊来了叶满仓和叶满屯 满仓哥 满屯哥 咱们一起拿石头砸他 等我爹做了好吃的 我分给你们吃 满仓皱着眉头说道 万一砸死了 怎么也要给嫂子报仇 三个人到处去捡石头 都是婴儿拳头大的小石头 半被搂的石头倒在大槐树前 叶小壮第一个扔石头 扔得不准 落到了赵大雷的脚边 赵大雷猛然受惊 冲着面前三个孩子破口大骂 你们几个小杂种想干啥 告诉你们 别以为我被捆在这里出不去 就不能把你们咋样 啊 话没说完 就发出一声惨叫 叶满屯哈哈大笑起来 我砸中了他的脖子 我扔得真准 叶满舱鄙视地看他一眼 等着 看我砸他那里 他的石头精准地扔到了赵大雷的裤裆上 赵大雷腾得立马捂住关键部位 嗷嗷直叫 小壮震惊道 哥 你好强 那么小的东西 也能砸到 我也试试 小杂种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叶小壮挺胸而出 来啊 我爹比你爹年轻 你砸我一下 我爹打你俩 狗东西 欺负我嫂 弄死你 再说了 我们家老祖宗看着呢 刚才老祖宗还赏了两条大鱼 明明是朗朗晴天 太阳高照 赵大雷硬是吓出来了一身冷汗 叶老年一家 太邪乎了 此时此刻 已经顾不得浑身的蚂蚁叮咬了 他感觉浑身凉嗖嗖的 仿佛有一双双眼睛在左右盯着他 叶小壮哼了一声 我们不怕他 叶满屯眨巴着眼睛道 小壮 老祖宗怎么专门保佑你家 是不是得先没娘 才有这好处 叶大旺和叶大福 正准备去叶琛家里帮忙 正好听到了这话 叶大翁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竟然想献祭你娘 小畜生 真是白养你了 叶大福看了赵大雷一眼 以前总是惹是生非的人 此时此刻像一只金弓之鸟 满脸都是恐惧和恍然 他摆摆手 算了 别折腾他了 你们该干啥干啥去 叶大福其实不信这些 可是却又不得不信 听娘说 小壮去了一趟地里 就抓了两条大肥鱼呢 这时候 哪里有鱼 但他觉得 就算是庇佑 估计也不是列祖列宗 很有可能是大哥 大哥可是军中一把好手嘛 而且向来疼爱老四 叶小壮乖乖硬下了 拎着贝勒去田里找蝗虫 叶大旺和叶大福 去叶琛家里去治兵 两人做熟了之后 这活对他们来说 越来越容易了 叶琛在造坊里烧火 锅子里煮了水 上面叠着 放了三个木桶 这木桶是老爷子做出来的 一块一块的木板 用铁丝沽起来 然后将木桶 放在水缸里浸泡一夜 木头泡水后膨胀 每一块木板之间的缝隙 就会变得很紧实 再刷上一层铜油 就不会再漏水了 而他用高温蒸木桶 是为了烘干 并防止蛀虫进入木桶中 延长木桶的使用寿命 叶大壮和叶二壮没有下地 而是在院子里打土坯 这次赵大雷前进来做坏事 让他们深深意识到 自家没有院墙 只有矮矮的篱笆挡着 但凡有一道院墙 赵大雷进来都会闹出动静 他们也不可能听不见 打土坯可不是一个 简单轻松的活 但却是这个时代 盖房子最经济实惠的办法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这么做 土坯模子 大壮自己就会做 有现成的木板和铁丝就可以 土是几天前 大壮带着弟弟们 在山上挖的土 是正儿八斤的红土 因为红土的粘性非常好 本来就是用来烧制砖的绝佳材料 又加了稻草和麦杆 一同搅拌 二壮负责产土 就是将土产进模具里 大壮负责将产进去的土 用小石夯锤打皆是平整 叶辰想上手 没有机会 几个孩子都想表现 觉得爹爹往日里够累了 就该休息休息 叶辰索性就拿着一本书 一边读书 一边看儿子们干活 不过心思也没闲着 这土坯看着 能够把房子盖起来 但牢固性肯定不行 万一下大雪 狂风暴雨什么的 房子可能会撑不住 经常需要修修补补 他倒是想买青砖回来 可村长家都只是门槛承重住 才用青砖 大体还是土坯 他要是盖一座青瓦房 怕是 会让全村人羡慕极度恨 不过叶辰倒是可以改善 一下土的粘合性 他找到了三合土的配方 趁着家里孩子们不注意 悄悄地倒了些建筑材料进去 其实就是石灰和沙子 使得生产出来的砖更加坚固 叶辰的操作 使得打土坯更加地累了些 但盖成房子后 安全性和使用粘线都会好一些 土坯还没打出来多少 叶大旺和叶大福的工作就完成了 叶琛给他们日节工资 一人拿着二十五文钱 准备回去干家里的活 这时 叶小庄拎着贝罗回来了 他满脸笑容 爹 我抓到了好多好多蝗虫 小鸡仔们可以吃饱了 叶大旺看了一眼 顿时吓了一跳 咋这么多蝗虫 他天天下地 看到的是灵性的蝗虫 看到一只就才死一只 但这会儿 半个贝罗里全是蝗虫 嗡嗡嗡地 让他想到了早前的蝗灾 这些东西漫天到处飞 将地里的庄稼 吃了个干干净净 地里有蝗虫太正常了 叶大福不是很在乎 只要不是成群结队飞过来 都不是啥大事 两兄弟说着说着 走远了 叶小壮没心没肺 拿着蝗虫去喂鸡 吃野菜的鸡 和吃蝗虫的鸡完全不一样 这些鸡鸭自从开始大补之后 一天一个样 之前还是黄色毛茸茸的样子 这几天慢慢开始褪色 体型也增大不少 太阳渐渐偏西时 叶大壮和叶二壮停止打土坯 两人一起下地去除草施肥 叶琛则开始准备晚餐 幸运的是 做晚餐的时候 赵晶晶醒了 你别急着起来 躺好 叶琛示意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事 主要是你自己身体太虚了 差一点保不住孩子 放宽心 好好养胎 赵晶晶累眼朦胧 爹 谢谢爹 都是一家人 说啥子谢谢 叶琛笑着道 我去给你炖鱼汤 一条鱼炖成奶白色 鱼汤和鱼肚子上的肉 都留给赵晶晶吃 赵晶晶满心都是感动 默默地将这些都吃下去 鱼身上的其他部分 给三个孩子分 叶琛倒不是不喜欢吃鱼 而是不想跟孩子们抢食 他要是真的想吃 偷偷从商城里买一条 自己炖着吃也不是不行 晚饭过后 依旧是学习时间 因为几个孩子 还没将知识点消化完 暂时没让叶凡过 跟他们竞争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银泽 陈秀列张 朗朗读书生 一遍又一遍 第二天清晨 叶琛是被刘老太太喊醒的 他来到这个时代后 每天起床时间 已经很早很早了 但还是不如这里的本土人 每天他起来之时 刘老太太就已经在外面忙活了一圈 这会子他还在睡觉 刘老太太的嗓音 就在院子外响起 老年快别睡了 赶紧起来 出事了 是赵大雷出事了 赵大雷 一张脸惨白 有人喊他 他也没什么回应 看起来像是死了 不过他会突然抽一下 然后惊恐地说胡话 我错了 我错了 叶家列祖列宗 我错了 放过我吧 我给你们磕头 别过来 不要杀我 赵大雷的娘 坐在大槐树圈外 不停地抹眼泪 哭得肝肠寸断 许多村民站在边上围观 叶家先祖显灵 赵大雷这次 怕是要死了 他敢祸害人家叶老年 就该想到这一层 谁能想到叶家祖宗 真的显灵了脸 还别说 真的有点吓人 总觉得背后凉嗖嗖的 我胆啊 赵大雷的娘 嚎啕大哭 你小时候就喜欢偷金摸狗 当时我觉得你还小 不懂事 没咋管 哪能想到 会造成如今的大祸 是我错了 是我这个当娘的 没教好你 天才蒙蒙亮 大槐树下就全是人 叶琛挤进人群 他扫了一眼 赵大雷那张脸 不仅是惨白 还有不正常的红色 可能是吓得发烧了 叶琛缓缓开口道 我们叶家的列祖列宗 并非不通情理 若是赵大雷病了 你们谁冒险 去照顾赵大雷 我觉得 我们叶家的祖宗 未必会怪罪 赵大雷的娘立即道 让我进去 我儿子就算是死 也得死在我怀里 叶琛摇头 您年纪大了 不行 万一不小心触电出了啥事 自己怕事 会被人戳一辈子几两骨 正巧这时候 潘氏悄悄地出现在了人群里 他也是听人说 赵大雷出事了 过来看一眼 他心里是不希望赵大雷出事的 毕竟赵大雷是他那么多 偏头里出手最大方的一个 赵大雷要是死了 村里不会再有人愿意沾惹他 潘氏一出现 就被村里人发现 推到了前面 就让潘寡妇进去照顾吧 他不是很稀罕赵大雷吗 人家有婆娘了 还往上凑 潘寡妇 你也算是赵大雷的女人 他都这样了 你不得进去看看 潘寡妇下的脸色默然发白 这块地方 被叶家的鬼魂盯着 他要是进去 肯定会被吓死 他拼命地摇头 我跟他啥事都没有 凭啥让我照顾他 我要回去干活了 都让开 他低着头 飞快跑掉了 我来吧 大雷媳妇从人群中走出来 他的脸色很差 灰扑扑 还透着青灰色 但是毫不犹豫 走向大槐树 叶琛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富贵婶 会对赵大雷彻底死心 没想到 还会死心塌地 照顾这样的男人 算了 古代女人以父为天 他不该用自己现代观念去评判 叶琛随意走了两步 切断了电源 在被折腾了那么久之后 赵大雷果真是生病了 此时他浑身滚烫 他一直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 知晓身边发生了什么 待见魂家果真冒着巨大的风险地靠近自己 照顾自己的时候 他轻声说道 要是叶家的祖宗这次放过我 我以后肯定跟你好好好过日子 大雷媳妇扯了扯嘴角 看向不远处 赵大雷发烧了 娘 你去找流浪中开一副退烧药 熬好了 送过来吧 赵大雷的娘连忙去办 围在大槐树下看热闹的人 慢慢散了 人人都心有余悸 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干过什么小偷小摸 被叶家老祖宗惦记着 日头刚刚升起了一些 村口就有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是村长回来了 村长 叶江殿 刘志刚 刘全友 叶三壮 都回来了 我的天 人人有新衣穿呀 县令大人真的大方又体贴 新衣算啥 之前不是说了 给钱了吗 这一趟出去 怎么也能挣不少钱啊 是啊 给县令干活 怎么也得有个一百多文吧 这可是白捡的钱啊 村里人顾不上去干活 全都围了过来 马车外面 坐着赶车的牙役 他奉了县令之命 将青河村的几个人 安全送归 五日前 离开时 每个人都穿着破破烂烂 打着草鞋 归来时 人人青山新衣 虽然瘦了些 也黑了些 但是却很精神 眼神中带着欣喜和激动 村长第一个跳下车 大声道 都去大槐树下集合 我有事要说 最近几次村里 每次开大会 都是有好事要宣布 这次村长意气风发 肯定是大好事 全村人都激动坏了 村长老伴走过来低声道 你走的这几天 村里发生了一点破事 我跟你仔细说一说 说的自然是赵大雷的破事 不要脸的畜生玩意 村长怒声道 要不是他爹妈年纪大了 不容易 我非得将他赶出去 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就算是这一次 叶家的列祖列宗绕过他 自己也不会放过他 让他们知道在清河村怎么做人 村长不仅仅是村长 也是叶家的化石人 叶老年的儿媳妇 差点丢了性命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他焉能不怒 村长老伴说完这件事后 村里人就慢慢汇集到了大槐树下 一边是人群聚集 另一边是赵大雷绑在树上 大雷魂家再给他喂药 村长根本懒得看赵大雷一眼 就站在一处高台上 看向在场的所有村民 这一次 我们参与了卫县里寻找水源 一共找到了15处水源 帮助40多个村子 解决了用水问题 拯救了无数的庄稼 算是为县里立下了大功 县令大人奖励咱们村文营100两 按照之前县令与村长的约定 15处水源应该是给文营75两 但是清河村的百姓 不仅吃苦耐劳 每日拿着鱼图四处奔波 而且没有一句怨言 解决了县令的大麻烦 所以县令果断地提高了赏金 全村人一片哗然 我低乖乖 100两啊 这要是娶媳妇 不得一口气取200个 村长要发财了 我想去村长家吃席面 村长淡然开口道 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属于咱们清河村的 他的目光落在了人群中 叶琛的脸上 其实 仔细算起来 这笔钱是属于叶老年一家人的 因为发现水源之法 挖渠之法 乃是叶老年一家人发现的 但是人家不贪图功劳 反而建议将这笔钱 当作团练队伍的资金 这是读书人才有的远见 读书人才有的风骨 当然 村长也越发觉得 老年当初提议建立团练的重要性了 就像是叶老年家里那么多男丁 被歹徒盯上 还差点折了一个儿媳妇 若是其他人家 那还了得 从今天开始 在团练的基础上 选拔人员进入咱们村的巡逻队 我会选出之前训练 表现好的人当队长 笼共十个人 每个人每月除却操练之外 额外出三天工 每天二十文钱 村长严肃道 每名队长一天要出两个时称 一个月就是六个时称 六个时称 工钱是十文钱 在场所有人再度震惊了 大家之前对于团练都怨声载道 更不要说巡逻了 可如今村里有钱了 团练肯定会补贴粮食的 而且 巡逻也给钱了 要知道 村里人能一口气 额外得十文钱 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村长是大善人猎 这不是白白送钱吗 怎么可能白白送钱 没听说是表现好的 才能成为队长吗 我那不争气的男人 刚一开始 还责任心满满地干活 后来天天睡懒觉 这种好事 肯定跟他没关系 队长这条件苛刻的狠力 一共要十个队长 一百二十个团练队员 也就是说 这一口气 要裁掉好几百人呢 村长 我儿子壮士 让他当队长呗 村长扫了那人一眼 冷冷道 你儿子就巡逻了一次 那次还抢了 邻村小孩手里的野果子 踹了人家三脚 等他啥时候长大了 再让他来吧 现在 我点名的十个人 就是巡逻队长 村长缓缓地念出了 十个人的名字 被念到名字的人 满脸斗不可置信 他们就是那种 老实干活的人 别人偷懒 他们干活 别人请假 他们顶上 别人提前回家 他们则把自己的活 干完了再走 这样性格的人 俗称闷葫芦 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 这样的人 一般也不会被人看中 可现在 村长却一个个念到 这些人的名字 就你们十个 之前不论是团练 还是训练 表现很不错 接下来继续加油 你们自己选择十二个队员 以后每个月 我会检查团练和巡逻情况 表现最好的前三名 全组美人奖励一文钱 是 村长 十个人都高兴坏了 其中就有叶三壮 之前每次巡逻 叶琛都是派叶三壮出宫 这小子虽然年纪小 但有一身蛮力 而且心眼很实在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不偷奸耍花 他成为队长 腰杆挺起来 第一次觉得意气风发 他也能挣钱了 一个月出三天工 一天二十文文 一个月就是 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又算 终于确定 是六十文钱 可以买好多好多肉回来 爹一定会夸他很厉害 看着他这傻样 叶琛有些失笑 你赶紧想想 选哪十个人当队员吧 爹只提醒你一个 你年纪算是最小的 不要选叶家那些长辈 古人崇尚孝 孝不仅仅是孝顺父母 还要孝顺同族所有长辈 身为队长 必须管着队员 但如果队员是长辈 管起来容易遭人口舌 而且 三壮笨嘴捉舌 一不小心把同族的人给得罪了 到时候 也是个大麻烦 倒不如一开始 就断了麻烦的源头 叶三壮点头 我都听爹的 树下 经过村长任命的 十个清河村团练队长 站在他一侧 按照旭耻 辈分挑选队员 村长按照老年的建议 叮嘱了众人 让他们选拔队员的时候 尽量选择敌青血脉的 数百堂兄弟 这样团练巡逻队 就可以成为类似于 明末天雄军的简易版 遇到事情 也有些战斗力 最后轮到三壮 他也牢牢记着老爹的吩咐 他年纪小 今年才十三岁冒头 挑选的人都在二十岁以下 而且没有一个星夜的 叶满仓都快气炸了 他今年十五岁 是三壮的哥哥 他以为三壮肯定会选他 结果这家伙 一定因为上一次比赛吃尿 自己都尿过去对岸 而他落在中央 而记恨自己 所以他选了一大堆队员 就是不选自己 可嗨嗨 叶满仓拼命暗示 叶老太太揪住他耳朵 你这孩子干啥的 三壮爱选谁选谁 你瞎操心干啥 孙氏扯了扯嘴角 村长做事 还带着几个亲人力 一看老年就没交好 胳膊肘往外拐 咱们老叶家那么多人 他二伯 三伯 满仓满臀 不能做事吗 这响当当的铜板 怎么能落入别人的口袋 你闭嘴 没见识的蠢妇 叶老太太直接骂道 家里还有活干 去把窝窝头蒸了 蒸得不好吃 你就别吃饭了 孙氏气得肚子里冒火 他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婆婆就是偏心老四 等他肚子里有了男娃 看婆婆还偏不偏心 他愤愤不平地走了 叶三撞点了八个人后 就卡住了 他是最后一个选队员的 可选择的余地 已经很窄很窄了 他听到叶满仓猛咳嗽 只好开口 第九个 叶满仓 满仓哥不是长辈 应该不算违背了爹的话 他继续在人群里物色 可是看来看去 全是叶家的长辈 那些人每次看到 他就打去逗弄 谈积极 要让这些人乖乖当他的组员 听他的差遣 想想就不可能 可是真的挑不出人来了 总不能让才十一岁的叶满屯 来巡逻吧 就在这时 牛蛋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开口道 三撞 你选我吧 我打架还是可以的 牛蛋十二岁多 也算是年纪很小了 他主动站出来 叶三撞想也没想 就准备拒绝 随即 他想到了前两天 牛蛋开口说了一句话 他说 亲眼看到潘寡妇和赵大雷干坏事 于是喜清了爹的嫌疑 叶三撞点头 行吧 第十个 牛蛋 至此 所有队员就算是选完了 村长怕有些人心里不服气说酸话 叮嘱到 巡逻队还会继续扩大 表现好的队员会提升为队长 其他人也会有机会加入巡逻队 好 散会 村里人纷纷散去 叶三撞昂着下巴 看着叶琛 爹 我当官了 嘻嘻嘻 叶小撞羡慕地道 三哥 你真厉害 叶琛按了按他的肩膀 村长相信你 才愿意提拔你 你可得好好干 不能给你爹丢脸 知道吗 叶三撞立马挺着背景 我会的 叶琛这才看向叶三撞 声音温和 好像瘦了点 没事 爹给你做好吃的 叶三撞穿着新衣服 十分不自在 他原先的补丁烂衣服 在多次上山找水源的过程中 被树枝山石划烂了 县令大人手一挥 他们每人就多了一身新衣服 这衣裳不是粗不做的 摸起来很软和 他开口道 让嫂子把这身衣服改一下 给爹穿 叶琛瞪他一眼 胡闹 爹还少了这一身衣服不成 你好好穿着就是了 这可是县令大人的奖赏 你跟我说说 这五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叶三撞开始说 这几天的见闻 无非就是怎么找水源 怎么确定沟区路线 有个别村不合作 被县令大人武力镇压 第四天的时候 竹须镇 清风镇都派了风水大师过来 叶二撞开口道 他们要学咋 寻找水源 我没有藏丝 这是我的错 请爹罚我吧 叶琛认真看着他 那你说说 为何没有藏丝 三撞低着头说道 咱们先那么多村子 我们根本跑不过来 若是全交给我们 我们确实 可以在县令那里多挣一些钱 但同时 时间耗费也会更久 眼看着稻子就能收割了 再拖下去 我怕其他镇子的稻田 颗粒无数 那你又为什么认为爹会罚你呢 叶琛的声音很慈爱 你这是 做了一件好事 行善能积德 以后会有福报的 叶三撞的眼底露出光亮 爹 你真的不怪我吗 叶琛没忍住 揉了一把他的头 当然不怪你 你这次赚了好几百文 真的很厉害 走 回家 对于跟随做事的男丁 村长都是给了钱的 按照每天一百文算得 算是报酬 至于其他的 算是村里的公款 走到家门口 听到隔壁刘老太太 在家门口骂街 刘老太太揪着刘志刚的耳朵 你个败家玩意儿 有钱是这么花的吗 猪肉涨到四十多文钱一斤了 你买点苏米黑面 回来不行吗 偏偏买肉 就这么一小坨 四十文钱 天杀得败家爷们 我咋生了你这个狗东西 刘志刚忙道 您不是说 孩子们一年没吃肉了吗 正好看到卖肉的 就买了点回来 我也不亏 让屠夫送了一小根猪骨头 等会炖汤给孩子们喝 这次一起出去的人 个个赚了五百文钱 大家都买了肉带回家 他咋能不买 给自己婆娘和孩子吃 他没啥舍不得 栓子甜甜嘴唇 乃 想吃肉 小草吞了吞口水 乃 我不吃肉 我就喝一口汤 刘老太太摇摇头 行了行了 都进来吧 不过这块肉 不能一顿吃光 谁家都没这种败家的吃法 一人一片肉炒野菜 剩下的腌起来 以后慢慢吃 爹 也买了肉回来 叶三壮走进院子 从宽大的袖子里 拿出两提肉 一共两斤 花了九十文钱 这里还剩下四百一十文钱 他把所有钱都给了叶琛 叶琛将铜板收起来 拿出一把刀 切下来半纸长的猪肉 三壮 拿去给你阿爷阿奶 你这次算赚了不少钱 也该孝敬一下老人 叶三壮点头 拿着二两肉 去叶家老宅 这会儿 老宅正在做上午的主餐 一家人都在院子里忙活 哎呦三壮 这一身真好看 秦氏没忍住夸赞道 这料子我摸摸 这是细麻布 段子料 一尺布差不多要十文钱 县令大人出手果然大方 叶二壮有些不好意思 这件衣服等会回去 一定要换下来洗干净 收起来 留着以后 他成亲的时候再穿 他把手里的猪肉拎起来 阿奶 这是我爹让我拿来孝敬您的 这两年 闹灾慌闹得厉害 肉食的价格 更是成倍往上涨 往年十来文钱一斤 现在已经涨到四五十文钱 这么点肉 估计就得十几文钱 叶老太太立刻沉下脸来 三壮 你咋也学会败家了 你才赚多少钱 就买那么好的肉 肉这玩意 吃了 就是一泡屎 你买它干啥 你跟你爹一样 当自己是地主老财是吧 老太太说着不解气 还要抄起条肘疙瘩大两下 行了 行了 你管管你的嘴 叶五四开口道 孩子头一次挣钱 想着孝敬长辈 结果回来就挨训 你说 以后三壮还敢来吗 老太太其实心里非常高兴 三孙子挣了钱 想着自己 知道孝顺老人 这说明 老年孩子教育得好 这不也是 自己期盼的吗 可这是猪肉啊 实在是太贵了 一口气送来那么多 证明这孩子 肯定卖了不少 真的是败家子 跟他爹一模一样 叶老太太深吸一口气 将骂骂咧咧的话 压了回去 叶三壮准备走的时候 门口走进来一个人 是刘全友 也就是刘玉柱的亲爹 他满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老叔 老婶子 我想开口求你们一个事 叶老太太和善地道 都是相礼相亲的 有啥事 我们能帮上忙的 绝不含糊 叶三壮不想听长辈的事 抬不往院子外走 刚走出两步 就顿住了 因为他听到了一个 借点钱 刘全友挠着后脑勺 我这不是跟着村长出去一趟 挣了点钱吗 加上之前攒下的一些 合起来有个八百多文 可是玉柱相中的那个闺女 家里开口 就是要一两银子的聘礼 我怕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 这不就拉下脸过来了吗 叶老太太一脸的八卦之光 玉柱这孩子实在 今年十六了吧 是哪家闺女 有那么大的福气 跟在玉柱好上了 刘全友脸上 全是不好意思地笑 是孙家庄的闺女 玉柱一口一个玉芬的叫着 我见过那个姑娘 不错礼 眉眼周正 手脚勤快 玉柱这小子 算是高攀了人家了 一听到孙玉芬这个名字 叶老太太脸上的笑 就僵住了 他老人家可没忘记前不久 叶琛过来打听这姑娘的家事 还说是想给三壮找对象 不过后来他再去问的时候 老年说是个误会 叶老太太看着叶三壮失神的模样 扯了扯唇角 看来并不是误会 三壮这小子 肯定也惦记孙家的姑娘 不过人家姑娘 都跟刘玉柱谈婚论嫁了 再惦记可不行 叶老太太开口道 这钱晚点 我让大王送过去 肯定不会耽误玉柱娶媳妇 刘全友千恩万谢着走了 叶三壮还在失神 这孙家的闺女 挺能耐的 老太太低着头 缝补着衣服 当初你大哥娶你大嫂的时候 你爹号面子 也才给了五百文 那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好闺女 他们孙家听说家道不咋的 竟然开口要一两 叶五四轻易不开口 躺在床上 抽着老小上贡的华子 巴搭巴搭地作着 开口说道 这要是姑娘父母要的 说明爹娘拎不清 跟卖闺女似的 以后闺女到了娘家 不得受欺负 若是这银子 是这闺女自己开口要的 说明这闺女不够聪明 祸害自己付嫁 总之 怎么都不是良配 叶三壮默默地低头 转身走了出去 她回到家时 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叶琛看着她道 你刚回来 应该是累着了 等吃了饭回屋子休息一会 叶三壮回屋 换了一身补丁衣服出来 然后开始打土批 她对房子很有执念 但凡家里的房子宽敞一点点 玉芬都不会拒绝她 她低着头 默不作声 叶琛把叶小壮喊过来 去你阿乃家借点醋 再问问你三哥 去那边发生啥事了 叶小壮点头 立马去借醋 叶老太太本就有心敲打几句 自然是通过叶小壮一张嘴 将刘玉柱 对于女人还真没动过情 更别说体会一下失恋的感觉了 她对叶三壮的难过 无法感同身受 只好安排这家伙干活 三壮 打土批的柴草不够了 你去那边再挑几蛋回来 三壮 家里木柴不够了 你多砍点柴皮了 三壮 地里的活儿你 跟你大哥一起干 趁太阳不大 早点干完 叶三壮忙得团团转 没有时间想七想八 整个人的精神气 也慢慢回来了 中午这顿饭 叶琛用了一斤肉 全部用来做红烧肉 再切一点下来 做了一个肉片黄瓜汤 让叶大壮给她媳妇喂下去 家里距离上次吃肉 其实也没多久 但几个小子 依旧是一副八百年 没吃过肉的样子 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这次的红烧肉 虽然和上次步骤一模一样 但味道 就是不如赵晶晶亲手做的 几个还子自然是吃不出来的 只要是肉 怎么吃 他们都开心 吃完饭 村长夺步走进来 这不是巧了吗 我们家今天也是吃肉 村长打着宝格 一块肉都快打起来了 家里四个小子干巴巴咳了咳 若不是有爹在 他们四个肯定也会为了 抢一块肉打起来 当然 因为有爹在 最后那块肉放进了爹的碗里 叶大壮收了碗筷去洗碗 叶琛拖出一张壶床 让村长坐下 我这会儿来 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村长笑着说道 你卖的那个冰雪冷原子 传遍了附近几个镇 清风镇 朱须镇 上林镇等等那边的人过来时 特意问我 能不能帮忙带个话 他们那些小九四 客栈也想进冰雪冷原子 放铺子里售卖 不知你这边还能供货吗 叶琛笑起来 当然能 家里囤积的材料可不算少 只要人手足够 供货根本不是问题 村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他老人家认识的字不算多 但是路上的招牌那种常用字 他还是认识的 一个字 一个字的念叨 那些需要供货的名字 我都记下来了 低于五十万的 我知道你看不上 就没搭理 我记得都是货量大一些的 清风镇的迎宾客栈 流济九四 如云九四 各五十万 朱须镇 上陵镇的 叶琛迅速心算 就这些小九楼酒馆 九四客栈的量加起来 竟然有一千万 一下子增加了那么大的出货量 叶琛觉得 至少需要三个人帮忙 一千万的冰雪冷原子 叶琛每天最少能多挣五两银子 说 您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谢您 叶琛一脸感激之色 思索了一会儿 村长却抢先开口道 谢你书作甚 我往近处说 你帮我教导孙儿 这都是情分 你书不知道回应你 尤其是教小凡十字这事 还每天一个鸡蛋 帮他养身子 老头子打心眼里感激 只有读书 才有机会走出这穷困之地 你小子对书一家有恩呢 书虽然一把老骨头 但是见识不浅 你非迟中之别 书 您要是不会用词 就算了叶琛尴尬道 嘿嘿 跟县令大人待了几天 想拽瓷来着 村长尴尬地笑了笑 继续说道 反正就是老叔稀罕你 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不用管你输 读书十字 那是顺手的事情 送鸡蛋也值不了几个钱 村长这一口气送来的好处 可是每天挤两银子 自己要是都装口袋里 那可就是憨憨了 叶琛开口道 不如这样吧 恕您帮忙卖出去的货 我都给您一成的利润 叶琛以前开公司 做市场的员工提成都是很高的 一笔业务 用金最少得有10%到20% 村长做的事情 跟市场差不多 该给的好处 绝对不能含糊 别看村长年纪大了 但是在地方上威望高 又经常开会 稍微给自己宣传宣传 就能带出去不少货 村长听了 连忙摆手 你小子跟你说客气啥 我就是帮个忙而已 我都半截身子入土了 要你钱做甚 你这小本生意 家里还有四个瓦 如今又要添重孙 这都是钱 说着说着 村长卡了一下 他虽然不知道 叶老年挣多少钱 但是他却知道 自己一口气给他卖出去 上千碗的冰雪冷园子 按照市价来算 照这样下去 山下的荒地 岂不是用不了多久 老年就能买走了 不过老年能挣钱 那是他的本事 自己作为长辈 怎么能昧着良心分钱 人家可是认真的教小凡读书的 小凡之前只是十字 却不会写 现在写出来的字 已经有几分模样了 村长开口道 这几次你都立了大功 从鱼泉 到给村里挖渠 甚至咱们村这一次收入的一百两 全都是你的个功劳 让我在外面也有面子 以后有事情 你多给你输出谋划策就行了 什么钱不钱的 叶琛微微一愣 果然人老成精 这老村长 明显是要自己欠他一个人情 想让自己多帮帮他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又不想竞争村长之位 两个人互帮互助 也是好事 当下叶琛也就没那么纠结了 他开口说道 以后要多做上千碗的冰雪冷园子 我这边人手不够 不知道村长叔 能不能借两个人给我 就姜唐和姜殿两位哥哥就行 时间也不会太长 差不多一个多时辰 小事 小事 我去知会他们一生 赶坏了你好事 你就揍小樊屁股 村长呵呵地走了 叶琛又去隔壁 找栓子爹刘志刚 刚开口 刘老太太就代替自己儿子 硬下来了 都没问工钱是多少 叶琛觉得 即便是关系再好 致兵的手艺 也还是掌握在自己家人手里好 叶琛之所以挑选帮手 是因为制造甘草堂的程序 非常复杂 需要人帮忙 但是一直在院子里折腾 很容易沾染尘土 还有制作甘草堂 也需要一定的容器 叶琛让叶小壮去老宅借 大壮 你看能不能把后院 围一个空间出来 周边用篱笆围着 上面用茅草遮住 叶琛一边思索一边道 给大家做一个操作室 总是露天忙活也不好 叶大壮点头 我现在就办 他清理后院地上杂草的时候 叶二壮和叶三壮 去山上砍树枝 叶小壮去野地里找炉维杆 四兄弟分工合作 慢慢地就弄出来了一个雏形 暂时没有屋顶也没事 挡一挡路过人的视线就行 还没弄完 叶将垫几人 就陆陆续续过来了 后院围起来的操作室内 掰着木盆和水桶 以及经过多次处理的干草根 叶琛开口道 每制作半斤干草糖 给三文钱 不过制造流程比较复杂 大家量力而行 有啥不懂的 就问我二哥 叶大旺点头 老四 这里就交给我了 你去忙别的事吧 叶琛知道他办事牢靠 也就不在边上盯着了 照现在的供货量来算 家里的干草根用不了多久 就要见底了 到时候肆意用白糖 有漏线的嫌疑 所以他 还是得收一些干草根 以备不时之需 他走到老宅那边 家里只有老太太跟二嫂 孙氏是个勤快的 家里没活的时候 就往地里跑 带着春月和秋月两个闺女 挖干草根 然后剪碎了卖给叶琛 简直是个发家致富小能手 叶琛扫了一眼 他快言快语道 二嫂 再有人送干草根 你就说一声 以后剪碎的干草根 长两文钱 越多越好 什么 又涨钱 老太太顿时急了 漫山遍野的干草根 根本没有人要 云恒当初涨钱收 你也涨钱收 你们夫妻二人 都当前是大风刮来的 叶琛扶额 娘 你也不想一想 既然我愿意出这个钱 就说明我有得赚 你儿子那么聪明 我能让我自己个吃亏吗 老太太撇着嘴 没好气到 都是村里的穷人 不涨钱也照样送 为啥平白无故地涨价 情势也跟着心疼 人手不够 材料也不够 要不娘您也来帮忙吧 我省得顾外人 你也可以帮我看着家业 叶琛唇脚扯开一抹弧度 精精需要养胎 没人烧水 要不娘您辛苦辛苦 我每天孝敬你五文钱 如何 让老太太过去看看她 一天到晚有多忙 估计就再也不会 骂她败家了 什么孝敬 那叫老娘的劳动所得 老太太本来不想要钱的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又答应了下来 咱可说好了 五文钱 一文钱都不能少 这时 门口一个相熟的汉子跑进来 着急忙慌地说道 老年 你婆姨娘家来人了 你赶紧去看看 叶琛愣了一下 我婆姨娘家 是啊 温老太太带着你的外甥鸟来了 到门口了 你快回去 叶琛的眸光沉了一下 转身就走 叶老太太 连手里的活计都做不下去了 起身就想跟上 秦师拉拉拉老太太的袖子 娘 您跟着去干什么 老年之前跟温家走得近 这段时间 不知道咋回是疏远了 但不管怎么说 老年心里对云恒有愧 您去掺和 可能反而会不好 叶老太太气得脸色发青 这群倒霉脆的温馨 老年这才刚过上两天好日子 他们就找过来了 我看着老年 好不容易挣点钱 又得进了温家人手里 想想云恒那丫头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 也太不容易了 满屯 愣着干啥 赶紧跟着你 四处过去看看 发生了啥事 赶紧回来说一声 叶满屯滋溜一下就跟了上去 叶琛走到家门口 果然看到了温家老太太 以及看娘子大哥家的小闺女 温玉娘 温老太太站在院子门口 一时之间都有些不敢进去 之前不是没来过 那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 啥都没有 但是那时候的老年是真听话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他骂老年 就跟骂孙子一样 可这会儿 再来这啥都有了 积压一大群 还有屠狗 温家老太太反而不敢进门了 这一次 温家老太太过来 是为了要三两银子的数修费 不过看着眼前这欣欣向荣的一幕 他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 三两银子肯定不够 起码要五两 不过他一会儿开口 先说十两 然后再一点点往下磨 自己是温云恒的娘 只要耐着性子跟老年谈 他不可能不答应 叶大壮听到门口有动静 从后院走过来 一看到温老太太那张脸 他所有的动作就僵住了 温家老太太挤出一张笑脸 大壮 你这孩子不认识外婆了 还不快接我跟你表妹进去坐一坐 倒两杯水 再加点你们 加的那个冰雪冷园子 你表妹喜欢吃那碗衣 叶大壮站在原地 一动未动 跟着父亲去了几趟镇上 大壮也能分得清楚 什么叫做虚伪的笑 什么叫做发自内心的笑了 眼前外婆的笑容 就看不出一丝的真诚和亲切 这让他想到了很多之前的事情 当初尚未分家时 爹爹就特别在意 外公 外婆一家人 后来分家了 爹更是名正言顺地 拿着家里的钱财 去补贴温家 每当温家的孩子读书需要钱了 温家就会来人 名义上是借钱 但是却从未想过偿还 父亲明明知道会打水漂 却一直无怨无悔地帮他们 可结果呢 结果换回来的是嘲笑 是见死不救 是将二弟和三弟绑起来 任人欺凌 大壮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 这段时间 没有温家人出现 他们家的日子 刚刚有所起色 一看到外婆 叶大壮就有一种大好的生活 即将被抢走的感觉 二壮和三壮 也都一脸恼火地走了出来 然后小壮左右个牵着狗 虎视眈眈的样子 温家老太太有些恼火了 这几个小崽子 怎么回事 叶老年 不是号称读书人吗 读书人 就是这般教育孩子的 见到外婆 跟见到仇人似的 你们几个臭小子 在搞什么 叶琛表面上的李叔 做得很足 给温家老太太行了礼 又训斥了几个儿子 为父怎么教 你们李叔的 你们外婆这一次来 一定是来还咱们家的银子的 是不是 岳母大人 温家老太太 听了叶老年的话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去 她要是有钱 咋可能走那么远 厚着脸皮 来要输修钱 她还当眼前的叶琛 是当初的叶老年 没有好气地说道 何计需要十两银子 当初云恒嘱托你照顾温华 这个钱你要拿 叶琛怒急返校 照顾是没问题 只是温华读书 让我出钱 这是什么道理 这温家老太太 一张口就是十两银子 莫不是温华这小子 将她做生意的事情 告诉他们温家人了 你是她姑父 当初是你自己说 要供温华考上举人的 你自己说的话 你不能不承认吧 温家老太太理直气壮 我知道你也难 你拿不出十两银子 那就给六两吧 温华那么孝顺你 你总不能看着 看来岳母大人 不是来还钱的 那就没有必要来我家了 叶琛站在门口 声音变得冷漠 我之前就说过 我家跟你们温家 没啥关系了 老太太没想到 她往日里惯用的把戏 全都在叶琛这里失效了 人家根本不愿意搭理她 气得她咬着腮帮子 今日 你必须拿出三两银子 否则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不走无所谓 我们清河村不欢迎外来户 您再不走 我可要喊巡逻队了 男人们也一股脑地放下活 往外走 老四 有啥要帮忙的不 老年 有啥事尽管说一声 这些男人们 一个个五大三粗 往院子里一站 就叫温老太太 有些不敢造次 温老太太有些想不明白 为何之前三脚 踹不出一个屁的叶老年 忽然在村里 有了那么大的威望 一句话 就来了那么多男人 她知道叶老年做生意 挣了些钱 有心进去看看 探查一下叶老年发财的秘密 但是叶琛堵在门口 她根本就没有机会 她放缓了与其说道 老年 我这次来 跟你要束修费是其一 其二是想给你续嫌 魏云恒那苦命丫头 定是死了 回不来了 正好她有个堂妹 刚守寡 长得也不错 只需要些彩礼 她这边话还没说完 几个小子就急了 拿他们家的东西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再嫁个女人过来 坑他们的爹 叶三壮根本控制不住情绪 像是愤怒的牛犊子一样 直接撞在了温家老太太的肚子上 老太太哀悠一声 滚着摔在了地上 我爹才不会续嫌 叶小壮跟着凶巴巴的喊道 你不是我们外婆 你是坏人 我爹说了 我娘没有死 你以后不许来我们家 二壮也冷冷地说道 从没听说 女儿出门在外 身为母亲劝女续续嫌的 你不是一个好外婆 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你以后别来我们家了 我们家不会因为你们的阴谋诡计 再去支持温华了 叶大壮用力将院门关上 随即传来了温育娘 哇哇大哭的声音 呜呜 阿奶 我害怕 哭啥哭 我又没死 温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 她指着叶琛骂道 我当初怎么就把云恒 那么好的丫头 嫁给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你竟然敢让你的孩子打我 你会遭雷劈的 给我开门 我要进去 院子的门 是几根木头钉起来的 根本就不牢固 被这么用力拍 都快散架了 叶琛诞生开口 大壮 你去请巡逻队的人过来 就说温家村有人来 我们家闹事 让巡逻队把人轰出去 这一次 叶琛说的声音很大 一看就是要不留情面了 清河村的巡逻队 温老太太也听说过 她刚刚进来时 盘问了好一会 看到她一个老人 带着一个孩子 这才放行 那群人一个的凶神恶煞 而且不讲情面 真的来了 她也反抗不了 温老太太咬紧后牙槽 牙齿都快要碎了 她拎起手边 哇哇大哭的孙女 扔进了院子里 冷冷道 你啥时候拿出三两银子来 我就啥时候 来把玉娘接走 她见不如飞 离开了院子门口 温玉娘四五岁的样子 她被丢进院子 摔在地上 坐在泥地里 哇哇大哭 手在地上摸了泥 又蹭在脸上 看起来脏兮兮的 叶琛冷眼看着她 你奶还没走远 你赶紧跟上去 我们家可不会管你 温玉娘呜哇大哭 她当然不想 一个人留在这里 但是一抬眼 就看到满院子的鸡鸭 她忍不住 舔了舔脏兮兮的嘴唇 要是能偷偷抓住 一只鸡再回去 阿奶肯定会夸她 她没有哭了 站起身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小鸡小鸭 你干啥 叶小壮挡住了她的视线 走 我带你去追你阿奶 我不回去 温玉娘甩开叶小壮的手 她眨巴着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叶琛 我会干活 我可以喂鸡喂鸭 姑父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叶琛冷声开口 大壮 送她回温家村 我不 我不走 温玉娘一把抱住了叶琛的大腿 姑父 求你不要赶我走 我回去了 阿奶会打死我的 姑父求求你了 叶琛丝毫没有动容 温家的任何破事她都不想沾 四岁的女娃 也不在她的联系之内 她板着脸道 留在我这里 可没有东西吃 只能饿肚子 你要是受得住 那就留着吧 她掰开温玉娘的手 进屋去忙活 温玉娘还不想跟进去 被叶小壮拦住了 你不是叶家人 不能进去 就在外头给我站着 叶二壮冷漠开口 这些年 我爹为温家做得够多了 温玉娘你还是回去吧 饿肚子的滋味可不好受 温玉娘不说话 回温家只能喝野菜汤 留在姑父家里 说不定还能偷偷抓一只肥鸡来吃 温家这段时间 确实是日日野菜汤 就是为了省下粮食换钱 给温华凑下个月的数修费 好几两银子呢 温老太太没拿到钱 憋着一肚子气回家 不过刚走到家门口 看到温华站在院子里 她老人家满肚子的气 顿时烟消云散 温华打小 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 人家孩子三岁的时候 还在穿着开裆裤 到处吃尿呢 温华就已经开始识字了 为温云恒所救的老书生 很喜欢温华 一来为了报温云恒的救命之恩 二来是联系温华的天资 不想美欲毁于荒野之中 便不收一文钱 将一身所学 倾囊相授 不过终究是个 碌碌无为的老书生 其肚子里的墨水没有多久 就被如同海绵一般的温华 给吸食了一干二净 老书生便一封推荐信 送到了麒麟镇的私塾读书 温华的读书之旅 可以说是开了外挂一般 在镇上没多久 便考中了童生 被镇上读书人称赞为神童 后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清风书院 即便是进入了 号称才子无数的清风书院 温华的财名也丝毫不坠 几乎所有清风书院的夫子 都认可他 认为他明年肯定能高中秀才 温家人从上到下 就没有不喜欢温华的 大家都觉得 温华注定会名扬天下 所以大家宁愿吃康厌菜 也要供应温华读书 只是让温家老太太 如何也没有想到 今日去夜老年家 吃了一肚子怨气 尚未来得及消化 自己的宝贝孙子温华 就面色灰暗地回来了 话儿 不是说了 树修家里定会凑齐 你不必担心吗 怎么忽然回来了 温华并未回答老太太的问题 反而疑惑道 祖母 您这是从哪回来的 我能从哪回来 自然是从你姑父家 你姑父如今发达了 不认你祖母 也不顾及一家人的亲情 温老太越想越气 最后破口大骂 真不是东西 呸 当年怎么把云恒 许给他这个畜生呢 话儿 你可要努力读书 不然祖母今天的怨气 可就白吃了 温老太继续道 你那丧天良的姑父 不仅一分银子都舍不得给 还把我轰了出来 温华的叔父 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娘 我都说了 夜老年现在变了 你别去找他了 他现在跟咱们牛气 等到温华考中状元 定然叫他好看 母子二人 一唱一和 将夜称好一顿 挖苦埋怨 仿佛夜称不给银子 便是那十恶不赦的恶人一般 听到家人这般说自己的姑父 温华的内心十分复杂 以前姑父 无论如何 都要帮衬一下自己读书的 可是娘和祖母提起姑父的时候 也是一副瞧不起的模样 现在姑父不愿意帮衬温家了 结果家里人对他更是仇视 甚至口不择言地辱骂 合着 叔父就应该一边帮衬自己 一边忍受着家里的歧视吗 在温华的世界观里 知恩图报才是正理 家里人这般做法是不对的 无论如何 当初姑父与姑母 都是给过自己支持与鼓励 别的不说 如果不是姑母 自己如今绝对没有机会读书 如果不是姑父 自己绝对没有机会 去清风书院深造 娘 温华是天上的文取星 咱们怎么能跟她说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误会她的耳朵呢 温华的叔父开口道 话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 莫不是缺钱花了 叔父这里还有一些 你拿去带回书院 该买啥就买啥 千万别省着 那是清风书院 才捧高踩低是尝试 可莫要让人小看了 温华看着家人希望的神色 愁出了片刻 缓缓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我温华便不读书了 温家老太太手中的水碗应声落地 啪的一声 碎成了好几块 啥 话 你说啥 路过的温华娘也直接愣住了 话 好端端的 你说什么胡话 我的行囊书籍都背回来了 温华的神色落寞 以后 我不会再 踏入清风书院半步 我以后也不再是读书人了 温家老太太 赶忙上前查看 只见温华脚下的书箱里 堆满了书 再看孩子的表情 根本不像是作假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老太太 只能干巴巴地劝说道 嗨 我孙儿在哪都是最好的 即便是 不去清风书院又何妨 老秀才都说了 明年科举 我孙儿必中秀才 不过家中也没人能教你 你辜负又是废物 祖母觉得 你还得去寻个书院 至于树修 奶奶就是去卖肉卖骨头 也得给你凑出来 温华长叹一声 终于说出原由 我被清风书院开除 不会有人愿意要我 也没有有功名的人会替我担保 我无法参加接下来的考试 温华的叔父表情微变 眼神闪烁 不知道在想什么 温华娘却一下子炸了锅 你说啥 清风书院的夫子们 莫非是得了疯病 你这么好的书生 为何要开除你 简直是没有天理 他们一定是妒忌你的才华 走 娘带你去说理去 温老太也卷起袖子 清风书院的山长老太太 我是认识的 一把年纪了 还欺负一个孩子 看我老太太 怎么骂得他狗血淋头 温华摇摇头 严肃道 我被学院开除 是因为我有为读书人的德行 涉及舞弊一事 我五周科举制度严谨 是断然不会要平行不端之人的 温华弯腰捡起地上的书箱 走回自己的房间 温华的叔父 翘无声息地面路失望之色离开了 此地只剩下温老太和温华娘 面面相去 他们都是妇人 一辈子在村子里 压根就听不懂 温华说的是什么意思 两人还在小声交谈 温华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祖母 母亲大人 这些年为了供养我读书 家里都吃了不少苦 从今以后 大家不必为我凑数修费了 咱们穷人家 是出不了庄园狼的 如今的我 跟当初的姑父一模一样了 你们以后 也不要再嘲笑姑父了 还有 我想知道 咱们家为了我 到底欠了多少钱 温华娘撇撇嘴 你叔白家暂且不必说了 都是应该英愤的 你大姑家家的不好 又是个吝啬鬼 自然是一分钱不拿的 至于你姑父吧 确实支持了不少 不 温华娘很明显 是不想认温家欠业家的钱的 温华却缓缓地说道 每个月交数修费时 姑父都会带钱来温家 少则百文钱 多则一两银子 这么多年 零零总总算下来 我们家至少欠姑父五十两银子 你这孩子 胡说八道些啥子 温老太太瞪着眼睛 她是你亲姑父 她的钱不给你给谁 你花她的钱名正言顺 天经地义 不存在啥欠不欠 应该这样说 是我欠姑父五十两 与温家无关 温华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钱袋 这是我闲时抄书 赚的几两银子 我先拿去还上 她卖步就准备走 温华娘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话 你是不是被读书的是刺激疯了 你姑父不给你交书修费就算了 你咋还能给她送钱 你放心 读书的事儿爹娘 会给你想法子的 不可能不让你去考秀才 你别糟蹋钱 这些钱娘先收着 温华默默地抿着唇 以前心安理得 享受姑父的偏爱 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有朝一日 一定会出人头地 总会有机会报答姑父 可是现在 她被开除 失去了科举的资格 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出温家村 她要用读书写字的手 去学习怎么耕地种田 她很难受 但是她没有办法 她明明没有作弊 可良的那些人 却因为极度诬陷她 人证物证都那般齐全 山长无话可说 她连辩驳的余地都没有 这便是平凡百姓的无奈 你越是想要挣扎 那倒看不见的壕沟 却越发无法越过 从书院走出来的那一刻 她想了很多很多 这些年 为了供她读书 家里人都太苦了 就算真的考上了秀才又如何 她还得继续念书 读几年再考举人 而考举人很难意识急重 可能又得多读几年 难道 让家里那么多人 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一直供她读下去吗 她沉默着走出温家院子 温华娘急得拍大腿 这孩子是猪油蒙了心 咋能真的去还钱 疯了疯了 真是疯了 还钱不是啥大事 以后让叶老年还回来就是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画读书的 是咋办 温老太太咬牙 我去找村里的老秀才 问问咋回事 咱们画以后 要当秀才老爷的 不能被耽误了 而温华 一路朝清河村走去 她小时候来过一次 依稀记得怎么走 很快就到清河村那条路上 村口守着一个人 一根长长的树棍 挡住了进村的路 温华可是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才子 清河村的乡亲们 也都知道 温华是叶老年的那只 叶老年这些年读书 没读出东西来 所以才将一腔希望 寄托于温华 散尽家财 也要补贴温华读书 温华只是拱手说了下姓名 守村人就立马放行 当然 这也和温华的外在气质有关系 一看就是文若书生 没有啥攻击力 彼时 已经是下午 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只吃两顿饭 已经开始飘起吹烟 温华按照记忆 一路走到叶琛的门口 他也看到了那条宽阔的水渠 心中也暗暗感慨 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样子 心有鸿湖之志 又能造福一方 单凭此书说 书父虽然科举没有建树 但却又比大多数读书人 活得有意义的多 带走到叶家门口 就见温玉娘站在门口 小脸黑漆漆的 嘴巴的口水不断往外流淌着 往里面看 他猝眉道 玉娘 你怎么会再辜负家 温玉娘吓了一跳 当看清来人是自己的兄长时 立刻委屈巴巴地哭嚎道 大哥 小壮表哥不让我进家门 让我在门口站着 呜呜 大哥 我好饿 我要死了 他这一哭 惊动了里面的人 二壮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他看见温华 以为温家人恬不知耻 便冷笑着说道 表哥 不要以为你亲自来 我爹就会松口 你也是读书人 当知我爹的钱来得有多么不容易 且速速带着玉娘离开吧 表弟误会了 我不是来讨钱的 温华苦笑道 然后从袖子里 拿出他的贴身钱袋子 他抿着嘴唇道 这里是五两银子 先还给姑父吧 剩余的钱 我慢慢还 二壮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 眸子里闪过一丝不可置信 在他的记忆里 向来都是温家来他家哭穷 借钱 他们还从未在温家得到过什么 大表哥是读书人 听乡亲们说 最坏的就是读书人 他不会肚子里憋什么坏水吧 二壮自是不敢自作主张 进屋将爹叫了出来 叶琛正在加工甘草堂 供货量增加之后 制造甘草堂 也成为一个冗长疲惫的工作 而且叶琛发现 甘草堂非常受市场欢迎 甚至于出现了 大家不愿意 吃白砂糖的情况 所以他的日子 过得更加疲惫了 爹 大表哥那边 好像是出事了 整个人看起来没太有精神 二壮进门 压低了声音说道 他还拿着个钱袋子 口口声声说要还钱 一口气要还三两呢 叶琛擦了擦手 毛子眯缝起来 走 一起去看看 走到外面 果然看到了身姿挺拔的温华 依然是清风书院的那套长衫 只是脸上的 意气风发不见 取而代之是一脸的落寞 叶琛走过去 站在院门口 单声道 话 你祖母说 若是我不拿出银子 就把玉娘扔在我家 我家确实有钱 但确实没有这个义务 你是读书人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温华点点头 姑父 我温华以后不读书了 也不参加客举了 以前姑父借我的钱 我会慢慢还回来的 这五两银子 还请姑父收下 他将钱袋子推了过去 叶琛生意做久了 有了手感 只是一颠 心里便有了数 听清脆的声响 里面还掺杂了些铜币 看来是这个孩子 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没错 叶琛的心头 闪过一丝疑惑 说实话 他对温华的印象不错 上次去买书 书铺的掌柜的都说 温华是清风书院 最优秀的学子 明年肯定能考中秀才 为何 忽然便不想念书了 在叶琛看来 温家家大业大 虽然都是农人 但是真的想办法 凑点银子出来 还是不难的 这是温云恒相中的孩子 自己不能就这么 看他落寞下去 看来 他还得去打听打听 叶琛熟练地 将钱放进袖子里 说道 既然不想读书了 那以后有何打算 种地可是还不起这个钱的 温华并未隐瞒 我打算去书斋做些事情 不论是抄书 还是给一些学子补习功课 都能赚些钱 叶琛点头道 既然如此 我明天和你一起去 你尚未接触过外面的事情 以免那些掌柜的欺负 你不通俗事 温华一愣 姑父 您的意思是 我可以留下 叶琛笑道 怎么 你姑母不在家 你便不能在叶家留宿了 温华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留下 旁边还有个温玉娘 叶琛说不喜欢 给这个丫头塞了个鸡蛋 让大壮赶紧给送回去 之前温玉娘 还敢抱着叶琛的大腿哭闹 不过温华在这里 她却是一个字都不敢吭 在温家 祖父祖母是第一位 那么温华这位兄长 就是第二位 温华兄长开口 她只能老实回家 叶大壮走得快 背着温玉娘 很快就到了温家庄 到了温家 连门都没进 放下温玉娘就跑了 温老太太见自家孙女回来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这个赔钱货子啊 自己回来了 不是让你在你姑父家待着吗 温玉娘低着头哭唧唧地说道 我温华哥让我回来的 温华哥自己留在姑父家过夜了 不许我留下 我害怕温华哥 温华娘愣住了 你是你大哥 留在她姑父家了 她这个儿子 自从念书之后 做啥事都瞎讲究 单独一间房 要有书桌 要有窗台 要明亮 要整洁 家里专门给她准备了一间这样的房 她也不太满意 很少留在家里过夜 这会子 竟然主动去她姑父家里了 温老太皱起眉 华儿一向聪明 定是有自己的主意 我懂了 温华娘满脸喜悦 叶老年虽然跟我们闹翻了 但是她肯定不会跟华儿计较 她最喜欢温华了 在他们夫妻心里 温华比他们家的那几个小崽子 种太多了 华儿亲自去拜访 叶老年铁打的心肠 也得软下来 到时候 叶家的银子 就是我们的了 温老太点头 想来定是如此 既然华儿自己能解决数修费 那我们就得想法子 再给华儿找一个书院 这天底下 又不是只有清风书院能念书 清河村 吹烟鸟鸟鸟 叶琛让叶小壮看着灶火 他则在做饭 指着其他几个废物儿子 肯定是不行的 他们那是食指指折大锤 指着他们沾染阳春水 是没戏的 先要给大儿媳做滋补的汤 之前的鱼还剩下一条 他清理干净后 放在锅子里炖着 然后做了野菜杂粮饼 贴在锅子周边 若是早晨 一人吃两个饼就够了 但这是晚餐 家里孩子们忙碌辛苦了一天 该吃饱一点 才能睡个好觉 家里有温华这个外人在 不适合吃大白米饭 他煮了素米稀饭 颤了一些黑面和野菜 温华这晦子在院子里 很是局促 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些年 他闲少回家 过年时在家里待的时间最久 大概是半个月 每天都是读书写字 若是现在有一本书就好了 他可以看看书 打发一些时间 他看到大壮和三壮在打土坯 走过去问道 有我能帮上忙的吗 三壮头也不抬就说 大表哥的手是读书写字的 别蹉摸坏了 站远一点 小心被你见到 父亲的变化 让三壮的眼神里 没有了之前的自卑 他觉得靠双手劳作 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 即便是县令 不也要靠他们这种百姓帮忙 才能解决一线之灾吗 而表哥虽是读书人 却连吃饭都要靠别人 在他看来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羡慕的了 大哥 二哥 三哥 老爹把饭做好了 快来吃 小壮怀里抱着来福 腿跟着旺财 笑嘻嘻地跑出来叫人 结果看到大表哥也在 停顿了一下 不知道该不该喊 按照老爹以前的性子 那绝对是要拉着温华一起吃饭的 而且还要将最好的饭菜让给他 现在爹爹咋想的 他也不知道 叶琛走出来 开口说道 话 你要是饿了 就坐下来一起吃 姑父虽未伤骨 但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一顿粥饭 还是请得起的 见姑父被烟火 熏得一脸疲惫 温华越发地觉得 当初姑父照顾四个孩子 还要补贴自己 到底有多么不容易 当下说道 姑母曾云 天下饭食虽美 却无一餐免费 姑父的饭菜 也不是白得的 待日后温华赚了钱 定当还给姑父 叶琛略微皱眉 这话却不像是古人云的 但温华已经大大方方入了房门 她也没多想 自从赵晶晶受伤养胎之后 叶琛便开始了 她的霸道父权生活 让所有人做自己的事情 比如 以往都是赵晶晶这个儿媳 将盛好的饭菜 摆放在桌子上 然后拿着铲子分饭 现在却变成了 每个人自己去添 壮壮们由高到低 排队盛饭 然后坐在餐桌旁 当然 叶琛的那一碗 是由大壮代劳的 只有温华有些尴尬地站着 她在家 父母什么都不让她干 她竟然不知道 该如何使用工具盛饭 表哥好笨 小壮心直口快 拿起碗给她盛了一碗 又给她拿了饼子 温华并未因为 小壮的嫌弃而生气 反而感激地点点头 温家虽然条件一般 但是每次温华在家吃饭的时候 温老太都会准备最丰盛 最美味的饭菜给她 所以 就算是缺粮的时候 温华都是能吃到饱腹的饭菜的 所以对于略显丰盛的 叶家小饭桌 温华并未感觉到什么稀奇 桌旁几个人埋头干饭 吃完饭后 叶大壮去照顾赵晶晶 顺便将要喂了 赵晶晶的气色好了许多 也可以简单地行动了 她闲不住 好几次想要起来干活 都被叶称严厉制止了 还请了夕月监视她 防止她偷偷干活 温华吃完了饭 放下筷子 在温家时 有人收碗洗碗 在书院时 也只需要将餐盘 放到指定的位置 在姑父家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会观察 会学习 她照着叶小壮的样子 拿起自己吃过的碗 走到院子水缸边上 一个小小木盆里 放满了水 叶小壮蹲在木盆边洗碗 她一点都不想 给温华洗碗 小家伙嘲讽道 表哥 老爸常说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你自己 把碗洗干净了 放到台上 我是不会碰的 温华点头 用丝瓜瓢淋水洗碗 小家伙本来想看热闹 但是看着温华的操作 很是心疼 当然 她心疼的是水 表哥 咱们家虽然不缺水 但是现在大汗 可不敢浪费 你快去歇着吧 我自己来吧 她把温华手里的碗 抢回来 温华站在她身边 更加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叶琛一直观察着 眼前的内侄 在叶琛的原主的记忆里 她实在是太喜欢 温华这个孩子了 乖巧 聪明 好学 乃是读书的好料子 所以 即便是什么家务活 都不会干 在原主的记忆里 那也是读书人应有的操作 君子远刨出骂 所以 叶琛对于这样子的读书人 起初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她觉得 原主绝对是有什么大病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她发现 温华可能是受温云恒的影响 跟温家的吸血鬼是不一样的 叶琛对于温华 心里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主意 但是不知道是否适合说出来 叶琛开口道 小壮 去把你小凡哥哥叫来上课 正在院子里 逼着二哥 拿着根竹竿 跟他对打的老三 立刻拉下脸来 完了 学习的时间又到了 这是他每天最煎熬的时刻 二壮也有些紧张 他一向是自诩 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他发现 他竟然学习进度 还没有小壮款 小壮则不一样 他特别喜欢读书 所以很是换开的 去找小凡了 去村长家 要经过老宅 小壮被祖母叫住 白天 温老太来的时候 他让满屯去看热闹 老太太得到的信息是 温家老太太被轰出去了 老太太还挺开心 结果 后来又听说温家的温华来了 叶琛还留了他吃饭 老太太的心神有紧张了 小壮如何知道 老父亲的复杂心思 祖母 我也不知道 您要不去问我爹吧 说完踹了一脚靠拐的老黄 他已经是有狗的男孩了 岂能摸其他的狗 小家伙一溜烟地跑了 老太太急得不行 他要不是怕刺激老年 至于问你这个小子吗 以前没分家 这小两口就一直补贴温家 他发现后会置于温云恒 可是结果发现 十个他都说不过云恒那丫头 而且云恒那丫头 还会让老太太怀疑人生 后来云恒这丫头不在了 自己能说两句吧 更不能了 老年跟着了魔一样 后来老太太也就不愿意管了 老太太觉得 跟温家闹翻了 挺好的 老年知道赌气上进 日子也过得顺当了 结果这好日子过了没几天 温家竟然派了温华过来是好 万一老年心一软 又开始补贴温家 这该如何是好 叶老太太都快愁死了 叶五四抽着滑子 老年跟之前不一样了 这事你不用管 温家占不到便宜 要是他们拿云恒做法怎么办 老年心里一直对云恒有愧呢 老太太内心很惆怅 没多久 小壮就带着叶凡很快地回家 这会儿 太阳刚刚落山 村子里还有余灰 后院在烧热水 屋子里被火光罩着 很适量堂 叶凡很喜欢这种感觉 跟一群孩子一起竞争 然后每次都能赢一个鸡蛋 即便是输了 也可以下次一鼓作气迎回来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强了 小脸火光地映衬下 红扑扑地摇头晃脑地道 老年输 我学会了 寒来蜀网 秋收冬藏 您看 是不是这样写 小家伙立刻就在沙盘上 将刚学的几个字写下来 小脸很是得意 仿佛鸡蛋已经踹进了自己的口袋 叶琛今日似乎有意为难小凡 将鸡蛋递给递给他 便笑着说道 你们看看 小凡哥学得多快 今日这几个字 便由他代替为父 教你们是什么意思吧 小凡立刻懵了 这鸡蛋都领了 不应该跑路吗 小壮立刻抓着小凡的袖子 开口问道 小凡哥 顾着图快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看着这帮兄弟 火一个个认真的模样 便咳嗽了两句开口道 寒来蜀网 秋收冬藏吗 这不简单 寒是冷对不对 蜀是热对不对 就是说 天气冷完了就会热 热完了就会冷 秋收冬藏吗 我觉得 应该是秋天收了粮食 冬天储藏起来 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挨饿了 叶琛表情微微震惊 温华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没想到 一个浑身上下打满补丁 看起来流利流气的娃娃 竟然也能连萌带猜猜 对圣人精益 原来自己并不比别人高贵 这天底下的朴玉多的是 他们只是 缺一个宝贵的机会罢了